白头鹰联盟的玩家Mike,手冲到100集。100集版本开放。野外BOSS争夺战,听水轩布敌樱花阁,第一件100集掀器,疑似被樱花阁获得。企鹅公会重金招募各等级玩家,天赋为神话级的玩家,无论等级,直升千人队队长。年薪千万。 许峰看着论坛的消息,陷入深思。他两天前穿越过来,随后就发现了《新世界》这款游戏。新世界中的能力,以及部分资源,可以带到现实中。现在各联邦,以及各种大企业都在拼命地培养新世界中的强者。每个满16岁,不到50岁的人,胳膊上都会出现印记。这是进入,新世界的钥匙。许峰并没有着急进入游戏,而是仔细地收集了现有的信息。现在一流的玩家,已经超过90集了。 中流玩家,都已经到了70集以上。作为后来者,许峰唯一的优势,就是以公开的情报。两天时间,许峰找遍了论坛上可以找到的大部分有用情报。差不多了。许峰深吸一口气,触发了胳膊上的印记。您好,欢迎您来到《新世界》。请问,您是否需要新手引导?眨眼之间,许峰面前,出现了一个人工智能少女。许峰摇头,不需要。她已经十分了解,这个世界的背景了。 新世界中有9个区域,实际上是游戏中的9个大势力。九州联盟的玩家,主要在枫叶谷。这也是许峰即将去的地方。 AAI少女开口。那请民选择职业,是否需要职业介绍? 不需要,攻守。 攻守是所有职业中,唯一一个输出能力,可以跟法业相比的。 而且,攻守有特殊的机制,可以触发弱点攻击。 而且,许峰没有大工会的资源扶持,法业太笨重了,也太吃蓝,攻守更适合许峰单刷。 请您输入您的游戏名称。 月落西沉。 恭喜您,角色创建成功,请您选择面具,并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新世界,里的长相,都是跟现实中一样的。 面具就格外重要了。 许峰看到过几个不戴面具,结果被人露出了现实的信息,然后被杀的消息。 各联邦都在保护普通人,但真要是有强者,要杀人,联邦也只能后面追捕,很难及时地保护。 许峰选择了一个鹰的面具。 选择完成之后,AI少女再次开口。 您将被随机到114514号新手村。 AI少女。 初次进入游戏,您获得了五个复活金石,请您注意,复活金石用完之后,您再次死亡,将永远丧失进入游戏的资格。 她说完之后,许峰眼前的景色,再次一变。 周围变成了一个村落,旁边站着一个长发的老头。 村长!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背包。 新手长弓,白色。 剑矢,一百,白色。 新手弓道符,白色。 一共三件装备基础的剑矢,可以增加五点伤害。 后期可以自知各种非常强的剑矢,加成更高。 这也是弓手能和法师并列替零输出职业的原因。 像是剑矢,盗贼,刺客,虽然都是输出职业,但跟弓手和法爷比,还是差了一线。 许峰把所有的装备都带上。 老头村长开口,招呼道。 年轻人哟,我这里有一块天赋石,送给你吧。 每个进入游戏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天赋。 天赋完全随机。 可以说,天赋决定一个人的上限在哪。 许峰接过天赋石,深吸一口气,有些紧张地把它给使用了。 检测到您的灵魂异常。 灵魂异常。 天赋觉醒成功,恭喜您获得天赋。 命运,未知级别。 许峰震惊了。 未知级别。 天赋和装备一样,从白板到天神级,迄今为止,已知的有十四个品级。 未知级别是什么级别? 他打开论坛,把这四个字,输入到了搜索框里。 无检索结果。 没有出现过的级别。 许峰赶紧打开了属性栏。 属性栏最上方,是许峰的基础属性。 角色名称。 月落西沉。 等级。 一。 生命。 十万零一百。 魔法值。 五十。 五十。 力量。 十。 智力。 十。 敏捷。 十。 体质。 十。 攻击力。 二十。 防御。 零。 魔法防御。 零。 技能。 五。 天赋。 命运。 这些基础属性,许峰都已经搞清楚了。 一点力量,等于两点攻击力。 一点体质,等于五点生命。 一点智力,提升两点魔法攻击力,以及五点魔法值。 敏捷提升闪避率和疑速。 许峰看完这些基础属性,赶紧看了看自己的天赋。 命运。 当你开启宝箱,获得奖励,合成或强化装备时,若你对结果不满意,可以重启命运,重置结果。 许峰表情激动了起来。 好强。 这个天赋,上限高到离谱。 许峰甚至觉得,他这个天赋,如果用好了,说是世界第一天赋,也不为过。 拿到天赋。 旁边一头白发的村长走了过来。 年轻人,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村子东边来了一群野猪,毁坏农田。 你如果能击杀十只野猪,我会给你报仇。 按论坛上的说法,新世界里的所有NPC都是有自己的性格的。 这里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游戏则是连通两个世界的门。 不过,新手村里的NPC,除了几个隐藏人物之外,都只是执行基础的任务。 身上没什么油水。 许峰也没浪费时间,把任务接了下来。 虽然这个任务给的5级白板武器,许峰看不上。 但最起码,还能赚点经验。 接完任务。 许峰赶去了村子东边,赶到了农田附近大概有几十个新手玩家,正在刷野猪。 每年都会有年龄刚满的玩家,进入游戏,还有因为各种原因,之前没进游戏的玩家。 他娘的,野猪都拱我定了。 你个顿战,能不能把怪给拉好? 快输出啊。 那边有个新人攻守,拉他进组。 算了,一级刚出来,带他分经验嘛。 赶紧刷完,咱们换地方了。 没人对许峰有兴趣。 许峰不在意,也没主动求足。 一级的野猪刷起来并不难,一对人升级效率会高一点,但爆出来的东西得揉点。 许峰瞄准了一只落单的野猪,拉满弓弦,一箭射出。 箭矢以抛物线飞出,落在了野猪的旁边。 靠,比想象中要难一点啊。 新世界里,除了某些锁定目标的攻击外,其他的攻击都是可以躲的。 远程职业会有一些系统修正,但准度也很重要。 所以,攻守的下限其实很低,真就有那种守藏玩到了几十级,命中率依然在50%以下的。 许峰也不在意,深吸一口气,再次弯弓搭剑,瞄准射击。 箭矢这次成功地打中了野猪。 野猪头上,跳出了一个伤害数字。 -20 许峰现在装备上新手弓之后,攻击力25点。 野猪的物理防御是5点,生命一共100点。 打起来不算难。 野猪仇恨被许峰拉住,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许峰迈腿跑了两步,反手又是一剑。 -20 这次攻击,又打中了。 咦? 那小子刚刚还是个萌新,怎么这剑这么准了? 懵的吧。 移动中的目标,打起来比静止的目标更困难。 这里有几个进游戏之前,练习过剑术的新人。 就连他们,第一次打移动目标时,也十分不适应。 这个纯新人攻守,居然做到了。 许峰没空管这些人在想什么,攻击得手之后,再次往后拉开。 他移动之中,呼吸跟动作配合得很好。 紧接着,第三剑打出。 再次命中。 第四剑,命中。 第五剑,还是命中。 野猪只拱到了许峰一下,血条就已经清空倒地。 卧槽! 这人刚刚是装的吧? 这准度怎么看,也得是个剑术大佬啊。 准的一批啊。 许峰完成击杀之后,经验条涨了百分之二十。 前世纪生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没什么难度。 不过许峰自己也有些意外。 是因为鼓舞吗? 许峰低声自言自语了一句。 穿越过来之前,许峰的爸妈经营着一家没几个人学的武馆。 因为挣不到几个钱,许峰从小就对这家武馆没什么兴趣。 不过他,还是被父母逼着,从小练习一种没有名字的呼吸法。 长大之后,许峰的体质比同龄人明显要好一大减。 不过许峰从来没觉得是这个呼吸法的原因。 然而,刚刚移动攻击的过程中,许峰感受到了这门呼吸法的作用再试试。 许峰找上了第二只野猪,直接开怪。 周围有十几道视线,都看向了许峰这边。 一箭飞出,命中。 哼哼,野猪叫了一声,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许峰再次张弓搭箭,一箭飞出,再次命中。 瞄准的时候,许峰的呼吸停住,精神集中。 在他的眼中,仿佛有一道清晰的线,可以看到弓箭飞出之后,即将落在哪里。 一连四箭,再次全部命中。 第二只野猪倒地。 牛逼,这是哪个大佬的小弟吗? 这应该是做过很多次模拟训练的吧? 不像,顶级大佬家的后辈,进游戏不都得有人陪着吗? 这命中率太离谱了,我五箭中三已经很满足了,他十一箭中十箭啊。 周围人看向许峰的眼神,已经从看萌新的随意,变成了看大佬的敬仰。 不过也没人上来邀请许峰组队,有脑子的人都知道,人家能单杀的大佬,完全没必要跟他们组队。 很快,许峰杀掉了四只野猪,在野猪倒下去的一瞬间,一道微光亮起,一件装备掉落在了地上。 看来普通的怪物掉落,是不能重置的。 许峰稍有些失望,上前捡起了掉落的装备。 平平无奇的力量戒指,白色。 等级要求,一,力量,加二,还行,最起码能自己用。 许峰直接把这枚戒指装备上,一股比刚刚要强一些的力量出现了自己的身体中。 有点意思,提升属性的时候,身体感知也会变化。 许峰瞄准了下一只野猪,张弓搭剑,再次攻击。 -24,力量提升两点,攻击力一共涨了四点。 再提升一点攻击力,就能四箭解决一只野猪。 不过现在还是得五箭,最后一箭的伤害,有点浪费。 还好,击杀了第五只野猪之后。 一道金光洒落,许峰升到了二级。 游戏内升级,基础属性点不会提升,但可以获得五个基础属性点。 许峰没怎么考虑,直接选择了三点力量,两点敏捷的加法。 这是最均衡的加法。 其他的属性,靠装备提升就行了。 加完属性点,许峰的攻击力提升到了39点。 直接三箭,就能解决一只野猪。 不过二级之后,每只野猪只能让许峰提升二。 7%的经验了。 新世界的级别提升,越高级越难。 许峰迅速地解决了剩下的五只野猪。 宁已完成村长的任务。 一个红色的提示出现。 许峰也不浪费时间,直接折返回去,交了任务。 一道白光,融入了许峰的身体里。 刷! 许峰的经验条,猛涨到了66%。 同时,背包里还多了一枚银币,以及一把五级的白板弓。 购买一百支出使剑,勉强还行吧。 在这个世界里,打进是很难的。 许峰在论坛里看过,打进最快的是刺客刺客的爆发高,而且耗蓝低。 一般打进队伍,都是五个刺客一队。 专业的八十级打进团队,二十四个小时大概能打十枚金币。 新世界里,一枚金币等于一百枚银币等于一万枚铜币。 许峰收好东西,转身出发,到了武器铺。 你好,我想要打造一件兵器,但还缺十个牛角。 能请你去村子西边的山上,帮我弄来十个牛角吗? 野牛也是一级的怪。 许峰接下了这个任务,又去了房居店,接下了另外一个任务。 收集十张野牛皮。 这两个任务是一起的。 两个任务的奖励,都是一个白板宝箱。 做任务,击杀精英级别以上的野怪,通关副本,以及击杀boss,都有可能掉落宝箱。 宝箱有概率开出高品质的物品。 白板宝箱,是可以开出青铜装备的。 对其他的新手玩家来说,这白板宝箱没什么用处。 因为高品质物品出现的概率太低了。 但许峰不一样。 结好任务。 许峰又买了一百只箭矢。 宝箱是一千只一组,只需要占一个背包格子。 每个人有四十个初始格子。 六分钟后,许峰上到半山腰,看到了红毛野牛。 野牛的速度和攻击力,都比野猪高一点,防御更低。 不过都是一级的怪,差的不多。 许峰直接开怪。 经过十只野猪的猎杀,许峰的剑术技巧愈发娴熟。 剑矢刺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钉在了野牛的脑袋上。 -35 一连三件。 WWW -B-UX-LANG-GET-NU-O-M 一只野牛倒下。 许峰甚至不需要拉走位了。 您获得了野牛皮星号1,当前野牛皮数量1,10。 运气不错呀。 经验值也涨了3%。 许峰继续刷了起来。 野牛皮的任务很快完成。 牛角出的少一些。 许峰一直刷到了三级的51%, 才把两个任务全部做完。 回村的路上。 许峰打开背包看了一眼 一共多了两件装备 都是白板 而且不是许峰能用的 钱也多了点 有75枚铜币 钱的爆率是真的低 许峰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到了村里 许峰依次交了两个任务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四级10% 打开背包 里面躺着两个木制的箱子 一级普通宝箱 白色 打开之后 可以获得一级或五级的白色 青铜级装备 许峰打开了第一个宝箱 使用宝箱的一瞬间 许峰周围的时间 仿佛停止了一样 您获得了青鸭戒指 请问您是否接受这个命运 许峰看到了一件装备的属性 一级的青铜级戒指 运气这么好 一上来就是青铜级的装备 新手村没办法使用交易行 高级别的玩家也进不来 所以一到十级是比较难熬的 资源十分匮乏 只要是青铜装备 在新手村都是相当珍贵的 而且还是加力量的戒指不过 许峰直接拒绝了这个命运 这枚戒指对别人来说是极品装备 但对于能无限重置奖励的许峰来说 太垃圾了 您获得了新的命运 您获得了青铜项链 请问您是否接受这个命运 不接受 您获得了新的命运 许峰一连重置了二十多次 无一例外 全是白板装备 普通宝箱出青铜装备的概率 是真的很低的 许峰很有耐心 第四十多次重置的时候 许峰眼睛一亮 您获得了谢文战功 请问您是否接受这个命运 五级的青铜武器 接受 当许峰接受这个命运的时候 周围的时间才开始流动了起来 周围的人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 许峰打开了第二个宝箱 再次重置了起来 事实证明 三十多次重置就能拿到自己用的装备 已经算是运气相当好了 第二个宝箱 随到了六把青铜武器 但都不是许峰用的 终于 重置了上百次之后 许峰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装备 按铁戒指 青铜 等级要求 五级 力量 加七 攻击力 加十 血纹长弓 青铜 等级要求 五级 力量 加十 攻击力 加十五 特殊效果 命中率提升3% 这两件装备穿上 升级就快起来了 五级到十级升级的速度 是比较难熬的 甚至比十级升到二十级都难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装备差 十级之后 出了新手村 就能用交易行了 可以用很低的价格 买到十级用的青铜装备 甚至是白银装备 新手村里 青铜装备可是相当罕见的 能拿到一件青铜装备 已经算是不错了 像是许峰这样 身上两件青铜装备的 是少数中的少数 还差一截 许峰也不耽误时间 村里暂时没有能接的任务 许峰继续回去刷野牛 在许峰离开村子的时候 一个乞丐一样 躺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 好奇地看了许峰一眼 这个小家伙 刚刚回溯了时间 也不太对 他好像是我要等的人 可以把那件装备 托付给他吗 许峰并不知道 自己被一个奇怪的人盯上了 到了野牛的地盘 许峰继续刷了起来 周围几个人 都看向了许峰 这几个人 刚刚就在这里刷怪 就是他吧 对 准得离谱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刚刚杀了那么多的野牛 一见没空 可能是哪个大家族的小号吧 企鹅家族的 不知道 反正就羡慕 这个命中率 去各大帮派 都能混得不错了 攻守的输出 跟操作关系很大 各大帮派和工会 都在高价聘请命中率高的攻守 工会甚至可以提供装备 这几个散人 都很羡慕许峰 等到十级 能进帮派的时候 许峰几乎必然可以进大公会 享受很多资源了 专心杀牛的许峰 也没在意他们的眼神 不到十分钟 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五级 信息栏里 村长发来了私信 让许峰回去接任务 同时 许峰打开背包 换上了两件青铜装备 许峰手里 拿着戴着红纹的长弓 戴着一枚暗色戒指 旁边几个玩家惊呆了 卧槽 他从裤装里 掏出来了奇怪的装备 这光泽 应该是青铜装备吧 这人特么的有两件青铜装备 黎大谱 哪来的 附近的玩家 青衣色都是用的白板装备 许峰站在这里 跟他们画风都快不一样了 甚至有妹子想过来搭讪 大佬 能戴戴吗 我腿贼长 我声音很甜的哥哥 球带 大佬对男的有兴趣吗 我可以的 许峰没什么兴趣 直接转身离开了 真要是长得好看的妹妹 也就算了 许峰也不是什么好人 随手带一带 说几句骚话 占点便宜 心情能好不少 不过都戴着面具 长什么样都看不到 许峰自然懒得浪费时间 赶紧升级 有钱有实力 还能缺妹妹吗 而且 级别到了四十级之后 可以在各联邦登记 获得联邦的保护 联邦的强者很多 就算是露脸 也很安全 所以 四十级以上的妹妹们 有很多就会露脸了 许峰想着这些 找到村长 接下了任务 除了村长的任务之外 药店的老板 也有一个任务 许峰需要收集 十五份野狼骨头 接完任务 许峰去武器店里 卖掉了村长那里 弄来的五级白板长弓 再加上之前的 两个任务给的奖励 许峰包里 已经有了两枚银币 44枚铜币 还不错 许峰补充了500根剑枝 向新手村的南边走去 走了十二分钟左右 许峰看到了野狼的身影 这些野狼有一人高 体型很大 青色皮毛 牙尖嘴利 周围的玩家 新手村里 还有十级的怪 但因为装备太差 刷起来有点难 很多玩家 都会在五级的野狼 这里待着 卧槽 大佬 两件青铜装备 组队吗大佬 我们组里有三个妹子啊大佬 一级的时候 许峰还没什么队伍想要 但现在 许峰这两件青铜装备 直接让他跃升为 最受欢迎的DPS 不过许峰 依然没接受这些人的组队 没必要 许峰找到了一只落单的野狼 弯弓搭建 直接攻击 箭矢落下 精准命中 -81 许峰现在的攻击力 高达91点 野狼的生命值 也不过300点 许峰四箭就能解决 比一级的时候 刷野猪 还要轻松一点 而这一箭打完 周围的玩家都惊呆了 卧槽 这就是两件青铜装备吗 妈的 这人运气是真的好 咱们一队都不如人家 一个人打得快 难怪大佬不想组队 刚刚还想 祖许峰的那些人 逐渐散了 当然 也有人很不爽 觉得许峰掉掉的 不过他们也没办法 最多低声酸几句 随着等级的提升 许峰的敏捷也涨了不少 攻击时 许峰明显能感觉到 动作流畅了很多 很快 四箭打完 野狼倒在了许峰面前不远处 刚好 以许峰现在的输出 可以完美的无伤击杀野狼 前提是 不空箭 许峰捡起了掉落的五枚铜臂 继续寻找下个目标 周围人有点多 怪有点不够刷 许峰一边杀着野狼 一边往更南边的地方走 想要找个没什么人 抢怪的地方 很快 四只野狼 倒在了许峰的剑下 许峰的经验条 涨到了22% 一只野狼能涨4% 效率不错 不过明显能感觉到 升级的难度 是越来越大了 周围的玩家们 一脸吃惊地看着许峰 他12剑全中了 卧槽 绝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这命中率 怎么做到的 两剑青铜装备 确实很让人羡慕 但许峰这个操作 更让人们吃惊 周围的十几个攻守 命中率都在60%左右 有几个高手 也才能做到 十剑中七剑以上 许峰则是权重 离谱 许峰其实也觉得有点奇怪 他家祖传的呼吸法 在游戏里 好像真的很有用 描起来丝毫不费力 仿佛飞出去的剑 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很快 许峰越过一个小山坡 找到了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 新进入游戏的玩家 毕竟数量不多 像是这种没其他玩家的地方 稍微花点时间 找起来并不难 许峰刷怪的效率很高 很快 村长的任务完成 野狼骨头的暴率不高 现在刚刚收集到了三个 许峰也不急 慢慢地刷着 很快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六级 不过野狼骨头 依然没收集完 出了第十四个野狼骨头之后 第十五个始终刷不出来 许峰最起码已经刷了七只野狼了 但就是不出 换个地方看看吧 许峰打算玄学一把 往更深处走了两步 远处有棵大树 歪着长在了山坡上 许峰扫了一眼这棵大树 眼睛一亮 大树的阴影里 有一只毛色 明显不同于其他野狼的怪 不会是BOSS吧 野外BOSS是随机刷的 能不能碰上完全看运气 而且这种BOSS 有很大的概率 是可以抱宝箱的 许峰走近了些 仔细一看 确实是个BOSS 血狼 居BOSS 青铜级 等级 5 生命 2000 攻击力 100 防御 50 魔法防御 30 技能 可惜 这个属性有点蒙 许峰现在的血量和防御都很低 被咬上一口 基本上就寄了 靠走位能行吗 游戏中 所有的人和怪物 转身的时候 都是需要时间的 体型越大 转身就越慢 这就给了许峰操作的空间 如果能把握好时机 在被咬中之前 闪身躲开 是可以趁着血狼 没转过身来之前 攻击一次的 不过这对操作的要求极高 妈的 有肥肉不吃 不是老子的性格 先把任务做了 药店老板那里 还能领个宝箱 把这个宝箱拿了 回来干他 许峰转身 先刷起了野狼 他也不担心别的队伍过来 把boss给抢了 50点的防御还是很高的 除非有青铜装备 否则5级的物理职业 几乎很难破开这个防御 有法师的队伍能破防 但输出应该也不够 换了地方 果然有用 刚杀了一只野狼 许峰就得到了系统提示 15个野狼骨头收集完成 回去交任务了 回到村里 许峰先找到了村长 交了任务 做得很好 年轻人 这是给你的奖励 十级的时候 请你过来找我 我会引导你去外面的世界 一道白光 融入了许峰的身体里 许峰获得了两枚金币 经验值涨到了 6级的91% 奖励还挺丰厚 许峰找到了药店老板 交了另外一个任务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直接升到了 7级的32% 经验甚至比村长给的还多 除了经验之外 许峰还收获了 5瓶小型治疗药水 还有一个宝箱 小型治疗药水 可以在5秒内 缓慢恢复100点生命 每秒恢复20点血 不错 一瓶这样的小型药水 价值10枚同比 许峰打开背包 开启了宝箱 跟之前一样 周围的时间 再次停止 而村口的那个乞丐 露出了几分吃惊的神情 又来 只见隔了这么短的时间 他居然又拒绝了时间 不对 感觉不是普通的拒绝时间 许峰重置了60多次 拿到了一件自己能用的装备 清风戒指 青铜 等级要求 5级 力量 加5 攻击力 加10 特殊效果 增加三点敏捷 每个玩家 可以装备四件防具 分别是头盔 衣服 腰带和靴子 首饰则可以装备三件 两枚戒指 一件项链 许峰其实还拿到过 一件5级的青铜皮甲 不过加上那点防御 许峰也很难抗得住血狼的攻击 唯一击杀血狼的方法 就是无伤击杀 只要被咬中一口 就算是 穿上一件青铜防具 也肯定得进 把这枚戒指装备上 许峰的攻击力 提升到了132点 新手村里 我这个攻击力 差不多应该是最高的了吧 同时 能用三件青铜装备的 差不多只有许峰自己了 许峰再次出了新手村 那个乞丐盯着许峰 拿出了一把长弓 这把弓是银色的 上面雕刻着相当繁杂的花纹 一看就是很牛逼的武器 他的天赋似乎是够强了 不过战力够嘛 要是他能在离开新手村之前 担任击杀一只BOSS 我就把这件装备给他吧 这个乞丐收好长弓 翻了个身 继续晒太阳 二十分钟后 许峰来到了那棵大树下 旁边有几具尸种 玩家死亡之后 就会留下这样的尸种 一生可以复活尸种 看样子 应该是有一对玩家 也发现了这只BOSS 不过被灭了 时间有些紧张 这一对人 随时可能会带着更多的人 回来抢BOSS BOSS掉落的物品 是没有归属权的 谁捡得快算谁的 刺客遭人恨的原因 也在这里 好多刺客专门拾荒 开着隐身过来摸战力品 摸了就跑 见兮兮的 不过即便时间紧张 许峰也没着急动手 许峰先观察了周围的地形 不远处 就是一个稍微隐蔽些的山沟 许峰找到野狼 一箭射出 箭矢滑落 再次精准命中 -82 许峰的伤害依然不算低 不过血狼的生命值很厚 这一箭打中 他的血条只掉了一小点 好 血狼的仇恨被拉住 朝着许峰扑了过来 好快 血狼的速度 比许峰想象中的还要快 许峰凭住呼吸 又射了一箭 然后转身 朝着山沟的方向走了几步 箭矢落下 打中了血狼的背部 虽然命中了 但其实稍微偏离了许峰的预料 许峰是想要打血狼的脑袋的 经验还是有点少 呼吸法虽然好用 但许峰的剑术经验毕竟很单薄 许峰的念头还没落下 血狼已经冲到了许峰面前不远处 最紧张危险的时候来了 许峰的双眼紧盯着血狼 呼吸中却带着一种独特的规律 血狼露出獠牙 扑杀了过来 许峰一个闪身 在地上翻滚了一圈 狼牙贴着许峰的大腿 滑了过去 躲开了 血狼冲过了头 开始绕圈 调转方向 许峰则趁着他转方向的时机 射出一剑 血狼此时的移动很不规律 非常难命中 但许峰的剑术 依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So 这一剑命中 一击得手 许峰脚步紧凑而不凌乱 继续向着山沟走去 刚走几步 血狼已经转过了头 再次扑来 许峰找准时机 再次躲闪 这次躲得要漂亮很多 血狼的力找 跟许峰之间的距离 明显比上次攻击时要远了 许峰的身法 也在迅速进步 很快 血狼的血量 已经掉到了一半以下 他也成功地 被引到了山沟里 许峰越躲越有经验 心里也越踏实 只要没有人捣乱 这次击杀稳了 而此时 远处走来了二十几个人 老许 真的有boss吗 真的有 血狼 五级的青铜boss 咱们打掉之后 最起码也能拿个青铜宝箱 弄件青铜装备 赶紧升级 离开新手村 这白板装备 用得真难受 一行人聊着天 连忙赶了过来 到了大树附近 带头的那一队人 愣了一下 卧槽 boss呢 对啊 我也想问 老许 boss呢 刚刚还在这里啊 你看啊 这不是我们几个的尸种吗 如果不是地上的尸种 另外几个人都要怀疑 老许拿他们开涮了 有别人来打了 有个女医生 皱着没开口 很有可能 那就找找 应该不会太远的 咱们回来 也就花了二十分钟 分开找吧 等找到了再会合 几队人分开搜寻 其中一队人 低声聊着天 如果有队伍 能刷掉这只boss 咱们想办法 拉近天雨萱吧 有必要吗 能打掉boss 操作确实不错 但工会现在名额紧张啊 可以看看队伍配置 这一队人 都是清雨格的人 清雨格是目前世界三大工会之一 工会的待遇很好 无数玩家挤破头都很难进这个工会 有操作的人自然是特例 不过 刷掉一个青铜boss 这一队的队长觉得未必能证明实力 然而 刚刚说完 那个女医生忽然开口 如果是一个人单刷掉了这个boss呢 什么 怎么可能 女医生指着远处的山沟 说道 你们看 几个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血狼已经倒在地上 被人击杀 一个男人 在他们的视线中 摸走了两个宝箱 还有不少的钱币 七级 单杀五级的青铜boss 卧槽 这怎么可能 是那个人 命中率贼高的那个攻守 卧槽 单挑血狼 那身法应该也挺强的 队长 要不要拉拢一下 几个队员正聊着 队长已经朝许峰走了过去 这种操作 必须拉拢啊 你好 月落大佬 青鱼阁的人还没过来 旁边忽然窜出来一个玩家 我是浮光帮会的 大佬要不要叫我们的帮派 出了新手村 直接入帮就行了 浮光帮也是个很大的帮会 上次帮会站的时候 排名比青鱼阁低 但也是世界前十的工会 许峰有些异动 加入工会 可以打工会副本 完成工会任务 还有只允许工会玩家 参与的各种活动 工会越强 许峰能吃到的资源 也就越多 还没等许峰回话 青鱼阁的人赶了过来 月落大佬 还是来我们青鱼阁吧 我们工会的资源 比他们要多 草 抢人是吧 你们青鱼阁 没我们有钱 两个工会的人 当着许峰的面 炒了起来 我们浮光帮有补贴 新人进帮会 给十枚金币 笑话 我们帮会内部 购买装备契者 你有我们好装备多吗 月落大佬 只要你来 我做主了 给你十五枚金币 别听他的 月落大佬 我们可以提供一套 十级的青铜装备 旁边陆续有人过来 还有另外两个工会 也参与了抢人大战 七级能单杀boss的人 只要级别和装备位起来 肯定牛逼啊 许峰思索片刻 说道 我去青鱼阁 看论坛的时候 许峰就考虑过 要去哪个工会了 青鱼阁对工会的玩家 约束很小 每次打架 都是会长出报酬 自愿参加 这很重要 青鱼阁的那个玩家 顿时大笑了起来 好 明智地选择 其他几个工会的玩家 有些失望地离开 我跟管人士的副会长 打个招呼 你实际之后 直接申请 会有人给你通过的 好的 那我们就不打扰 大佬升级了 青鱼阁的几个人 自觉离开 许峰身上 已经三件青铜装备了 在新手村里 这装备堪称豪华 他们跟许峰差距太大 知去的没有提出 要跟许峰组队 许峰也转身 准备去找十级的怪 看看宝箱 在路上 许峰打开背包 五级十字宝箱 青铜 X2 青铜级的宝箱 可以开出白银装备 许峰直接使用宝箱 第一个宝箱 先是开了件十级的青铜皮甲 许峰没药 白银装备和青铜装备的属性差距 还是很大的 能开出白银装备 许峰自然是看不上青铜装备的 紧接着 许峰开出了十级的白银戒指 一枚戒指 比许峰现在两枚戒指加起来 增加的攻击力还要高 不过许峰考虑了一下 还是没有 装备的品级 跟等级有关 十级的黄金装备很罕见 是绝对的极品 但十级的白银装备 并不值钱 出了新手村 可以很轻易地买到 弄两件五级的白银装备 许峰思路很清晰 五级的白银装备 才能把他的升级速度最大化 一连刷了好几百次 许峰终于拿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青鸟战弓 白银 等级要求 五级 力量 加十五 攻击力 加二十五 特殊效果 增加五点攻击力 金铁戒指 白银 等级要求 五级 力量 加十二 攻击力 加十五 特殊效果 攻击命中敌人后 增加十点敏捷 许峰把这两件装备给换上 替换掉了 血纹长弓 和清风戒指 攻击力暴涨到了 一百八十一点 很快 许峰的面前 出现了十级的怪 大型棕熊 周围的玩家也不少 七级以上的玩家 实力稍微强一些的 都会来这里 升级许峰找了个 没人的地方 瞄上了一只棕熊 一箭射出 箭矢划过流光 打在了棕熊的脑门上 -156 棕熊的血条 直接空了三分之一 许峰的敏捷 也在提升 他站在原地 手上的动作不停 又射出两箭 精准命中 棕熊倒地 掀起了不少尘土 许峰周围的人虽然少 但也有两队人 他们直接看傻了 卧槽 什么伤害 WD&MD 丢人看傻了 一百五十多 这人的攻击力 接近二百点了吧 看他的武器 骂的 白银装备 这人是大工会的核心玩家吗 白银装备在新手村里 几乎是奢侈品一样的东西 这人有两件 两队玩家都羡慕地流下了口水 许峰脸色淡定 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条 七级百分之九十七 他单吃了血狼的经验 长了大半级 而且现在他七级 单刷十级的怪 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经验加成 一只棕熊 能长五 百分之五的经验 还行 许峰找到了下个目标 继续动手 三剑 一只棕熊倒地 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八级 从竞游戏到升到八级 许峰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换成普通的玩家 从七级升到八级 估计都得半个小时以上 别的小队 一整队的输出效率 还比不上许峰 而且还要五个人 分一只怪的经验 加把竞 争取一个小时升到十级 升到十级 去找村长做个试炼任务 就能出新手村了 到了城市之后 也会有随机奖励的任务 许峰的天赋 命运 作用会越来越大 搜 搜 搜 许峰三剑射出 又是一只棕熊倒地 旁边的几个玩家 盯着许峰 愈发羡慕 其中一个队的队长 凑到许峰旁边 问道 大佬 你都要出新手村了 这装备卖不卖 许峰想了想 说道 我有两件不用的青铜装备 你想要的话 可以卖给你 身上的两件白银装备 虽然带出新手村 就不值钱了 不过做试炼任务的时候 还是要用的 许峰现在不打算卖 过来搭话的战士 惊喜地问道 什么装备 攻合加力量的戒指 我要了 大佬你说个数吧 许峰想了想 说道 打包50枚硬币 这两件装备 卖到商店里 就只值20枚铜币 不过 卖给玩家就不一样了 这个战士有些犹豫 有点太贵了吧 50枚硬币 能兑换4000多块钱了 毕竟是新手村的过渡装备 似乎不值那么多 许峰也不在意 觉得贵就算了 算了 我买了 这个队长咬了咬牙 直接花钱买了50枚银币 给了许峰 新手村里的青铜装备 确实太珍贵了 贵点就贵点吧 许峰美滋滋地收下了钱 背包里的资产 赫然已经有了61枚银币 虽然跟顶尖的玩家比起来不多 但在新手村里 靠自己打装备 弄到这么多钱的 应该只有许峰一个 交易完成 许峰继续升级 顺便看了看 买完了装备的那一队 两件装备 都给了这支队伍的攻守 他的输出 一下子比刚刚提升了一倍还要多 妈的 这装备贵是真贵 爽也是真爽 效率一下子高了很多呀 旁边那对升级速度 一直跟咱们差不多 现在要被咱们拉开了 两件青铜装备提升 都这么大了 那个大佬 可是有两件白银装备的 这一队的人 一边暗爽 一边更加羡慕地看向许峰 许峰则往更深处走去 希望再来一支区域boss 现在许峰的攻击力 遇上十级的青铜boss 也是可以破防的 白银boss估计就有点难了 不到十分钟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九级 只差一级 就能离开新手村了 升级虽然很顺利 但boss的身影 许峰一直没看到 估计是很难遇到了 许峰倒也不太失望 这种区域boss 完全是随机刷的 能不能碰上 完全看运气 找不到也很正常 刚升完级 许峰就遇到了 刚刚那一对青鱼格的人 他们一对人 现在都是七级 刚刚挪地方 准备过来刷棕熊 卧槽 大佬你已经九级了 真快啊 等会 大佬 你身上是两件白银装备吗 队长骨合金怪叫了一声 许峰点头 嗯 运气好 宝箱里开出来了两件白银装备 卧槽 我羡慕地淌口水 欧皇吃我一毛 两个五级的青铜宝箱 能开出两件白银装备 这运气真的逆甜 许峰笑了笑 也没解释 骨合金开口 问道 大佬 这两件装备 你卖吗 许峰点头 你们想买的话 等我打完试炼任务之后给你们 队伍里的那个攻守妹子 有些兴奋 骨合金问道 大佬觉得 多少钱合适 许峰说道 这样 我不要钱 但你们能不能帮我再进安城 找个实际的boss 或者是能弄到宝箱的任务 也行 这两件装备 如果要卖的话 估计能卖上一枚金币 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 一枚金币 绝对买不到十级的黄金装备 但只要给许峰一个十级的白银宝箱 许峰能稳定搞到黄金装备 毫无疑问 宝箱的情报更值钱 骨合金眼睛一亮 建安城的话 好像还真有 骨合金 你等一下呀 我给你问问 说着 骨合金下了线 打了个电话 有一个任务 是在建安城那里的赌徒接的 奖励会随机给一至两个十级的白银宝箱 行吗 行 那等你到了建安城 会有人接你 到时候 他给你任务物品 这种隐藏任务的触发 都是需要特殊道具的 特殊道具的获取方式 有很多种 打怪有可能爆出来 也有可能是 走在路上捡到的 反正 没有这个道具 就开启不了相应的任务 许峰不用担心 这个任务被人抢走 交易坛成 许峰跟骨合金加了的好友 瞄准了远处的棕熊 继续刷怪 一箭飞出 负171 棕熊的血条 空了一大截 骨合金 他们在远处看到了这个伤害数字 直接呆住了 妈的 这就是高品级装备吗 难怪他升级快 这两件装备太顶了 等会咱们也就有这个伤害了 先刷着吧 他们期待地刷了起来 等会许峰升到十级 离开新手村 能打这个伤害数字的 就是他们了 许峰的经验条 迅速上涨 不到20分钟 金光洒落 许峰的等级 提升到了十级 经验条瞬间变成了红色 升到十级之后 就无法再在新手村里 获得经验了 这是避免有玩家 在新手村里一直待着 骨合金的消息 几乎是在许峰升级之后 秒发送了过来 大佬 快去做试炼任务 许峰回到 行 回完消息 许峰直接往新手村赶去 20分钟后 许峰回了新手村 找到了村长 骨合金 他们已经在旁边等着了 村长 我来做试炼任务了 许峰说道 村长看了许峰一眼 并没有给许峰任务 而是说道 有人找你 你先去找村口的乞丐吧 许峰听到这话 有些意外 骨合金也愣了一下 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许峰看向骨合金 应该是没有的 反正我从来没听说过 许峰想了想 说道 那你们再等一会吧 我去看看 骨合金笑了笑 去吧 他们一队人并没有跟着 以后都是一个工会的人了 骨合金没有去打探 许峰能拿到什么好处 许峰赶路的时候 在论坛里搜了搜 乞丐 两个字 倒是能搜出一些内容 但大多都是吐槽的 这个乞丐有什么用啊 说要钱买肉吃 结果给了他钱 他不说话了 他好奇怪啊 会盯着我的裙子看 我要不是奶妈 我当场吹爆他的狗头 这个乞丐好见啊 我还以为他要钱 会给隐藏任务的 许峰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你好 在村口 许峰看到了那个乞丐 他顶着鸡窝一样的头发 正在晒太阳 乞丐看了许峰一眼 说道 给我十枚铜碧 我想吃肉 吃完肉我给你好处 许峰哭笑不得 这个乞丐见了谁都这么说 不少玩家当初单纯 不经事事 被他骗光了所有的积蓄 按理来说 这个铁骗子 许峰是不会给他钱的 不过 许峰想了想 发现了一些不同 别人都是自己 跟乞丐搭话 但他是村长介绍过来的 在论坛里搜一下 村长让玩家来找乞丐的情况 一次都没有出现 十枚铜币也不多 许峰觉得可以试试 就给了钱 乞丐收了钱 盯着许峰 说道 我还要熊胆来泡酒 你去给我收集 三十枚熊胆来吧 许峰眼睛一亮 但很快又有些疑惑 隐藏任务 还是这个乞丐想白嫖 乞丐看着许峰 什么都没说 如果许峰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乞丐是不会把武器给许峰的 尽管乞丐已经知道 许峰单杀了血狼boss 思索两秒 许峰转身出了新手村 重新回去打棕熊 最多也就亏点时间 值得试试 许峰搜过论坛之后 就觉得自己应该是 触发了某个隐藏任务 既然许峰这样判断了 他就不是那种沾牵顾后的人 干就完事了 很快 许峰再次找到了棕熊 路上所有的玩家看向许峰 眼神里都带着些意外 他都已经十极了呀 来这里干什么 村长的试炼不用打熊吗 不会是舍不得那两件装备 要在新手村里多待一回吧 不少人低声议论 许峰没理这些人 再次开刷 三件下去 一只棕熊倒地 许峰得到了任务提示 得到了第一个熊胆 叮叮叮 骨盒金发来了消息 大佬 人呢 我们来乞丐这里了 也没见你啊 许峰回道 我好像触发了个任务 再稍等一会吧 骨盒金有些无奈 他们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了 还得再等 不过 两件白银装备 实在是太诱人了 拿上这件装备 他们几个人省的时间 远比几十分钟要多 谁让豪华装备 在大佬手里呢 骨盒金回道 啊 那我们也先去生一会集 大佬做完了任务之后 叫我们骂 许峰没回消息 反正也得让别人等 许峰懒得假刻套 说什么 不好意思 以后有机会带带 可以带带他们 或者出装备的时候 给他们打个折就完事了 熊胆的暴率还可以 许峰刷了有十五分钟 三十个熊胆 收集完成 回村 许峰找到了乞丐 把手里的熊胆给了他 天色已经到了傍晚 游戏里的时间 跟人类世界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 乞丐收好了熊胆 满意地点了点头 做得不错 我先给你点好处吧 你知道呼吸法吗 许峰当然知道 实习之后 在十四级城市里 可以找到职业导师 职业导师那里 有每个职业的基础技能可以学习 还可以学习一门基础呼吸法 呼吸法有各种加成 攻守的基础呼吸法 可以提升攻击力防战的基础呼吸法 可以提升防御力 除了这些基础的呼吸法之外 还有各种高品级的呼吸法 加成很高 呼吸法的提升 十分巨大 一线玩家 只需要装备不错就行 但想要成为顶级高手 呼吸法必须要好 乞丐说道 我给你一套呼吸法吧 比你的职业导师教的要高明多了 许峰眼睛一亮 什么类型的 力量加成 可以 许峰接受了这个奖励 乞丐伸了个懒腰 喝了口酒 抬起手 一道绚丽的金光 落到了许峰的眉心 咦 三秒之后 乞丐发出了一声意外的声音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属性见面 什么变化都没有 什么意思 许峰愣了一下 乞丐挠了挠头 困惑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你等等 我再试一次 说着 乞丐再次抬手 把金光映向了许峰的脑门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许峰的眼神变了 妈的 这乞丐不会再玩它吧 乞丐想了想 有些意外的说道 你学过呼吸法 许峰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在另外一个世界学过 这有影响吗 乞丐有些困惑 正常来说没有影响 但你的情况有点奇怪 我要传授给你的呼吸法 你学不了 正常来说 只有一种可能 你的呼吸法 比我要传授给你的还要高级 乞丐说这话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 他要给许峰的呼吸法 对他来说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那也是先及的呀 许峰的呼吸法 居然比先及的还要强 而且 许峰的呼吸法 居然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带过来的 乞丐真没见过这个场面 甚至有点傻眼 这小子奇怪得很 许峰思路清晰 提问道 那我要怎么把我的呼吸法给弄出来 乞丐摸着下巴 你可以看看 等你出了新手村 能不能自动激活呼吸法 新手村是不能使用呼吸法的加成的 如果你有呼吸法 去城市他会自己出现的 许峰问道 如果他自己不出来呢 乞丐想了想 如果不行 去问问你的导师 如果你的导师也没办法 那就让他联系新手村的乞丐 我再去找你 许峰点头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我的奖励呢 乞丐叹了口气 没了 你压得想白嫖室吧 许峰的眼神阴冷了起来 乞丐摆了摆手 也有点愧疚 说道 这样吧 我本来还要让你做两件事的 现在 你做一件 然后我就把最后的奖励给你 行吧 许峰问道 你要是还骗我吗 乞丐两手一摊 这就要 你自己判断了 许峰想了想 硬了下来你还需要什么 我需要野猪的心脏 野牛的眼睛 野狼的牙齿 和棕熊的皮毛 各十五个 你哥这六傻小子呢 许峰瞪着眼问道 所有的怪都打一拳 乞丐说道 真没有 这些东西我都有用 许峰转身出了村子 去打材料 他相信乞丐的说法 因为他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 呼吸法带给他的提升 命中率的提升 身法的提升 反正也就是最后一环了 打打也不费事 在路上 许峰有些走神 我这个祖传的呼吸法 好像确实挺牛逼的 能带到这个世界的呼吸法 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情况吧 许峰打开论坛 搜索了一下这种情况 果然 没有相关的内容 也有可能是别人低调 闷声发大财 没有把这种情况说出来 不想了 激活了呼吸法再说 许峰先找到了野猪 几个小时的时间 又有新的玩家进入游戏 许峰一箭射出 打在了野猪身上 负196 野猪直接倒地死亡 秒了 周围的新人玩家们都看待了 卧槽 什么玩意 十级的玩家这么掉吗 不 普通的十级玩家很难描野猪的 你看他身上的装备 卧槽 两件白银装备 一件青铜装备 适得大老 许峰一箭一头野猪 只用了两分钟就刷完了野猪的心脏 比想象中的要快一些 许峰收好弓箭 转身出发 下一个 许峰动作很快 连上赶路的时间 一共40分钟 所有的材料都收集完成了 不少玩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许峰 十级的玩家刷这里的怪 又没有经验 这是在干嘛 回了新手村 许峰找到乞丐 把所有的材料都给了他 乞丐清点了一下数量 满意地说道 不错 等30分钟之后 你过来一趟吧 还要等30分钟 嗯 我给你的奖励 需要这些材料解封 仪式需要些时间 装备 对 武器 得到乞丐的准确答复 许峰瞬间激动了起来 任务越繁琐 奖励一般是越好的 这个乞丐连呼吸法都有 给的武器 估计不会差 乞丐转身 跳上了树间 几个闪身 消失不见了 估计是去找地方解封装备了 许峰也没啥等 转身去找了村长 村长看了一眼乞丐的方向 问道 事情办完了 许峰点头 我先做了试炼任务 村长说道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你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离开 请你进入训练房 打败对手 试炼任务很简单 打败一个比纵熊稍微强一点的敌人就行 任务只能单刷 对普通玩家来说 打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不过许峰作为能单刷boss的存在 这个任务实在简单 许峰接好任务 在武器店旁边 找到了一个小的传送阵 通过传送阵 许峰进入了一个荒凉的村庄里 又来了一个送死的 一道粗犷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是一个拿着斩马大刀的土匪 身高有三米左右 全身皮肤都是红色的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跟论坛上说的一样 十集 血量800点 防御和魔法防御都是40点 移速很慢 没有技能 土匪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许峰抬剑 一剑射出 啪 -161 土匪的血条 空了一大截 许峰向后走位 拉开了距离之后 再次回首一剑 接连四剑 土匪的血条清空 许峰得到任务提示 您已完成失恋任务 请回村长处 通往外面的世界吧 许峰离开了训练房 给骨合金发了消息 我事情办完了 方便来拿装备吗 骨合金秒回 方便 我们现在就回去 许峰等了有十多分钟 骨合金他们赶了过来 这个任务做了有一个时 但骨合金还没到八级 新手村的七级到十级 升起来真的很折磨人 许峰这种装备碾压 输出爆炸的人除外 大佬 骨合金看到许峰 加紧不乏 跑了过来 许峰也没废话 直接跟弓手妹子交易 大佬 怎么还有别的装备 除了两件白银装备之外 许峰还给了一把五级的青铜长剑 还有三件白色的戒指 和两件白色的项链 这些装备对许峰来说 不怎么值钱 但换成别的玩家 能打出首饰的还真不多 许峰也懒得找人 单独在卖这些装备了 正好送个人情 许峰说道 让你们多等了这么久 这些送你们了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骨合金愣了一下 认真地说道 大佬 那我就收下了 你有什么需要 随时联系我 行 许峰也没推辞 那我们先升级去了 拱手妹子主动跟许峰搭了个话 他对许峰也挺有好感的 骨合金 他们转身离开 许峰等乞丐的时候 看了看论坛 今天 清语格又跟白头鹰联盟的 圣约翰工会打了一架 有玩家把武器加到了十三 可惜是一把八十级的史诗武器 否则这把武器应该能卖到天价 许峰有些期待 十级以上的装备 就可以使用强化宝石 进行强化了 有命运 这个天赋在 许峰的强化不会失败 可惜的是 十级的装备 只能强化三次 要到六十级以上的装备 才能不限制强化的次数 除了这些之外 许峰还认真地看了看 建安城的地图 拿上黄金装备 去刷十五级的山林土匪吧 应该能打得过 然后去刷二十级的精英 黄文虎 二十级的以上的怪 就有精英了 精英的经验 是普通怪的二十五倍 属性要强上百分之五十左右 刷精英怪的升级速度 跟刷普通怪的速度 差距巨大 争取六个小时 能到二十级 到现在为止 从十级升到二十级 最快的记录 是樱花联盟的玩家创下的 一共是二十一个小时 许峰肯定要突破他的记录的 我回来了 许峰正盘算着的时候 乞丐回来了 这个给你 他掏出了一把长弓 这把弓 一下子吸引了许峰的注意力 长弓的质感非常好 上面刻印着的各种繁复的花纹 带着一股来自远古的岁月感和力量感 好东西 乞丐把弓递给了许峰 许峰看了一眼长弓的属性 轩辕长弓 黄金 封印状态 等级要求 十级 力量 加四零 敏捷 加四零 攻击力 加八零 特殊效果 增加十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破天一剑 无消耗造成攻击力 X2的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五秒 极品 许峰瞪大了眼睛 他在论坛上看到过几件十级的黄金装备 全属性都要低于这把轩辕长弓 而且 这把长弓 还自带一个很牛逼的技能 攻守十级的基础技能 才能造成125%的物理伤害而已 这把弓自带的技能 直接是200%的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还短 而且 这把弓 还在封印状态 许峰看向了乞丐 问道 为什么是封印状态 乞丐解释道 这把弓的来历有些深 以后你会知道的 反正 它会适应 你的级别 你每升十级 都可以解开一个阶段的封印 提升它的品级 而且 它强化失败的时候 不会爆掉 只会损失掉之前的强化属性 还能继续提升 许峰眼神有些火热 仿佛手里的 不是一把长弓 而是一个绝美的妹子 这把弓的基础属性 加上许峰的 命运 强化起来之后 许峰的杀伤力 估计会相当惊人 不过 这把武器 有十点的诅咒值 许峰在论坛里 看到过诅咒值 诅咒值越高 暴力越低 而且打怪的时候 怪物有概率会一变 据说有某个 五点诅咒值的倒霉弹 打boss的时候 boss直接一变了 结果两个百人团 直接灭掉了 而这一件装备 直接来了十点诅咒值 还是有点多的 乞丐似乎是看出了 许峰的顾虑 说道 诅咒值可以通过 某些天才地宝洗掉 不过能不能弄到 就看你自己了 要不要 你可以拒绝 但一旦接受它 它会绑定到你身上 无法丢弃 不会爆出去 无法销毁 许峰毫不犹豫 说道 要 这属性 就算是诅咒值 有二十点多值 就在许峰 做出决定的一瞬间 轩辕长弓的弓身上 绽放出了一道刺眼的光芒 您已绑定特殊武器 轩辕长弓 该武器无法销毁 无法存入仓库 无法交易 不会爆出 您获得了十点诅咒值 请您谨慎行动 获得十点诅咒值的时候 许峰的名字都按了一下 还有种背后一凉的感觉 许峰也不在意 直接把这把弓握在了手里 刚刚 他的攻击力 只有九十九点 下掉两件白银装备 影响还是很大的 而此时 这一把长弓 直接把许峰的攻击力 顶到了二百五十九点 少了一枚戒指 攻击力 还比刚刚多了五十多点 牛逼 还有别的好东西吗 许峰没着急离开 看向了乞丐 乞丐愣了一下 你小子拿了这要牛逼的装备 不敢谢也就算了 居然还想再捞点好处 乞丐没好气地说道 没了 我身上的好东西都丢了 许峰问道 没事 有线索也行 我可以自己去找 乞丐人都傻了 这小子真张得开嘴啊 真没了 线索也没有 拿上你的弓 赶紧走吧 行吧 许峰把弓收好 转身走向了村长 村长问道 试炼完成了 这不废话吗 没完成我来找你谈恋爱吗 许峰刚拿上这把极品武器 心情不错 口嗨了起来 村长面无表情 说道 请问你要去哪个势力 建安城 不同的势力 区别还是很大的 血影深渊是魔族的势力 环境恶劣 四处都是陷阱 不过血影深渊的怪 经验是最高的 暴率也比较高 建安城 属于八方王朝的势力 相对来说的 八方王朝是最均衡的 环境也最正常 更重要的是 九州联盟的玩家 大多都在八方王朝 村长点头 那我送你离开 祝你好运 说完 几道符文 笼罩了许峰 许峰的身形一闪 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里 脚下是青石砖 远处是三四层的古风建筑 周围的玩家 装备明显也比新手村好了很多 几乎每人都有白银装备 许峰看到了两个新增加的选项 拍卖行 帮会 打开拍卖行 搜索十级的白银装备 出现了非常多的装备 平均大概两枚银币一件 十级的白银装备 真的不值钱 不过 十级的黄金装备 拍卖行里看不到 无论什么等级 这种月级的极品装备 都是有市无价 有人收莫人 卖 许峰看到了两枚不错的白银戒指 还有一件白银项链 价格都不贵 不过许峰想了想 并没有买 先看看拿宝箱的任务难不难 如果不难 那就不买首饰了 这两个宝箱 许峰是想要黄金品质的首饰的 看完了拍卖行 许峰给骨盒金发了消息 我已经到金安城了 骨盒金秒回 好 我现在联系工会 有人家你好友的话 大佬通过一下 许峰 行 等消息的时候 许峰看了看周围 有两个玩家 凑了过来 大佬 有兴趣加工会吗 我们相邻工会 待遇很好的 别听他瞎扯 我们工会的待遇更好 许峰拒绝道 不用啊 这些会在新手传送点 蹲着拉人的工会 都是小工会 许峰自然看不上的 不到一分钟 一个叫福花瑶的人 申请添加许峰的好友 这人许峰有印象 清语阁负责管人士的一个副会长 他在论坛发过几次言 通过好友申请之后 福花瑶给许峰发了语音消息 你好 我现在正在往你那边赶 请你稍等一下 是个妹子 声音还挺好听 许峰回道 好的 等了大概有五分钟 一个骑着白色雪鹰的妹子 落了下来 许峰想要看看她的等级 但因为差距过大 只看到了一串问号 不过看她身上装备的色泽 应该有一件史诗级的装备 她应该有八十多级了 你好 福花瑶收起了雪鹰跟许峰打了个招呼 这个妹子没有戴面具 皮肤挺白 五官端正 大概有个六 五分的样子 在普通人里算是不错 到了五世纪以上 玩家可以向联邦登记 获得联邦的保护 这个时候 露脸问题就不大了 各个工会的管理 基本上都是不戴面具的 这也是体现实力的一种方式 许峰礼貌地打了招呼 你好 我拉你进帮会 你同意一下 福花瑶说着 对许峰发送了邀请 许峰直接接受 随后 许峰的角色名称后面 就多了一个 清语格的牌子 福花瑶看上去很忙 说道 好了 欢迎你 加入清语格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许峰问道 我有件事想咨询一下 福花瑶有些意外 一个十级的新人 就算操作不错 能有什么事 咨询他这个副会长 不过福花瑶看了看许峰手里的黄金长弓 还是耐心地问道 什么事 许峰说道 如果我刷新十级升到二十级的记录 工会有没有奖励 升级速度是有个专门的榜单的 许峰突破记录之后 清语格的名字也会一起挂在榜单上 这是体现工会实力的一种方式 福花瑶皱眉 提醒道 我知道你操作不错 但现在的记录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一整个工会 搜集最好的装备 才把十级升到二十级的时间 缩短到了二十一个小时 你现在 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 这个速生记录 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樱花联盟的那个玩家 叫枝野九花 他是升到十级之后 直接拿到装备 一秒也不敢多些 才拿到了榜首 各个工会 都尝试过超越他 但都没能做到 许峰没有提前联系工会 准备好武器装备 破记录 不可能 许峰随意地说道 怎么破记录 那是我的事 你只需要告诉我 有没有奖励 福花瑶有些意外地看着许峰 片刻之后 他说道 如果你能做到 奖励五十枚金币 再加上精英成员的身份 许峰点头 行 五十枚金币 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榜单来说 不算多 不过精英成员的身份 还是挺有用的 只要成为精英成员 就可以向工会 索要一些资源上的帮助了 许峰可以多要些 给榜箱的任务 谈妥之后 福花瑶转身离开 许峰则给骨盒金发了消息 任务呢 骨盒金秒回 已经有人过去给你送了 许峰看完消息 一抬头 刚好看到 有一个十五级的刺客赶了过来 大佬你好 我来给你送任务物品 许峰跟对方交易 拿到了一枚破旧的玉佩 任务物品到手 许峰到了线 很快找到了赌徒 你如果能帮我击杀陆林飞贼 收集十份官府公文碎片 我就给你一个或者两个宝箱 你愿意去吗 没问题 那就拜托你了 许峰的任务栏中 多了一个赌徒的委托 他没着急 去找陆林飞贼 先去了武学馆 所有职业的导师 都在这里 你好 年轻人 你是刚来建安城吗 见到攻守导师之后 对方主动向许峰问道 许峰点头 我想获得新的头衔 每过十级 都可以获得新的职业头衔 头衔没有加成 但必须要有头衔 才能学习相应等级的技能 攻守十级的头衔 是金武攻守 导师说道 想要获得头衔 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去取十对陆林飞贼的耳朵 来见我吧 许峰接下任务 导师再次开口 别急着离开 我先教你一种强健体魄的方法 可以帮你变得更强 呼吸法不是技能 不需要头衔 就能直接学习 许峰说道 我的情况有些特殊 导师有些疑惑 嗯 说说看 许峰把他身上的情况 跟导师说明了 乞丐 导师听到这个人的时候 明显露出了些吃惊的神情 他看了看许峰手上的弓 说道 你稍等片刻 三分钟后 导师拿出了一枚通体白色的玉牌 这是麒麟玉 当自己自创技能 或者呼吸法的时候 可以通过它 让自创的技巧 踏硬下来 许峰有些吃惊 打开论坛搜索了一下麒麟玉 无搜索结果 居然是个现阶段玩家们都没接触到的东西 许峰也没废话 伸手握住了麒麟玉 稍微用力 却发现导师没有松手的意思 导师一脸肉疼地说到这好东西 我也只有一块 可千万要成功啊 许峰宽慰道 放心 我会的 说着 许峰一用力 把麒麟玉给夺了过来 拿来吧你 麒麟玉握在手里 许峰的脑海中 忽然有些隐藏在记忆里的东西 涌现了出来 呼吸法 是他小时候学的 很多事情 他自己都忘了 可拿上麒麟玉的时候 很多记忆自己苏醒 涌入了麒麟玉中 一道耀眼的光芒 冲天起 导师激动到有些诗神 喃喃自语 无妄级 这最起码是天神级呼吸法才有的光芒 不同等级的自创呼吸法 绽放的光芒是不一样的 无妄级呼吸法 十四阶的呼吸法 导师都没见过这种牛逼的东西 现阶段 玩家们最高品质的呼吸法 也就是九阶的神话级 十阶的先级呼吸法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出现 而此时 整个建安城的玩家 几乎也都看到了 这道冲天起的光芒 无数玩家都看向了五血管的方向 卧槽 什么东西 有神仙在杜劫 这场面 我真没见过 赶紧发论坛 不少玩家 把这道光柱拍了下来 发到了论坛 建安城出现神秘光柱 疑似有神仙杜劫 这个帖子 迅速引来了不少人的回复 惊了 建安城不是个十级的小地方吗 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有什么牛逼的NPC出现了吧 之前不是出现过八十级的地图BOSS 当时也是红光冲天 应该不是玩家 引发这种意向 如果是玩家 应该有公告的 玩家们议论纷纷 谁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一分钟后 光柱消失 许峰手中的麒麟玉 碎成了点点光芒 融入了许峰的眉间 您掌握了未知级别的呼吸法 无声 无声 1100 可成长 提升3%的攻击力 每秒增加10点蓝量恢复 提升3%的暴击伤害 惊了 又是未知级别 而且属性好猛 一般的呼吸法 只有一个加成 攻守的基础呼吸法 一共10层 每层加成0 5%的攻击力 提升到满级 也就增加5%的攻击力 许峰的呼吸法 不仅加成高 上限层数高 还有三个属性加成 满级可以增加300%的攻击力 相当于提升到了原来的4倍攻击力 而且还可成长 跟薛元长弓一样 许峰都没想到 自己家传的呼吸法 居然这么猛 导师也回过神来 看向许峰 激动地说道 启灵欲没白瞎 许峰哭笑不得 这祸还惦记着他的启灵欲呢 许峰问道 这个可成长是什么意思 导师解释道 有些特殊的呼吸法 可以吞噬其他的呼吸法 自我进化 你的无声呼吸法 应该也是这样的 找到合适的呼吸法 让他吞噬就行 许峰盯着导师 说道 你有合适的呼吸法吗 导师瞪着许峰 噎得说不出话来 别人过来 都是给他交钱 才能学技能的 这小子倒好 白拿了他一块起灵欲 居然还想耗他的呼吸法 导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没有 赶紧走 看到你小子就心疼 许峰也不在意 那我先做任务去了 在路上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状态栏 攻击力从259提升到了267点 呼吸法的属性描述后面 则有一个经验值 当前经验值 55 1万 呼吸法的升级很简单 只要用呼吸法的方式 完成一次呼吸 就能获得一点经验 每分钟只能长15点经验 上限虽然高 但提升呼吸法等级 还是有点难啊 按这个速度 许峰要把呼吸法长到第二层 需要11个小时左右 呼吸法每高一层 需要的经验也越多 不过 呼吸法的经验 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 比如工会的副本 以及各种任务和活动 先把任务做了 呼吸法很重要 但升级更重要 呼吸法虽然有巨大的潜力 但眼下对许峰加成最高的 还是十级的黄金装备 建安城外的地图很大 许峰跑了18分钟 找到了承熙的非贼山寨 非贼是十级的怪 不过属性 要比新手村的棕雄高出一些 防御有50点 出了新手村之后 难度会陡然提升 而且 怪会越来越强 许峰找了个没什么人的地方 抬手一剑 打中了一个陆陵飞贼 -217 一剑打掉了陆陵飞贼小半管血 随后许峰周围浮现出了些许荧光 一道金色光柱 凝聚在了许峰的弓弦之上 嗖 光柱破空而去 打在了陆陵飞贼的身上 -488 破天一剑 陆陵飞贼血条直接清空 周围有击队零散的玩家 看到了这个伤害 都有些惊讶 10级能打将近500的伤害 轻语格的人啊 难怪伤害高 这个技能不是基础技能吧 羡慕 10级就有另外的技能了 10级之后 玩家们几乎都能弄到白银装备 许峰这个伤害确实很高 但周围的玩家也没有太过震惊 许峰没有在意周围的人 立刻转向另外一个飞贼 在击杀第一个飞贼的时候 许峰就已经找到了第二个目标 进阶安城的现在 已经26分钟了 得抓紧点啊 飞贼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即便没有技能 飞贼也是三剑倒地 许峰甚至不需要走位 两个任务物品 不停地爆出来 您获得了陆林飞贼的耳朵 10 13分钟后 头衔任务的爆率比较高 先完成了 赌徒的任务 还差四个任务物品 许峰的经验条 此时已经涨到了10级的36% 10级之后 升级的难度越来越高 一整个工会最好的装备供着 从10级升到20级 都需要21个小时 足以见得升级的难度 许峰趁着刷飞贼的时候 看了看工会的情况 清语阁现在是9级工会 工会每升一级 都可以解锁新的副本和任务 许峰现在可以打10级的工会副本 通关副本后 会随机奖励 呼吸法经验 宝箱 技能书和货币 得找个时间 去把这个副本打了 首次通关工会副本 是有双倍奖励的 不过到了20级 如果还没打过10级的副本 这个额外奖励就没有了 呼吸法的经验 还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会耽误点 升到20级的时间 但呼吸法的经验 更重要一些 看完了这些基础的情况之后 许峰还扫了几眼工会聊天频道 50级工会副本 4缺1 速来一个输出 有没有打30级工会副本的 球带一个 我是医生 奶量还行 他妈的 70级的精英怪升级点 又来了一拨人 老大 球支援 会长 于又威 对方多少人 我让人过去支援 70级以上的精英怪区域 打得非常凶 工会频道里 一直有工会玩家被击杀的提示 许峰看了一会 听到了系统提示 您获得了官府公文碎片 10 10 两个任务全部完成 许峰的经验条 也涨到了10级的82% 离升级只差一点了 收好长工 许峰朝建安城赶去 很快 许峰先找到了赌徒 你已经收集完成了 很快嘛 这个宝箱就当做谢礼了 赌徒把所有的任务品收起来 反手给了许峰一个宝箱 周围的时间 瞬间停止 许峰拒绝了这个命运 赌徒给出的奖励 再次重置 一个宝箱 再重置 还是一个宝箱 许峰一连重置了20多次 赌徒始终都只拿出一个宝箱 你也奶奶的腿的 这孙子不会就只准备了一个宝箱吗 许峰暗自骂了一句 一连重置了50多次 终于 这个孙子也被许峰撬开了嘴 你已经收集完成了 很快嘛 这两个宝箱就当做谢礼了 许峰接过宝箱 都是10级的白银宝箱 可以开出10级或者15级的白银装备 或者黄金装备 许峰开启宝箱 第一个宝箱运气不错 许峰重置了10多次 就拿到了一枚加力量的戒指 第二个宝箱 运气差了一些 许峰足足重置了将近200次 其实 中间出过几件黄金品质的防具 还有加智慧的戒指 许峰都没有 终于 许峰最终拿到了一件加力量的项链 锐利戒指 黄金 等级要求 10级 力量 加22 攻击力加40 特殊效果 增加3%的暴击率 可谢项链 黄金 等级要求 10级 力量 加27 攻击力 加41 特殊效果 普通攻击附带5%的吸血效果 都不错 许峰直接把两件装备给穿上 打开面板 看了一眼 攻击力从刚刚的267点 涨到了451点 提升了将近200点 一股强大的力量 充赢着许峰的身体 提升如此巨大 带来的力量感也很强 还差一枚黄金戒指 最好在能弄的套装 防具只增加很少的力量 但套装防具是可以加不少攻击力的 而且套装还能有些破甲 增加攻速的效果 不过好的套装同样买不到 最常见的套装就是副本套 普通的10级副本也可以刷一下 有命运这个天赋 凑套装很简单 别人可能需要刷十几次 甚至几十次才能出的套装 许峰最多刷四次就能刷出来 我回来了 盘算完了副本的事情 许峰也赶到了导师这里 导师看到许峰露出了心疼的表情 任务完成了 在导师眼里 许峰就是个行走的启灵狱 越想越心疼 完成了 许峰把任务物品给了导师 导师轻点完成 抬起了手 不错 从现在开始 你便是金武功手了 在外面别丢人 要小心那帮偷袭的贼娃子 多找偷铁的防战打架 他们好欺负 交代完之后 导师一挥手 一个技能界面 出现在了许峰的面前 你可以学习这两个技能 许峰看了一眼 强射 职业技能 消耗15点蓝量 造成攻击力X1 25 隐眼就行了 许峰很嫌弃这个 强射这个技能 浩兰多也就算了 伤害还很低 冷却时间还这么长 隐眼才是许峰想要的技能 这个技能 加上锐利戒指的被动效果 许峰的暴击率 就有8%了 导师也没多说什么 把手一摊 10枚硬币 许峰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普通的职业技能 不都是10枚同币学习的吗 导师面无表情 你情况不一样 我收你10枚硬币 是因为我只能收10枚 懂 启灵玉啊 要你小子10枚硬币而已 如果导师能随便收费 他指定要把许峰给要破产 许峰也知道 启灵玉很珍贵 抬手交了钱 行了 两清了呀 导师本来收到10枚硬币 心情刚好一点 听到这句话 顿时又心态崩了 这是人话吗 10枚硬币跟启灵玉两清了 许峰当作没看到 导师想杀人的眼神 学完技能 许峰转身离开 按照地图指引 往副本经营人走去 先把套装刷出来吧 副本经营人在建安城的城中心 武器店就在路上 许峰顺手去买了1000支箭矢 10极的箭矢 已经跟新手村卖的不一样了 金刚箭矢 可以增加10点攻击力 不过价格也贵了些 五枚同比一支 许峰直接买了1000支箭 付了50枚硬币 钱是真的不惊花啊 许峰看着背包里的7枚硬币 感慨了一句 被导师勒索了一笔 又买了箭头 他攒了几个小时的钱 直接快花没了 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许峰赶到了副本接引人面前 周围玩家不少 都在组人 丛林秘境副本 四缺一 来个奶妈 三等二 来坦和奶妈 来一个强力输出开车了 攻击力最低要180点 丛林秘境 就是十级的副本 许峰走到了那个 要输出的队伍面前 组一个 你攻击力 卧槽 大佬 本来这个队长还想问一句 许峰的攻击力够不够 不过他一眼就看到了 许峰身上 三件泛着浅金色光芒的装备 十级 三件黄金装备 这攻击力 肯定超了180点了 不少人也都注意到了许峰 看了过来 眼神里带着几分羡慕 刚来建安城的时候 许峰的装备 还平平无奇 不过现在 他这三件黄金装备 已经算是相当豪华了 有钱都买不到的那种 队长赶紧给许峰 发了个组队邀请 许峰加入队伍 准备进副本 卧槽 等会 大佬你身上十点诅咒值 许峰进组之后 队伍的诅咒值 直接飙升到了十点 很明显 这十点诅咒值 来自许峰 许峰点头说道 放心 有一遍的怪也随便杀 怪物一遍 属性也就变成之前的两倍而已 丛林秘境里的怪 最高的防御也就120点 一遍完了 也就240点防御 许峰打起来轻轻松松 要不然还是算了 不好意思啊大佬 你再找别的对吧 对方倒是挺有礼貌 道了欠 才把许峰踢出了队伍 许峰哭笑不得 但也没在意 对方不知道 他的面板攻击力有多高 害怕这十点诅咒值 也很正常 再找别的对吧 15分钟之后 许峰还是没找到队伍 倒是有好几队愿意拉他进组 但知道他有十点诅咒值 就多把他给踢了 许峰也在工会频道里发了消息 求组十级副本 但没人回应 轻语格的玩家 级别普遍比较高 很少有人刷十级副本 快要两个小时了 许峰看了看时间 从进程到现在 已经过了一小时33分钟 他还没升到11级 再等五分钟 如果组不上队伍就先撤 十级的套装 不要也行 丛林套可以加100点攻击力 还能增加5%的暴击 属性是不错的 但等这么久 就不太值了 那个 你要跟我们一队吗 就在许峰发组队申请的时候 一个软软诺诺的声音响起 许峰回头看去 一个身高 有一米七左右 腰细腿长的医生妹子 站在她的身后 后向晚秋 许峰问道 你们对几个人 沈晚秋不擅长跟外人搭话 她也是看许峰好久没阻到人 觉得她有点惨 主动过来问了一句 她声音有些小的说道 有四个 许峰看了看他们的队伍配置 一个医生 一个顿战 一个法师 还有一个剑士 都是妹子 许峰说道 我有十点诅咒值 行吗 沈晚秋点头 声音还是软软的 我们刚刚听到了 你能打对吧 没问题 拉我进组吧 许峰加入了队伍 拿着盾牌的妹子 声音有点粗 腿有点短 开口问道 要是怪异变了打不过 我可要骂人的 队伍里另外三个妹子 也比较忌讳十点诅咒值 不过沈晚秋觉得许峰可怜 没人阻 坚持要阻她 另外三个妹子才同意的 开打之前 周亚南开口提醒了许峰一句 许峰凑齐了人 心情不错 随意地说道 你们跟着 在旁边看着就行 这么厉害 周亚南语气里有些不幸 许峰也懒得解释 沈晚秋小声说道 那个 他都这么说了 信他一次吧 行吧 队长周亚南 跟副本接引人对话 五个人都同意进入副本 一道光芒闪过 WWW BQXLANGAT NUM OM 许峰来到了一片幽暗的森林里 远处有一个受伤的女孩 周亚南跟这个女孩对话之后 第一波战斗开始 几双忧虑的眼睛出现 来的是十级的怪物 森林狼 十级的怪 450点生命 40点双方 来了 晚秋注意治疗 彤彤你找好输出位置 别省完 四个妹子有些紧张 他们刚刚就打过这个副本 组了个路人攻守 打得有点吃力 许峰上前半步 挽起长弓 瞄准冲得最快的森林狼 一箭射出 啪 箭矢精准命中 负856 一个金色的数字出现 暴击 伤害近迁 神晚秋 周亚南 四个妹子直接看呆了 许峰动作流畅 弓弦之上 金光流淌 破天一箭 负883 第二只森林狼倒地死亡 四个妹子一脸呆滞 一个技能 也是近迁的伤害 这货也太猛了 许峰一个人 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不到十秒 七只森林狼 被全部击杀 顿战妹子看了看手里的盾牌 她第一次觉得自己 这么没存在的 对话呀 愣着干嘛 要不然 你给这几只森林狼摆一桌 送送他们 许峰看向周亚南 吐槽了一句 周亚南这才回过神来 你攻击力太高了 我看傻了不行啊 一边吐槽 她一边跟小女孩对话 沈婉秋看着许峰 面具下 一双好看的桃花眼 带着几分好奇 这个人好厉害啊 对话结束之后 小女孩带着一队人 往森林深处走 去救小女孩的哥哥 走了有两分钟 第二波战斗触发 这波战斗 一共是三只十级的精英怪 狂爆十人花 十人花属性也就那样 双防52点 生命值600点 十级的副本 难度实在是不高 四个妹子默契地往后缩了缩 许峰动手 金光乍现 破天一箭 直接秒掉一只十人花 紧接着 又是一箭暴击 解决掉了第二只十人花 最后的一只十人花 就没什么威胁了 许峰抬手 两箭解决 四个妹子 完全没有参与感 甚至在旁边低声聊了起来 他这输出 比咱们上次组的那个攻守高太多了 太强了 他才十级啊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伤害啊 这人好像是轻语格的 不知道有没有CP 对话 许峰打完 催了一声 周亚南赶紧跟小女孩对话 往森林更深处走去 接下来 就是这个副本里 最后一次战斗了 BOSS也是十级的 属性还是比较强的 双防120 生命三千点 跟在小女孩身后 走了大概五分钟 周围逐渐起了雾 BOSS要来了 大佬我们来帮忙 晚秋注意乃我 我上去拉仇恨 许峰的攻击力 四个妹子大概猜到了 BOSS 许峰肯定是秒不掉的 单挑BOSS的操作 他们在论坛上看过 但许峰伤害太高了 完全没走过位 他们眼里 许峰装备豪华 输出爆表 但操作好像一般 所以 他们打算过来帮忙 好 一声巨响 一只头上长着脚的巨虎 缓缓走了出来 森林虎王 BOSS 一变 等级 十级 生命 六千 攻击力 二百八十 防御 二百四十 魔法防御 二百四十 技能 扑杀 一变 四个妹子往后缩了缩 大佬 我 我看不住啊 顿战妹子一脸害怕 扑杀能造成攻击力 五倍的伤害 他这小身板 两爪子就被送走了 沈晚秋小声提醒道 要不然咱们放弃 再来一遍吧 死了 要浪费复活时的 虽然一遍是许峰导致的 但沈晚秋并没有怪许峰 周亚南也赞同 对 不行就先撤 你带我们再打一次就行了 许峰往前走去 不需要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这怎么打啊 你就一箭基础防具 他一爪子打中你 晚上就能加盘拍黄瓜了 很简单 不让他打中我就行了 话音刚落 虎王已经盯上了 离他最近的许峰 扑了过来 动 动 动 虎王的体型很大 步伐沉重 如同战鼓声 在森林中回响 沈晚秋本来就胆子小 又刚进游戏 背下的不知所措 许峰弯弓搭剑 先是一箭射出 随后扔出了破天一箭 凭A加技能 可以取消攻击后摇 -221 -682 两箭下去 虎王的血条 直接被打掉了九百多点 虎王也扑到了许峰前面 立爪伸出 带着呼啸风声 拍向了许峰的脑袋 几个妹子都紧张地 平住了呼吸 周亚男要冷静一些 他已经准备放弃副本了 每个人 每天只能刷五次副本 所有的奖励 都是完成副本之后结算的 他们现在放弃 就等于是 失去了一次副本机会 还白浪费了不少时间 不过总比白白浪费一枚 复活时要好 然而 当呼爪即将扑到许峰的时候 许峰步伐灵动 侧身一闪 呼爪贴着许峰的身体 并没有伤到许峰 躲开了 卧槽 他怎么做到的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论坛上 看过高手的操作 大佬们的步伐灵活 尤其是身法和攻击节奏的配合 无比精彩 他们甚至看不懂 那些大佬是怎么做到的 而此时此刻 许峰的动作 给他们的感觉 跟那些顶尖高手一模一样 还没看清 许峰就已经躲开了 虎王扑空 四爪疯狂挥动 掀起一片烟尘 他在原地飘移了半圈 调转了方向 再次扑向了许峰 So 趁着他转身的时候 许峰再次射出一箭 他的技能已经进了冷却 张口咬向了许峰 旁边的四个妹子 再次紧张了起来 刚刚是运气好 还是许峰操作真的那么厉害 许峰呼吸平稳 脚下步伐一动 侧身一闪 虎王的攻击 再次被躲开 牛逼 好秀啊这个操作 这动作好帅啊 四个妹子看到许峰再次躲开 彻底安心下来 兴奋地喊了起来 沈婉秋感受到了一股 很强的安全感 这么厉害的boss 他一个人就打掉了呀 不到七秒 虎王的血条清空 碰都没碰到许峰一次 完成击杀之后 许峰也有些意外 他知道自己能秀 但没想到这么轻松 无声呼吸法 还在逐渐提升着 他的反应速度 以及身体协调的能力 小女孩此时跑了过来 去森林中找到了他的哥哥 谢谢你们帮忙啊 这是给你们的报酬 许峰周围的时间 再次停止 他这次的奖励 是一件医生用的十级防具 还有一枚银币 重置了27次 许峰终于看到了 一件自己用的装备 丛林皮甲 青铜 等级要求 十级 防御加25 魔法防御 加15 两件套装效果 增加50点攻击力 四件套装效果 增加100点攻击力 提升5%的暴击率 许峰接受了这件装备 一道金光洒落 除了装备奖励之外 副本里击杀的怪 还有BOSS的经验 也一并结算了 副本的怪 给的经验其实不少 不过五个人分 就不太够看了 许峰升到了11级的17% 涨幅不算大 不过也还行 另外四个妹子 也各自拿到了奖励 一脸兴奋 哇 给的奖励挺好啊 晚秋 咱们第一次通关副本啊 给了我一件 十级的白银武器啊 剑士妹子运气不错 拿到了一件白银武器 算是十级副本的 顶格奖励了 一队人 很快被传送出了副本 周亚南看向许峰 谢谢你带我们打这个副本 许峰问道 我说到做到了吧 确实 周亚南对许峰的实力 还是相当佩服的 许峰问道 你们还有几次副本机会 啊 还有三次 正好 我也还要刷三次 一起播 四个妹子都很惊喜 太好了 没问题啊大佬 谢谢 那声谢谢 是沈晚秋说的 她的声音很好听 许峰说道 你看我带你们刷四次副本 我也得要点好处吧 周亚南有些犹豫 我们是新手 没什么钱 许峰指着沈晚秋 坏笑着说道 让我看看她长什么样子吧 别的不说 沈晚秋这个身材真的好 该有肉的地方有肉 但腰身细软 一米七的身高 有大半都长在了腿上 许峰是真的挺好奇的 这个妹子长什么样子 沈晚秋有些害怕 连忙摆手 不 奶奶说不安全 周亚南也有些生气 这个要求也太过分了 许峰两手一摊 我就随口一提 不让看就算了 走吧 周亚南愣了一下 你这么好说话 许峰说道 普通玩家暴露长相 确实挺危险的 我就试试 万一能看到她长什么样子呢 周亚南问道 要是她长得很好看呢 绑来当老婆呗 许峰随口吹着牛逼 周亚南警惕地 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绝对不能让这伙知道 你长什么样 沈晚秋有些害羞 没有回话 许峰带着他们四个 又把这个副本 刷了三遍 副本也是有竞速记录的 不过 许峰没有刷新记录 毕竟他是一拖四打副本 现在的记录 都是五个十九级的输出打出来的 十级副本的记录 刷新了也没什么用 许峰也就没在意 好了 打完收工 三次副本刷完 许峰已经凑齐了丛林套 等级也提升到了 十一级到百分之七十七 沈晚秋他们四个 收获也很丰厚 每个人都换了两件装备 沈晚秋还升级了 升到了十四级 他们四个的级别 都比许峰高 这就打完了 太快了 要是没有副本的剧情 感觉一分钟就能刷完一次 这就是被大佬戴飞的感觉吗 几个妹子还是很兴奋 刷 旁边几个人传送了出来 有点难打呀 总算是打完了 走 再打一次 说话的人是刚刚拒绝了许峰的一对人 他们刚打完第一次 许峰看向沈晚秋 加个好友吧 刷副本的时候 许峰跟这几个妹子聊了一会 他们都是十八岁 刚刚成年 之前是高中的同学 沈晚秋的级别 比他们都低半级 是因为沈晚秋有个生病的奶奶要照顾 她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奶奶是她自己照顾的 她必须得过段时间 就下线一次 许峰对这个妹子 还挺有兴趣的 跑图无聊了 逗逗这个容易害羞 说不出话来的妹子 也能打发些时间 好 加完好友 许峰说道 我走了 你们好好升级 打完招呼 许峰转身离开 顺便打开工会频道 发了条消息 有没有要打十级工会副本的 拱手求足 发完消息 许峰就准备先去升级 工会里十级的玩家不多 凑够一对人 估计要花不少时间 许峰刚刚吃了亏 自然不会再傻等 先升着急 等人 齐了再说吧 定 有人私发了条消息给许峰 后向晚秋 那个 谢谢你带我们打副本 沈晚秋拿到了两件白银装备 其中一件 本来是要肉点的 不过许峰和其他几个妹子都没参加 装备就归了他 这件装备 他已经挂拍卖行卖掉了 虽然只卖了三枚银币 但能换到二十多块钱 够他和奶奶吃好几天了 这是他第一次挣到钱 思来想去 他虽然害羞 还是跟许峰道了谢 许峰秒回 要是觉得谢谢 就私发 给我一张自拍吧 后向晚秋 那个 有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找我 我去升级了 谢谢 许峰笑了笑 关了私聊界面 刚走两步 叮 又有人私发了消息过来 青山入怀 兄弟 多少攻击 许峰 569点攻击力 套装许峰已经穿上了 攻击力再次上涨了一大截 青山入怀 卧槽 这么高 你这都是十级玩家天花板面板了吧 青山入怀 一起刷副本部 许峰 先说清楚 我有十点诅咒值 能接受吗 青山入怀 青山入怀 十点诅咒值 怎么弄的 牛逼啊 青山入怀 没事 就一个十级的工会副本 你这块六百的攻击力 没问题 能在十级被拉入青语阁的玩家 操作都不错 十点诅咒值 不至于让他们忌惮 许峰回到 现在几个人了 青山入怀 加上你的话 四缺一 青山入怀 啊 我刚刚拉上来的奶妈 不缺了 你什么时候过来 许峰 马上 回完消息 许峰换了个方向 前往建安城的工会传送镇 通过传送镇 许峰来到了一片山清水秀的筑地 这里就是青语阁的工会空间 面积很大 建筑连成一片 看不到尽头 大工会的底蕴 还是很足的 许峰很快找到了工会的副本接引人 旁边站着不少玩家 整个青语阁 现在有将近十万人 工会空间里非常热闹 尤其是副本接引人这里 各个等级的工会玩家 都得从这里进工会副本 许峰很快找到了青山入怀 申请禁足 三件黄金装备 哪搞的 牛逼啊 兄弟你的天赋 是加幸运吗 乖乖 这也太离谱了 居然还有丛林头 难怪你六百多的攻击力 队伍里的四个玩家 看着许峰的装备 都一脸惊讶 周围不少级别比较高的玩家 也有些意外地看着许峰 即便是青语阁里 这种十级的黄金极品装备 也相当罕见 没有几件 丛林套 其实也很罕见 副本套装 都是副本 结算奖励时才给的 直接绑定 无法交易 很多玩家刷到吐血 也凑不起一套副本套装的 许峰这身装备 确实很引人瞩目 碰巧 运气有点好 许峰没有反驳 默认了自己的天赋 是加幸运的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暴露自己这么强的天赋 未必是好事 该有的谨慎 还是要有的 等了两分钟 奶妈也赶了过来 阻齐了人 对长青山入怀 跟接引人对话 全队人同意进入副本 刷 五个人被传送了进去 他们刚进去 接引人外面的人群 忽然有人喊了一句 会长来了 卧槽 他真的好美啊 真人比视频里还好看 人们看过去 一个骑着凤凰的女人 缓缓落地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布甲 手里拿着一根法杖 身高将近一米七 皮肤雪白 五官绝美 于又微 他的旁边 还跟着两个副会长 三个长老 浮花瑶也在旁边 正好看到了 许峰进副本之前的背影 花儿 看什么呢 于又微注意到了 浮花瑶的视线 开口问道 浮花瑶笑了笑 看到了一个很狂的新人 狂 对 他说 他要刷新十级到二十级的 升级速度记录 他现在多少级了 十一级 来建安城多长时间了 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于又微嗷了一声 不再聊这个话题了 这都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 才当当十一级 升级速度确实不慢 但想要突破记录 不可能了 既然不可能 于又微这种掌握着十万人大工会的会长 自然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 你去把工会的补贴发一下吧 好 浮花摇转身去干活 于又微进了工会副本 在心里叹了口气 轻语阁虽然现在很强 但最近招到的有潜力的新人不多 樱花联盟的鹦鹉工会 最近发展的势头很好 速升榜单的第一名 于又微还是真的挺想要的 大老 你升到十几多久了 两个多小时了 卧槽 那你应该可以挑战一下速升纪录啊 青山入怀忽然兴奋了起来 队里另外三个人 眼睛也忽然一亮 奇奇地看向了许峰 才来两个多小时 就已经这么好的装备了 我还以为你来了好几天 专门搞装备的 破他娘的记录吧 大佬 那个鹦鹉工会贼恶心 他们几个人义愤填膺 青山入怀 给许峰分享了几条帖子 十级速升二十级记录 三十级速升四十级记录 保持工会招人 欢迎操作好的新人 我们能提供的帮助 远超某宇格工会 某宇格工会是挺强的 但他们根本不会培养新人的 还是鹦鹉工会好 九州玩家的素质有点低啊 这个月被踢的玩家 九成都是九州玩家 看完这几条帖子 许峰大概明白了 鹦鹉工会 确实一股子表里表气的茶味 说着要减少工会之间的冲突 但实际上处处诋毁青宇格 还有另外几个九州联盟的工会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 Mew 而且 进了鹦鹉工会的九州玩家 被欺负得很惨 不光是各种工会活动 强制参加 而且 只要数据不达标 立刻提出工会 之前承诺的各种补贴 全部不给 青山入怀 咬着牙说道 其实 咱们工会给新人的补贴也不少 旁边的医生妹子点头 对啊 欺者买装备啊 差价都是工会贴的 但鹦鹉工会四处宣传 说他们对新手玩家友好 才会拿到两个素生记录 其他工会都不行 许峰点头 确实有点恶性 青山入怀 拍了拍许峰的肩膀 大佬 靠你了 医生妹子也拍了拍许峰的肩膀 对 我感觉 你是唯一一个有希望的 抢他呀的 许峰摸了摸下巴 表情严肃 青山入怀他们四个人 满脸佩服 看大佬这个动作 应该是在思考 怎么破纪录吧 真是一心为工会考虑 以后大佬 必然是工会的中流砥柱 其实 许峰的内心想法 我有点低估了这个纪录的重要性啊 到时候多要点好处吧 50枚金币不多呀 一队人聊着天 打着工会副本 工会副本的难度 比十级的普通副本稍高一些 许峰的十点诅咒值 还让六只怪物变了 不过许峰这次的四个队友 装备都不错 操作也很好 14分钟 副本轻松地打完 结算奖励的时候 许峰获得了500点呼吸法经验值 还有三枚强化宝石 因为是第一次通关十级的副本 双倍奖励 一共是1000点呼吸法经验值 还有6枚强化宝石 十级的工会副本 顶格的奖励 是5000点呼吸法经验值 500点呼吸法经验 算是少的了 别的玩家只能认命 许峰当然不会 拒绝这个命运 开始重置 顶格奖励是很罕见的 许峰重置了上百次 终于拿到了满意的奖励 5000点呼吸法经验 6枚强化宝石 再来个双倍 结算结束 许峰的身上 出现了一道浅淡的光芒 您的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了第二层 无声呼吸法 第二层 增加6%的攻击力 每秒蓝量 回复提升20点 提升6%的暴击伤害 我副本次数 用完了 先撤了 大佬加个好友 活动也得组队 到时候咱们一起 青山入怀 主动发过来了好友申请 行 咱们也加个好友 下次一起吧 青山入怀又邀请了另外三个人 OK 跟大佬在一起 躺得舒服 没问题 刚当的副本 许峰一个人打了77%的总输出 这种大佬的腿 不得赶紧抱住 该升级去了 装备凑齐 第一次刷工会副本的双倍奖励 也拿到手了 许峰沿着路 准备出南城门 按原定计划 去刷山林土匪 在路上 许峰经过了武器垫 转身走了进去 老板 我要强化 好的 许峰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强化界面 他把武器放了进去 放上了一枚强化宝石 底下 还有一个提示 本次强化 需要十枚银币 太贵了 许峰看了看自己背包里的十一枚银币 有点无奈 要不是刷副本弄到了点前 他甚至强化不起装备 先强化一次吧 许峰直接选择强化 背包里的十一枚银币 瞬间变成了一枚 许峰现在还没省晚秋这个憨憨有钱 强化失败 一个提示出现 周围的时间 瞬间停止 靠 许峰直接骂出了声 第一次强化的成功率 可是相当高的 据大佬们测算 基本上第一次强化的成功率 超过95% 几乎不会失败 许峰拒绝了这个命运 再次重置 强化失败 捏马 这十点诅咒值是真不当然啊 许峰也反应过来了 十点诅咒值 对强化的成功率 负面影响很大 别人随随便便都能成功的第一次强化 许峰重置了四次 才第一次强化成功 薛源长弓 加一 黄金 武器的描述文字 从之前的白色 变成了现在的绿色 强化一到三次 武器的描述文字是绿色的 强化四到七次 描述文字会变成蓝色 长弓属性的最下方 多了一条 强化加成 攻击力提升四点 前三次强化 每次都会提升武器5%的攻击力 后面的加成会逐渐提升 还行 许峰收好长弓 转身离开 他的强化宝石是足够的 但没钱了 先去升级 此时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月光明亮 许峰趁着夜色 花了将近半个小时 赶到了城南的一座山附近 远处 能看到点点的暖黄色光芒 土匪山寨的附近 点着一些灯笼 旁边有击队玩家 正在集火山陵土匪 各种技能的光芒亮起 十分热闹 得赶紧升到50级 没有坐骑 跑途太难受了 许峰吐槽了一句 继续往山上走 穿过人群 在半山腰上 许峰找到了一个 没人抢怪的地方 山陵土匪 等级 15级 生命 1200 攻击力 150 防御 120 魔法防御 100 15级的怪 属性猛涨了一大截 兄弟 要不然你进个组 10级刷这个太危险了 旁边有个玩家 看许峰挂着清语格的工会 主动邀请 许峰没说话 举起长弓 黑夜之中 亮起点点金光 破天一剑 负1060 旁边的玩家 妖兽 辣 捏码的11级玩家 打了破千的伤害 许峰补上一剑 击杀了山陵土匪 经验条上涨了1 1% 越了4级 单吃经验 一只怪 才涨这么点 其他的玩家 5人对刷怪的话 可能杀一只怪 也就涨0 1%左右 升级难度 已经逐渐上来了 许峰变色认真 迅速地找准了下一个目标 张弓搭剑 动作一气呵成 负470 普通攻击的伤害 低了不少 但即便不出暴击 许峰依然能三剑解决目标 山陵土匪的疑速 比新手村的怪 快了不少 不过许峰的敏捷也在上涨 攻速也在提升 三剑打完 土匪刚好碰不到许峰 嗖 破空声不停地响起 许峰站在原地 仿佛一个炮塔 瞄准着周围刷出来的山陵土匪 妈的 抢不过 走了 这特么11级 他一个人刷怪的效率 比我们一队人都要高 咱们也换个地方吧 许峰刷怪的效率 实在是太高了 山陵土匪刷新的速度 还没他杀得快 另外机队附近的怪 也被许峰抢了不少20级 到了平康卫城之后 才能野外PK 现在 这些玩家只能跟许峰拼伤害 掉落的物品 虽然没有归属权 但怪物的经验 是按伤害分的 他们一队人 跟许峰同时打一只怪 想要从许峰手里 多抢点经验 然而 他们一队人的输出 都没许峰高 80%的经验 都让许峰吃走了 许峰没受什么影响 他们一队人 分剩下的20%的经验 杀完一只怪 经验条都不带动的 走了 许峰周围 逐渐空旷了起来 不过许峰也没在意 不到5分钟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12级 仙攒装备 确实很明智 单只怪给的经验 虽然不多 但架不住许峰刷得快 暴率针特么的低啊 升级之后 许峰加完了属性点 看了看背包 包里 只有可怜的两枚银币 而且 刷出来的装备也很少 之前在副本里 十点诅咒值 对暴率的影响 还不算太大 毕竟五人组 诅咒值的影响 被分摊了 现在 许峰过来单刷 这十点诅咒值的负面影响 实在是太明显了 暴率极低 许峰粗略地算了算账 这刷怪的收益 甚至顶不了剑制的钱 许峰升到十二级 消耗的剑矢 就已经将近二百只了 只赚回来了 一百多只剑矢的钱 普通玩家升级 就算是装备一般 爆出来的收益 也能顶掉药品 和剑制的开销 许峰倒好 这么好的装备 还没有兰号 反而还亏钱了 得想办法搞点钱啊 算了 先刷着 我就我能一直这么脸黑 许峰继续专心刷怪 升到十二级之后 一只山林土匪给的经验值 只有零 百分之三十五了 再升一级 然后就换地方马 升到十三级之后 刷十五级的怪 就没有百分之二十的经验加成了 许峰打算直接去刷二十级的精英怪 不到十分钟 又是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直接升到了十三级 定 好友信息发了过来 骨合金 卧槽 大佬你这个升级速度 简直离谱 青山入怀 我感觉你好像不光能破级录 还能刷出一个离谱的升级速度 这就十三级了 周亚南 你升级是真快呀 不会我明天一睁眼 你已经二十级了吧 许峰升级的时候 好友都是可以得到提示的 刚刚升到十二级的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动静 毕竟他们都知道 许峰十一级很久了 可是 这十二级升到十三级的速度 太快了 惊人的快 许峰给他们都回了消息 一般快吧 都是拿钱亏出来的 有什么挣钱的任务 或者是给宝箱的任务 可以带我一个免费打手 只拿任务奖励 骨盒金秒回消息 缺钱了 要不然 我先给你点 许峰 如果能不还的话 我现在就来拿 骨盒金 骨盒金 你特别一个大佬 脸皮居然这么厚 许峰 谢谢夸奖 骨盒金 任务暂时还没有 我帮你问问吧 刚跟骨盒金聊完 青山入怀回了消息 暂时没有 你去把主城的任务给做了 许峰 跑二十分钟 就给五枚银币 不去 建安城 也是有基础任务的 普通玩家不着急 可以去做一做 但许峰才懒得去跑二十分钟 挣这么的钱 青山入怀 也是 你的升级速度比较重要 有合适的任务 我叫你吧 许峰 行 没有合适的隐藏任务 许峰丝毫不失望 太正常了 虽然他刚来建安城 就接了个隐藏任务 但隐藏任务 其实很难触发的 继续刷吧 不行 许峰还有最后一个路子 帮人强化装备 这其实很浪费精力 虽然命运 触发的时候 时间是停止的 但许峰是 需要消耗精力的 重置的次数多了 真的很心累 自己用的装备 多重置几次 许峰觉得没什么问题 毕竟开出来的装备 是自己用的 但要是帮人强化 那就纯纯的是打工了 太无聊了 而且以许峰的诅咒值 强化成功一次 不知道要重置多少次 定 就在许峰盘算的时候 后向晚秋 你 缺钱了 许峰 你有钱 我正好要卖身 你给个合适的价格 我苗躺 建安城外 一个脸色绝美的少女 微微红了脸 沈晚秋回到 你别逗我了好不好 许峰 不好 沈晚秋 沈晚秋 你打得过精英黄文虎吗 许峰 打得过 二十级的精英怪 属性很猛 黄文虎攻击力高达338点 防御也高达325点 在许峰原定的计划里 他得十五级 再去打精英黄文虎 现在可以提前去了 就是打得会吃力一些 必须要翻滚躲避了 沈晚秋 收集黄文虎皮 他直接分享了一个任务链接过来 许峰看完 有些呆住了 隐藏任务 而且奖励很好 随机30-100枚银币 一至两个宝箱 这个憨憨小可爱 运气也太好了吧 黑人羡慕 JPGE 许峰 我现在就可以躺 老板咱们要不然去旅店 在这个世界里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真有旅店 而且 真有人在游戏里出CP 把这个游戏 当成恋爱游戏玩 沈晚秋刚刚18岁 之前一直在老老实实地上学 哪见过许峰这种人 他害羞无比 回道 你 真的别逗我了好不好 我给你个坐标 你过来行马 许峰 可以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 沈晚秋给了许峰一个坐标 这些剑应该够了 许峰考虑了一下 要不要先回去买点剑 想了想 还是算了 一共也就收集20个黄文虎的皮 将近600支剑 应该够用了 一来一回 得耽误将近40分钟的时间 还好 二世纪之后 到了平康城里 就有回城符了 到时候回城就方便了 许峰收好弓箭 向西南方向赶了过去 他这里距离黄文虎所在疾峰陵 距离不是很远 大概10分钟就能到 很快 许峰踏入了一片森林之中 您已进入疾峰陵 当前区域对您来说很危险 请您小心 疾峰陵里更加热闹 整个建安城里 所有的15级以上 有点实力的玩家 都在这里升级 虽然疾峰陵很大 但刷怪多的升级点 依然很紧张 大佬 许峰正在看着周围的情况 有一个女孩喊了他一声 是沈婉秋的朋友 对里的那个女剑士 她旁边身上换了剑步甲 修长的腿 还有纤细的腰身 吸引了不少注意力 许峰出现的时候 周围好几道视线 同时看向了许峰 眼神里带着些酸味和嫉妒 这个男人居然跟这对妹子认识 许峰走了过来 笑着说道 老板们好 我来给你们打工了 周亚男嫌弃地说道 知道自己是来打工的就行 别老逗晚秋了 他脸皮薄 逗哭了你负责 许峰同样嫌弃地说道 我跟我家老板的事情 你少插嘴 呸 我也是老板 放屁 只有好看的小姑娘 才能是我的老板 他们三个可以 你是不是小姑娘都不好说 跟个爷们似的 吵了几句 沈晚秋给许峰发来了组队邀请 许峰刚进组 忽然有个十九级的攻手凑了过来 你好 你们好像还缺个输出 要不然让我替了他 这人觉得他十九级 怎么也比这个叫月落西城的十三级小号 输出高得多 虽然许峰是清语格的人 让他有些忌惮 不过沈晚秋的身材太好了 他还是过来试试 想跟沈晚秋套近乎 周亚南虽然对许峰 但外人过来 他还是说道 不用 那人被拒绝 语气变得有些难听了 我好生好气地说话 没必要拒绝得这么果断吧 沈晚秋有些害怕 他在学校里 就是最乖的那种学生 老师说话声音大一点 他都会很紧张 周亚南刚要开口 许峰问道 你有意见 有 说说 他们要是不把你换掉 我带俩兄弟 跟你抢怪呗 你也配 再也不滚 进了二十级的地图 老子逮着你杀 许峰上下扫了扫这个弓手 语气无比嚣张 话音刚落 这个弓手惊呆了 四个妹子也惊呆了 咦 他们记得 这个来挑衅的弓手 是坏人来着 怎么月落大佬 比这人更像是大反派 这个弓手 脸色阴沉了下来 换成别人 他肯定要放几句狠话 但他看了看许峰 顶着的清语格的名字 又看了看许峰的黄金装备 还有丛林套装 他没敢说话 站到了不远处 很快 又有一个法师 一个弓手 走到了他身边 三个人就这么盯着许峰 沈晚秋走过来 小声说道 要不然 咱们换个地方吧 不用 许峰丝毫不耸 呼 一阵风吹过 许峰不远处 刷新出了一只精英 黄文虎 他直接弯弓搭剑 先扔出了一件普通攻击 同时 旁边的两个弓手 一个法师 都扔出了技能 -265 -105 -116 -97 四个伤害数字 几乎是同时跳了出来 只有一个伤害数字 过了200点 许峰打的 旁边三个抢怪的人 有些发猛 什么鬼 13级打20级的精英黄文虎 能打200多的伤害 这人攻击力将近600点 别慌 咱们三个输出 还是更高的 这三个人的伤害加起来 还是比许峰高的 他们三个还组了队 仇恨被弓手拉了过去 就在他们准备第二次攻击的时候 一道耀眼的金光 忽然出现 -105 地面的草 被吹得东倒西歪 金色流光 命中了黄文虎的腹部 -855 黄文虎的仇恨 一下子被许峰给拉住 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旁边的三个人傻眼了 待在原地 手上的攻击动作都停了下来 我没看错吧 800多 这什么鬼伤害啊 他用的不是基础技能 妈的 清语格的这些狗大户 别慌 赶紧打 能抢多少经验是多少 在他们无比震惊的时候 许峰抬手 又是两剑 -265 -545 暴击了 而那个三个人的攻击 此时也落了下来 最高的 也就是那个 法师打的伤害 只有97点 另外两个攻守 也就打了70出头的伤害 跟许峰比起来 这个伤害简直丢人 黄文虎的仇恨 也是牢牢地被许峰拉着 跑出了他们三个人的攻击范围 别急 他们这一队 应该只有他厉害 他一个攻守 应该扛不住的 对 等他被黄文虎咬死 待妹是吧 看他怎么死 黄文虎速度 要比山林土匪快得多 往后退 许峰沉声 对身后的四个妹子说道 此时的许峰很认真 如果几个妹子 不往后走的话 黄文虎扑杀的时候 肯定会波及到他们 沈婉秋很听话 赶紧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刚刚站好 黄文虎已经扑向了许峰 许峰不乏灵活 非常轻巧地侧身一躲 轻松避开了黄文虎的攻击 黄文虎一击扑空 向前滑行了一段距离 严陈四起 黄文虎的身体 撵过了沈婉秋 他们刚刚站的位置 如果不是许峰提醒 他们四个 现在应该 已经被送回建安城了 周亚南有些吃惊的低声说道 这流氓有点厉害啊 许峰对距离的把控 直接把他惊到了 沈婉秋看着许峰的背影 没有说话 莫名的有些安全感 黄文虎停住身形 朝许峰扑了过去 许峰一箭飞出 向后翻滚 动作十分漂亮 再次避开了黄文虎的攻击 Soul Soul 又是两箭 金色的伤害数字 再次跳了出来 许峰的暴击率 现在已经到了13% 比同级攻守要高出不少 不到五秒 精英黄文虎血条清空 被迅速击杀 周亚南有些震撼地说道 这 黄文虎不是二世纪的精英怪吗 怎么在他面前动玩具一样 沈婉秋好看的桃花眼 看着许峰 没有说话 旁边的玩家们 也纷纷看向了许峰 视线中带着几分震惊 好猛的输出 清语阁的人 难怪了 清语阁都是猛男 13级单杀20级的精英怪 乖乖 我13级打鹿林飞贼都吃力 您获得了黄文虎皮 1 20 许峰扫了一眼提示 手上的动作不停 箭矢化作流光 射向另外一只黄文虎 周亚南身边的两个妹子 有些兴奋 看惊艳 直接涨了1 6% 好多啊 这也太快了 比咱们自己升级快好多 笑死 他们三个好像根本没有抢走多少经验 刚刚说要抢许峰怪的三个人 脸色铁青 黄文虎直接跑向了许峰 他们想追 但一速不如黄文虎快 根本没什么机会打输出 刚刚被击杀的黄文虎 他们连百分之十的经验都没捞到 离谱 怎么办 要不然撤吧 抢不过他 他还是清语阁的人 再试试 带头的那个人 看了看沈婉秋曼妙的身材 还是不甘心 他们三个一起 跟许峰瞄准了同一只黄文虎 周亚男有些生气 这三个人跟苍蝇似的 烦死了 沈婉秋小声的劝道 别生气 难难 咱们还是拿了大部分经验的 周亚男吐槽道 婉秋 你脾气不能这么好 会受欺负的 要不是你性子这么软 直接对月落 这个流氓就行了 沈婉秋声音软软的 月落大佬 感觉不像坏人 许峰没听到他们的话 专心地刷着怪 第二只黄文虎的仇恨 也被许峰拉了过来 那三个人换了思路 没着急动手 跑到了许峰的身侧 这个位置 只要是许峰引过来的怪 他们都能打得中 许峰往哪去 他们就跟着去了 反正就硬抢 就硬要恶心许峰 靠 这也太不要脸了 队伍里的另外两个妹子 也有点上火 这三个人 完全是仗着这里不能PK 硬恶心人 看他们这么生气 抢怪的那三个人 心情爽了起来 只要许峰他们不开心 那他们就算是升级慢 也没有影响了 周亚南对许峰说道 没有办法 把他们三个弄死吗 方法当然是有的 不过许峰一开口 还是逗起了这几个妹子 没有啊 这里又不能PK 那能怎么办 唉 连这个流氓都没办法了 好像真就只能 让他们抢了 很快 第二只黄文虎被击杀 一件装备 掉了出来 居然出装备了 猛男落泪 许峰来了建安城之后 这是第一件 在野外打出来的装备 旁边三个人想抢 他们离装备更近 不过许峰反应速度 比他们快 敏捷也比他们高 在他们即将 捡走装备的时候 许峰捡到了手 草 这人手真急把的快 没事 下件装备 咱们再抢 旁边三个人有点不甘心 盯着许峰 许峰打开背包 看了看这件装备 二十级的白银品质常见 还不错 武器还是比较值钱的 能卖个五枚银币 一个咬点界面 出现在了许峰 他们一对人面前 Row点了 我放弃 我也放弃 四个妹子同时放弃 Row点 怪是许峰刷的 装备是许峰抢回来的 自然是鬼许峰 许峰也没客气 直接收了下来 瞄准了另外一只黄文虎 这只黄文虎 有另外一对在打 周围人多 黄文虎刷新的慢 怪肯定是要抢的 只要造成的伤害 超过这只怪 生命值的百分之五十 就能爆出任务物品 这大佬输出真猛 抢不过呀 靠 三个人打不过他一个人 这一对里 有三个输出 他们三个人急火的伤害 比许峰一个人打出的伤害 低了不少 周亚男脸色古怪 低声说道 我怎么感觉 他在欺负人 虽然对方三个人 许峰一个人 但怎么看 都像是许峰这个大反派 在欺负另外的三个人 沈婉秋有些憨憨的 只N了一声 盯着许峰看 被这么多人围攻 这只黄文虎的血条 迅速清空 许峰的经验条 涨了二 百分之五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经验 被许峰吃了下来 您获得了黄文虎皮 二 二十 旁边那对人 往边上挪了挪 去跟别的对抢吧 赞同 抢不过他一个人 感觉好憋屈 他十三级 他这个伤害 是他有问题 不是咱们有问题 许峰依然站在原地 瞄准了旁边 刚刷出来的一只黄文虎 这只黄文虎 头上有脚 身上多了些红色的斑纹 来了 许峰瞬间停住了手 虽然举着弓 但没有攻击 一变了 大佬快撤 沈婉秋 有些着急的跺了跺脚 周亚男的面具下 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黄文虎一变之后 许峰应该是破不了防了 赶紧走啊 嗖 嗖 两只箭矢飞出 旁边的三个人 没有反应过来 这只黄文虎有问题 下意识地攻击了 防御 防御 虽然没破防 但他们的攻击 成功让一变黄文虎 看向了他们几个 我日捏马忧 上当了 妈的 这个老六 月落西沉 你个鹰逼 这三个人反应过来了 许峰刚刚估计 做了攻击的动作 但没有把那一箭打出去 这货已经看出了 黄文虎一变了 而且还故意迷惑他们三个 让他们三个主动攻击 他们骂着娘 转身逃跑 一变之后的黄文虎 速度也快了不少 碰 他一爪子拍在了 那个弓手的背上 发出一声闷响 -595 被打中的弓手 直接跪倒在地 死了 他的级别 从19级 一下子掉到了18级 许峰后退两步 一把拉住了 沈晚秋的小手 快走 沈晚秋还没反应过来 就把许峰拉着 迈开长腿 跑了起来 普通的黄文虎 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一变之后 就不一样了 所有一变的怪物 都会主动攻击 而且 一变的怪 会优先攻击 有诅咒值的人 还好有这三个冤种 要不然被撵着打的 就是许峰了 周亚南一边跑 一边兴奋地说道 你一直在等这只 一变黄文虎对吧 难怪你也没有叫人 把他们赶走 就是为了让他们 给你挡到 是的 你果然是个流氓坏配 谢谢夸奖 第一个攻守被拍死之后 他的两个队友 紧接着被两掌拍死 一变的黄文虎 看了看周围 许峰已经带着 妹子们溜了 黄文虎没找到 有诅咒值的人 他朝着旁边 正在升级的玩家们 冲了过去 那只黄文虎 怎么冲过来了 卧槽 一边怪 哪个狗东西 有诅咒值啊 快跑啊 周围的玩家们 被吓得四散而逃 跑得慢的 被一变黄文虎追上 一掌拍死 短短几十秒 刚刚还无比热闹的升级点 一个人都没有了 只剩下了十几座尸种 而此时 罪魁祸首许峰 已经带着四个妹子 跑到了另外一个升级点 疾风铃很大 适合升级的地方不少 许峰瞄上一只黄文虎 动手刷了起来 周亚南看向许峰 那只一边的黄文虎 不会追过来吧 许峰认真地盯着目标 没有说话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用胳膊肘碰了碰沈晚秋 你问他 啊 哦 月落大佬 那只黄文虎会追过来吗 沈晚秋有点紧张地问道 他脸皮薄 也担心打扰到许峰 许峰笑着说道 不会 但我得抽空 去把他打掉 看到许峰开口 周亚南催了一口渣男 旁边的见识妹子 有点好奇 为什么还得回去 许峰解释道 一边怪的经验 也会多一些 而且 那附近应该没别人了 650点的防御 新手村里 应该很少有人能破防 那只一边黄文虎附近 现在就绝佳的升级点 只要许峰能把他给解决掉 在那附近升级 速度会很快的 周亚南有些生气 你他妈针对我是吧 他们三个你都理 就不理我 许峰继续沉默 另外三个妹子 都沿嘴笑了起来 这附近没有了别人的干扰 许峰刷得很专心 黄文虎皮的数量 逐渐上涨 很快 许峰的经验条 涨到了13级92% 20张黄文虎皮 收集完成 好了 回去交任务吧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箭矢 还剩下不到300根 暴力意外的很正常 并没有打半天不出 任务物品的情况 眼看许峰要走 周围的机队人 都松了口气 许峰的输出太高了 他们抢不过许峰 兄弟们 给我留个地儿啊 等会我就回来 许峰热情地 跟周围的机队人 打了个招呼 周围机队人 看着许峰离开的背影 心态有点崩 你小子还要回来 路上 周亚南好奇地问道 你不是要去 一边黄文虎那边吗 是啊 那还留什么位置 许峰笑了笑 我逗逗他们 搞搞他们的心态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晚秋 千万不要 让他看到你长什么样子 这种男人要不得 沈晚秋面具下的脸 有些发烫 许峰怒声说道 放屁 我是好男人 晚秋别听他的 来 让我康康 你长什么样子 沈晚秋往旁边躲了躲 几个妹子都笑了起来 花了半个多小时 一队人赶到了城里 找到了给任务的 收藏家凌落 完成了 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是你们的奖励 奖励出现的时候 许峰周围的时间 再次停止 他这次拿到的 是一个15级的白银宝箱 还有30枚银币 最低一档的奖励 老子就这么倒霉 许峰叹了口气 开始重置奖励 30多次重置之后 许峰拿到了两个15级的白银宝箱 还有80枚银币 算是不错的奖励了 还是得刷到完美 许峰虽然重置的有些无聊 但还是继续重置 终于 重置了70多次之后 许峰拿到了最完美的奖励 100枚银币 两个宝箱 一枚金币到手 许峰松了口气 最起码 升级的钱有了 还能再强化一次装备 拿上奖励 许峰美滋滋地看向了周亚南 你拿什么奖励 一个宝箱 70枚银币 你脸是真黑啊 第一次只拿到了一个宝箱 30枚银币的许峰 无情地嘲讽了周亚南 周亚南露起袖子 我特别要跟你决斗 许峰不理他 看向了另外几个人 你们呢 我两个宝箱 60枚银币 我一个宝箱 不过银币多点 90枚 沈晚秋有点不好意思 小声说道 我 两个宝箱 100枚银币 卧槽 许峰惊了 他重置了70多次 才拿到最好的奖励 这憨憨的小丫头 居然一次就拿到了 没天理了 周亚南在旁边 有些得意地说道 我们家晚秋运气超级好的 不知道吧 另外两个妹子 也点点头 对许峰说道 他外号小警理 是真的运气很好的 我们队里的好装备 几乎都是他打出来的 这个隐藏任务 也是他接到的 他随便逛了逛 就接了个隐藏任务 好家伙 难怪许峰一直觉得 刷黄文虎的时候 暴率不对 他的诅咒值这么高 任务物品的暴率 也应该受影响 合着是因为队里 沈晚秋这个好运宝宝 抵消了他诅咒值的负面影响 许峰问道 那你怎么不买的彩票 沈晚秋认真地说道 奶奶说 你往前不要拿会害人的 果然是个憨憨 许峰盯着他说道 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 沈晚秋低着头 面具下的翘脸更红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行了 我先走了 还有任务的话 记得叫我 许峰的时间宝贵 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四个小时了 破记录是必然的 但许峰定的六个小时 已经快到时间了 好 大佬慢走 有空了带我们打个副本吧 晚秋 我们帮你照顾着 大佬你要不管我们了 我们就把他给卖了呀 几个小姑娘跟许峰聊了一路 关系不错 笑嘻嘻地开着玩笑 许峰摆了白手 转身离开 路上 许峰把两个箱子给开了 15级的白银宝箱 能开出20级的黄金装备了 许峰拿到了两件不错的装备 黑鸭戒指 黄金 等级要求 15级 力量 加30 攻击力 加57 特殊效果 增加15点敏捷 特殊效果 微弱提升夜晚中的隐蔽能力 念珠项链 黄金 等级要求 15级 力量 加40 攻击力 加75 特殊效果 每秒回血增加3点 许峰的防具是套装 肯定是不能拆开的 要整套的换掉 所以 许峰还是选了15级的两件黄金品质首饰 尤其是许峰身上 还有一个青铜戒指 升到15级 终于可以换掉了 去买点物资 然后得抓紧时间升级了 许峰来建安城 已经将近4个小时 距离许峰之前计划的6个小时 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出城之前 许峰先去了武器店补给 现在他包里有一枚金币 10枚银币 轩辕长弓再强化一次 需要25枚银币 强化 还是全部买箭矢 算了 再强化一次 许峰花了三枚强化宝石 25枚银币 重置了40多次 终于强化成功 轩辕长弓加二 强化攻击力提升 从4点变成了8点 剩下的钱 许峰又买了1700根箭矢 许峰的包里 只剩了64枚铜币 穷得连刚进建安城的新手都不如 好在 物资暂时不缺了 将近1800根箭矢 差不多够许峰升到20级了 希望小经理 能再接几个隐藏任务吧 补给完成 许峰出了南城门 27分钟后 许峰再次回到了疾风林 他在一遍黄文虎附近 找了个升级点 动手刷怪 周围都是抢怪的人 许峰刚来的时候 也没什么人在意他 不过很快 许峰还是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 许峰的伤害太高了 很难不注意到他 很快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14级 他手里的轩辕长弓 有了些变化 IQ-Epsilon G-Excellent TV O-MU 他也快升级了 许峰到15级之后 他也会变成15级的黄金武器 加完点之后 许峰站在原地 精准地攻击着周围的黄文虎 这人的操作也好强啊 好像还没空过剑吧 有必中的天赋 感觉像是操作 怎么说呢 总感觉他的动作 跟我不太一样 周围的人也注意到了 许峰攻击的时候 身体的各种动作格外协调 无声呼吸法的呼吸方式 已经成了许峰的习惯 他还在悄悄强化着许峰的身体 15分钟 许峰的经验条 终于长满 一道金光洒落 15级 轩辕长弓 绽放出了一道七彩光芒 他的材质变得更加厚重 看上去也更有力量感 许峰打开背包 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薛缘长弓 加2 黄金 封印状态 等级要求 15级 力量 加70 敏捷 加70 攻击力 加135 特殊效果 增加10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破天一剑 无消耗 造成攻击力X2 1 得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5秒 强化属性 攻击力 加8 连技能也变强了 许峰有些惊喜 破天一剑 居然也能跟着提升 而且 轩缘长弓的属性 依然是超模的 论坛里有人贴过15级武器的属性 力量只加成了55点 攻击力只有95点 全属性都弱于许峰的轩缘长弓 许峰打开背包 把另外两件黄金首饰给换上 青铜戒指 终于给替换掉了许峰的攻击力 也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升 直接从605点 提升到了885点 普通攻击 已经能破掉 一遍黄文虎的防御了 许峰干脆地停手 转身走向一遍黄文虎所在的地方 大概走了7分钟 周围有巨型猛兽奔跑的声音响起 许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一遍黄文虎感受到了 许峰身上的诅咒值 已经杀过来了 许峰举起长弓 普通箭矢 加上破天一剑 滑破夜色 射向黄文虎 -235 -1208 破天一剑的伤害 十分惊人 黄文虎的血条 直接空了一截 - 嗖 - 两剑打完 黄文虎跟许峰的距离 已经很近了 换成普通的攻守 估计要准备躲闪了 许峰的眼神冷淡 无比认真 再射一剑 剑矢命中之后 许峰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侧身闪躲 黄文虎的爪子 几乎是贴着许峰的肚子 擦了过去 这一剑相当极限 许峰的心脏挑得很快 热血上头 极限操作之后的爽快感 充斥着许峰的身体 黄文虎一击扑空 立刻开始转身 许峰托后背 已经很熟练了 接连两剑打出 -235 -376 许峰把一变黄文虎 当玩具打的时候 旁边有两个玩家 已经惊呆了 一变黄文虎杀了不少玩家 掉了些装备 他们两个是去拾荒的 刚好看到了许峰 玩弄一变黄文虎 15级 这么强 不是说 一变黄文虎的防御 已经600多了吗 这人特么打了 1000多的伤害出来 一变黄文虎一共扑了许峰七次 血条就被许峰打空了 许峰的经验条 直接上涨了4 1% 月级单刷精英怪 给的经验是真的很多 许峰看了看地上 没了憨憨小警理 果然没掉东西 许峰禁止走向了前面那块 没有人的升级点 这两个玩家 此时才回过神来 你录视频了吗 忘了 不管了 杰克大佬的背影图 先发论坛上 很快 论坛上多了一条帖子 剑安城经线狠人 15级单挑 一被20级精英怪 这条帖子 吸引了不少人 有视频吗 只有几张图 吹呢吧 我不信 15级也就刚刚能破 20级精英怪的房吧 这人好像拿着黄金武器 确实挺牛逼的 不过也就十几级 不值钱 回帖的人 多数不太信 精英怪的属性 一般是超模的 15级怎么也得 三件以上的白银装备 才能破防 就算截图里的这个人 拿的是黄金武器 攻击力够高 单挑 得一次都不被打中 不太现实 还有些高手 倒是觉得有可能 不过他们也不太在意 十多级的新手而已 就算是操作再好 这辈子也不可能追得上 他们的等级 许峰到了之前的升级点 地上的尸种 因为时间太长 已经消失了 不过还有几件装备 许峰眼睛一亮 赶紧捡了起来 一共六件装备 都是白银的 许峰把他们挂到了拍卖行 一共卖了20亿枚银币 捡完东西 许峰瞄准了 旁边一只黄文虎 动手攻击 -1153 -1533 凭A爆击 加上破天一件的伤害 差点秒掉这只黄文虎 许峰随意地补上一件 轻松完成击杀 经验值再次上涨4 1% 不到5分钟 许峰的身上 金光洒落 16集 周亚南发来的消息 你从哪头的经验 青山入怀 论坛上果然是你 你这升级速度 真的没谁了 骨合金 我才11集 你都16集了 太狠了 帖子 许峰先给青山入怀 回了消息 什么帖子 青山入怀 你杀一遍黄文虎 被人看到了 他给许峰发来了链接 许峰看完帖子 回道 这人会不会截图啊 我这么帅 给我截得跟个路人一样 青山入怀 青山入怀 大佬 你看回复了吗 好多人不信 我也回帖了 说你要冲 十级到二十级的速生记录 还被嘲讽了 在青山入怀的回帖下 有三十多条回复 啊对对对 你们又要刷新记录了 永远再说 从来没做到过 别吹了 我都替你觉得尬 他这身 装备怎么也得搞了几天了 还破记录 许峰回道 看了几条 青山入怀 你不生气 许峰随手射死一只黄文虎 回道 等我把记录破了 骂回去就完事了 到时候 你跟我一起骂 青山入怀兴奋了 行 大佬 你赶紧冲 我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等会挨个骂 跟青山入怀聊完 许峰给骨盒金回了消息 没事 别难过 以后差距会越来越大的 骨盒金 骨盒金 谢谢大佬的安慰 我特么更难过了 许峰 别客气 到时候有隐藏任务 记得叫我就行 回完骨盒金的消息 许峰给周亚南回道 小周同学 注意你的言辞 什么叫头 周亚南 要不然 你为什么升级这么快 许峰 一遍黄文虎解决了 周围暂时没人抢惯 你们也来吧 周亚南有些迟疑 我们打不太动吧 许峰 我可以卖给 你们一件黄金装备 他把十级的黄金项链 截图给周亚南发了过去 加上这件装备 见识妹子和四山的输出 肯定是够的 周亚南眼睛一亮 多少钱 许峰 不贵 把晚秋抵给我就行了 周亚南 靠 我就知道 你个死渣男 没安好心 许峰 那你说个价 周亚南 珊珊只能拿出七十枚银币 他们几个虽然是固定队 但钱是分开算的 许峰回道 就这个价 你们过来吧 七十枚银币 估计比市价低个十枚银币左右 跟许峰聊完 周亚南对旁边的几个妹子说道 走 咱们去刷黄文虎 啊 月落大佬 真把黄金项链卖给咱们了 嗯 晚秋 他对你真的还可以啊 我感觉这项链能卖的价格更高的 沈晚秋的脸颊羞红 周亚南咬牙说道 这渣男没安好心 但确实对咱们还可以 这件装备 许峰卖给谁都是卖 但偏偏给了他们 而且 价格还比市价要低一些 周亚南虽然一直在跟许峰互对 但他知道 许峰这是有意帮他们 沈晚秋站在原地呆呆的 他从来没谈过恋爱 不知道 自己现在该是什么样的反应 走吧 赶紧升级去 周亚南带着他们一队人 赶到了许峰附近 许峰刷完一只黄纹虎 回头说道 来得挺快啊 我们就在附近 刷普通黄纹虎来着 行 来交易吧 许峰把黄金项链 卖给了剑氏妹子 谢谢大佬啦 我会帮你在晚秋面前 多夸你几句的 许峰一脸严肃 感情怎么能用装备衡量呢 等我二十级 换下来的十五级黄金装备 也可以卖给你 周亚南催了一口 渣男 另外两个妹子都被逗笑了 沈晚秋面具下的脸红红的 还是没说话 交易完之后 许峰没有跟他们四个组队 卖两件好装备 让他们自己升级 这是顺手的事情 带着他们 那升级速度可就太慢了 沈晚秋他们也很懂事 乖乖地在旁边刷了起来 很快 两只黄纹虎陆续被他们击杀 而且两只黄纹虎 都爆了装备 憨憨井里的运气 是真的好 许峰看了直呼 不可能 哇 又爆装备了 秋儿 你的装备 增加奶量的 赶紧带上 还好没跟这个渣男组队 要不然拉低暴虑 许峰极其不满 小周同学 能不能不要拉踩 几个妹子又被逗笑了 四分钟过去 许峰的经验条 终于再次涨满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17级 距离许峰定下的6个小时 还有90分钟左右 周亚男在旁边 有些羡慕地 看了许峰一眼 这渣男升级是真的快 其实他们的升级速度也不慢 虽然只有四个人 但有沈婉秋这个小警力在 他们的15级装备 比同级散人要好 分经验的人也少一个 但跟许峰的升级速度比起来 他们的升级 速度慢得跟乌龟爬一样 沈婉秋的桃花眼 也看向了许峰 叮 一条私信消息的声音 吓了沈婉秋一跳 他赶紧看了一眼 许峰 偷偷看了我这么半天 不能白看吧 换成别人 都知道许峰在开玩笑 但沈婉秋当真了 他紧张的眼睛都泛红了 我没多少钱 你要多少吗 许峰回道 你不是刚领了一枚金币吗 沈婉秋 兑换成现金了 想给奶奶买肉吃 沈婉秋 我就22枚银币了 许峰 这不够啊 不行你给我张照片抵账吧 沈婉秋要急哭了 奶奶说 不能让别人知道我长什么样子的 周亚南注意到了沈婉秋的异常 怒声说道 你又逗她 婉秋你别理她 她是个坏人 许峰笑着说道 让她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吗 我呸 她是不是还得谢谢你 不用 我们做好事不求感谢的 你要点脸吧 要那玩意 有什么用 逗了逗小警理 许峰继续专心升级 25分钟之后 沈婉秋他们 陆续升级都到了16级 许峰身上也洒落一道金光 18级 距离破记录 只差两级了 定 许峰忽然得到了一个提示 轩辕长弓的力量增长了 请您准备解除封印的材料 许峰看了一眼 一共5个条件 加10的力量保15枚 加10的敏捷保15枚 还要把轩辕长弓 强化到加3 再收集20枚精英黄文虎的牙齿 还有20分精英黄文虎的鲜血 准备妥当之后 许峰升到20级 就能把轩辕长弓 解封到白金品质 白金品质的轩辕长弓 属性必然有一个飞跃的提升 崩仔细看过需要的材料 腰子一通 我靠 这么贵 精英黄文虎的材料 强化到加3 这都不难 几乎不怎么花钱 可力量宝石和敏捷宝石 价格非常高 这些宝石 在40级以上的怪身上 有概率爆出来 可以用来合成 每件装备 可以合成4枚属性宝石 加10的力量宝石 其实不算是太好的力量宝石 最好的力量宝石 是百分比加成的 可以使攻击力正5% 但宝石的爆率非常低 就算是比较差的宝石 价格也很高 远不是一般玩家能负担起的 许峰打开拍卖行 看了一眼 加10的力量宝石 最便宜的 也得3枚金币 把轩辕长弓 升到白金品质 最起码要花30枚金币 许峰速升到20级 保底能拿50枚金币 升级轩辕长弓的钱倒是有 但许峰无比肉疼 钱还没到手 6成就已经是人家的了 算了 先升级 许峰很快冷静了下来 准备先冲到20级 刚刷完一只黄文虎 一道电子声音响起 地区公告 匪盗许七叶 盗走重要物资 现发布悬赏 击杀匪盗许七叶 队伍奖励大量经验 每人5枚金币 每人两个20级黄金宝箱 许七叶当前活动区域 飞贼山寨附近 周亚南愣了一下 有些惊喜 居然是地区事件 地区事件是完全随机触发的 解决之后 一般奖励是十分丰厚的 沈婉秋有些紧张 咱们要去打这个吗 周亚南点头 当然了 这个匪盗的属性 应该也就比精英黄文虎高一点 不会太离谱的 论坛里有人总结过 这种地区事件出现的怪 属性一般若于当前等级的boss 沈婉秋看了许峰一眼 想要邀请许峰 但没好意思开口 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跟男生搭话 周亚南就大大咧咧多了 对着许峰喊道 一起步 许峰解决了面前的精英黄文虎 说道 我有什么好处 周亚南想了想 说道 如果能打掉的话 我们每人给你一枚金币 许峰指向了沈婉秋 加上他的照片 沈婉秋红着脸 往后缩了缩 但是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害怕许峰了 没门 周亚南伸出两根短粗的手指 每人给你两枚金币 不行就算了 许峰打完面前的黄文虎 咧嘴一笑 小周同学 你今天看上去格外顺眼啊 把 走吧 我呸 见前眼开的渣男 我不许你污蔑我 我见了美女也可以眼开的 婉秋妹妹 白张自拍 滚啊 许峰跟周亚南一边互对 一边迅速地组好了队 地区事件 抢怪的人很多的 必须要抓紧点时间 许峰进了组 看向沈婉秋 带路 沈婉秋有些茫然 啊 你选个方向 我 我不会啊 沈婉秋很紧张 他在队里都是打辅助的 平时也就是跟着队友走 许峰忽然要让他选路 他心跳都快了 随便选 许峰说道 可是要选错了呢 选错了就回来升级 你还想在外面旅游 许峰反问道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别理他 随便选个方向就行 我们相信你的运气 对啊 大佬的意思就是 让你随便选 选错了就回来升级呗 没人会怪你的啦 另外两个妹子 也安慰了沈婉秋几句 沈婉秋点点头 指了指西南方向 这个方向 是疾风林的更深处 跟山寨离得有点远 这里啊 周亚南有些迟疑 地区公告里说了 现在匪盗在山寨附近活动 山寨在北边 沈婉秋指的方向是反的 许峰迈开腿 朝着沈婉秋指的方向 跑了起来 跟着他吧 走 四个妹子赶紧跟了上来 沈婉秋有点害怕的 看了许峰一眼 给他发了消息 要不然 还是你选个方向吧 许峰 沈婉秋 指错了你要凶我 许峰 我让你指的 指错了也是我的问题 跟你有个锤子关系 沈婉秋 哦 他心里莫名的踏实了些 定 刚跟沈婉秋聊完 许峰收到了青山入怀的消息 青山入怀 大佬 要不要一起 许峰 有情报吗 青山入怀 暂时没有 许峰 那算了 我带妹妹呢 青山入怀 卧槽 你也太真实了 青山入怀 那我找别人了呀 希望是你 或者我拿到奖励 许峰真诚地回道 希望是我拿到奖励 青山入怀 跟他聊完 许峰专心地看着周围 还有附近的树 树是K上的 野外打Boss的时候 一棵树上 可能蹲几十个隐身的刺客 全是老六 像是许七叶这种 有名称的匪盗 显然是有智商的 有可能会藏在树上 十分钟后 许峰除了黄文虎 别的东西都没看到 换个方向吧 神晚秋指了指西北方向 许峰没说话 直接往他指的方向跑去 周亚南盯着世界频道 低声自言自语 千万别被别人找到 许峰也会抽空 看看世界频道 来抓匪盗的人很多 几乎整个建安城的玩家 都出动了 论坛里有人截图 整个山寨 已经挤满了玩家 包括一些二十多级的玩家 也回了建安城 也想抢奖励 更高级的玩家就没有了 二十级的黄金宝箱 只对二十五级以下的玩家 有吸引力 更高级的玩家懒得来 定 青山入淮又发来了消息 山寨南边 咱们工会的兄弟 已经搜完了 这些地方都没有 工会频道里 有些玩家在分享情报 许峰 这些情报没用 匪盗又不是在原地待着的 这些看过的地方 他也有可能回去 这种地区事件 最难的不再打怪 而再找怪 真的难找 整个地图实在是太大了 青山入淮有些烦躁了 有道理 我在找十分钟 找不到就不找了 许峰没回消息 脸色平静 心态沉稳 他已经把六个小时 升到二十级的目标 放宽了一些 金币和二十级的白金装备 还是很香的 又找了十五分钟 世界频道里 不少玩家 已经急得在骂娘了 这狗玩意匪盗 是真能藏啊 到底在哪呢 去个球的吧 老子不找了 太难找了 这地区事件 真的折磨人 许峰一队人 还在继续找 他们路过了一片 看上去很普通的树林 停 许峰忽然停了下来 四个妹子都看向了她 许峰闭上眼睛 仔细地听了一下 举起长弓 忽然对准了树叶之间 周亚男瞪大了眼睛 沈晚秋平住了呼吸 另外两个妹子 面具下的脸上 都露出了几分吃惊 他们看许峰这个动作 都猜到了 许峰有所发现 可他们什么都没听到啊 嗖 箭矢的破空声响起 许峰动作干脆 没有任何迟疑 哎呦 茂密的树叶之间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叫声 真打众啊 居然真的有人 哇 妹子们惊呼出声 碰 一道黑影 从树上掉了下来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脑袋上也包着黑色的头套 只露着两个眼睛 和一口大白牙 匪盗 许冰心 许峰依然没说话 长弓对准匪盗 金光乍现 破天一剑 负1222 两剑几乎没有间隔 许峰甚至没看匪盗的属性 先摁住一顿暴打 输出人完了 许峰才趁机看了一眼匪盗的属性 攻击力550点 防御700点 生命值8000 属性比精英黄文虎高 没想到 还是被你发现了 不好意思 那就只能把 你们都给杀掉了 许冰心怪笑两声 拿出一把匕首 朝着许峰 急奔而来 他的速度很快 而且在月色下 他的一身黑色衣服 几乎要跟月色融为一体 很难看清他的动作 后退 许峰无比认真 声音沉沉 神晚秋他们赶紧后退了几步 许峰瞄着许峰心 呼吸逐渐放缓 这是许峰第一次跟有智商的敌人交手 许峰心的速度又快 还在左右移动 瞄准的难度陡然提升 呼 就是这里 许峰并没有瞄太久 越瞄越不自信 选中方向 许峰直接松开手指 箭矢飞出 许峰心也在盯着许峰的动作 当许峰的箭矢射来的时候 他往右边躲闪 眨眼之间 箭矢飞来 命中了许峰心的小腿 命中 许峰眯起眼睛 这一剑 其实有点歪 许峰觉得这一剑 应该打在匪刀的大腿上 但明显打歪了一些 他呼吸更加平稳 又是一剑射出 嗖 这一剑 许峰想打匪刀的小腹 打在了胸口 嗖 第三剑 许峰要打匪刀的心口 这只剑是 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匪刀的心口 仅仅三次攻击 许峰瞄这种有智商的敌人 已经掌握了窍门 看他们的脚 脚决定了方向 三剑打完 匪刀也已经冲到了许峰的面前 匕首举起 直刺许峰的心口 沈婉秋在旁边看着 甚至忘了呼吸 这一刀如果躲不开 许峰直接就被秒了 完了 和四山紧张到无意识地说了这句话 如果是他 绝对避不开这一刀 周亚南没说话 但脸色也无比地凝重 他也一样 如果这一刀瞄准的是他 他也死了 许峰腰腹用力 向后翻滚 匕首贴着他的肚子 滑了过去 翻滚之后 他紧跟着一个侧闪 动作衔接十分自然 用半蹲的姿态 射向匪刀箭矢 命中了匪刀的后心 换作 致打黄文虎的时候 许峰还会再探一件的伤害 不过 打匪刀显然不能这样 匪刀的转头速度 是很快的 许峰一箭得手 立刻往后拉开 匪刀迅速转过身 再次袭来 他的速度很快 许峰跟他之间的距离 几乎眨眼之间 就被追上了 死 匪刀手中的匕首 刺向了许峰的眼睛 许峰侧身闪躲 避开了匕首的锋芒 他甚至清楚地看到了 匪首上映出来的月光 这一刀躲得也相当惊险 匪刀的速度太快 再次冲过了头 许峰立刻调整姿态 又是一箭 打完就跑 许峰丝毫不摊刀 沈婉秋在旁边 看着许峰操作 心脏砰砰地跳着 光是看着许峰的极限操作 他都紧张得不行 太惊险了 许峰稍慢一点 就会被一刀给送走 不过 就差一点 匪刀的匪首 每次都只差一点 就是打不中许峰 他自己的血量 则不停地往下降着 破天一剑的冷却 很快转好了 许峰找了个机会 在平安后面 接了一个破天一剑 周亚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他还打连招 连招虽然可以取消 普通攻击的后摇 但终归 还是会多花一点时间 周亚南肯定没胆子 打这个连招的 但许峰打了 匪道眼睛一亮 机会来了 他加快步伐 一刀刺向了许峰的右臂 好像能打中 在匕首即将刺中的一瞬间 许峰向左侧闪 更加极限地避开了这一刀 匪道的一速 攻击动作 都已经被许峰彻底摸清楚了 这一刀看上去惊险 但都在许峰的预料之内 现在许峰只担心 周围会不会来别的玩家 你们四个 看看周围的树上 有没有隐身的老六 打掉匪道 会掉落一份任务物品 拿上任务物品 去主城的官府交任务 掉落的任务物品 同样没有归属权 有可能被人抢走 哦 妹子们分散开 四处看了看 刺客隐身的时候 几乎是看不到的 但如果认真听的话 可以听到轻微的呼吸声 刚好 周围很安静 他们在四周找了找 没有任何动静 他们回来的时候 匪道的血条 已经只剩下了一丝 许峰故意给他流了点血 没有人 周雅南说道 许峰听完 果断地扔出破天一剑 金光飞出 许峰也立刻往前走 虽然他们没找到人 但许峰的防老六意识十分到位 啊 匪道血条清空 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倒在地上 许峰的经验条 蒙涨到了18级的22% 这可是20级的超级精英怪 经验还是很多的 啪 一份文书 爆了出来 许峰动作麻利 把文书捞到手里 任务物品 顺利到手 大佬 你太强了 操作太厉害了 妹子们凑了过来 他们刚刚也混了不少经验 十分兴奋 许峰看向沈婉秋 我厉害吗 沈婉秋有点害羞 轻轻地点了点头 真的很厉害 他好几次都以为 许峰要被打死了 许峰笑着说道 你也很厉害 沈婉秋愣了一下 许峰走到他面前 要不是你带路 鬼能找到这个匪盗 这附近连的老六都没有 偏得要死 我肯定找不到这附近的 说着 许峰拍了拍沈婉秋的头 做得好 沈婉秋察觉到了 许峰这么亲密的动作 赶紧后退了半步 心跳得厉害 周亚南瞪着许峰 别动手动脚的 许峰没说话 只是满意地笑了笑 沈婉秋的发质很好 乌黑顺滑 摸上去跟撸猫一样 许峰说道 走吧 先去把任务交了 行 又跟着大佬混好处了 四个妹子 跟着许峰 一路往建安城里走去 路上 许峰还看到了不少成群结队 去找匪盗的人 等许峰交了任务 系统才会提示 地区事件结束 许峰说道 要不然先去升会级 等会再去交任务吧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你当个人吧 许峰看了看地图 叹了口气 算了 去找升级点会耽误不少时间 和四山脸色古怪 要是不浪费时间 你还真打算故意不交任务 让这些队伍再找一回 周亚南语重心长地 对沈婉秋说道 看到了吗 这个渣男坏得要死 千万别跟他走得太近 沈婉秋悄悄地看了许峰一眼 没有说话 跑了三十六分钟 一队人到了建安城的官府前 干什么的 来交任务 我们把匪盗杀了 稍等 门口的侍卫 进了官府里 不多时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拿走了任务物品 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 这个男人微微弯腰 定 系统提示也同时出现 地区事件结束 匪盗已被击杀 地区事件完成之后 不会通报玩家名称 这是你们的奖励 悬赏官抬手一挥 几道白光 分别涌入了许峰 和四个妹子的身体里 四道金光洒落 沈婉秋他们四个 都升到了十七级 许峰的经验条 也直接从刚刚的22% 涨到了92% 同时 许峰打开背包 里面多了五枚金币 还有两个宝箱 许哥 谢了 我把钱交易给你 和四山先把两枚金币 给了许峰 周亚南和赵梅 也给了钱 沈婉秋安安静静地 在旁边等着 她习惯了让着别人 等到周亚南他们 都交易完了 沈婉秋才走过来 把她的两枚金币 给了许峰 谢谢 她小声地对许峰说道 许峰咧嘴一笑 感谢总得有点诚意吧 给我看看 你长什么样子呗 沈婉秋连忙后退两步 没有说话 周亚南瞪了许峰一眼 你又逗她 都哭了 你哄吗 哭一哭挺健康的 听听 你说的这都是人话吗 互对的时候 许峰和四个妹子 都把箱子开了 有命运的许峰 自然开出了 自己想要的装备 英勇戒指 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级 力量 加六零 敏捷 加二十二 攻击力 加105 特殊效果 增加100点生命值 轻武项链 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级 力量 加80 敏捷 加16 攻击力 加132 特殊效果 一速增加3% 白金装备的加成 明显比黄金品质的 装备高了一大截 而且 白金装备 会提升两个属性 经常会有同时 加力量和智力的手势出现 有一个属性 几乎是废的 许峰这两件 在白金装备中 也绝对是极品 增加的属性 完美契合 输出职业的需求 沈晚秋这个憨憨景理 运气也相当不错 他开出了二十级的黄金短帐 还有一条二十级的黄金项链 两件装备 都增加治疗量 他换上这两件装备 在同级别的奶妈里 奶量应该算是很足的 各种意义上 都很足 白金装备很稀有 他运气这么好 也没开出来 不过沈晚秋已经很开心了 他看着背包里的两件装备 面具下罕见地 露出了一丝开心的笑 许峰说道 我继续升级去了 你们呢 我们也去 那走吧 一起 许峰跟他们一起 向城南走去 路上 许峰顺便去了探武器店 强化武器 好嘞 根据论坛的说法 第三次强化的成功率 只有70%左右 失败率已经很高了 许峰这个十点诅咒值得没逼 自然更倒霉 足足重置了四十多次 许峰才成功地 把轩辕长弓 强化成功 加三的轩辕长弓 增加了15点攻击力 强化界面 变成了灰色 二十级以下的装备 只能强化三次 强化完成之后 许峰看了一眼箭矢 但没有买 他包里的箭矢 足够升到二十级了 二十级之后 就可以买更好的箭了 没必要现在买十级的箭 走吧 许峰带着他们继续出发 半个小时后 许峰赶回了刚刚的升级点 这里 已经有两队人了 他们刷怪的效率不高 旁边有几只精英黄文虎 没人打 许峰瞄准了旁边的黄文虎 动手刷了起来 很快 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十九级 再有半个小时 许峰就能升到二十级 十级到二十级的速升纪录 会被许峰从二十一小时 直接拉到七小时二十分钟 定 青山入怀发来了消息 大佬 完成地区事件的人是你吧 许峰你怎么知道的 青山入怀 你们在给官府交任务的时候 被人拍下来了 青山入怀 工会里也有不少人知道了 你看看 许峰打开工会频道 看了一眼 只是牛马罢了 咱们工会的人 运气果然度不差 守望的稻草 这人身上多少件黄金装备啊 他不是才十八级吗 黄痘痘的黄 卧槽 这人不是那个单挑一遍黄文虎的人吗 我记得他 他那个时候才十五级啊 这怎么十八级了 骨合金 爆料一下 这位大佬来建安城 还不到七个小时 骨合金这条消息出来 工会频道瞬间炸开 地区事件虽然奖励丰厚 但也就那样 大家只是羡慕许峰的运气 可是破纪录就不一样了 这是大事 爆炸新闻 卧槽 真的假的 不到七个小时 怎么可能 于又威正在升级 他抬手扔出了一道火焰风暴 看了一眼工会频道 正好看到了骨合金的消息 七个小时 于又威绝美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惊喜 他给浮花瑶发了消息 当初那个说要刷新速生记录的人 叫什么来着 浮花瑶秒回 月落西沉 果然是他 看来他一早就知道自己 能破纪录的 于又威 抓紧联系他 他想要的资源 可以倾斜一下 浮花瑶 我 我把他给删了 因为好友太多了 他的好友位里 只留着工会的骨干 还有一些他觉得有潜力的玩家 许峰这种新人 他拉入工会之后 就直接删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许峰没开玩笑 他是真能破纪录 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IQ-Epsilon-G-Epsilon-TV Omu 于又威 也正常 你事情太多了 于又威 你别管这件事情了 我来吧 说完 于又威在好友栏里 搜索了月落西沉 发送了好友申请 定 许峰的好友栏 发来了六条好友申请 除了于又威 还有另外几个工会的人 许峰全部通过 河山月明 你好 我是陈宇格的副会长 请问 你有兴趣升到20级之前 加入我们工会吗 殷井太郎 月桑 欢迎你加入我们工会 条件你提 但一定要在升到20级之前加过来 退出一个工会之后 需要12个小时 才能再加入另外一个工会 这些人想让许峰 加入他们的工会 10级到20级的速生记录 也会被带到他们的工会 许峰看了一眼 他们的个人信息 除了于又威之外 其他这些加他好友的人 都是副会长 许峰给他们五个人 回了一样的消息 条件 回完之后 许峰看了看于又威发来的消息 于又威 你很不错 许峰回到 你眼光也不错 正在升级的于又威 看到许峰的消息 有一瞬间的失神 好不要脸的回答 于又威回到 你要破掉速生20级的记录了 许峰 是的 于又威 厉害 我们常设14次 全失败了 你自己做到了 许峰 我也觉得我挺厉害的 咱们两个挺聊得来啊 于又威一时之间 甚至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的实力非常强 还掌管着如此庞大的工会 谁见了他 都得客客气气的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像许峰这样不要脸的人 定 他走神的时候 许峰发来了消息 工会里内鬼很多啊 于又威 其他工会的人联系你了 许峰 是的 于又威 他们开价怎么样 许峰随口瞎说道 很高 说要给1000枚金币 另外五个工会的人 陆续已经开了价 最高的也就200枚金币 不过许峰自然要往高了说 要不然怎么敲诈于又威 于又威 哦 那你去吧 许峰 许峰 我对咱们工会是有感情的 钱什么的不重要 只要差不多 我就留在咱们工会 于又威 你去搜索我的名字 找找我的照片 许峰 于又威 我觉得我长得不像傻子 你觉得呢 靠 被看穿了 这个女人不好骗啊 许峰在心里暗自想着 于又威要是也跟憨憨警理一样好欺负 那就好了 虽然被看穿了 但许峰面不改色地继续回到 我刚刚看错了 他们开价500枚金币 于又威 我给300枚金币 核心成员的身份 依然给你 许峰 太少了 我亏200枚金币啊 于又威回到 确实 也不能让你亏了 不行你还是走吧 他奶奶的 于又威 这女人不会这么精准地猜到了另外几家的报价吧 许峰没有急着回复 思索了起来 于又威很耐心 慢慢地等着 他其实不知道 另外几家的报价 但这个记录 大概就值这个价格 原因也很简单 有潜力的新人很重要 但培养新人需要资源 各大工会的经济情况 也很紧张 各种材料和装备 都太贵了 许峰突然出现 各大工会能拿出来的应急资金 都不算多 于又威 也只能给300枚金币 这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的钱 如果许峰 还想再要高价 他打算删好友放弃 把许峰放走算了 定 许峰的消息 回了过来 成交 于又威好看的眉眼 微微挑起 这么好说话 许峰 那当然 我对咱们工会 是有感情的 于又威 不是因为其他工会开的价格 不如我高 许峰愤怒地回道 我是因为对工会的感情 才留下来的 会长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一边回着消息 许峰一边扫了一眼 他跟另外几个副会长的聊天记录 鹦鹉工会的出价最高 250美金币 于又威十分敷衍 行吧 于又威 你先升级 到二十级之后 我把钱邮寄给你 许峰 会长 商量个事 于又威 于又威 不要贪得无厌 许峰回道 我是想说 我能把整个速生榜单 都给洗一遍 能不能再给我点特殊待遇 看完这条消息 于又威美眸之中 有些失神 哈 洗榜 所有速生记录 他都要破一次 于又威一直觉得 许峰能这么快升到二十级 主要是因为他运气好 弄到了几件黄金装备 到了二十级 这个优势就没了 他的升级速度 自然也就慢下来了 其他各工会的人 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开的价 就是买断时 及到二十级速生记录的价格 许峰要真能把榜单给洗一遍 这价格 那简直是侮辱许峰 于又威回道 我不信你能做到 许峰 我要是做到了呢 于又威 你想要什么都行 许峰回道 真的假的 要你也行 于又威再次愣住了 这还是第一次 有男人敢调戏他 于又威脸色微冷 回道 你要真有这个本事 还愿意待在清语阁 可以 他真不信 许峰有这样的本事 许峰也愣住了 他就随口一说 本来他想着 于又威拒绝之后 他顺口再度要挤枚宝石 先提一个极其离谱的要求 被拒绝之后 提一个稍微离谱的要求 就容易接受多了 于又威居然一口答应了 许峰回道 既然人都肯给 再丢点宝石行吗 加十的宝石就行 五枚敏捷宝石 五枚力量宝石 于又威沉默三秒 回道 有人说过 你脸皮很厚吗 许峰的技巧 他看出来了 他一人掌握着轻语格 这种小心思 他很清楚 但他真没想到 极其离谱的要求 他都接受了 许峰居然还能 面不改色地提出 另外一个离谱的要求 脸皮是真厚 胆子也是真大 他可是于又威 真要把他惹生气了 他能把许峰 直接杀出这个世界 许峰秒回 有个不男不女的人经常说 我觉得这都是误解 于又威 于又威 宝石没有 三百枚金币 足够你买了 许峰叹了口气 白嫖果然没那么简单 工会真穷啊 他刚敢凯完 于又威又发来了消息 还有一件事 许峰 您说 于又威 收了我的三百枚金币 你就是我的人了 跳槽可以 但我会盯着你杀的 其实一般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但于又威莫名地 想吓唬许峰一下 许峰秒回 没问题 许峰丝毫不怕 反正到时候真要跑 他也得往一个 比清语阁更厉害的工会跑 而且 还有于又威的承诺 怎么也得升到一百级 看看这丫头 对不对现承诺再说 于又威还是年轻 不知道男人的心 有多么险恶 他看许峰答应得这么快 甚至有一瞬间的惭愧 是不是太不信任他了 于又威安抚了一句 只要你安心在清语阁待着 待遇不会差的 许峰 没问题 回完消息 许峰关闭了聊天界面 开始继续刷怪 解决了三只黄纹虎之后 许峰看到了系统提示 您获得了精英黄纹虎的血 一 二十 暴率不高啊 许峰已经退组了 正在单刷 没了小锦里的运气加持 许峰的任务物品暴率 还是被诅咒之影响了 不过许峰也不急 十九级到二十级 已经没了百分之二十的越级 杀怪加成 即便是许峰 升级速度也慢了下来 到二十级的时候 任务物品就算没凑齐 也能有个七七八八 许峰干脆利落地 刷着精英黄纹虎 周亚南他们 守在许峰不远处 偶尔会跟许峰 打同一只怪 十分钟后 许峰瞄准的 一只黄纹虎 发生了一变 旁边的两队玩家 顿时兴奋了起来 快 拍视频 大佬要开始操作了 好好看 好好学 旁边的两队人 比许峰还激动 一变黄纹虎 直接朝着 许峰扑了过来 好快 疑速也长了好多呀 感觉很不好打 真能无伤打掉吗 感觉好难啊 旁边的两队人 看得心惊胆战 一变黄纹虎的速度 在他们看来 实在是太快了 沈婉秋的桃花眼 也有些担心地 看着许峰 呼 虎爪斜着烈烈风声 拍向许峰的脑袋 许峰只是一弯腰 就轻松躲开了 一变黄纹虎的攻击 跟匪盗打过之后 许峰发现 自己的战斗技巧 提升了很多 这种没有战斗智商的怪 速度再快 也给不了许峰压力 嗖嗖嗖 旁边两队人 看着许峰的动作 无比震惊 安静如鸡 碰 直到许峰打完 一变黄纹虎的身体 倒在地上 发出巨响 这两队人才回过神来 太秀了 赏心悦目 我第一次感觉看人刷怪 有种舒坦的感觉 时机把握得真好 教练 我也想学 拉倒吧 教练也跪着呢 他们赶紧把视频 发到了论坛里 月落西沉大佬 再次单挑一变黄纹虎 操作经验 一线水准 帖子下面 迅速有了回复 又是这个人 今天看到好几次 他的名字了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mu 一线 不太可能吧 一个新人而已 哪来的一线操作 让我看看 一个十几级的小号 凭什么有一线水平 不少人还没看视频 就已经在抬杠了 论坛里对一线 二线和三线的操作水平 要求是很严苛的 他们真不幸 一个新人能有一线的操作 然而 不到两分钟 帖子下面的回复 已经变了 这新人有点猛啊 这操作感觉 真的有一线了 准一线吧 感觉比一线的大佬们 还是差了点 大佬的十九级 单挑一变精英怪 我的十九级 唯唯诺诺组队刷 普通精英怪 抬杠的人已经不见了 讨论的最多的 就是许峰的操作 到底应该算是一线 还是准一线 甚至还引来了 几个一线操作的人 参与了讨论 于又威刚刚刷完一轮怪 旁边的弓手 寒雪沉香 开口说道 老大 咱们工会出名了 于又威有些意外 啊 寒雪沉香说道 咱们工会有个小家伙 操作不错 被人录了视频 热度很高 小家伙 于又威心中一动 打开了论坛 许峰的帖子 排在第一页 整个世界的玩家 共用一个论坛 许峰的热度虽然高 但确实没到顶尖 不过这么多玩家发帖子 能在第一页挂着 已经足以说明 这条帖子的热度了 于又威认真地看了视频 寒雪沉香问道 老大 你觉得他是一线 还是准一线 于又威仰着头 语气平淡地说道 准一线吧 他才不承认 这个没脸没皮的人 是一线水平 而且 于又威的操作 是公认的一线巅峰 他只比操作最秀的 几个顶尖玩家 差了一点 刷一只精英黄文虎 代表不了玩家之间的实战水平 准一线 也算是客观 寒雪沉香说道 那也相当不错了 咱们工会这次捡到宝了呀 对了 要不要给他弄点好装备 让他试试挑战 二十级到三十级的速升纪录 于又威翘脸威虹 他想到了跟许峰的约定 不用 他说他自己升 这样啊 寒雪沉香 不再多说什么 专心刷惯 他们这些一线的玩家 升级压力非常大 必须要保持等级优势 许峰表现虽然亮眼 但十多级的级别是硬伤 寒雪沉香也没过多关注 四十分钟之后 铁子的热度下降 掉出了第一页 而此时许峰的经验值 已经涨到了这九十九 百分之四 再杀一只精英黄文虎 就能升级 许峰瞄准了远处的一只黄文虎 一键射出 同时检查了一下背包 黄文虎的蟹 齐了 黄文虎的牙齿 十九个 还差一个 看完背包 攻击后摇已经结束 许峰一键射出 打出了暴击 破天一键的冷却 刚好结束金光一闪 精英黄文虎 倒地死亡 刷 金光洒落 许峰的经验条 重新归零 同时 他的等级 提升到了二十级 一瞬间 世界公告出现 十级至二十级的速生记录更新 新记录 七小时二十一分五十三秒 记录保持者 轻语阁玩家 月落西沉 能触发世界公告的事件 都是很有分量的 这个速生记录 很有质量 同时 许峰还看到了另外两个提示 您获得了精英黄文虎的牙齿 二十 二十 您已升至二十级 请您解除薛元长弓的阶段封印 刚好 升完级 任务物品凑齐 许峰很满意 定 定 定 许峰收到了好几条好友私聊 青山入怀 大老牛逼 骨合金 七小时 太牛逼了 神晚秋 恭喜 于又威 做得不错 钱我给你寄过去了 许峰收到了一封邮件 附件里是三百枚金币 同时 许峰看到了一条公会公告 恭喜月落西沉 成为精英成员 许峰回了消息 效率挺高的 下次继续 于又威看完许峰的消息 眉头皱起 这样跟会长说话 于又威有点清冷地回到 我是不是还得说声谢谢夸奖 许峰 你要是非得说 我也不拦着你 我承受得起 于又威呼吸都沉重了几分 要不然 还是把这货做掉吧 他是真没见过 脸皮这么厚 胆子这么大的人 定 浮花瑶发来消息 会长 咱们清语格的热度 上论坛前三了 浮花瑶 刚刚申请加入工会的新人 多了不少 于又威皱眉 回了消息 这么快 榜单记录的宣传效果 有这么好吗 浮花瑶 不光是这个榜单的原因 主要是月落西沉这个人 于又威 浮花瑶 他在论坛路过好几次面了 好像有不少玩家 都知道他 对他很有兴趣 于又威沉着脸 打开了论坛 清语格崛起 两年来 十几榜单第一次改写 月落西沉 会成为未来的一线大佬吗 他的视线向下扫去 看起了回复 清语格好像没有给这个大佬太多的帮助 听说他要冲记录的事情 还是工会成员报出来的 就这个升级速度 我同意把月落西沉从准一线的水平 提升到一线 本来就是一线 我感觉能到一线中游 拿下榜单记录 可不是小事 于又威时间紧张 只扫了个几十条回复 但几乎八成的回复 都跟许峰有关 十级到二十级的速升记录 其实真的未必能热度排到论坛前三 许峰最起码提供了一半的人气 虽然讨论许峰到底什么水平的人很多 不全是夸许峰的 但于又威也不得不承认 许峰的讨论度是真的很高 于又威深吸一口气 给许峰回了消息 那就谢谢西沉大佬的夸奖了 他阴阳怪气了一句 许峰秒回 加油 我看好你 我还有事要忙 先不聊了 于又威的呼吸停止了一瞬间 他咬着牙 修长清澈的眼睛 带着几分生气 这个狗男人居然嫌他烦 主动结束了话题 从来都是他这么敷衍别人的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被人这样敷衍的对待 寒雪沉香看到了于又威这个表情 十分意外 会长居然生气了 真罕见 我先回去了 许峰回完了于又威的消息之后 跟沈婉秋告别 他得先去一趟工会空间 去把需要的宝石买了 然后他就该去下个地图了 沈婉秋点点头 你慢点 许峰笑着问道 这都要分开了 真不让我看看 你长什么样子吗 沈婉秋低着头 看着他的鞋尖 没有说话 周亚男烦躁的挥了挥手 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升级 许峰当作没有周亚男这个人 珊珊 我这里还有两件黄金装备 卖给你们吧 和四山惊喜地问道 啊 真的 他们现在都十七级了 沈婉秋下线了一次 去看他奶奶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枪到 现在是十六级 许峰换下来的装备 和四山刚好能用 对 我反正也没用了 一件一枚金币 买不买 买 大佬 你太好了 可 这装备可是十分珍贵的 和四山十分懂事 我要是在论坛上看到夸你的帖子 会分享给秋秋的 上道 许峰把两件装备 交易给了和四山 对了 这三件装备 你要是不用了 我给你推荐个买家 谁啊 我朋友 到时候你要嫁 记得要高一点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跟你当朋友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许峰不高兴地说道 小周同学 这话说的 咱们两个也是朋友啊 周亚南指了指神晚秋 他呢 好妹妹 那珊珊他们两个呢 妹妹 周亚南怒声说道 凭什么就我是朋友 许峰看了看周亚南的小短腿 转头让和四山 加了骨合金的好友 不用了就慢 记得价格要高一点 好嘞 交代妥当 许峰转身离开 沈晚秋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有些出神 周亚南叹了口气 提醒道 晚秋 他太强了 你要是跟着他 估计要被欺负死 千万别对他有好感 沈晚秋红着脸 小声说道 我没有呀 周亚南点头 那就行 咱们赶紧升级 有三件黄金装备 咱们争取明天能升到二十级 和四山问道 这么着急 周亚南认真地说道 当然 要是升得慢了 死渣男就跟别人打副本了 该抱的大腿 还是要抱的 和四山佩服地说道 南南 你这脸皮跟大佬可以五五开 放屁 我比他脸皮薄多了 沈晚秋在旁边 安静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聊天 半个小时后 许峰回了建安城 一路上 不少玩家认出了许峰 看 月落大佬 大佬你好 有没有时间出一个操作教程视频啊 我想学你的身法 白金装备 大佬身上 好像有两件白金装备 我捏马忧 刚到二十级 就有白金装备了 许峰一路跟人打着招呼 到了工会地图传送阵 进工会地图的时候 许峰旁边还有三队人 跟许峰一起传送了进来 他们都是七十多级 见到许峰之后 有人主动打招呼 西辰大佬 你好啊 大佬你操作是怎么练的 家里有高手吗 给你做过特殊训练 你实战过吗 能不能发个视频瞅瞅 我感觉你有一线的 想看看实战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h Mew 许峰有些意外 七十多级的玩家 已经算是二线中上等的水平了 居然也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不过许峰很快就想明白了 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会成员 许峰则是精英成员 级别上 许峰更高 而且 许峰二十级就成了精英成员 潜力可以说是相当恐怖 自然有人想过来 跟许峰混个脸书 许峰大方地说道 叫什么大佬 都是一个工会的兄弟 有实战视频给你们看 许峰的态度十分友好 多个朋友 关键时候就多个爱坑的人 许峰这人最喜欢交朋友了 聊了几句 许峰找到了资源管理人 工会的所有物资都从这里买 我要买东西 好的 许峰花了二十九枚金币 买到了自己需要的十枚宝石 背包里还剩下二百八十四枚金币 齐了 轩辕长工解封需要的材料 已经凑齐 解封的选项 已经从灰色变成了可选的绿色 许峰毫不犹豫 解封 许峰背包里的材料 化作一道道流光 融入了轩辕长工里 工身上 原本就繁复的纹路 绽放出了点点纯白光芒 片刻之后 长工的颜色变成了浅金色 工身两端 多出了两个云纹一般的凸起弯折 白金品质的轩辕长工 那股来自远古的神秘感觉 更加浓烈 云纹像是某种图腾 隐约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威压 十分霸气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薛圆长工加一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级 力量 加160 敏捷 加110 攻击力加300 特殊效果 增加15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附带技能 图灵 破天一剑 无消耗造成攻击力X3 0 得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5秒 图灵 暴击伤害提升300% 这也太强了 许峰的脸上闪过一丝兴奋 论坛里有人发过25级白金品质常见的属性 力量也就加了165点 轩辕长工的属性跟25级的白金武器相差无几 超模 都是白金品质的装备 轩辕长工比他们强太多了 不过 基础属性还不算最离谱的 破天一剑 威力大涨 而且 新增加的图灵是真的强 无声呼吸法可是未知级别的呼吸法 最起码也是高于无望品级的呼吸法的 他到100层也才加成了300%的暴击伤害而已 图灵直接增加了300%的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是可以叠加的 普通玩家的暴击伤害只有200% 许峰的暴击伤害高达506% 不过强化掉了两次 这算是正常的 除了许峰也有别的玩家拿到了可进阶的装备 升阶之后强化次数都会掉 诅咒值也涨了5点 不会每次解封都要涨诅咒值吧 我到100级得多少诅咒值 许峰有点蛋疼 10点诅咒值影响已经很大了 现在成了15点 他的暴率已经彻底烂掉了 不过许峰很快就想开了 开摆 反正都烂透了 诅咒值再多一点又怎么样 许峰打开了论坛 搜了搜20级攻击力上限 不少人截图了自己的面板属性 最高的是一个连克尔的玩家 20级攻击力922点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攻击力 2851点 不在一个亮节 许峰的这个攻击力 10级之内 无敌 定 许峰刚看完属性 突然出现了一条世界公告 7级血域克劳伦特城外 出现区域工会副本 20分钟后 副本开启 欢迎个工会前去挑战 于又威很快在工会里发了消息 100级的玩家过来集合 拿下奖励 酬劳丰厚 工会频道一瞬间炸了 卧槽 100级的区域工会副本 乖乖 这得给什么奖励 可惜 我才99级 一定要拿下 会长 许峰也有点眼馋 区域副本 是随机刷出来的一次性副本 有小队副本 也有工会副本 奖励非常丰厚 许峰记忆里 上次打掉90级工会副本的 是加百列工会 他们光是宝石 就拿了3000多颗 还有呼吸法 以及品质乐级的宝箱 不过 这种区域副本 只有一个队伍 能拿到奖励 只要有一队通关 奖励结算 其他的队伍全部会被传送出来 得抓紧时间升级了 级别不够 这种有极拼奖励的活动 许峰都参加不了 许峰把长工收起 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先找到了练工房接引人 工会的精英成员 每天可以进三次练工房 打完练工房的挑战之后 能获得大量的呼吸法经验 来都来了 许峰顺便就把今天的练工房机会 用了 我要进练工房 好的 您今日还剩两次训练机会 对话结束 许峰被传送到了一个云端的高台上 周围十分安静 偶尔有贺名声 从云间传来 请您静息呼吸 按呼吸法的呼吸方式 完美进行一百次呼吸 呼 许峰盘坐下来 闭上了眼睛 心里有些好奇 论坛上有不少人吐槽 练工房里想要达成完美呼吸 十分困难 甚至有九十多级的玩家 一次练工房的奖励都没拿到过 会难成什么样 许峰的心沉静下来 呼 吸 无声呼吸法 三吸四吐一停顿 呼吸之间 需要感受身体不同的部位 三秒过去 许峰的脑海里 忽然想起了神晚秋的腿 完美呼吸失败 请重新开始 确实不简单 许峰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难了 想要完美呼吸 就不能走神 所有的精力 都要集中到呼吸之上 但人的想法很难控制 非常容易神游 许峰睁开眼睛 给神晚秋发了条消息 给我道个歉 神晚秋 为什么 许峰 我挑战失败了 心情不好 神晚秋有点猛 跟我有关系吗 许峰 关系不大 主要是想欺负你一下 神晚秋 神晚秋 我道个歉 你心情会好点吗 许峰 会 神晚秋 对不起 我错了 欺负完神晚秋 许峰心情平稳 他闭上眼睛 开始第二次挑战 秉息宁神 七秒之后 许峰听到提示音 恭喜您完成一次完美呼吸 许峰没有睁眼 一鼓作气 继续专心呼吸 五分钟后 系统提示再次出现 恭喜您完成练功防挑战 获得呼吸法经验值5000点 无声呼吸法的经验值 瞬间涨到了7224点 许峰被传送了出来 两个路过的普通工会成员 看着许峰露出了一丝羡慕 普通工会成员 是不能进练功防的 许峰把剩下的两次练功防挑战机会 也给用掉 用完之后 无声呼吸法 升到了第三层 攻击力提升9% 蓝量恢复每秒提升30点 暴击伤害提升9% 许峰拿完呼吸法经验 离开了工会地图 到了建安城 许峰没有着急去平康大城 一旦离开了建安城 就又开始计时了 许峰要在离开之前 先把能提升的实力 全部提升了 他记得 乞丐还有个先级呼吸法的 虽然乞丐就提过一嘴 但这种好东西 许峰肯定是不会忘的 导师见到许峰很意外 你怎么来了 20级的头衔和技能 都不在我这里学 许峰笑着问道 我是想问问 我升到20级了 乞丐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 比如先级呼吸法什么的 导师瞪大了眼 他还以为许峰是升到20级 准备离开 特意因为起灵狱 过来感谢的 好家伙 居然是来耗羊毛的 导师没好气地说道 没有 滚 许峰说道 我给点钱也行 给多少 30枚英币吧 我就这么点 导师当场急眼 你30枚英币 想在老子这里 导到先级呼吸法 这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许峰说道 真没有 导师看着许峰 长出一口气 300枚金币 这价格其实不贵 许峰看过了 市面上的呼吸法 就连钻石级的 都得500枚金币以上了 先级呼吸法 从来没有百道拍卖行过 但根据爆料 基本售出的先级呼吸法 最便宜 也得7500枚金币 许峰两手一摊 没钱 导师问道 不想提升你的呼吸法了 许峰说道 想 但现在花那么多钱 买呼吸法 不明智 无声呼吸法 吞噬别的呼吸法之后 能提升多少 许峰也不清楚 许峰肯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 把钱全部花完 导师笑了笑 你小子算盘 打得叮当响 许峰看着导师 问道 真没办法打个辙 导师盯着许峰 感慨道 你小子胆子大 运气也好 乞丐交代过了 如果你自己找来了 就给你个挑战的机会 许峰眼睛一亮 什么挑战 弓手导师拍拍手 一个恐无有力 身穿智势皮甲的男人 走了过来 这是我的徒弟 他会穿上二十级的装备 跟你打 你击倒他之前 每被他打中一箭 呼吸法就跪三十枚金币 许峰看了一眼这个人的属性 弓兵胡剑秀 生命 一万 攻击力 六百 防御力 五百五十 技能 鹰眼 强射 就这 许峰如果运气好点 出了暴击 一箭就结束战斗了 不过许峰装出了严肃的样子 问道 我要是无伤把他击败呢 导师痴笑一声 这是我最得意的徒弟 你想太多了 许峰认真地说道 既然挑战 总得把奖励明确一下 你不会不敢吧 导师知道 许峰在击他 不过导师很自信 说道 你要是无伤打赢 我不光摆给你呼吸法 我再给你二十枚金币 一言为定 许峰咧嘴一笑 行 走吧 去演舞台 导师把许峰 还有攻守胡剑秀 领到了一个 大概三百平左右的比武台上三人站定之后 胡剑秀问声问气地问道 现在能开始吗 许峰点头 可以 您与胡剑秀的切磋开始了 两人都是攻守 射程一致 战斗刚一开始 许峰和胡剑秀都往前冲了几步 彼此都进入了对方的射程 许峰抬手一剑 没有着急 用出破天一剑 而是侧身闪躲 他说骚话的时候 很嚣张 但打起来的时候 他可不会蠢到 小瞧自己的对手 无伤绝对不能瘫刀 剑法不错 导师在旁边 看着许峰这一剑 露出了些许意外的神情 描得很准 这么短的时间内 许峰显然已经摸清了胡剑秀的步伐 不过胡剑秀操作也不错 他预判到了许峰的箭矢落点 向旁边闪躲 避开了这一剑 同时 胡剑秀拉弓射箭 动作干脆利落 向着许峰射出一剑 强射 这一剑 速度很快 角度也十分刁钻 许峰盯着这只剑 刹那之间 许峰感觉这只剑的速度 慢了很多 许峰向左侧身 用极小的动作 避开了这一剑 强射的箭矢贴着许峰的皮甲 擦了过去 导师猛地揪掉了自己的一根胡子 胡剑秀也看傻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么快的剑 留给许峰反应的时间极短 IQ-Epsilon G-Epsilon TV Oh Mu 导师觉得许峰躲不开这一剑 就算许峰能躲开 应该也会比较狼狈才对 然而 许峰躲得无比轻松自在 这一剑 许峰看穿了 其实许峰自己也有点意外 无声呼吸法加持下 他的反应和身体协调度 一直在提升 但像是这样 仿佛是进入子弹时间的感觉 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过许峰很快就想清楚了 练攻防 静心凝神 认真呼吸的时候 无声呼吸法 给他带来了惊人的提升 想通之后 许峰迅速张弓搭剑 他对自己精神的控制力 也变强了 胡剑秀还在惊讶之中 没有回过神来 许峰却已经冷静地 控制住了自己的注意力 反手一剑 金光乍起 破天一剑 这一剑 比强射要快 胡剑秀回过神来 面露凝重的神情 他站在原地 没有躲闪 反而是拉开了长弓 反手一剑 射向许峰 导师赞许地看了一眼 他的徒弟 躲不开的攻击 就不要浪费精力去躲 反击 是最佳选择 他的徒弟也不弱 吃一剑 也没什么大问题 战斗还长 金光 砸在胡剑秀的身上 -8249 胡剑秀的血条 瞬间空了80%以上 卧槽 导师差点把自己的 一把胡子给揪下来 8000多 什么鬼伤害 胡剑秀也被打傻了 他还惦记着 跟许峰多打一回 结果许峰一剑 差点结束这场切磋 趁着胡剑秀愣神的时候 许峰轻巧地 躲开了胡剑文的攻击 同时 许峰一抬手 射出一只普通的剑式 胡剑秀反应很快 迅速躲闪 许峰这一剑 再次落空 不过许峰并不意外 攻手之间单挑 双方都不摊刀的情况下 打中对方的难度 是比较高的 许峰呼吸平稳 继续盯着胡剑秀的脚步看 找到他的移动节奏 然后骗他的走位才行 所有人都有战斗习惯 只要摸清楚 对方的战斗习惯 即便是攻手之间单挑 许峰觉得他的命中率 应该也不会低 试探了七剑之后 许峰的眼中 闪过了一抹金光 他看穿了胡剑秀的移动方式 So 这一剑 许峰先描向了胡剑秀的右侧 但在出手的时候 许峰偏了三分 胡剑秀盯着许峰的动作 本能地向左躲闪 可见飞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了不对 被骗了 当他在想变方向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一剑命中 负一万两千零五十三 切磋结束 圣者 月落西沉 这 导师在旁边 张着大嘴 一脸震惊地看着许峰 刚刚一剑射出的时候 许峰就已经在收工了 此时 许峰已经把弓备好 导师眼中的震惊 加深了几分 这小子 这一剑飞出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必中了 碾压呀 胡剑秀过了几秒 才回过神来 他的装备有问题 不公平 他没想到 自己就这么输了 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 许峰像是看白痴一样的 看着胡剑秀 你两剑一样打得死我 有什么不公平的 还是说 你们原本以为 你两剑就能打死我 我十剑才能打死你 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觉得能赢 就不谈公平 现在输了 喊着不公平了 许峰语气激烈 丝毫没有给导师面子 这种人 许峰绝不惯着 胡剑秀被说得面红耳赤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导师皱眉说道 剑秀 道歉 师傅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觉得你有胜算吗 胡剑秀沉默了 他回想起了 面对许峰那一剑的感觉 那种被看穿之后 被对方玩弄到死的压迫感 打不过 胡剑秀想到许峰那一剑 甚至嘴硬不起来 差距太大了 许峰看向了导师 算了 咱们这关系 到什么欠 多给十枚金币就行了 导师面露怒意 使你老了 他一想到自己输给许峰的 二十枚金币 就心疼得要死 还想多要十枚 他恨不能一头 撞在许峰的脑袋上 跟许峰一起玩球算了 许峰也不在意 隐藏任务什么的 也行 或者是给个特别的技能 没有 拿上老子的二十枚金币 还有这本呼吸法 滚 导师美好气的 扔给了许峰一个钱袋子 还有一本书 走 是 师傅 导师一句话 都不想跟许峰 多说这么多年了 许峰是第一个 从导师手里赚钱的 给完东西 导师带着他的徒弟离开 许峰挥了挥手 回来看你们呢 师徒两个 同时一个裂解 加快了步伐 跟要躲栽似的 许峰颠了颠手里的钱袋 打开看了一眼 刚好 二十枚金币 收好钱之后 许峰看向了那本呼吸法 气银呼吸法 先及 一层 提升1%的暴击率 提升1% 5%的攻击力 这个呼吸法 一共有30层 一共可以提升 30%的暴击率 还有45%的攻击力 很强啊 这个呼吸法 在先及的呼吸法里 也算是极品了 提升的效果很强 最起码 也值上万枚金币 要不然卖了 正点金币 一万枚金币啊 这本呼吸法 归许峰之后 许峰是真的 有点舍不得消耗掉它了 妈的 实力比钱重要多了 有实力 还怕没钱 轩辕长弓 无声呼吸法 一个比一个吃钱多 许峰咬咬牙 闭上眼睛 气银呼吸法 这本书上 亮起点点光泽 像是夜晚的萤火虫一样 飞向许峰的眉间 IQ-Epsilon G-Excellent TV O-MU 一瞬间 许峰感觉自己的身体 发生了一些轻微的改变 无声呼吸法 变得更完整了 呼吸起来 比之前舒服了一些 一股力量 充赢着许峰的身体 您的无声呼吸法 发生了变化 许峰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无声 三层 可成长 提升15%的攻击力 每秒增加30点蓝量回复 提升15%的暴击伤害 提升30%的暴击率 提升这么大 许峰都有些意外 攻击力的加成 直接翻倍了 到了100层之后 攻击力的提升 从原本的300% 提升到了500% 暴击伤害也一样 还直接增加了30%的暴击率 叠加下来 许峰的暴击率 已经高达43% 鸟枪换炮 配合上许峰的超高暴击伤害 实战输出相当恐怖 这些属性的提升 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 无声呼吸法 依然有 可成长 这个提示 这依然不是无声呼吸法的上限 还算市值 看着无声呼吸法的属性 许峰心疼的感觉 稍微减轻了些 许峰买了两枚强化宝石 去了探武器店 强化武器 好嘞 20级的武器 强化的价格更高了 强化第二次的时候 直接需要一枚金币 许峰忍着肉疼 花了七枚金币 重置了553次 轩辕长弓 强化到了加四 强化四至六次的时候 提升的攻击力 变成了10% 轩辕长弓的强化属性 提升了75点的攻击力 强化结束 许峰把轩辕长弓握在手里 看了一眼属性面板 攻击力 3179 这个数字相当恐怖 30级的弓手 能达到这个面板攻击力 都能算是一流的输出了 而许峰 现在才20级 得抓紧升到50级啊 许峰感慨了一声 50级之后 装备强化的次数 才能不受限制 到那个时候 薛元长弓的攻击力 会有一个大的飞跃 强化完成之后 许峰前往官府 准备完成试炼 建安城 已经没有能提升实力的东西了 在路上 许峰看了看论坛 100级的区域工会副本 已经开打了 副本的具体内容 没人知道 参与这种副本的工会 一般不会直播 免得竞争对手找到攻略 不过各个工会 都有些小道消息传出来 加百列工会 现在好像占据优势 快要打完第一个区域了 感觉也是加百列工会 更强一点 他们的顶尖高手 真的挺多的 鹦鹉工会 好像也挺顺利的 这些消息 有真有假 看着论坛 许峰到了官府 找到了平康大城的传送官 我要接受试炼 好的 许峰被传送到了 另外一个空间 面前有一只 一盏四米多的鹰笋 平康城附近 开始出现飞行怪物了 不少弓手 都不太擅长打飞行怪物 他们飞得太快 瞄准的难度太高 但许峰不慌 进了试炼空间 许峰举弓瞄准 鹰笋下扑的时候 许峰干脆利落地松手 破天一箭飞出 飞行怪物扑杀的时候 动作最快 但左右移动的幅度 也变小了些 一箭命中 -9037 您已完成试炼 传送官把许峰传送进去 刚准备坐下 他就看到了一道光芒闪过 许峰被传送到了他的面前 啊 打完了 这么快 传送官再三确认了战斗结果 没有问题 许峰确实完成了试炼 你可以随时前往平康大城了 完成试炼之后 许峰想了想 给沈婉秋发了条消息 有隐藏任务 需要我帮着做吗 沈婉秋过了一小会 才回消息 没有呀 许峰 下次回消息快点 沈婉秋 哦 知道了 许峰 那我先去平康城了 你们也抓紧升级 许峰 该买装备就买 用完可以扔给骨盒金他们 他们队里也有法师 沈婉秋 好 跟小警理聊了几句 许峰选择传送进了平康大城 平康大城的面积 大概是建安城的两倍 还要多一些 城里的建筑 也高大了一些 巡逻的士兵 身上的装备 都带着金色光芒 看上去明显比建安城的士兵 厉害不少 许峰打开地图 看了一眼 城北多了一个军营 城南多了一个标局 20级的玩家 每天可以在军营街 20次猎杀悬赏 获得经验 去标局能压标 成功运送货物之后 能挣些酬劳 许峰都没去 这两个日常的奖励 都很有限 装备好的玩家 都懒得花时间去做这个 许峰先看了看等级榜单 20级到30级的速升纪录 由战力工会的维尔奇保持 41小时16分22秒 20级到30级的升级难度 明显提升了不少 我争取10小时内吧 许峰定好目标 准备去找20级的攻守导师 20级的技能 还是值得学一下的 刚走两步 有人拦住了许峰 对许峰说道 你好 对方说的是英文 不过游戏内的语言 会直接翻译 许峰看到了这个人的工会 战力工会 别挡落 许峰十分嚣张 根本没跟对方聊的意思 我们出400枚金币 希望你不要破掉 20级到30级的记录 当然 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工会 1000枚金币 战力工会一开始的预算 其实没有这么多 他们虽然担心 许峰破掉他们的记录 但又觉得不太现实 直到这个人 看到了许峰身上的 三件白金装备 太好了 这身装备 足以支撑许峰 挑战他们的记录了 许峰立马给余又威发了消息 有人400枚金币 买我标破20级到30级的速生记录 定 正在打区域工会副本的余又威 收到了许峰的消息 他微微皱眉 对许峰这个时候发来消息 有些不满 不过 他还是看了许峰的消息 看完之后 他冷笑了一声 这个狗男人 又想要好处是吧 余又威 随你 许峰 我能收这笔钱 余又威 反正西榜最起码 也得把十级到一百级的榜单 全部换成你的名字 他是一分钱都不会给的 回完消息 余又威心里莫名的有些爽 想到许峰想挣外快 又拿不到的样子 他居然还有点开心 许峰 咱们打得过战力工会吗 余又威 四六开 清语格六 许峰 那他们应该不会为了400枚金币开战吧 余又威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许峰 我想收钱不办事 余又威呼吸都停了一瞬 他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工会成员 不行 余又威果断拒绝 许峰 他们想挖你的人 我这是在替你报复他们 余又威 余又威被气笑了 我还得谢谢你 许峰 咱们两个客气什么 只要这笔钱 你不收走就行 余又威 我警告你 别在外面丢人 余又威 你要真那么缺钱 我借给你点 要是许峰能坑到40万枚金币 那他就跟许峰一起干一条 400枚金币 说出去 他都觉得丢人 许峰 那你先借我个1000枚金币吧 我肯定还 余又威直接不搭理他了 这个狗男人 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许峰跟余又威聊完 看向了面前的人 说道 没兴趣 战力工会的人 表情冷了几分 平康城外很危险的 我劝你还是答应下来 平康城外 已经可以PK了 而且这个世界 没有等级保护 100级的玩家 都能来平康城外 堵着人杀 许峰如果不答应 战力工会 可不会轻易地 放弃这个记录 说完这句话 战力工会的人 以为许峰会所 毕竟是一个20级的玩家 面对一整个工会的威胁 肯定害怕 然而 许峰仰着头 上前两步 十分嚣张地说道 老子马上就去 干碎你们的记录 你们敢碰老子一次 老子以后盯着 你们的人杀 战力工会的人都傻了 啊 他们不是来威胁 别人的坏人吗 怎么他们被威胁了 而且 许峰还要见一个杀一个 战力工会 作为世界顶尖的工会 还是第一次被这样威胁 许峰说完 转身离开 出发去找导师 愣在原地的战力工会的人 赶紧向战力工会的会长 汇报了情况 战力工会的会长 叫 约尔顿 是个一百级的法师 他也在工会副本里 看到手下的汇报 他有些不爽 一个二十级的玩家 这么嚣张 不过 约尔顿是个多疑的性格 许峰表现得这么嚣张 他总觉得 许峰好像来头不小 先看看他的升级速度 不急 等到他真的要破纪录的时候再说吧 现在 许峰的升级速度 还没确定 确实不急着动手 而且盯着许峰的 估计不止他们一家工会 如果许峰继续破掉 二十级到三十级的速生记录 后面所有保持着记录的工会 都会盯着许峰的 他们不急 许峰并没有在意 战力工会的人 反正解决方案已经定好了 对方要是真的动手 他是真要跟战力工会死磕的 很快 许峰到了官府 找到了二十级的工手导师 你就是坑了老孙钱的那小子 二十级的工手导师 见到许峰之后 十分感兴趣地问道 怎么能叫坑呢 是老孙头自己非要给我的 拦都拦不住 许峰已经在导师之间出了名 聊了几句之后 许峰接到了任务 去取三十根烈火鹰的羽毛 交任务之后 他就能获得二十级的工手头衔 御峰工手 许峰接下任务 在工会频道里 喊了一句 有没有平康城的隐藏任务 家我好友 高价烧 反安消息 许峰出门 到了杂货店 这也是二十级的十三级城市里 才有的地方 杂货店里 可以买到生活玩家们 需要的各种材料 还有传送符 使用传送符 引导八秒后 可以回到指定地点 终于不用跑图回城市了 许峰心情很好 买了一组平康大城回城符 一组是二十张 花了一枚金币 买上回城符 许峰看了看工会频道 这次的区域副本有点难啊 听说赫普尔斯工会的人 被杀出来了 会长还在里面 不知道能不能打下来啊 我也想到一百集 妈的 这种活动不能参加 真的眼馋 区域副本还在打 许峰的消息已经被淹了 隐藏任务确实很稀有 没找到隐藏任务 许峰也不气馁 往城北赶去 烈火鹰在北侧的荒石园 经过军营 许峰找悬赏校官 看了看当前的悬赏任务 偶尔这里会刷出 稀有悬赏 给的奖励会非常丰厚 不过许峰的运气 实在是不怎么样 悬赏界面里 只有普通悬赏 要是小警理来 接到特殊悬赏的概率 应该挺高的 许峰在心里想着 顺手翻了翻悬赏界面 其中一个悬赏还不错 低级悬赏 收集20块烈火鹰的骨头 奖励少量经验 经验不多 但顺手就做了 还不错 接上悬赏 许峰准备离开 刚走了几步 叮 许峰忽然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大佬 我们有个隐藏任务 但情况有点麻烦 你有兴趣听听吗 对方不是清语阁的人 我直接开摆 工会的人 许峰没想到 会有其他工会的人 带着隐藏任务来找他 他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一夜起 妻子赶紧发来消息 大佬你好 大佬 打完任务 能不能留个好友位 许峰 好说 许峰 隐藏任务呢 发个链接我看看 一夜起七次 好 他发来了一个任务介绍 许峰打开链接 看了一眼 前往黑井框麦 寻找到潜藏在一空间中的通缉刺客 并将其击杀 一夜起七次他们 已经把隐藏任务前面的几个小任务给做掉了 击杀通缉刺客 语毒 是最后一环 任务奖励 让许峰有些惊喜 奖励一个二世纪的黄金宝箱 还有一本黄金钻石品质的随机技能书 职业技能之外的技能书 相当少见 钻石级的极品技能书 妥妥地卖到1500枚金币以上 许峰回道 这个boss很厉害吗 一夜起七次 挺难打的 主要是 他会盯着输出杀 一夜起七次 不过主要问题 还不是他 许峰明白了 有人盯着你们杀 一夜起七次有些吃惊 你怎么知道的 许峰 boss不难打 那就只能是有人干扰 一夜起七次非常佩服 大佬就是大佬 一猜就中 我们被一对拾荒者盯上了 一夜起七次 他们里面有个人操作很牛逼 而且武器很好 盯着我们杀了两次了 他给许峰发来了一段录像视频里 一共出现了9个拾荒者 都是29级的刺客 带头的拾荒者 叫一奥 奈我和 装备确实很好 应该是25级的白金敌手 伤害非常高 一夜起七次队伍里的防战 被四刀就切死了 奶爸甚至没来得及给奶 许峰看完 回了他们消息 你们工会的人呢 这随便来个四十级的号 护送他们进一空间就行了 一夜起七次有些羡慕 你是大佬 工会拿你当宝贝 我们 没人管的 一夜起七次 这样 大佬 你找两个人 护着咱们进一空间 队里的位置给你一个 他想让许峰 找两个级别 比较高的玩家过来 护着他们 进一空间就行了 许峰却又开始整活了 他回道 你们不想报仇吗 一夜起七次 啊 许峰 找两个高级玩家 过来不难 但杀你们的拾荒者 肯定就跑了 许峰 你们想杀他们两次吗 一夜起七次有些迟疑 怎么杀 许峰 我帮你们杀 一夜起七次惊呆了 一个二十级的玩家 还是个脆皮弓手 要杀九个二十九级的刺客 他们只想稀释宁人 做完任务就算了 人家在想着宰人 狂 嚣张 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许峰 一夜起七次肯定以为 对方是在逗他 大佬 行吗 许峰回道 一颗人头 二十枚银币 人死付钱 干不干 把九个刺客全杀了 许峰能拿一 八枚金币 顺手挣的钱 很香 一夜起七次有点心疼 但被盯着杀两次 他也有火气 行 大佬 我信你 搞 许峰被拉进了队伍里 大佬真的来了 走走走 干死那帮拾荒者 真的行吗 你要不然 还是找两个高级玩家过来吧 队里的法师 听涛依旧 觉得许峰不行 弓手是脆皮 肯定是被最先盯着杀的 把之前的弓手 换成许峰 他们就能打得过九个刺客 怎么可能 听涛依旧只觉得 许峰的名气不小 操作 也就那样吧 许峰随意地说道 你要怕就躲旁边 我自己来就行 其他人要是怕 也不用过来 听涛依旧 九个刺客 你一个攻守跟他们单挑 真觉得自己无敌了吗 一夜起七次 听涛 说话注意点 听涛依旧不说话了 一夜起七次 大佬 不好意思 他跟队里的攻守是朋友 也被杀得心态崩了 许峰也懒得多说 去不去 一夜起七次 去 许峰转身 向城南走去 职业任务和悬赏任务 都在等等吧 黑井矿迈在城南 正好 许峰在路上 找到了武器店 店里卖的武器装备 都变成了20级到30级的 许峰进店的时候 有两个新手 在买20级的基础武器 他们看了一眼 许峰手里的白金武器 十分羡慕 许峰买上了 2000支20级的硕金箭矢 20级的箭矢 能提升20点攻击力 并且 还能小幅地提升 弓箭飞行速度 价格也更高了 一支硕金箭矢 需要10枚铜币 许峰这2000支箭矢 花了两枚金币 现在许峰 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穷了 买完箭矢 背包里 还有282枚金币 东西备妥 许峰在城南 跟一夜起 七次他们会合 前往黑井矿迈 黑井矿迈是25级的地图 离平康大城有点远 跑了40分钟 许峰终于踏上了一处 周围满是碎石的矿山 您已进入黑井矿迈 当前地图对您来说很危险 请您小心 许峰带队 沿着其中一条山路往上走 很快 许峰看到了机队玩家 正在打25级的 癫狂踩石弓 见到许峰他们 机队人都很警惕 许峰看不上这些25级的普通怪 他的输出 都能去刷30级的精英了 走了大概15分钟 一夜起七次警惕了起来 大佬 他们就在这附近守着 要小心点了 奶爸点点头 我们之前在这里被杀过一次 听涛依旧盯着许峰 眼神里带着点不爽 等会看你怎么死 他在心里暗自想着 许峰的眼神也认真了起来 听起了周围的动静 缓慢前进 而此时 远处高点 有一个隐身的刺客 看到了许峰他们这一对人 老大 他们又来了 准备动手 两对刺客 一共十个人 开着隐身 朝着许峰他们 这个方向 摸了过来 他们也很小心 不到一分钟 他们已经看到了许峰 咦 老大 他们的攻守换人了 卧槽 是月落西沉 白金装备 三件 清语格的人来了 老大 还搞吗 几个刺客有些犹豫了 清语格 他们惹不起 也懊奈我和说道 搞啊 一件白金装备 最起码也值三枚金币 等会让老四弄死他 爆两件装备 肥羊啊 咱们这些人 还怕清语格吗 大不了跑呗 拾荒者没有工会 经常在野外藏着 杀 被叫做老四的刺客 游戏名称是四月初四 他有个被动技能 妙手空空 他击杀的敌人 掉落率会变成200% 普通玩家击杀目标之后 一般是爆一件装备 红明玩家死亡后 掉落的装备会多一些 老四击杀的目标 最少掉两件装备 决定要弄死许峰之后 十个刺客再次分散 朝着许峰这边摸了过来 他们离许峰越来越近 月色沉沉 此时是夜里三点多 许峰的周围很安静 只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技能声音 还有脚步声队里 听涛依旧直接开摆了 就跟着许峰 另外三个人则专心地听着声音 忽然 许峰举起长弓 瞄准向了旁边的一个高坡上 队里另外几个人 面具下的表情都是一脸错愕 许峰的动作太快了 而且什么招呼都没打 搜 箭矢飞出 一个隐身的刺客 看着向他飞来的箭矢 脸色大变 草 狗耳朵骂 他暗自骂了一句 赶紧想躲 然而 这一剑的角度实在是太刁钻了 负2788 25级的刺客 防御比攻守稍高 但也就400点左右 伤害数字跳出来 一具尸种 缓缓从坡上坠了下来 同时 他还掉了两件装备出来 这两队人杀了一夜起七次 他们两回 已经鸿鸣了 击杀鸿鸣玩家 许峰不会增长杀戮值的 而且 对方掉的装备很多 二十枚银币了呀 许峰捡起装备 提醒了一句 四个队友 目瞪口呆 余下的九个刺客 也傻了眼 卧槽 一共13个人 在心里默契地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大老牛逼 这是怎么听到的 卧槽 还好我落下来了 队里的四个人 除了听涛依旧之外 都无比爽快 他们被杀了两次 但是连一个拾荒者都没杀过 对方下手 实在是太快了 许峰这一个击杀 实在是太解气了 走吧 许峰捡完装备 带队继续前进 这些刺客 只是顺手挣的外快 隐藏任务给的技能书 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刺客要是来 许峰就杀 如果不来 那就算了 少挣点钱而已 好 跟紧大佬 一队人 刚走两步 许峰的眼中 寒光一闪 再次举起长弓 向斜后方射出一箭 WWW B-X-GET-N-O-M 同时 许峰立刻转身 弓弦之上 金光乍现 瞄准了右前方的空地 两箭飞出 -14073 -9215 许峰的射击技巧 跟胡剑秀打完之后 明显精进了很多 这两箭的目标 完全在不同的方向 许峰的两箭 却几乎没有停滞 而且全部命中 在场的所有人 再次惊呆 什么鬼伤害 臭 这特么是来杀脆皮 还是来杀boss的 三箭白金装备 伤害这么豪横吗 二十级打出破万的伤害 这场面 无论是许峰的队友 还是拾荒者 都是第一次见 他们愣神的时候 许峰动了起来 两个刺客都过来了 周围应该有更多的人到了 许峰集中精神 开始完美呼吸 他周围的一切声音 仿佛都被收到了耳朵里 想要抓住隐身的刺客 不光可以听脚步 还可以听呼吸的 但听呼吸这个技巧 几乎不会有人在实战里用的 对比战斗时的其他声音 呼吸声实在是太轻微了 然而 周围细微的声音 在许峰的感知中 都被放大了 向前两步之后 许峰举起长弓 对准了小道旁边的 一棵枯树旁边 一箭射出 草 这人开了吧 躲在枯树旁边的刺客 吓得一哆嗦 骂了一句 开着隐身 还没动的时候 忽然一只剑就飞过来了 太他妈吓人了 负2883 第四个刺客 被许峰直接送走 谁他妈的是石荒者啊 咱们不是猎手吗 这人太离谱了 拼了 蛇了四个兄弟了 必须弄死他们 这些石荒者也狠了心 剩下的六个石荒者 也不藏自己的脚步了 直接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大佬 小心 往我们这边躲 护着大佬 一夜起七次 走到了许峰的旁边 准备替许峰挡刀 另外两个队友 也冲了过来 连奶爸也挡在了许峰的面前 能挡一刀也行啊 平靠依旧 则故意慢了一点 放了个口子出来 不过现在 也没人管他 六个刺客一起冲了过来 脚步很乱 而且 他们都是从不同方向来的 许峰眼神冰冷 盯着四周 拉开弓弦 嗖 最先进入许峰射程的人 被许峰一箭击杀 同时 许峰再次拉开弓弦 瞄准后方 嗖 又是一箭 两个刺客 被迅速击杀 也傲奈我和看着队友倒下 心底越来越凉 这一遍也太冷静了 而且 这准度也太离谱了 打隐身的目标 能见无虚法 也傲奈我和 原本对自己的操作很自信 但此时此刻 他真被许峰打猛了 这特么是论坛上说的准一线 准他老了 老大 要不然跑吧 也傲奈我和都被打猛了 另外几个拾荒者 就更害怕了 不把他弄死 谁都跑不了 冲 也傲奈我和的判断很准确 就许峰这准度 他们敢转身逃跑 就是给许峰当活靶子 要么许峰死 要么他们死 剩下的刺客们 发了风般的狂奔 许峰眼神凌厉 台壁射击 动作不停 弓弦声音蒸蒸 四个刺客 眨眼又被许峰射杀两个 只剩爷傲奈我和 还有老四活着了 他们两个人 默契地选择了许峰南边 一起进攻 许峰的其他三个方向 都被人护住了 他们过去 也杀不了许峰 但听涛依旧故意放慢动作 留了口子出来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一夜起七次也发现了 他怒声大吼 听涛 过来 许峰一死 他们谁都跑不了 听涛这种时候 故意使坏 一夜起七次 是真的恼火 然而 听涛依旧动作 还是很慢 他看着许峰的天秀操作 有种莫名的嫉妒 凭什么秀的人是许峰 他现在就想让许峰死 骂的 瞎了眼了 他也太不靠谱了 另外两个队友 也急眼了 别慌 许峰冷静地说了一句 迈不向前 脱离了三个队友的保护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找死 也奥奈我和反应最快 双手握住匕首 化作一道流光 向许峰刺出 流星飞刺 刺客二十级的职业技能 向前闪布一小段距离 刺向敌人 流光直指许峰的腹部 完了 一夜起七次的眼中 流露出了几分绝望 另外两名队友 呼吸都停住了 刺客的流星飞刺 速度太快 非常难躲 而且 也奥奈我和的 伤害很高 这一刀下去 许峰必死 许峰的目光 盯着刺过来的匕首 周围的一切 再次变慢了起来 许峰已经逐渐掌握了 这种技巧 能在自己想要的时候 让自己的反应力爆发出来 电光火石之间 流光滑过许峰的身体 也奥奈我和冷笑一声 回头看去 想要看看许峰倒下的样子 还有跳出来的伤害数字 然而 回身的一瞬间 也奥奈我和眼睛瞪大 像是见了鬼一般 无比震惊 许峰没死 他凭举长弓 已经拉满弓弦 箭在弦上 寒光灵灵 他的头上 也没有跳出伤害数字 这一刀 打空吗 也奥奈我和难以置信 怎么会空 凭反应朵流星飞刺 问 也奥奈我和还没想清楚 许峰这一剑 已经定在了他的眉心 负2681 扑通 也奥奈我和倒地死亡 小心 是十个人 一夜起 七次大喊了一声 心里凉了半截 他们算错人数了 之前视频里是九个人 现在已经死了九个刺客 但还有一个刺客 他在许峰背后的视野盲区里 死 又是一道流光 刺向了许峰的腰子 许峰没有回头 却像是知道了对方的动作一般 侧身翻滚 流光闪过 再次刺空 连续两次 凭反应 躲流星飞刺 草 老四傻眼了 捏码的开了吧 他同样没有时间多想 许峰半蹲着 横向持弓 反手一剑 钉在了老四的脑门上 两剑装备爆了出来 战斗结束 老大 这个逼开了 绝对开了 这么远的距离 他也听得到 肯定有问题 草了 我直接掉了两级 亏死了 十个刺客 直接回了城 凑在一起 骂骂咧咧了起来 也傲奈我和听着他们骂了一回 说道 这游戏没挂 是的 没挂 所有的拾荒者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都知道 这个游戏不可能有挂的 但许峰的操作 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以后 见了他绕着走吧 太吓人了 跟他打一架 我能少十年命 我也被吓到了 我他们隐身待着没动 一键定我当了 跟玩恐怖游戏似的 许峰杀完最后一个刺客 收起了弓 一夜起 七次赶紧跑了过来 挡在了许峰的旁边大佬 别大意 说不定还有人的 许峰摇头 没了 啊 呼吸声和脚步声都没了 四个人都有点猛逼 过了两秒 一夜起 七次问道 大佬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的位置的 许峰一边捡装备 一边说道 听得 很轻松就能听到 你们没听见吗 四个人 轻松骂 他们当时也确实听到了一些声音 主要是脚步声 还有微弱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 但这些声音混在一起 他们别说辨别方向了 甚至听不出有几个人 大佬在乱杀 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卧槽 大佬好猛 卧槽 人好多 卧槽 这就死了个人 卧槽 好了 这些装备 我就不跟你们分了 许峰也没跟他们客气 人都是许峰仔的 这些装备 当然也全归许峰 十个刺客 一共二十一件装备 全部都是黄金装备 能卖个十枚金币左右吧 二十极以上的黄金装备 不怎么值钱 反而还不如十极的黄金装备贵 可惜 也拗奥奈我和手里 那把白金笔手 没有爆出来 这把匕首是值钱的 卖给大工会 也许能卖到十枚金币 甚至更多 没问题 一夜起 七次连忙说道 许峰点点头 说道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啊 一夜起七次 还没回过神来 许峰忽然退了队 随后 许峰弯弓搭剑 对准听涛依旧 一箭射出 我日 听涛依旧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被许峰宰了 他抱了一箭布甲出来 许峰把装备捡起来 淡淡地说道 把他踢了 拉我进组 我再叫个人过来 另外三个人 有些震惊 说实话 他们不觉得 许峰做得过分 听涛依旧说话难听 许峰已经没有跟他计较了 但刚刚 听涛依旧明显 是想把许峰害死的 许峰动手 合情合理 但许峰下手太快了 而且毫无征兆 杀法果断 他们还是被惊到了 过了三秒 一夜起 七次把许峰拉进了队里 听涛依旧已经被踢出去了 许峰在工会里发了条消息 二世纪到三世纪的隐藏任务 缺一个人领奖励 五枚金币禁足 同时 他把任务链接 发到了工会里 不到三秒 一夜起 七次收到了十几条入队申请 大佬 让谁进啊 都行 选个 你顺眼的就可以了 一夜起 七次同意了一个叫 风起喧嚣的法式禁足 风起喧嚣 在队伍频道里发消息 大佬稍等 我就在附近 马上赶过去 许峰在工会频道发了消息 人满 下次有机会再组 发完之后 许峰在旁边给神晚秋发消息 逗起了小憨憨 一夜起七次 则跟另外几个队友 小声聊天听涛怎么说 骂娘呢 气得不行 一夜起七次说道 活该 大佬已经很好了 刚刚大佬故意从咱们三个人中间出去 就是为了不让咱们被弄死 把听涛给踢了 以后不带他了 另外两个人都没意见 谈妥之后 奶爸看向许峰 大声问道 大佬 能不能把你刚刚干你几个刺客的视频放到论坛上 放 好嘞 来爸赶紧上传视频 月落西沉大佬最新实战视频 单挑十个二十九级刺客 这波操作你打几分 帖子发出去 瞬间火爆了起来 月落大佬又整活了 他不是才二十级吗 单挑十个二十九级刺客 标题挡吧 这种标题取出来 羞辱人的智商是吧 我也是攻手 操作还行 我觉得攻手单挑三个以上的刺客 胜算都是零 帖子刚一发出来 热度很高 不过回复的人 基本上都是没看视频的 他们不信 不信有二十级的攻手 能单挑十个二十九级的刺客 视频很短 只有十五秒 当人们看完视频之后 帖子底下的回复 瞬间不一样了 卧槽 这特么什么听力 静止不动的刺客 也能找出来 这闪身 这身法 卧槽 短短十五秒的视频 全是让人震惊的操作 听脚步还算正常 准一线高手 都行 听呼吸过分了吧 敌裤都给对面看穿了 这两个闪身给我看妈了 我拉回去看了十几遍 太秀了 好他妈帅的闪身 这稳稳的一线水平了吧 我是刺客 已经开始害怕了 余又威还在区域副本里 福花瑶给他发来了消息 老大 月落西尘 又上热铁了 余又威 真的假的 许峰速升到二十级的热铁 刚下去还没几分钟 这就又上热铁了 搞事搞得也太平凡了吧 余又威想了想 还是打开帖子 看了一眼 看完之后 他绝美的脸上 也有些吃惊 这两个闪身很厉害 他忽然想到了 之前跟许峰的赌约 莫名的有些心慌 不会真的被他把榜单给洗了吧 万一他做到了怎么 耐账吧 余又威十分罕见的 在打副本的过程中 走了一小会的神 渣男又上热搜了 你看一眼 周亚男打着精英黄文虎 对沈婉秋说道 沈婉秋打开论坛 看到了跟许峰有关的帖子 看完视频 沈婉秋好看的桃花眼 亮亮的 好厉害啊 何四山也看完了视频 兴奋的说道 他那两个闪身 到底是怎么闪的 我都没看明白 周亚男翻了个白眼 谁知道呢 操作再好 也是渣男 房战妹子赵静兴说道 还有人在为他吵架 周亚男有些好奇 吵什么 他的操作是一线中等 还是一线上等 周亚男十分不讲理的说道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当然是上等 虽然他跟许峰互对的厉害 但外人要是说许峰不行 他还是要跟别人理论一下的 几个人聊着天 何四山砍死了一只精英黄文虎 惊呼一声 爆技能书了 旁边一个刺客 眼疾手快 已经过来要抢了 何四山动作更快 捞起了技能书 毒星 一生职业 黄金 消耗十点蓝量 扔出一片毒物 降低染毒目标5%的双防 并且每秒对目标造成 魔法攻击力X0 7 等魔法伤害 持续10秒 好强 秋秋 你要起飞了 这个技能 虽然只是黄金品质 但效果非常好 不光降低双防 还能造成不低的伤害 沈晚秋有些迟疑 小声说道 要不然卖了吧 他知道技能书很值钱 卖掉的话 他可以换点钱 给奶奶买些新衣服 而且 这是大家一起打出来的 沈晚秋不想自己用了 太占朋友的便宜了 周亚男劝道 卖了太可惜了 何四山也很赞同 对啊 这肯定要给你用的呀 可是 沈晚秋坚持想卖掉 周亚男叹了口气 我懒得跟你说了 说完 周亚男给许峰发了消息 我们弄到了本技能书 晚秋用的 但他要卖了 他把情况说给了许峰 定 沈晚秋还想再说些什么 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许峰 缺钱不能找我要 这么好的技能书 你要卖了 能不能动动脑子 他语气很不好 这本技能书太强了 毒是一生的一个分支 如果能成型的话 输出很强 而且对对付的辅助能力 更是恐怖 这本技能书 独一花钱都买不到 憨憨居然要把它卖了 沈晚秋被骂了两句 委屈地回道 可是 许峰 没有可是 你想卖也行 卖给我 三百没金币行不 都几把朋友 不会不卖我吧 许峰 卖完了我再送给你 你不要 我就随便送给路人 沈晚秋 你别 我 我不卖了 许峰 学完赶紧升级 我有事要忙 聊完之后 沈晚秋接过技能书 默默地学了 周亚男感慨道 渣男 真好使 和四山感慨道 我怎么忽然感觉 他们两个挺般配的呢 学完技能之后 沈晚秋参与了战斗 他的魔法攻击力不算高 只有395点 读在精英黄文虎身上 完全不掉血 不过减双防很有用 他们的升级速度 肉眼可见的快了些十分钟之后 他们四个陆续升到了18级 按这个速度 中午他们真有可能全员20级 而此时 许峰也终于等到了风起喧嚣 见到许峰之后 风起喧嚣赶紧走过来 激动地说道 大佬 我是你粉丝啊 许峰说道 赶紧禁足 等了你十多分钟吗 不好意思 组上人之后 一队人走到了一空间的入口 一夜起七次拿出了一张符纸 泛起阵阵空间波动 问 一个圆形的空间通道 忽然出现 几个人踏进了空间通道 到了一片很大的荒野上 周围没有动静 Boss看起来也不在 小心 一夜起七次的表情紧张了起来 虽然Boss只有25级 但他们要是大意的话 还是很容易翻车的 许峰四周看了看 忽然说道 在后面 撤 风起喧嚣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另外三个队友 立刻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咻 几根如同刀锋般的羽毛 凭空出现 风起喧嚣被直接定中 负1257 他的血条清空 扑通跪倒 死了 羽毒攻击之后 也从隐身状态中出现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羽毒 Boss 等级 25级 生命 35000 攻击力 1600 防御 1500 魔法防御 1300 技能 羽刃 石骨之毒 卧槽 这也太猛了 感觉要灭队啊 大佬 不行你们 赶紧撤吧 别掉急啊 变成尸种的风起喧嚣 看完羽毒的属性之后 有些后悔过来了 羽毒的属性 不是算离谱 25级Boss的常规水平 但 石骨之毒 这个技能太强了 石骨之毒 被羽刃命中的敌人 会持续受到 每秒300点的真实伤害 持续15秒 并降低30%的治疗效果 队里 只有一个26级的盾战 这怎么打 许峰冷静地后撤两步 同时 许峰迅速地交代道 躲远点 保护好奶爸 万一你们被杀了 别急着复活起来 一夜起七次 他们对许峰无比信任 赶紧躲到一旁 许峰举起长弓 瞄准了羽毒 羽毒的仇恨 在奶爸的身上 他迈不向奶爸冲去 速度很快 这是许峰对付过的 所有敌人里 一速最快的一个 许峰一箭射出 羽毒对许峰十分不懈 他不闪不躲 用最快的速度 向前急奔 跑得够快 攻守的命中率 就会大幅下降 问 羽毒的念头还没落下 忽然膝盖一痛 他低头看去 箭矢定穿了 他的左腿膝盖 箭尾翁鸣 不停颤动 打中了 一个金色的伤害数字 跳了出来 -8709 失种状态的风起喧嚣 眼睛差点瞪出来 他妈的八千多 风起喧嚣 还没看论坛的视频 他对许峰的伤害 一无所知 之前他只知道 许峰的装备很好 应该比25级的主流玩家 还要更强一些 这特么是强了一点 普通的25级攻守 别说打boss了 打普通的25级精英怪 能打出破千伤害的 都很少 羽毒的仇恨 被许峰吸引了过来 他迈开步子 转头要来杀许峰 旁观的三个人 还有一个失种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羽毒的速度 比一般的25级boss要快 还有个短距离的远程攻击 远比许峰杀的刺客们 要难对付 谁也不知道 许峰到底能不能打得过 呼吸之间 羽毒跟许峰之间的距离 迅速拉短 许峰攻闲之上 金光乍现 破天一箭 呼啸而出 羽毒被许峰一箭打痛了 不敢再硬吃许峰的攻击 侧身想躲 然而 破天一箭的角度 十分刁钻 羽毒的右肩膀 动作不够力索 被箭矢击中 打出了一个猙獰的伤口 -8073 两箭下去 羽毒的血条 已经空了将近一半 这伤害 能顶一面包车的我 风起喧嚣 被惊到尸神 难难滴雨 吃了两箭 羽毒跟许峰的距离 已经够近了 嗖嗖嗖 刀刃飞出的声音 密集的响起 草 这么多刀 怎么躲 完了 围观的队友们 甚至看不清 有几把刀 朝许峰飞了过去 羽毒下手的角度 也很刁钻 许峰无论是 往哪个方向跑 似乎都会被 其中一把刀击中 许峰的脸色凝重 七把 他数清了刀刃的数量 脑子飞速运转 考虑着躲避的方法 左躲 不行 会被打中 右闪 也会被打中 电光火石之间 许峰没有侧边翻滚 也没有向后躲 他往前迈了一步 七把刀刃 是一次飞出来的 他们之间有空隙 只要躲避 那就必死 但往前一步 就有破解的路子 许峰身体极其灵活的一牛 从两把刀刃之间 躲了过去 旁观的四个队友 无比震惊 刚刚发生了什么 躲了 真的假的 牛逼 好躲 这个身法太牛逼了 羽毒也有短暂的愣神 许峰趁机 原地半蹲着 射出一箭 紧接着 他向后翻滚 看羽毒还是没有动作 又是一箭 -8709 -8709 接连两箭命中 羽毒的血条 只剩下了一个血皮 不到一千点生命值了 此时羽毒才反应过来 再次朝着许峰飞奔来 这次 羽毒明显已经被许峰打怕了 他在许峰旁边 绕着无规则的曲线 缓慢接近 像是这种没有规律的动作 瞄准难度极高 许峰面不改色 他根本没看羽毒的身体 而是一直盯着羽毒的脚 就算羽毒的运动没有规律 连他自己都没想好 要往哪边跑 但脚的动作 永远是快于身体的动作的 许峰的眼神很锐利 他能看清 so 许峰没有任何的迟疑 甚至没有花时间去瞄准 就又射出了一件 羽毒的腹部重剑 腹1691 这一件没有暴击 许峰现在暴击率也就43% 还没办法完全完全发挥出 超高暴击伤害的威力 但也够了 羽毒不甘心地盯着许峰 跪倒在地 一本技能书 爆了出来 风起喧嚣 难难低语 这就打完了 大佬是剑术的职业选手吗 几秒前 他还觉得要团灭 一抛尿都尿不完的时间 羽毒已经被射杀了 一夜起 七次人已经抹了 大佬的鸡操罢了 这种打出一次 他们能吹一辈子的操作 在许峰的手里 真就是鸡操 羽毒已被击杀 请前往平康标局接受奖励 任务提示出现 许峰上前 捡起了掉落的技能书 石骨之毒 传说 消耗30点的蓝量 扔出毒物 使受到伤害的目标中毒 每秒造成魔法攻击力X0 05的真实伤害 持续7秒 冷却时间 10秒 许峰咧嘴一笑 我也有这种运气好的时候啊 传说技能书 放到市面上 现在最起码 能卖到2200美金币以上 而且还是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 只受减免伤害的影响 护盾和防御 都不能挡真实伤害 这本技能书 放到传说集里 也是相当极品了 许峰看向了一页起7次 传说集的技能书 我有用 归我吧 我给你们每个人 补两枚金币 别嫌少 一页起7次 无比认真的说道 大佬 千万别给 对啊 没你我们还要再死一次 任务也完不成 这全都是你自己打的 当然归你 他们都坚决 不要许峰的补偿 许峰骂道 给你们就拿着 我已经占便宜了 给你们点钱 我黑了技能书 心里踏实 说完 许峰依次跟他们交易 每个人都给了两枚金币 一页起7次 看着背包里多的两枚金币 心里很感动 许峰完全可以不给他们钱的 谁能说什么 但许峰给了 一页起7次看向许峰 大声说道 大佬 以后有用的到的地方 随时叫我们 我们才是菜了点 但只要你打架 当炮灰 我们也去 许峰摆了摆手没说话 给沈婉秋把技能书的属性 发了过去 许峰 升的二十级来找我 这本技能书归你了 沈婉秋看完消息 有些害怕的秒回 多少钱呀 许峰 一张照片 或者让我看看你的脸 沈婉秋 我不值那么多钱的 许峰 那你是答应让我看看了 沈婉秋 许峰 给你就拿着 反正你以后也得让我看 沈婉秋 我以后给你钱好不好 许峰 别废话 二十级来来找我 盯着读戏的技能书 有了跟我说 许峰 听到没有 沈婉秋 听到了 你别凶我 跟沈婉秋聊完 许峰也已经到平康大城 有回程符的感觉真好啊 许峰第一次用回程符 省去了跑途的时间 有种下班放学 直接传送回家的感觉 省时省力 从传送点 跑了十七分钟 许峰一行人到了标局 做得不错 语读可是很强的 这是你们的奖励 您获得了技能书 锋利箭矢 黄金 一个宝箱 锋利箭矢 增加一百点破甲 破甲是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不过固定值破甲属性 只在前期比较值钱 后期还得看百分比破甲 许峰拒绝了这个命运 您获得了技能书 苍狼之咬 钻石 一个宝箱 苍狼之咬 刺客 消耗三十点蓝量 对目标造成攻击力X1 7 得物理伤害 并使目标进入流血状态 减速25% 持续5秒 冷却时间 8秒 刺客的技能书 许峰当然不要 拒绝 许峰重置了63次 这个任务的奖励很丰厚 出现钻石级技能书的概率挺高的 不过各种职业的技能书 都掺杂在了一起 最终 许峰还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技能 月影步 钻石 消耗20点蓝量 获得月影之力的加持 提升25%的移速与10%的攻速 持续5分钟 每击杀一名敌人 减少10秒冷却 技能冷却 6分钟 移速对于脆皮职业来说 非常重要 跑得越快 动作越灵活 操作上限就越高 许峰也看不太上钻石级的输出技能 月影步是最优选择 拿上月影步 周围的时间流逝 恢复正常 钻石级技能 大佬 我发财了 我居然也是钻石级的技能 咱们能加入轻语格了吧 妈的 凭什么我这么倒霉 只有白金技能 风起喧嚣 拿到了白金技能 奶爸更惨 是个黄金技能 另外两个队友 都是钻石技能 身上有钻石技能的玩家 去大工会当个普通成员 一般是没问题的 在小工会里 都能当精英成员了 一夜起七次看向许峰 问道 大佬 你们工会还要人吗 许峰说道 要啊 我们去你的工会行吗 我帮你要个联系方式 精英成员更高一级 是 长老 长老才有资格邀请人进入工会 许峰还差一点 他帮一夜起七次 联系了工会的一个长老 青森雨林 我家他好友 看看他的属性和装备吧 大佬你不用管了 青森雨林 对许峰的态度很好 他看了论坛里的视频 对许峰的操作十分佩服 联系好了之后 许峰对一夜起七次说道 会有人考核你们的 进了工会 有什么问题跟我联系 没问题 我就是来跟你的 一夜起七次他们 是可以去别的大工会的 来清雨哥 纯纯的就是为了许峰 许峰笑了笑 行 我先走了 出了标局 许峰开了宝箱 宝箱的白金装备 依然极其稀少 许峰重置了上百次 终于拿到了第二枚 二十级的白金戒指 封眼戒指 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级 力量 加六二 敏捷 加二十五 攻击力 加108 特殊效果 增加5%的暴击率 这枚戒指 刚好完美替代锐利戒指 许峰换上之后 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攻击力已经高达3361点 暴击率从43%涨到了45% 换下来的黄金戒指 许峰邮寄给了和四山 他们已经快要19级了 换上这件装备 也用不了多久 不过 能快一点算一点 许峰又赚了一枚金币回来 背包里的资产 变成了275枚 弄完装备 许峰往北走去 该去荒石园打猎火鹰了 路上 许峰看了看工会频道 会长他们的情况 好像不太乐观 要灭了 听说 有个很变态的boss 防高险后 输出拉了 打不过了 咱们工会确实缺顶尖的输出啊 只有会长是个顶级的法言 90级以上的装备很稀有 高阶装备就更少了 各工会打出来的装备 侧重不同 清宇阁的几个顿战 装备都不错 但输出职业的装备 除了于又威 其他人都很一般 还有人在用80级的武器 许峰跑出城 快要荒石园的时候 于又威他们 退出了工会副本 抱歉 这次攻略失败了 所有参与区域副本的成员 全部奖励50枚金币 从现在开始 清宇阁高价收 90级以上的 先级和地神级装备 于又威在工会频道里 交代了几句 工会频道十分热闹 很多人都在安慰于又威 许峰当然没安慰他 安慰他又没钱拿 定 许峰忽然收到了于又威的消息 你怎么还二十节 到平康城都一个多小时了 他心情明显很不好 许峰也不惯着他 破不破记录是我的事 我破了 是我有本事 破不了我认 许峰 区域副本又不是只有一个 下次再打就行了 找我撒气 于又威看着许峰的消息 沉默了起来 他的确是心情很不好 但他不知道该跟谁说 所有人都在安慰他 但他一点都不开心 翻了翻好友兰 他觉得许峰这个狗东西 反正那么坏 欺负一下 应该也没事 结果他居然被许峰对了 不过被对了两句 他的心情反而好了些 没有之前那么郁闷了 输了就输了 狗东西都输得起 他于又威更输得起 想通之后 他对许峰有了些歉意 于又威回道 需要什么帮助跟我说 缺钱我可以给你点 他管这么如此庞大的工会 操作又好 长得又美 性子很骄傲 道歉他是不会道歉的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用这种很迂回的方式来跟许峰表达歉意 许峰 没需要 我去洗澡了 等会聊 于又威翘脸一黑 他心里的那点歉意 全部消失 洗澡 再 不想聊就直说 居然用这种方式敷衍他 明已进入荒石园 跟于又未聊完 许峰看到了远处的天空上 盘旋着几只身形巨大的鹰 它们的爪子上燃烧着火焰 飞行速度很快 虽然烈火鹰也是二十级的普通怪 但它的属性比金鹰黄文虎还要强 双方四百二十五点 附近有三对二十三级的玩家 在这里升级 有人来了 直接把他弄死吧 就一脆皮 我跟小枫一起上 直接秒了 其中一个刺客 看到了许峰 这三个人是同一个工会的 站下了这个升级点 队长摇头 先看看是哪个工会的 许峰走近一些之后 这几个人 看到了许峰的角色名称 露出了几分吃惊的表情 月落西沉 妈的 还好没动手 四件白金装备 妈的 眼馋死我了 这装备也太好了 带头的队长嫌弃地说道 你看你们这点出血 怕什么 硬气点 话音刚落 许峰看向了这三队人 带头的队长后背一凉 大声说道 月落大佬 需要我们让地方吗 我们走 害怕 JPGE 许峰摇头 我就做个任务 做完就走 大佬您做 我们不跟您抢 许峰咧嘴一笑 你们能抢就抢 抢着玩有意思 啊 在场的人都被许峰弄得有点猛 许峰举起长弓 拉满弓弦 瞄转了其中一只烈火鹰 烈火鹰是主动攻击的野怪 两只烈火鹰已经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许峰开了月影簿 身上有银色的荧光闪烁 搜搜 一箭普通攻击 一箭破天一箭 射向空中 两次攻击之间的衔接 比之前更加流畅 月影簿的攻速加持 也是相当珍贵的属性 提升也很大 负17362 负9690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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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伤害数字跳出来的一瞬间 许峰旁边的卧槽声 此起彼伏 三队人集体惊呆 看向了他们队里的弓手 曹 你们看老子干什么 老子才是正常人 我打三百伤害 很正常好吧 妈的 我说他 怎么让咱们抢怪呢 这逼太损了 天空上的两只烈火鹰 已经死亡 他们满血 也才5000点生命值 许峰一溅下去 他们还得欠许峰一条命 这抢的毛 还抢着有意思 明显是在逗他们玩 太损了 三队人往一起缩了缩 藏在升级点角落里 躲着点吧 许峰刷怪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是真怕许峰刷的兴起 天上又没怪了 把他们当野怪给刷了 许峰自己 站了一大片地方 瞄着天上的烈火鹰 精准地刷着 弓弦铮铮声不断 许峰背包里的任务物品 逐渐多了起来 很快 许峰的月影布 冷却转好了 而他身上还有月影布的效果 能叠加吗 许峰有些好奇 又使用了一次月影布 之前月影布的持续时间 重置成了五分钟 月影布的效果只有一个 不能叠加 许峰也不意外 不到六分钟 军营的悬赏 率先完成 烈火鹰的羽毛 还差四根 旁边三队人 已经蹲了下来 大哥 他什么时候走啊 我好难受啊 大哥 一只怪都摸不到 额霸 土匪 许峰刷得实在是太快了 每个升级点 平均也就十至二十五只怪 许峰来的这个地方 只有十三只怪 他自己一个人 刷着刚刚好 这三队人 一开始 还能摸到几只烈火鹰 不到一分钟 许峰已经把他附近的怪 刷完了 顺手把这三队人附近的烈火鹰也刷了 你们也来我这边刷呀 抢着升级有意思 许峰这样说着 转身回了他那边 队长悲愤地说道 原来 他说抢着有意思 指的是 他抢咱们的怪有意思 刚刚他们只觉得 许峰在逗他们 现在他们才反应过来 这货早就盯上这个升级点所有的怪了 抢着有意思 说是互相抢着怪升级 实际上 就是这个狗东西 要自己洽毒石 两分钟之后 许峰听到任务提示 您获得了烈火鹰的羽毛 三十 三十 终于完成了 许峰收起长弓 说道 兄弟们 我走了呀 三队人瞬间精神了 大佬慢走 有空再来 许峰撕开了一张回程符 传回了平康大城 先找到了导师 收集完了 导师收好所有的羽毛 说道 恭喜你 现在你有新的头衔了 您获得了头衔 御峰攻守 我要学技能 没问题 二十级的攻守职业技能 依然还是有两个 风行 被动 提升10%的移速 烈火箭 消耗30点蓝量 射出一道火焰箭矢 造成 力量X1 6 得物理伤害 并灼烧目标 使目标的治疗效果 减少20% 许峰其实比较缺输出技能 现在 他只有一个破天一剑 不过烈火箭 许峰依然没学太差了 许峰只学了 风行 这个技能 学完技能 许峰看了看导师这里的任务 有时候隐藏任务已经刷出来了 但对方不会提示玩家 导师这里 只有一个最基础的任务 会给30枚银币 还有一些经验 许峰自然懒得做这种普通的任务 转身离开 去了军营 做得不错 悬赏校官夸赞了许峰一句 给了许峰奖励 许峰的经验条 从11 7% 涨到了16 3% 奖励还算丰厚 交完任务之后 许峰同样看了看校官这里的悬赏列表 许峰刚把列表往下拉了一下 忽然看到了一个红色字样的悬赏 普通的悬赏 都是白色的字体 这是一个特殊悬赏 居然让我碰上了 许峰很意外 看了看悬赏的内容 荒石园的深处 有嗜血偷猎者出没 他们之中隐藏了易容盗贼冷千秋 请在击杀不超过三个偷猎者的情况下 击杀冷千秋 悬赏限时一小时 奖励 随机黄金及套装防具两件 黄金道传说及随机技能书一本 悬赏失败惩罚 扣除50枚金币 奖励相当丰厚 不过悬赏本身 完成起来非常困难 偷猎者是特殊野怪 把偷猎者的血量 达到20%以下 对方会投降 玩家可以逮捕偷猎者 带回官府领取赏金 但击杀没有任何的奖励 还会获得一点的杀戮值 怎么判断谁是冷千秋 无可奉告 校官没有提示 接不接 传说级的技能说啊 许峰想了想 说道 我接了 你有看破伪装的技能吗 校官皱眉问道 没有 悬赏校官摇了摇头 那你还是别接了 你完不成这个任务 他们放出这个悬赏 是想找一个有识破伪装的技能的玩家 来完成任务 这种技能很稀有 但确实有 许峰说道 我有办法分辨 校官看了许峰两眼 问道 你看到失败之后的惩罚了吗 看到了 那好 祝你好运 悬赏列表里的特殊悬赏消失 许峰的任务栏里 多了一行红字 请击杀冷千秋 当前剩余时间 59分59秒 旁边几个玩家 忽然怪叫了起来 特殊悬赏呢 怎么没了 我就犹豫一下 谁给接了 吐了 我刚看完任务描述 居然就被别人给接走了 许峰大声说道 谢谢兄弟们刚刚没接啊 我去做任务了 这句话说完 刚刚犹豫着要不要接任务的人 心态更崩溃了 捏麻的 接了任务 悄悄地去做就行了 谁特么要你谢谢啊 你他 妈得一定要小心啊大佬 卧槽 月落西沉 许峰在十级到三十级的玩家之间 名气是真的很大 刚刚想要骂两句的玩家 看到了许峰之后 硬是把骂人的话给憋了回去 许峰咧嘴一笑 搞完别人的心态 转身去做任务了 时间很紧啊 许峰开着月影步 跑到荒石园 都得25分钟 偷猎者分布的范围也很广 这个悬赏的难度 确实很大 许峰出了城门 一路向南 跑了5分钟 许峰回头看了一眼 有两个隐身的刺客在跟着他 他们都是战力工会的人 要盯着许峰的动向 许峰也懒得理他们 对方要是动手 他最多损失一个复活时 再跟他们对杀就行了 一路跑到荒石园 许峰在荒石园的入口 又看到了那三对人 卧槽 大佬你怎么又回来了 大佬 几个人尽量笑着跟许峰说话 但面具下传出来的声音里 明显带着哭腔 许峰说道 接了个悬赏 死 不是刷猎火鹰 哦 那就好 当我回去的时候 你们好像挺舍不得我的 我陪你们刷坏 死 不用了 大佬赶紧去做任务吧 这几个人无比紧张 跟许峰说了几句话 心态都快要被搞崩了 他们真的怕许峰留下来 搞了这几个人的心态之后 许峰继续往荒石园的深处走去 终于 在荒石园的深处 许峰看到了不少爬行的蜥蜴 还有扛着弩箭的偷猎者 任务剩余时间 28分55秒 时间还够 许峰走向了这些偷猎者 咔嚓 偷猎者们对着许峰 举起了手中的弩箭 十分警惕 这些偷猎者的仇恨机制 也很特别 只要玩家不拿出武器 对准这些偷猎者 他们只会戒备 不会主动攻击 许峰背着长弓 走向他们 这些偷猎者 向后退了两步 许峰盯着他们的步伐 这就是许峰判断方式 脸可以伪装 但习惯很难改变 长时间用箭 跟长时间用弩箭的人 走路的重心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能找到 步伐不一样的 那个偷猎者 八成就是冷千秋了 都不是 许峰面前 大概有三十多个偷猎者 步伐都是一样的 许峰向旁边走去 一路上 所有的偷猎者 对许峰都十分的警惕 许峰靠近 他们就后退 剩余时间 二十一分十七秒 许峰找了一会 看到了第一个步伐 不一样的人 他直接弯弓搭箭 一箭射出 Soul 负一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宁击杀了冷千秋的徒弟 顾影墨 提交悬赏时 将会获得更好的奖励 还有徒弟 这完全是隐藏任务 描述之外的情报 不过许峰并不太意外 这种情况很常见 隐藏任务给的信息 经常是不全的 虽然没杀到冷千秋 但方法是可行的 杀了他 上 许峰刚刚鞠躬 引来了几个偷猎者的仇恨 他转身跑了几步 偷猎者的仇恨范围很小 脱离仇恨之后 许峰转身回去 继续寻找了起来 任务剩余时间 十一分五秒 按照之前的方向 许峰看完了所有的偷猎者 其中 有冷千秋的三个徒弟 许峰已经全部杀了 任务奖励 在不断地加吼 但冷千秋还没找到 不会找不到了吧 许峰有点蛋疼 判断的方法他是有的 但要因为时间不够 碰不到冷千秋 那就太没了 回头继续找 虽然时间紧迫 找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但许峰没有放弃 不到最后一秒 就还有机会 任务剩余时间 五分一秒 任务剩余时间 二分三十二秒 时间越来越短 许峰终于找到了 之前没碰到过的偷猎者 不过这三十多个偷猎者里 没有冷千秋 还有一分五十五秒 许峰抓紧时间 去找下一对人 在时间还剩三十七秒的时候 许峰终于又看到了一个 步伐不一样的人 假的偷猎者 许峰立刻举起长弓 然而 这个偷猎者 转身就跑 他看到许峰盯着 他们这些人的脚步看时 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所以他反应很快 so 许峰一箭射出 金光闪过 正中这个人的后心 您击杀了冷千秋 恭喜您完成选赏 任务即时停止 许峰长出一口气 刚刚他真的以为 要赔五十美金币了 偷猎者的仇恨 又被吸引了过来 许峰转身跑开 脱离仇恨之后 撕开回城符 回了平康大城 到了军营 有两个玩家 看到了许峰 那个特殊选赏 就是他接的 这是完成了 他们有些好奇的 看着许峰 那个选赏 他们刚刚看到了 但没胆子见 许峰接走了 能完成吗 许峰走向了选赏校官 说道 任务完成了 校官检查之后 冷峻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赞赏 做得不错 这是你的奖励 您获得了红鹰皮甲 红鹰长靴 燎原剑 钻石 一百点军中声望 五枚金币 许峰有些意外 居然给了军中声望 阵营声望 是个相当重要的隐藏属性 第一个获得阵营声望的 是当初率先冲到 四十级的 加百列工会会长 麦克 最开始 人们并不知道 阵营声望有什么用 直到麦克 接到了一个专属任务 当时 四十级的麦克 拿到了传说级的武器 震惊了无数人 后来 人们才逐渐了解 声望高了之后 可以在相应的阵营中 接到专属任务 现阶段 枫叶股势力中 有四个大阵营 官府 标局 军营 太学 太学是五十级的城市 出现了一个 用来磨练操作的地方 玩家可以在这里 跟其他玩家 或者是太学中的 强者交手获胜之后 可以获得积分 兑换各种奖励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小的阵营 比如赏金协会 刺客联盟之类的 四大阵营 出现专属任务的概率最高 奖励最丰厚 同时 这四个阵营的声望 也是最难得的 这一百点的军营声望 远超传说级的技能书 许峰平复了一下 惊喜的心情 看向了另外几个奖励 二十级的副本里 可以打出三套皮甲套装 红鹰套算是第二强的 两件效果 就能提升6%的暴击率 五件效果 能提升10%的暴击率 还有350点攻击力 最强的是风玉套装 效果比红鹰套要强不少 除了这两件装备 还有技能书 辽元件 消耗60点蓝量 射出一道火石 造成力量X2 四 得物理伤害 并且小范围引起燃烧 被灼烧的敌人 每秒受到30点的真实伤害 持续5秒 冷却时间 5秒 许峰拒绝了这个命运 这次的奖励虽然不错 但许峰肯定要重制出一个更好的 而且 许峰还想多拿一点军中声望 不过很可惜 100点军中声望 还有5枚金币的奖励 是定死的 许峰把自己的目光 盯在了技能书上 必须得是传说级的技能书 而且要够强 最好是强到超模的那种 重制到第135次的时候 许峰看到了一本技能书 猎影剑 传说 消耗80点蓝量 将箭矢的影子分裂成两道 对敌人造成三次攻击 每次攻击造成攻击力X2 1 的物理攻击 技能冷却 5秒 这个技能很不错 许峰甚至想直接把它给拿下 再试一会 许峰想了想 总觉得不是很甘心 不过 放弃这本技能书之后 许峰接连重制了40多次 全是垃圾技能 重制到第48次的时候 一本技能书 出现在了许峰的面前 骤影剑 传说 特殊技能 消耗100点生命 射出一道带有诅咒之力的箭矢 造成 攻击力X3分之1诅咒值 的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 5秒 学习此技能 需要诅咒值达到3点以上 还有这种技能 许峰瞪大了眼睛 他在论坛里 还真没见过 跟诅咒值相关的技能 居然被他给碰上了 现在许峰有15点诅咒值 这个技能 5倍伤害 比现阶段的破天一剑还强 而且 轩辕长弓逐渐成长 骤影剑的威力 也会跟着提升 这个技能非常好 看完技能书 WWW BQXNOM O M 许峰扫了一眼给的装备 御峰皮甲 御峰头戴 二十级副本中 最好的皮甲套 四件效果 直接增加15%的暴击率 硬是比红鹰套多了5% 看来有机会 拿到御峰套啊 许峰之前没想过 凑御峰套装二十级的副本 狂言之村 有概率在随机地图中 刷出一只御峰鸟 打掉御峰鸟之后 御峰套才会出现在 最终的副本奖励结算中 就算是许峰有 命运 这个天赋 没有御峰鸟 也拿不到御峰套装里的装备 全看运气 许峰之前不想凑御峰套 就是因为五次副本机会 不一定能出 打完五次副本 身上套装没凑齐 对许峰今天的升级效率 影响很大 不过 手里 有两件御峰装备 就不一样了 许峰觉得五次副本 刷出另外两件来 应该不难 接受这个命运 时间重新开始流动 技能书 装备和金币 都到了许峰的背包里 一道红色的光芒 融入了许峰的肩膀中 您获得了一百点军营声望 您与军营阵营的关系 良好 辛苦你了 悬赏校官看向许峰的眼神 有了些许变化 有好了很多 看许峰的时候 明显跟看别的玩家不一样 许峰咧嘴一笑 问道 有没有类似的特别悬赏 我可以继续做 悬赏校官说道 现在平康城没有特殊悬赏 如果有合适你的特殊悬赏 我可以让署官给你发封邮件 悬赏校官说 这话的时候 并没有避开其他的玩家 旁边正在看悬赏的玩家们惊呆了 卧槽 有特殊悬赏 还能发邮件通知玩家 惊了 我也要 有特殊悬赏 可以也通知我一下吗 悬赏校官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懒得说话 有人反应了过来 我靠 月落大佬 不会是有军营的声望值了吧 有人提醒 其他人瞬间想明白了 看向许峰的眼神里 带着震惊和羡慕 我记得 有军营声望值的玩家很少吧 有一百个人吗 没有 想获得声望很难的 有人总结过 必须是极难的任务 还得完美完成 得到阵营的赞赏 于又威 好像有军营的声望吧 唉 秦宇哥真牛啊 许峰说道 行 那我先走了 说完 许峰转身离开 现在是凌晨五点多 再过一个小时 副本的次数就会刷新了 许峰打开背包 学了骤引剑 一股力量 涌入了许峰的身体之中 学完技能 许峰继续往南走 他要去乱葬灵 刷三十级的精英 可血狂尸 三十级的精英怪 属性已经很强了 防御高达一千一百点 血量两万八千点 其他玩家 一般都是二十五级满编队 才会去刷可血狂尸 许峰自然是特殊的 刚走了几步 定 定 私聊消息 忽然闪了起来 骨合金 牛逼 青山入怀 我靠 大佬 你又搞了个大新闻 你有军营声望吗 周亚南 渣男 你怎么又上热帖了 军营声望你居然都能拿到 于又为军营声望是真的吗 许峰看完这几条消息 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打开论坛一看 果然 刚刚悬赏校官那里的玩家 把悬赏校官说的话 发了出来 震惊 差别待遇 特殊悬赏 还能邮件通知 究竟是派的交易 还是大佬的王八之气 震住了校官 他娘的 这帖子是哪个人才写的 许峰脸色古怪 心里吐槽了一句 底下的回复 倒是正常了很多 三楼 派一个锤子 大佬估计是搞到了军营声望 我之前见过龙剑峰 也有这个待遇 八楼 真的假的 二十级能弄到军营声望吗 九楼 如果帖子里说的话是真的 那基本上十锤 月落大佬大佬肯定有军营声望 十一楼 我在现场 我证明是真的 我是月落大佬的头盔 五十四楼 就是你小子罩着我 我是月落大佬的头发 七十九楼 该回复已被删除 一百二十二楼 七十九楼说了什么 一百二十五楼 他说 他是月落大佬的地毛 帖子的讨论度非常高 虽然不如许峰 刷新速生记录的时候热度高 但这条帖子 也牢牢地挂在了论坛的首页 许峰给余又威回了消息 真的 你看我地步 余又威 挺厉害的 他不知道这个梗 还以为许峰单纯的求夸奖 许峰 对了 你也有军营声望 余又威 有 许峰 多少点 余又威 三千一百点 许峰 这么多 有刷军营声望的方法吗 余又威 接特殊悬赏 隐藏任务 或者专属任务 如果完美完成 就会有声望奖励 余又威 必须要足够完美 差一点都不行 许峰 知道了 他其实挺好奇 余又威接了多少任务 完美完成了多少次 不过他又不是查户口的 并没有问出来 问那么多也没用 有特殊悬赏 尽力做就完事了 跟余又威聊完 许峰给青山入怀 还有骨合金 发了一样的消息 刚拿到的声望 你们看我地步 不看 晕真 晕真 他们两个都完美地 接住了许峰的烂梗 回完他们之后 许峰给周亚南发了消息 我就是最亮的仔 受人关注是当然的 周亚南 吐了 周亚南 我们升级的速度 比想象中的快 二十级的副本一起步 许峰 一起 你们到了叫我就行 正好我把技能书 被晚秋送过去 周亚南 我建议你别给他 许峰 周亚南 他很紧张 这技能书对他来说太贵重 他还不起的人情 收了很难受的 周亚南 他又很听你的话 你非让他要 他不敢不要 两个小时了 沈晚秋一直有点闷闷的 周亚南想了想 还是主动跟许峰提起了这件事情 许峰想了想 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听说你很紧张 沈晚秋秒回 啊 沈晚秋有些不好意思 南南跟你说的吗 许峰 拿上技能书 早点升到高级 我有事情要让你做 沈晚秋 你需要帮忙我都会帮的 不需要技能书我也帮 沈晚秋 真的太贵了 他高中时候 都是自己带饭 整天都是菜和白米饭 鸡蛋都舍不得吃 价值几千枚金币的技能书 他感觉 卖了自己都还不起 许峰 你不我就扔了 沈晚秋 别 他真的拿许峰一点办法都没有 许峰 好了 我去升级 二十级了叫我 许峰 升得真慢 抓紧时间 沈晚秋 知道了吗 他其实已经很尽力了 不过 他很少反驳别人的话 也很少给自己解释 聊完之后 沈晚秋心情稍好了些 他说 有事情要帮忙 想到自己能帮上许峰的忙 他莫名的踏实了很多 赶往乱葬林的路上 许峰刷了刷论坛 论坛首页 一共一百条帖子 许峰现在占了两条 其余的帖子 几乎都在讨论区域工会副本 清语阁顶尖站立的缺失 于右威是否自己一个人 吃了太多资源 还有六个工会正在挑战 谁能通关区域工会副本 还是会全军覆没 奖励猜测 90级区域工会副本 奖励了5%加成的宝石 100级区域副本 会给什么奖励 于右威长得很美 关注度也是极高 这次清语阁早早地提前退场 有人安慰 不过也有很多人在嘲讽 鹦鹉工会的人 阴阳怪气得最厉害 许峰抢走10到20级的速生记录之后 他们的人被嘲讽得很惨 清语阁吃扁 他们又输出了起来 还有其他放弃的工会 也在参与各种骂战 打开帖子 含信号量极高 除了这些骂战 玩家们最关注的 还是这次副本的奖励 会不会出现天神级的装备 或者技能 许峰看了一路 又有一个工会放弃 还剩五个工会 也不知道谁能打得通 www bituxlangetning om 跑了27分钟 许峰看到了一片荒芜的坡地 四处都是无字墓碑 沿着坡地向上 许峰看到了机队 正在升级的玩家 他们看向许峰 有些惊讶 20级的许峰 在这群28级的玩家之间 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 像是误闯了大佬练级区的小号 月落西沉 他不是猜20级吗 来这里干什么 论坛的视频 你没看吗 人家的攻击力高得很 来刷30级的精英 也没问题的 这几队不是同一个工会的 但明显他们 关系很好 站住了这个升级点 他们有些紧张 许峰如果要跟他们 抢升级点 他们是不敢还手的 换成是别的清语阁成员 他们也许没这么忌惮 各工会之间 也有协议 抢升级点 恶意杀人的行为 不是很好 但许峰不一样 许峰最近风头正胜 他抢地盘 这几个人站着里 也不敢说话 这货跟黑恶势力似的 许峰并没有停留 这个升级点太小了 只有十只怪 不够刷 那人谁啊 二十级来刷精英狂师 月落西沉啊 你不知道吗 我需要知道他吗 一个小号罢了 这个升级点 一共有六队人 其中一只队伍的攻守 没看论坛 对许峰这个一天内 忽然出名的人 十分不屑 一个二十级的小号 再出名 又能怎么样 他都二十九级了 这个级别的差距 怎么可能追得上 说着 他射出一剑 打在了面前的 颗血狂师身上 负四百五十二 普通攻击能有这个伤害 在二十九级的攻守里 中等偏上 他看向了许峰 有些戏血 这个二十级的小号 能打多少伤害 嗖嗖 许峰两剑连射 普通箭矢与破天一剑 前后飞出 打在了一只 可血狂师的身上 负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七 负八千八百八十四 可血狂师的血条 瞬间只剩下不到八千点 卧槽 刚刚还打算看戏的攻守 下巴差点惊掉 这什么伤害 不光是他 周围的队伍 都看到了许峰 打出来的伤害数字 论坛的视频是真的 他这伤害是真高啊 不是有人说 他使有某个一天 只能用一次的技能 伤害才这么高吗 四件白金装备 他从哪弄的 妈的 他一个人的伤害 比咱们六队人加起来都高 没天理了 他们看向许峰的眼神里 带着警惕和羡慕 刚刚看不上许峰的攻守 默默打开了论坛 这伤害 他是服气的 他想看看 月落西尘 到底是哪来的怪物 昨天还没听说 有这好人呢 许峰没在意周围的视线 他拉开弓弦 一道暗红色的光芒 逐渐汇聚 一股混沌的气息 逐渐散开 嗡 骤影剑在空气中 带出一阵阵波纹 射向了朝许峰跑过来的 可雪狂狮 负15707 旁边的机队人 再次惊呆 11000的伤害 已经是他们理解不了的 超高伤害了 居然还能打得更多 将近16000的伤害 到底谁是大号啊 射了许峰三剑之后 可雪狂狮 血条清空 腐烂的四肢彻底碎开 倒地死亡 许峰的经验条 肉眼可见的上涨了一截 一个可雪狂狮的经验 就给了许峰四 3%的经验值 许峰调转弓身 瞄准了另外一只可雪狂狮 So 普通箭矢飞出 -2262 没有暴击的情况下 许峰的伤害 还是达了很大的折扣 得快点 把暴击率叠满了 许峰暗自想着 专心刷着罐 不到两分钟 许峰的经验条 已经涨到了58 2% 升级速度跟坐飞机一样 同时 升级点的格局 悄然变化 许峰占据了升级点的中心位置 另外六队人 缩到了升级点的边缘 他们抢不过许峰 索性去吃边缘那些 不在许峰射程里的野怪 几个人在工会频道里聊天 妈的 被一个20级的小号 逼着缩到了角落 真难顶 我感觉还好 这是月落西尘啊 它是普通的20级吗 20级最强玩家 咱们抢不过很正常 刚刚还看不上许峰的那个攻手 狂风 此时已经被许峰的操作折服 成了许峰的谜底 攻手的天花板 就是月落西尘 这岂止是20级最强玩家 给它100级 再给套装备 我觉得它都有可能成100级最强玩家 狂风在工会频道里 兴奋地聊着 这有点过了 感觉迈克更强一点吧 问题是他没有100级 估计到了100级 也没有太好的装备 给他 清语阁就没有顶尖攻手的装备 他们悄悄讨论着 狂风则时不时地看着许峰 有意学起了许峰的动作 过了三分钟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21级 关注许峰级别的人很多 很多人都想看看 许峰到底能不能破20级到30级的速升纪录 许峰刚一升级 论坛立刻有了帖子 时时汇报 月落西尘大佬已经升到了21级 距离他进平康大城 不到4个小时 同样的帖子 最起码同时出现了十几条 其中一条清语阁发的帖子 被顶到了最上面 6楼 起飞 距离大佬在军营出现 也就不到40分钟吧 这就升了一级了 11楼 刚刚那些说大佬升不动的人呢 站出来啊 43楼 40分钟升一级就离谱 这还有跑图的时间呢 78楼 我怎么感觉他升一级 可能还没有20分钟呢 114楼 别吹了 都20级了 不到20分钟升一级 怎么可能 定 周亚南发来了消息 渣男 问你个事 许峰 让晚秋问 我就回答 周亚南 白眼 周亚南 你从20级升到21级 花了多长时间 许峰 5分钟 周亚南沉默片刻 回到 靠 他们累死累活 4个多小时也升不了一级 许峰却只需要5分钟就能升一级 差距太大了 许峰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还没到20级 沈晚秋 快了 沈晚秋 你别凶我 我真的尽力了 许峰笑了笑 又逗了他两句 感觉到沈晚秋快被逗哭了 许峰才停了下来 卧槽 一变了 刚聊完 许峰就听到旁边有人喊了一句 刚刚被许峰瞄准的一只可雪丧尸身上弥漫着血气 獠牙变长 手上的指甲更加锋利 一变后的可雪丧尸防御有2200点 生命值也涨到了56000点 一变丧尸朝着许峰冲了过来 速度也快了很多 周围击对人 脸色古怪 狂风喊了一句 去帮帮忙 帮大佬抗一下 他能输出就能打得过 然而没人理他 大佬死了 不就没人跟咱们抢地方了吗 对啊 正好有老黄他们在平康城 他们快四十级了 叫他们把一变丧尸清了就行了 他死了 对咱们更有好处 狂风愣了一下 站在原地也没动 许峰此时 已经举功对准了可雪狂尸 他的两个技能都冷却完成了 搜搜搜 三剑飞出 -1161 -7884 -14670 三剑下去 可雪狂尸的血量 被打掉了将近两万四千点 血条瞬间空了将近百分之五十 许峰打完三剑 身上闪着月影部的光芒 迅速后撤 拉开距离 可雪狂尸的移速 不算太快 但一变之后的狂尸 速度大幅提升 比许峰跑得快不少 许峰刚架好姿势 射出一道普通箭矢 一变狂尸 已经冲到了许峰面前 -1-1 一变狂尸举起尖爪 拍向许峰 速度极快 旁边的机队人 都有些紧张 有机会 这一招躲不开吧 笑得起来吗 他们的念头还没落下 许峰一个后撤 动作潇洒 在极其精准的时间点 避开了这一击 撤完之后 许峰离开台宫一剑 这一剑几乎没描 所以打出去得很快 整套操作 行云流水 旁边的机队人 看得目瞪口呆 怎么躲的 他们都没看清楚 许峰就已经秀完了 录下来了吗 这套操作太帅了 靠 忘了 真他娘的帅啊 他这身法不光好用 而且动作真好看 有人躲闪的时候 四肢各走各的 许峰不一样 他的肢体很协调 近距离的一剑射中之后 可血狂尸的攻击后 摇也结束了 他面朝许峰 冲了过来 许峰没有往后躲 他弯下腰 向前翻滚 直接从一变狂尸的身侧 翻了过去 一瞬间 许峰跟一变狂尸 换了个位置 旁边的人看傻了 嘶 好大的胆子 一掌他就没了 这也敢操作的吗 鬼术妖弓 弓手还能这么玩呢吗 嗖 许峰绕了背身之后 又是一剑 随后他向后再撤一步 趁着一变狂尸 没转过身来的时候 再补一剑 月影步对许峰的提升很大 这一剑 如果没有月影步 肯定打不出来 许峰打完两剑 一变狂尸也转过了身 朝许峰继续扑过来 许峰耐心地躲闪 也不瘫刀 嗖嗖嗖 箭矢飞出的声音 不断响起 不到三秒 一变狂尸血条清空 倒地死亡 地上掉落了十几枚铜币 许峰十五点诅咒之 在野外打怪 几乎不掉东西 难得能在野外捡到钱 许峰开心地收起这些铜币 继续刷了起来 旁边的机队人 脸色复杂 许峰没死 还得抢他们的怪 但他们不是很难受 许峰的实力就是硬 人家单挑死了一变狂尸 福气 被许峰这样的人抢怪 他们觉得 还挺能接受的 许峰回到升级点的中间 继续刷怪 升到二十一级之后 刷一只狂尸 只能涨三 百分之一了 升级速度逐渐地慢了下来 五分钟过去 许峰的经验条 涨到了七十二 百分之七 又快升级了 而此时 论坛里忽然多了条帖子 加百列工会攻略完副本前三部分 准备击杀最终boss 帖子发出来之后 迅速地顶上了热帖第一 随后 紧接着又有一条帖子出现 轻语阁未能打通区域副本第二部分 还算是一线工会吗 这条帖子 明显就是针对轻语阁的了 许峰看了看工会频道 果然已经炸了 落花欲水 这特么的 一看就是敌对工会发的帖子 三千白丝 他妈的 咱们只是输出暂时不太够而已 打架他们不是咱们的对手啊 叫我狂狂狂 有点憋屈 被人起脸输出 于又微发了条消息 这次没打过 咱们就认 于又微 区域副本还有 下次再打就完事了 他把许峰跟他说的话 直接拿了过来 工会频道 再次热闹了起来 镜中人 会长说得对 咱们输得起 嘲讽就嘲讽吧 自己的实力自己清楚 柯萌萌 下次咱们必打下来 柳絮如雪飘 对 又不是天塌下来了 会长这话说得太提气了 看完工会频道 许峰给于又微发了消息 版权费结一下 于又微 没有 许峰 你这么大一个工会的会长 不会白嫖吧 于又微莫名的有些开心 有问题吗 许峰 没事 反正等我写完榜单 一并结算也没问题 于又微心跳猛的快了几分 许峰升级的时候 他看到了 二世纪到三世纪的记录 许峰应该是稳稳的能破掉的 于又微已经有点小慌了 不过骄傲的于又微自然不甘示弱 他回道 行啊 不过 你要是没办法把榜单都给洗了 就给我打一辈子白弓 许峰 没问题 先答应下来 反正到时候他要跑路 于又微拿他也没办法 于又微不知道许峰这个狗东西的想法 有些意外 他居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虽然他有点渐渐的 但还挺果断的 于又微 那你加油吧 许峰调戏了他一句 这么着急想说啊 提前支付奖品我也能接受 于又微 滚 许峰 得嘞 聊完之后 于又微看完帖子 有些阴霾的心情 好了一些 许峰则继续刷着怪 三分钟后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二十二级 旁边的机队人 被金光吸引了视线 又升级了 升级跟完一样 羡慕死了 我二十级到二十二级 花了将近十个小时 这就是我跟大佬之间的差距吗 许峰加完点 继续刷级 到了二十二级之后 刷一只狂狮 只给一 百分之九的经验了 升级的难度越来越高 论坛里 又有帖子发了出来 实况汇报 月落西沉大佬已经二十二级了 升级速度惊人 距离上次升级 只过了九分十七秒 这条帖子出来之后 热度明显比上一条高了很多 一楼 卧槽 五楼 九分钟一级 卧槽 之前还有人猜不到二十分钟 这比二十分钟还离谱啊 七楼 升到二十二级 可比升到二十一级难多了 他刚刚升到二十一级 绝对用不了九分钟 十九楼 破级录了吧 二十一级到二十二级的最快级录 二十八楼 肯定破了 不可能有人升级速度比月落大佬还快的 七十五楼 羡慕 我也想要这个升级速度 一百一十二楼 大佬还缺暖床的吗 身轻体软的小可爱哦 IQUXLONGG EXCELLENT TV O MIU 一百三十四楼 性别上可以不卡得那么死吗 我也想抱大佬大腿 许峰周围的六对人 已经习惯了许峰的升级速度 大佬不就是这样的吗 鸡操而已 但论坛里之前没有实锤许峰的升级速度 这次有了确切的时间 关注着许峰升级速度的人都惊呆了 帖子很快成了热铁 个人升级记录帖 能有这么高的热度 许峰是第一个 许峰也看了论坛 他特意找着这些夸他的回复 看了一回 神清气爽 看够了之后 许峰继续刷着狂师 花了二十分钟 又是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终于升到了二十三级 加完点之后 许峰随意地看了一眼论坛 很快就关了 论坛的帖子依然很多 玩家们依然很兴奋 许峰自己倒是觉得 没什么意思了 毕竟吹的都是升级速度 而且 升级间隔的时间太短 也没什么新的骚话出来 许峰自然懒得细看 专心刷集 So 两剑飞出 一只可雪狂师被射杀 倒地死亡许峰的经验条 只上涨了0 百分之九十七 升级的速度又变慢了 许峰动作不停 流畅精准 描向下一只狂师 远处 一队人走了过来 许峰攻击时 看了一眼这几个人 他们是一个小工会的成员 都是二十七级 装备还行 有人了 赶紧走 要不然杀你们了呀 旁边一队的剑士 语气不善地开口道 他们在许峰面前 唯唯默默 但在这些小号面前 他们可就换了副嘴脸 重拳出击 这队人也没敢说什么 转身走了 许峰也没太在意 这种好的资源点很少 就算旁边这击队人 不敢他们走 许峰也不会让他们留下的 这队人走了之后 又有几只队伍 落过这里 然后离开 好多队伍都找不到升级点 转一圈之后 只能离开 接着去刷小怪 浪费时间 许峰安稳地 刷着最好的资源 经验条不停上涨 直到许峰升到 二十三级百分之五十七的时候 远处又来了三队人 十五个人 都顶着 封阳工会的称号 狂风这些人 脸色都变了变 怎么是封阳工会的人 他们都不到三十级 好像是过来升级的 麻烦了 咱们连这点怪也保不住了 很快 一个角色名称 封阳 小狗的二十八级法师 走了过来 这里清场了 滚吧 刚刚骂人的那个队长 也不敢反驳 说道 撤就走 撤吧兄弟们 换个地方 他们六队人 转身准备离开 小葛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向了许峰 你 动啊 清场了 许峰调转弓身 冰冷锋利的箭头 瞄准了小葛 你再跟我说话 本来许峰不打算掺和这件事情 狂风他们 刚刚在旁边看戏 盼着许峰被一遍狂尸杀掉 许峰不怪他们 但许峰肯定也不会帮他们说话 但这些人 惹到许峰了 许峰比他们还嚣张 直接准备动手杀人 小葛傻眼了 甚至有些迷茫 咦 谁是来清场的恶人啊 抢地盘要杀人的 不是他们吗 小葛看了看许峰的工会名称 冷笑了一声 清语阁给了你勇气 大工会的成员跟成员也不一样的 懂吗 你个小杂鱼 敢拿公指着喽 送 一箭飞来 负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八 小葛话还没说话 血条瞬间清空 扑通一声跪道 许峰的名字变红 一点杀戮直到手 许峰最烦这种话多的装逼犯 地盘就一块 许峰想要 对方也想要 干就完事了 杀完一个之后 许峰眼神沉着冷静 拉满弓弦 瞄准了小葛旁边的奶妈 滚 许峰只有一个字 但剩下的所有人 都知道许峰还没有半句没说 不滚 就都死 小葛变成失种之后 暴跳如雷 奶妈把她复活 小葛藏到了顿战的身后 我是副会长的侄子 跟你这种小号不一样 你敢杀我 我今天就把你赶出清语阁 话音未落 许峰又是一箭袭来 顿战连忙举起盾牌 使用了格挡姿态 增加防御 混沌的箭矢 撞在盾牌上 发出一声闷响 咚 负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六 扑通 顿战倒在地上 枫阳公会的人都惊呆了 倒了 老五开了防御姿态 防御都破迁了 被秒了 靠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嗖 金光乍现 小狗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随后血条一空 又成了尸种 被杀两次 你疯了吧 知道他是谁了 还杀 嗖 开口说话的奶妈 也被许峰射死 撤 还活着的封阳公会的玩家 都害怕了 那个被许峰打死的奶妈 都快吓哭了 什么人啊 他们过来抢地盘 都还给人说话的机会 让人家撤走 许峰话都不让人说完 土匪 土匪都不如 跟许峰这个恶势力比起来 他们真的是好人 旁边的一个奶妈 想把小狗复活起来 小狗的灵魂尖叫一声 别 我回城复活 他已经掉了两级了 被杀怕了 旁边的顿战 想要把小狗掉的装备捡起来 嗖 许峰的箭矢定在了地上 拦住了这人的手 我让你捡了吗 萧鸿明也要钱的 这就算是赔偿了 封阳工会的人都有点不适应 平时都是他们这样欺负别的小号的 今天怎么换成他们被欺负了 旁边的顿战也不敢捡了 许峰的箭矢还对着他呢 他可扛不住许峰一箭 封阳工会的人迅速撤走 许峰上前把三件装备捡了起来 全是25级的黄金装备 一把武器 一箭防具 一箭首饰 许峰挂到拍卖行 挂了个低价 一共卖一 四枚金币 随后许峰花了九十枚银币 买了三个替罪娃娃 鸿明消失 而另一边 小哥回了城之后 立刻给他的叔叔 封阳 轻狂 发了消息 轻狂 轻狂 你是说 一个23级的攻守 一箭 把千防的顿战给秒了 小哥 对 叔叔 你给轻语哥施压 把他赶出来 再弄几个大号 把他杀回新手村 级别掉到十级以下 玩家会被自动送回新手村 轻狂 如果我没猜错 他叫月落西尘 小哥 好像是叫这个 轻狂 你不看论坛吗 小哥 小哥 没空看啊 忙着升级呢 轻狂 他刚破了十级到二十级的速生记录 马上要破二十级到三十级的速生记录 小哥惊呆了 这么猛 他不到啊 连破两个速生记录的分量 小哥此时才明白 许峰这个实力 绝对是轻语哥的大宝贝 最得宠的那种 跟许峰的分量比起来 他才是小杂与小哥给轻狂发消息 那怎么办 他不会找人收拾我吧 轻狂 那也不至于 你被杀了两次 他还找人收拾你 小哥有些害怕 这人不讲道理的 被许峰的见识瞄准的感觉可不好受 轻狂皱眉 有些不满 被杀了几次 就吓成这样了 轻狂 行了 有问题我给你顶着 小哥松了口气 那就好 小哥 对了 咱们不能雇几个 拾荒者去杀他吗 轻狂 别人可以 月落西沉不行 现在动许峰 就是动轻语哥的利益 轻语哥肯定铁了心抱负 边外的拾荒者靠不住 一旦封阳宫会被出卖 到时候 他们得倒大煤 小哥 哎 行吧 轻狂 你也不用急 这种人风头太盛 实力太强 运气太好 会有人收拾他的 轻狂 现在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升级去吧 许峰还在原地刷着怪 狂风劝过他 大佬你先换个地方升级 免得对方偷袭你 许峰没走 他们不敢动我 狂风他们一脸震惊 这就是大佬的自信吗 他们想了想 也没有走 过了十五分钟 依然没有人来动许峰 狂风他们在队伍语音里 对许峰无比佩服 大佬料事如神啊 他刚刚好帅啊 妈的 好有气质 月落大佬果然聪明 判断的真准 其实许峰只是随手装个逼 许峰就是单纯的 不想挪地方 真要是有对方的大号来 许峰就死给对方看 反正许峰不怕丢人 掉一级 掉件装备 对许峰也不是大事 到时候更于又微装个可怜 说不定还能从这女人手里 赚点好处 不过风洋公会没来 这个逼就让许峰装成了 刷 五分钟后 一道金光洒落 凌晨六点半 太阳已经升起 许峰也刷到了二十四级 轩辕长弓 再次有了些动静 他马上要升级了 忽然 许峰看到了好友来里的消息 您的好友拿男升到了二十级 除了沈晚秋之外 他们三个都升到了二十级 升得很快 许峰并不意外 和四山那么好的装备 加上他们的操作也不差 升级快是正常的 许峰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就剩你没到二十级了 都在等你刷副本呢 沈晚秋 对不起 许峰 为什么不解释 你不是去照顾奶奶了吗 沈晚秋委屈地解释道 可我真的耽误时间了 他很少替自己解释 许峰 你是真憨啊 沈晚秋 许峰感觉在逗他 小憨憨要哭了 不过 他还是凶了沈晚秋一句 快点 我不喜欢等 沈晚秋赶紧回到小德了 跟他聊完 许峰给周亚南发了消息 你们退队 让珊珊单独带他 周亚南有些意外 这样好像确实快点 周亚南 你这人脑子确实挺好使的 许峰不满意了 什么叫挺好使的 老子机智的一批好吧 叫我一声小诸葛 我也受得起 周亚南 你这人脸皮是真的厚 许峰 你这人真的奇怪 我说实话 你说我脸皮厚 周亚南直接不理他了 等了20分钟 许峰的经验条 涨到了18 2% 24级之后 许峰感觉 升级效率是真的低 刷的也没什么意思了 换成普通玩家 一整天下来 能从24级 升到25级 已经算是快的了 许峰这升级速度 其实依然相当惊人 好友提示 此时也出现了 您的好友后向晚秋升到了20级 许峰给沈晚秋发消息 抓紧时间 沈晚秋 我在跑了 他们跑回城 传送过来 又花了40分钟 许峰把经验值 刷到了55 7% 然后回了主城 先打副本吧 把御峰套凑齐 效率能高点 刚传送回城 一个世界公告出现了 加百列工会完成区域副本 获得100级地神级宝箱10个 100级先级宝箱100个 全工会获得经验值提升20% 持续7天 8卖预减一枚 3000枚金币 工会副本打起来很繁琐 需要20支以上的队伍 相互配合 任何一队过不去 副本都会失败 奖励也相当丰厚 世界频道 瞬间炸开 卧槽 加百列工会起飞 麦克大佬真的牛逼 100级天花板输出没问题吧 这波宝箱吃下去 感觉加百列工会 要当世界第一工会了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首次出现的物品 麦克亲自发了帖 其经八卖系统解锁 全世界首个预检效果揭秘 许峰也看了这个帖子 里面有麦克的截图 八卖预检 鹰敲麦 勤明学 使用预检 消耗五根金针 可激活勤明学 攻击力加20 除了八卖预检的截图之外 麦克还截了一个属性栏的图 他的属性栏里 多了金麦 这个选项 打开金麦 里面有七条是暗的 只有鹰敲麦亮了起来 鹰敲麦中 包括秦明 赵海 燃谷 人吟 冲阳等12个穴位 每个穴位激活之后 都有提升属性 同时 鹰敲麦的穴位图下 还有提示 激活鹰敲麦12穴位之后 双弓提升15% 双方提升5% 许峰小时候练呼吸法时 曾经接触过七经八卖 他既不太清穴位分布了 但跟麦克截出来的图 不太一样 不过这也不重要 属性才是最重要的 一条经脉提供的属性都很强 足以让麦克 跟其他的一百级大号 拉开差距 我也想要啊 得赶紧升到一百级 这么好的东西 只能看着别人刷出来 许峰对级别的需求 越来越强烈了 传回平康大城 许峰到了副本接引人这里 现在早上七点出头 副本次数刚刚刷新 接引人附近 人非常多 沈婉秋他们 站在院墙旁边 等着许峰 旁边一个男弓手 凑了过来 妹妹们 缺人吗 足我一个呗 周亚南把沈婉秋往后面一挡 冷声说道 不缺 有人 这弓手嬉皮笑脸的说道 谁啊 装备有我好吗 我等着看看 要是装备没我好 换上我呗 周亚南再次拒绝 不足 这弓手被拒绝两次 冷笑一声 不识好歹 但你们升级还不愿意 周亚南没搭理这人 他们没有什么背景 不想惹麻烦 不过 一个魂不吝的声音 脆了一口 老子的妹妹 用得着你带 说着 许峰一巴掌拍在了这个弓手的头盔上 没有伤害 但声音很大 侮辱性极强 我尼玛 这弓手转身 就想骂两句 然而 当他看到月落西沉四个字的时候 他到了嘴边的脏话 声声咽了下去 大老 对不起 我这就走 说完 这弓手转身就跑 许峰也没拦着 等他走远 周亚南有些羡慕 清语格的名头真好用 许峰极其不满 小周同学 是我的名头好用 因为我厉害 他才跑的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但没反驳 许峰的名气确实很大 换成普通的清语格成员 肯定没许峰这种威慑力 许峰走到沈婉秋面前 问道 吓到了吗 说着 他还摸了摸沈婉秋的头 沈婉秋有些害羞 想要躲开 但又害怕许峰凶他 就站在了原地 没有吓到 过了一小会 他才憨憨地想起来 要回答许峰的话 许峰申请了跟沈婉秋交易 沈婉秋接受申请 许峰把石骨之毒给了他 沈婉秋面具下的翘脸 有些犹豫 真的太贵重了 但他怕被许峰兄 还是乖乖地收了下来 周亚南开口 问道 渣男 我们打算换个大工会 去清语格行吗 许峰随意地说道 都行 反正你们也待不久 周亚南有些疑惑 为什么 因为你们五十级之后 要出来自己弄个工会 四个妹子都愣了一下 沈婉秋好看的桃花眼 憨憨地看着许峰 他跟不上许峰的思路 何四山反应到挺快的 你要扶持我们做个工会 许峰说道 差不多吧 不过工会是我的 你们帮我管着 周亚南问道 你在清语格不是挺好吗 许峰笑了笑 老子要当分蛋糕的人 没兴趣 一直给别人当手下 周亚南沉默了 他知道 许峰性子傲得很 但真没想到 二十多级的许峰 就已经考虑 自己做工会的事情了 赵静心问道 你怎么不自己做呢 许峰心想 我这不是为了完成 跟于又威的那个赌约吗 不过这话 肯定不能当着小憨憨的面说 许峰随意地解释道 前期太辛苦 还会影响升级进度 这也是实话 工会建设 需要大量的种田类的操作 收集各种物资 建设工会空间 收集工会升级需要的材料 太麻烦了 许峰只负责干架 后勤还是让他们来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想让我们当打工仔呗 小周同学 怎么能是打工仔呢 你们都是副会长 许峰随手画了张大饼出去 周亚南说道 打工的好处呢 许峰 我会替你们弄点好装备 要做工会 总得实力够硬 等工会做起来了 好处就不用我说了吧 周亚南思索片刻 看向了另外三个妹子 我想答应 你们呢 和四山笑了笑 我没问题 跟着大佬有肉吃 赵静心说道 我有一个疑问 许峰看向了他 说 赵静心 你不怕工会做起来 我们不把会长给你吗 IQXGXLENT TV Omu 许峰说道 不怕 会长让晚秋当 沈晚秋愣了一下 他的小手搅着衣服 有些不知所措 当会长 他不行的吧 赵静心说道 我赞同 周亚南 没问题 和四山 他确实合适 沈晚秋就这么成了未来工会的会长 许峰说道 那别耽误时间 进副本吧 行 周亚南跟接引人对话 一队人进了副本 眨眼之间 他们来到了一个立满了墓碑的村子里 一个老者的灵魂出现 他介绍了一下副本的情况 请求许峰他们 清理掉村里的游荡恶魂 对话结束 许峰他们被传送到了村子的西侧 整个副本 一共四个地图 咕 咕咕 刚传送过来 许峰就听到了一阵鸟叫声 抬头看去 一只通体雪白的小鸟 站在一块墓碑上 你还真是小经理啊 许峰高兴地摸了摸沈晚秋的头 他面具下的脸红了几分 还是没躲开 还是我自己打 你们跟着就行 许峰举起手中的弓 向前走去 很快 一个身体半透明 浮在空中的游魂出现 狂言恶魂 等级20 生命 4000 攻击力 400 防御 350 魔法防御 350 许峰一见一只恶魂 撵了过去 周亚南跟在许峰的身后 小声嘀咕 要是有根皮鞭就好了 许峰在前面干活 他在后面拿鞭子撵着许峰 先体验一把当老板的感觉 许峰头也不回 大声说道 小周同学 我扣你工资了呀 周亚南 狗耳朵 几个妹子都笑了起来 沈晚秋温柔地看着许峰和周亚南斗嘴 安静地跟着 不到30秒 第一个地图的恶魂 清理干净 随后 第一个地图的精英怪出现 25级的恶魂聚合体 双方1050点 对普通玩家来说 这里就难起来了 不过1000点防御 在许峰面前跟玩具一样 破天一剑加上咒影剑 两剑直接秒掉了恶魂聚合体 周亚南第一次见到咒影剑 十分吃惊 新技能 对 羡慕吧 周亚南翻了个白眼 什么品质的 传说集 靠 周亚南实名羡慕 沈晚秋拍了拍周亚南的后背 温柔地安慰了他一下 打完第一张地图 老者的灵魂又出现 表示了感谢 许峰开口 问道 真要感谢 能不能闭嘴 让我们去下张地图 老者愣了一下 看向许峰的眼神 有些古怪 你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 不过老者没搭理许峰 自顾自地说完了对白 刷 对白结束后 许峰他们被传送到了第二个地图 第二个地图 依然是游魂 这种低级的基础副本并不复杂 清完恶魂之后 第二张地图的精英怪出现 呃魂之术 精英 同样是25级的精英怪 属性高了些 多了个触手束缚的技能 许峰三剑秒掉 第三张地图也是一样 刷得毫无波澜 和四山感慨道 咱们学姐不是说 20级的副本很难吗 他们之前毕业的学姐 早就进入游戏了 20级的副本 有几个学姐是23级之后才打过去的 但他们这副本刷的 轻松的一批 跟观光旅游似的 赵静兴 确实很难 只不过难度是相对的 周亚南没说话 他死也不想吹许峰 神晚秋依然很安静 桃花岩总是看着许峰 第四张地图 难度又高了些 最终的BOSS 是三个恶魂 防御极高 而且每过15秒 三个恶魂就会发起一次全途攻击 这时劝退了无数20级玩家的BOSS 许峰抬手就设 嗖嗖嗖 不到4秒 三个BOSS倒地死亡 副本结算开始 一个提示出现 您已刷新20级副本狂言之村的速通记录 提示刚刚出现 许峰周围的时间再次停止 奖励开始结算了 许峰先看了看奖励第一眼 就看到了御峰两个字 运气这么好 第一次奖励 直接出了御峰套装里的装备 靠 居然是皮甲 看完装备全称 许峰脸一黑 皮甲许峰已经有了 现在 他还缺御峰套的腰带和长靴 重置了151次之后 许峰终于拿到了御峰腰带 只差一件了 许峰接受这个奖励之后 时间开始流动 和4山 破纪录了 赵金星 哇 咱们的角色名称挂在副本排行第一名了 周亚南 我第一次当榜首 沈婉秋很安静 只是看了许峰一眼 南南 继续刷吧 沈婉秋小声地说道 他知道 许峰的时间很宝贵 想尽可能替许峰节省点时间 行 一行人出了副本 看 月落大佬 带着四个二十级的号破纪录了 卧槽 这四个妹子加起来都没有一件黄金装备 周围的玩家都惊呆了 这不就是一拖四马 有人立马在论坛上发了帖子 二十级狂言之村 速通记录刷新 月落西沉带四个二十级小号破纪录 论坛里 预检的讨论热度最高 然后就是吹加百列工会的帖子最多 其他的事情 热度都被压了下去 许峰的这条帖子 居然挤进了首页 卧槽 二十级副本速通记录 真的刷新了 带四个二十级的小号 还这么猛 大佬真的猛 问题是大佬也才二十四级 之前的记录 好像是五个二十九级的号保持的吧 离谱 副本记录的刷新 没有世界公告 只有近二十级副本的时候 才会看到这个记录 很多玩家 都是从论坛里知道 许峰又破了记录的 论坛热闹讨论的时候 许峰的第二次副本 已经打到了第三个地图了 好 一只恶魂一变 许峰一箭射出 直接秒掉 第二次副本打完 御风鸟没有出现 许峰没能拿到想要的装备 神晚秋的运气 依然很好 他已经拿到了两件浮风套的装备 这是奶妈二十级的套装 家的治疗量比较少 但家的智力比较多 很适合他用 第三次和第四次副本 也很快刷完 但御风鸟始终没有出现 不会吧 我都有两件御风套的装备了 不会今天凑不出御风套吧 许峰人妈了 周亚南难得地劝了一句 别急 拿不到你也挺强的 神晚秋低着头 有些失落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帮许峰刷装备 但很可惜 副本套装不能交易 最后一次 许峰本来打算留着一次副本机会 去刷工会副本的 首次通关二十级的工会副本 依然有双倍奖励 无声呼吸法 有可能会直接升到第四层的 现在没戏了 许峰只求能把御风套给弄出来 进了副本之后 许峰一路刷 一路找着御风鸟 没有 还是没有 全还没有 三个地图刷完 许峰依然没见到御风鸟 第四个地图快刷完 许峰都准备放弃御风套的时候 远处忽然出现了御风鸟的身影 许峰瞬间松了口气 还好 工会副本的双倍奖励 虽然没了 好歹把二十级的御风套给凑齐了 打完BOSS 许峰重置了二百多次 终于 拿到了最后一件装备 御风长靴 御风装备四件套效果 增加三百点攻击力 提升百分之十五的暴击率 许峰把装备换上 暴击率提升到了百分之五 距离满暴击 近了不少 攻击力涨到了三千六百十五点 普通的弓手 到了三十级 也未必有三千点面板攻击力 许峰没晒过自己的面板属性 如果截图放到论坛 估计能让不少三十级的弓手 眼缠得流口水 小憨憨也换了身心装备 他身上穿着 绣着柳叶的白色长袍 本来他身材就极好 袍子穿在他身上 把他的腰身 完美地勾勒了出来 周围的玩家 频频回头 被他的身材惊艳到了 浮风套的暴率 比御风套要高得多 沈晚秋已经凑齐了 周亚男他们 都拿到了两件以上的套装装备 虽然没凑齐 两件套装的效果 也比他们现在的装备要好 副本打完 许峰说道 我先走了 你们赶紧升级 游给宝箱的隐藏任务 叫我一声 周亚男点头 行 工会呢 来清语阁吗 周亚男摇头 老板你要是给装备的话 我们就不换工会了 他们进大工会 也就能买个折扣的装备 当不上精英成员 进不了练工房 五十级之前的工会副本 小工会里也有 进了大工会 出来的时候还要审核 不如不换 许峰点头 也行 升到五十级很快的 我给你们买两件装备 你们先用着吧 许峰花了十七枚金币 买了四件黄金武器 还有十二件首饰 把装备给他们之后 许峰跟他们分开 去了工会 准备去练工房 宝箱得多弄几个呀 许峰马上二十五级 二十五级的首饰 还没有着落 而且 他们现在给许峰打工 许峰想给他们 整几件白金武器 他们升级快点 许峰刷副本的时候 就不需要找也对了 缺口有点大呀 许峰考虑着这些事情 进了练工房 升到二十级后 练工房的奖励 也跟着提升了 涨到了八千点 三次进练工房的次数 用完 许峰的无声呼吸法 涨到了第四层 无声 四层 可成长 提升百分之二十的攻击力 每秒增加四十点蓝量回复 提升百分之二十的暴击伤害 提升百分之三十的暴击率 攻击力和暴伤 都提升了百分之五 暴击率没动 还不错 许峰的攻击力 此时又往上涨了 一百多点攻击力 三千七百八十四点 换上二十五级的白金首饰 面板攻击力 应该能破四千点了 练工房的次数 用完 许峰准备继续去升级 刚出工会地图 一个世界公告出现 十三级枫叶古城市 平康大城外 出现区域小队副本 十五分钟后 副本开启 欢迎队伍前去挑战 区域副本 入口在荒石园的深处 偷猎者活动的区域 许峰给沈婉秋发了消息 过来进队 咱们刷区域副本去 沈婉秋犹豫了一下 回道 要不然你找别人吧 许峰 为什么 沈婉秋 区域副本 只能有一队拿奖励 我 帮不上你 许峰 帮不帮得上 我说了算 现在还会顶嘴了 沈婉秋委屈巴巴的 我没有 许峰 去荒石园 沈婉秋 哦 刚跟沈婉秋聊完 定 骨壳金发来了消息 大佬 需要我推荐几个二十级的队友吗 许峰 不用了 我有队友 骨壳金 那好吧 跟骨壳金聊完之后 许峰看了一眼论坛 居然是平康大城出现了区域副本 这不是给月落大佬送好处吗 这个区域副本 月落大佬必拿下 区域副本 是件大事 即便是二十级的低级区域副本 谁拿下这个副本 就证明哪家工会的人才储备最深厚 许峰毫无疑问 是三十级以下名气最大的人 论坛的首页 已经有四条跟许峰的帖子被顶到了前三十位 热度甚至比许峰刷新十级到二十级速升纪录时还高 不过 还有几条帖子在针对许峰 山外有山 月落西城未必是三十级以内最强玩家 鹦鹉宫会肯定能拿到奖励 我说的 月落西城还是往后烧烧吧 月落西城只是名气大 实力未必够强 团队副本要看整体实力 各大工会也都在趁机宣传自己 他们默契地选择了踩许峰一脚 蹭蹭热度 喜欢许峰的人们自然不乐意了 还有不少轻语格的玩家也很不满 眼看着就互相骂了起来 捏麻的 月落大佬碾压好吧 呵呵 碾得锤子 鹦鹉宫会二十多级的玩家有多强 你怕是不知道吧 无知无畏 他们也就只知道月落西城了 许峰跃跃欲试 他这人就喜欢热闹 这么多人关注 拿下副本的奖励 那才有意思 至于那些说他不行的人 许峰完全不在意 打就完事了 能手下见胜负的事情 许峰向来是懒得多废话一句的 定 许峰忽然收到了好友申请 浮花瑶的 果然 他之前把自己的好友删了 许峰也没拒绝 浮花瑶之前专门过来 邀请他进宫会跑这一趟 也不容易 许峰没计较删好友这种小事 通过好友之后 浮花瑶立刻发来了消息 你自己找了队友 许峰 啊 浮花瑶 是跟你一起刷副本的那几个人吗 许峰 是 浮花瑶 我给你换几个人 等会你阻他们 许峰直接回绝 没兴趣 浮花瑶 这是命令 你必须要拿到这次的奖励 许峰对他的耐心直接耗光了 还命令 许峰这人最喜欢装逼 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装逼 副会长狠调嘛 删了浮花瑶的好友之后 许峰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你的意思 于又威 许峰 让我换队友 于又威 IQUXLANG G EXCELLENT TV Omu 他的确在看论坛 这两天 清语格跟着许峰一起出了名 他莫名的有了刷论坛的兴趣 许峰把浮花瑶的事情 跟他说了一下 于又威回道 这不是我的意思 我跟他说 许峰 副会长的权限这么高 他这样子 估计会得罪不少人呢 于又威难得地解释了一下 创办公会的时候 他家也出了很多钱 许峰明白了 清语格不是你自己的 于又威 我管战斗 他管财务何人事 许峰 人事在别人手里 很危险的 这是实话 人事权被副会长管着 这很挺麻烦的 于又威 他那边我去说 不用担心他报复你 他很骄傲 很不习惯把自己的麻烦 说给别人听 能把公会的内幕 透露给许峰 已经很神奇了 他自己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跟许峰说这些 许峰没追问 那就行 许峰 盯着点论均 我拿完奖励 咱们要被吹一波的 于又威脸色古怪 你会盯着夸你的评论看 许峰 当然 夸我不看 难道看骂我的评论 于又威 于又威 看夸你的评论 不会让你变强的 许峰 但会让我心情很爽 开心就完事了 许峰 难怪你身材好 心事太多闷出来的 于又威刚刚还若有所思的翘脸 瞬间冷了下来 这个狗男人居然还敢调戏他 于又威 你想死 许峰 你舍不得杀我 区域副本完成 可是挂清宇哥的名字的 你要不要这个名气吧 于又威咬着阴牙 他还真没办法 这个狗男人做得越好 活得越滋润 清宇哥的名气也越大 于又威 你最好一直领先同级别的玩家 许峰 哎 我知道 于又威愣了一下 他话说重了 还没等他疑惑完 许峰又发来一条消息 我这么帅的男人 如果不强 只能轮成像你这种富婆的玩物 我呸 于又威活了二十四年 第一次有种想催人的冲动 于又威 你脸皮是真厚 许峰 别夸我嘛 我这个人容易膨胀的 于又威被气笑了 他回道 区域副本需要我支援 你几件装备吗 许峰 不用 好了 我快到了 你自己升级 没事别联系我 说完 许峰就不理于又威了 于又威深吸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哄 他猛地扔出一道法术 召唤了一片火震 烧死了面前的血缘巨猿 巨猿在他眼里 仿佛顶着月落西沉的角色名称 看着巨猿倒地 于又威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 舒服了 清语阁内部的奋权 也有问题啊 我的工会 管理层必须都是我的人 奋权出去 肯定有问题的 于又威话没说完 许峰大概能猜到 他平时跟福花瑶也有冲突的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许峰也没多想 25分钟后 许峰赶到了荒石园的深处 远处 一个暗红色的传送阵 已经出现 有离副本入口 进的玩家 提前赶了过来 陆续进了副本 神晚秋他们的疑速慢 还没过来 许峰顺手刷了几个偷猎者 之前来的时候 不能随便乱杀 被他们撵着跑 现在刚好打他们姐姐们 偷猎者们 被许峰暴打了五分钟 不少队伍 在进副本之前 看了许峰一眼 其中包括几个大工会的队伍 他们看向许峰的眼神 十分挑衅 我们来了 五分钟后 神晚秋他们终于到了 许峰成了队长 组上他们四个 踏进了副本传送阵 明已进入区域副本 血域债蜜域 许峰睁开眼睛 周围黄沙漫天 烈日当头 远处有一座石质建筑 雕刻着五座人像 渣男 这里有副本说明 许峰走过去 周雅南的脚边 有一块石碑 血域债绑架了枫叶谷 传奇药师落万里 将对方带到了蜜域之中 将其封印 城中的方位被扰乱 请在蜜域城中 找到五个血域债恶人 击杀对方 解救药师 任务介绍很简单 周雅南说道 走吧 进蜜域 好 三个妹子跟在她身后 许峰站在原地 又看了一眼石碑 她若有所思 怎么了 沈婉秋轻柔的声音响起 她注意到了 许峰没跟过来 走了回来 许峰说道 不太对劲 沈婉秋好看的桃花眼 有些困惑 她又没跟上许峰的思路 许峰说道 枫叶谷的传奇药师 会被二十集副本里的 BOSS绑了 沈婉秋有些发愣 对哦 那是为什么 许峰谈了她的面具一下 我要知道 还用地着在这里发呆 哦 沈婉秋扶了扶面具 委屈巴巴的应了一声 走吧 许峰带着她 跟上了周亚男他们 很快 一队人踏进了 这座实质的建筑里 建筑内部 并不繁琐 许峰一眼看去 看到了八个方位 有八个房间 旁边有几具白骨 这里还有提示 和四山捡起了一块 写满了字的布 小心 八个房间 只有三级门 与两中门有人 三兄门进去就死 方位还是乱的 周亚男皱眉 什么是三级门 许峰笑着说道 我知道中门是什么 什么 用来对居的 四个妹子愣了一下 周亚男翻了个白眼 能不能别捣乱 搁着打CS呢 沈婉秋还是有些憨憨的 小声问和四山 什么是CS啊 一款游戏 和四山小声地解释了一句 许峰说道 小周同学 不是我说你 你要沉稳一些 周亚男催了一口 我沉稳个锤子 这副本怎么打 许峰看了一眼 说道 跟我来 说着 他走到了八个门之中 修生伤度 仅死惊开 这是奇门顿甲中的描述 许峰学古武的时候 曾经被爷爷逼着学过这些 八门之中 开修生是集三门 度 仅是中二门 伤死惊是凶三门 许峰看着周围的地势风向 感受片刻 走向了正西方 这是金门的位置 凶三门之一 但是许峰感受到了方位的变化 正西原本是对弓 但现在 变成了前弓 前弓在西北 是八门之中的开门 走到门前 周亚男有些紧张 渣男 你老实跟我说 你是不是知道 三级门是什么意思 他感受到了许峰的自信 许峰一口否决 我哪会啊 那你带我们来这里 反正大家都不会 随便蒙一个呗 蒙错了呢 许峰混不吝地笑了笑 那大家一起死 周亚男惊了 你疯了 死了就灭队了 不能再进来了 和四山也劝道 咱们再查查资料 赵敬兴提醒道 论坛上很热闹 很多人在等着看你笑话 谨慎点不是坏事 他们三个都是为许峰着想 拿不到奖励是小事 老板被别人嘲讽 那是大事 许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就这个 跟我走 说着 许峰一脚迈进了门里 身影消失不见 沈婉秋紧跟在他后面 没有犹豫 周亚男催了一口 摊上这么个老板 倒八辈子没了 走 他们也跟着进了门里 穿过门的一瞬间 他们被传送到了一座空旷的大殿之中 殿里刻着一个雕像 还活着 周亚男看了看他自己的手脚 和四山有些惊喜 来对了 还没等他们高兴完 地面传来震动 面前的雕像 睁开眼睛 活了过来 你们居然找到了这里 雕像的声音厚重沉闷 在大殿中嗡嗡回响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周剑三 BOSS 生命 四万五千 攻击力 两千三百 防御 一千七百 魔法防御 一千二百 技能 幻破 剑挡 四个妹子 都有些被震撼到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二十五级的BOSS 超两千的伤害 一千七百的防御 都是他们前所未见的超高属性 两个技能 也很厉害 幻破 看穿敌人弱点 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暴击率 剑挡 释放两道剑气 对目标造成 攻击力X4的物理伤害 冷却十秒 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许峰说完 举起弓箭 向前走去 死 雕像吐出一声力喝 剑光一闪 以极快的速度 砍向许峰的脖子 剑挡 许峰瞳孔一缩 向右侧方弯腰 咻 剑气贴着许峰的胸口 呼啸而过 砸在了电墙上 碎石落下 声音很大 四个妹子知道 还有一道剑气 但他们的注意力 不自觉地被巨大的声音吸引了 第二道剑气 趁此时机 汹涌袭来 许峰心念沉稳 戒势翻滚 双手一撑 他倒立着跳了起来 咻 第二道剑气 从许峰的手掌下 擦了过去 妹子们回过神来 看向许峰 一阵后怕 周亚南低声说道 如果换咱们上 现在已经死两个了 和四山感慨道 老板真的太强了 这也能躲开 神晚秋的桃花眼 盯着许峰 满眼担心 技能躲弯 许峰落地 就是半蹲 横着拉满弓弦 搜搜搜 普通攻击 破天一剑和骤影剑 依次飞出 -10846 -9652 -17220 三个极高的伤害数字 跳了出来 周剑三的血量 眨眼之间 只剩了不到9000点 死 周剑三迈步冲来 挥起手中的十剑 许峰弯弓搭剑 再射出一剑 -10846 55%的暴击率 初暴击的概率 明显提升了 周剑三的血条清空 雕像出现了裂痕 眨眼之间 碎成了一片 你已击杀开门所在的恶人 四个妹子目瞪口呆 谁是boss啊 而且许峰的输出 居然比打副本的时候 又高了不少 走吧 下一门 周剑三就没爆东西 许峰最想要的 幻破技能书 没有出现 刚走两步 定 于又威发来了消息 见到奇门遁甲了吗 许峰 见到了 于又威 别急 我派人去给你探路 补偿由工会出 许峰 于又威 许峰 于又威 为什么发问号 许峰 探什么路 于又威 这种无法判断位置的副本 一般都是让小号探路 于又威 这是各大工会的常用套路 其他工会已经这么做了 轻雨格在别的工会 也安插了眼线 各工会的队伍 有一个算一个 都卡在了错调的方位上 而且队伍中的所有人必须都进入 才能知道是不是选中了集门 没办法 各工会已经紧急条小号去探路了 死一次赔偿三枚金币 许峰回到 位置能判断 于又威 许峰 于又威 到现在为止 所有工会都判断不出方位 于又威 我们工会有人对奇门遁甲很熟悉 同样没判断出来 他并没有质疑许峰 而是把接触到的情报说了出来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许峰也懒得废话 他直接把远处死掉的雕像 给截了个图 发给了于又威 许峰 你看我调拨 于又威看完截图 整个人都惊呆了 死掉的雕像旁边有个石碑 上面写着开门 愣了三秒 于又威冷静下来 回到 判断不清就找我 许峰 没问题 于又威 我想把截图放到论坛上 你懂的 宣传 许峰 好处呢 于又威 洗碗榜单一并给 许峰 他姥姥的 真就一张大饼 把老子掉到一百级 于又威嘴角上扬 原本就美艳的双眼 更加动人 看许峰吃亏 他有种说不上来的高兴 于又威 一百级很快的 许峰 行吧 随你 于又威 那你打吧 于又威 对了 不看 我晕震 这个梗 他已经懂了 回完消息 于又威把图片发给了工会的宣传组 宣传组的负责人 是个七十四级的医生小姐姐 玄虎喝口汤 他今年四十多岁 汤姐看完图片 同样惊呆了 谁打的 这么厉害 于又威 月落西沉打的 汤姐 他怎么判断的方位 不是说判断不了吗 奇门遁甲的难度 高得离谱 已经有人在论坛里发了帖子 离谱 二十级的区域副本 居然这么难 奇门遁甲也就算了 方位还是乱的 帖子热度很高 已经顶到了前三 连八十级以上的玩家们 都直呼这个副本离谱 难度确实超纲了 汤姐看了帖子之后 人都骂了 这怎么判断 徐峰判断了出来了 这种震惊 大概就跟看着一只烟掉的公猫 当了爹一样 这怎么做到的 鱼又威 我不需要知道他 怎么做到的 他做到了 汤姐 确实 鱼又威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宣传就交给你了 汤姐 没问题 不到一分钟 论坛出现了一条帖子 内幕消息流出 声门居然被月落西城给打通了 帖子一戳 热度瞬间爆炸 一楼 沙发 我当初一个惊的震 二楼 后面的按规矩来 直接震惊就完事了 十六楼 卧槽 真的假的 通了 三十五楼 真的 刚刚战力工会的小号 也找到了声门的位置 就是周剑七 人们纷纷发出震惊的声音 不过也有人阴阳怪气 四十二楼 运气好吧 撞上了 五十一楼 对啊 很明显偶然进了声门而已 八分之五的待遇 八十二楼 清语阁不可能拿下这次的副本奖励 许峰风头正胜 除了敌对工会的人 也有不少人单纯的嫉妒许峰 这些人暗戳戳的盼着许峰死 维护许峰的人更多 论坛越吵越凶 跟许峰相关的帖子 直接顶上了第二 二十多集 就能上热帖第二的 之前只有迈克 现在许峰也做到了 副本里 许峰走到了正北边 这是八门之中的声门 改过方位之后 变成了锦门 许峰直接走了进去 四个妹子跟在他后面 穿过大门 他们来到了另外一座大殿 大殿中 有一个手拿黑绳的雕像 渣男 你是不是知道方位了 周亚男回过了未来 这个不要脸的老板 又在吓他们 他早就看出方位了 许峰 咦 我不是告诉你们 我知道方位吗 周亚男催了一口 我呸 你明明说你不知道 许峰 小周同学 你好奇怪哦 要不要我出钱去看看脑课 还是我出钱 你去看吧 行啊 钱呢 呸 互对了几句后 许峰看了看BOSS的属性 赵富四 属性上 赵富四的防御更高 到了1800点 攻击力降到了1500点 同样是两个技能 神父 叫杀 两个技能是相互配合的 神父会捆绑敌人 捆绑住之后 绞杀可以直接造成3000点真实伤害 许峰走上前 面色认真 去 雕像怒喝一声 他手上的绳索 仿佛活了一样 朝着许峰袭来 许峰后撤两步 绳子却变换方向 继续粘着许峰追了过来 情况看上去有些危险 不过在许峰眼中 周围一切都慢了下来 绳子的运动轨迹 他看得一清二楚 躲起来很简单 忽然神婉秋上前两步 他朝着赵福寺扔出了两团毒物 -57 -57 -57 神婉秋的装备 只能算是中等 魔法攻击力刚刚1100出头 他的伤害还没堆起来 但许峰还没攻击 他这点伤害 成功吸引了仇恨 雕像怒目 看向了他绳子换了个方向 冲向了神婉秋 他朝反方向跑去 保他 另外三个妹子 朝神婉秋跑了过去 许峰反应极快 瞬间停步 张弓射箭 搜搜搜 三箭飞出 精准命中 -10316 -9522 -17120 赵福寺的血量 直接被打到了1万点以下 绳子在即将碰到神婉秋的时候 转了方向 许峰原地一箭 -1984 没报 绳子已经袭来 许峰顿了一下 又到绳子前冲 在相当极限的时候 许峰向前迈出一步 简单的一步 却让绳子贴着许峰的后背擦过 -104 许峰闪身加射箭 动作 一气呵成 -10316 暴击 赵福四血条清空 身上裂纹出现 碎成一地石头 许峰截图 给于又威发了过去 -给 拿去装逼 于又威 那叫宣传 许峰 宣传不就是光明正大的装逼吗 于又威 -呸 跟于又威聊完 许峰看向神婉秋 问道 -你知道很危险吗 神婉秋还以为许峰会夸夸他 听完许峰的话 他低着头小声说 -知道 打起来的时候 你要听我的 我需要帮忙 会跟你们说的 团战要听指挥 神婉秋低着头 小声说道 -对不起 许峰谈了他的面具一下 -为什么来帮我 神婉秋憨憨地说道 -不知道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把技能扔出去了 -憨憨 许峰搓了搓他的头 说道 -走吧 -下一门 -出了井门 许峰在原本是死门的位置 找到了生门 汤姐此时发完了帖子 -井门打通 -进度第一 听说月落西城大佬 只是运气好 -帖子发戳 -热度再次爆炸 -一楼 第二门已经打通了 -这也太快了 -三楼 -战利宫会找到了生门的位置 -但被灭对了 -七楼 -大佬不光是运气好 -实力也强啊 -十五楼 -我烤冷面刚吃了三口 -大佬就打通了一门 -各工会的高层 -羡慕的牙都要咬碎了 -他们已经靠着小号送死 -找到了八门的位置 -原本以为最难的关卡 -已经过了 -谁能想到 -里面的BOSS猛的一批 -进了八门 -他们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BOSS的属性 -在许峰面前不堪一击 -但垂起其他工会的人 -他们重拳出击 -战利宫会灭了17队 -莫利宫会灭了14队 -鹦鹉刚灭了22队 -各大工会 -损失惨重 -只有主力队 -勉强有通关的希望 -许峰却已经打通了两门 -为什么这么强的新人 -被清语阁给拉走了呀 -之前接触过 -许峰的几个工会 -此时后悔的长子 -都清了 -当初肯多给点钱就好了 -这个区域副本 -清语阁可真是出尽风头了 -月落西城市 -真的能搞事 -我真是瞎了眼 -当初五百没金币 -就能把他拉过来 -我居然错过了 -许峰给清语阁带来的名气 -已经不仅值一千没金币了 -论坛里越来越热闹 -估计找许峰麻烦的人 -也越来越多 -帖子下面 -64楼 -打完两门又能怎么样呢 -清语阁没人帮他 -他运气能一直这么好 -88楼 -升门他打不过去的 -115楼 -月孝子可别吹了 -进了升门 -月落西城避灭队 -我说的 -165楼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升门 -没看鹦鹉公会的帖子吗 -232楼 -谁说的 -月落大佬不是无敌吗 -不会连个升门都打不过吧 -鹦鹉公会找到的第一门 -就是升门 -他们已经公开了升门的情报 -Boss叫李顿一 -能无限顿地 -只有攻击的时候才能攻击他 -根本打不过 -汤姐看着这些回复 -有些生气 -这些人真恶心 -阴阳怪气的 -他旁边的妹子们 -也很紧张 -月落大佬打得过吗 -我觉得很难 -Boss出来就杀一个 -然后就又蹲地了 -鹦鹉公会 -他们都灭对了吧 -应该是都灭了 -升门的难度 -引来了很多的关注 -谁先把升门打通 -就能吃一大波热度 -觉得自己有实力的公会 -都已经进过升门了 -全灭 -汤姐叹了口气 -这次有点麻烦 -对方人太多了 -清语德的宣传组 -人数不算少 -有33个姑娘 -但许峰风头太盛 -很多公会都看许峰不顺眼 -鹦鹉公会 -战利公会 -谁会希望一个其他公会的人 -如此耀眼 -不属于自己的天才 -必须要折掉 -这么多公会的宣传组 -都在默契地配合 -整个论坛上 -四处都是阴阳怪气 -想要捧杀许峰的人 -汤姐默默思考着 -这怎么办 -一旦月落大佬灭在了升门 -情况会很糟糕 -不好办啊 -捧杀该怎么解决 -定 -汤姐深思的时候 -余又威发来了消息 -打通升门的截图 -汤姐猛地站了起来 -他打开截图 -看了一眼 -升门 -地上有一个碎掉的雕像 -手里还拿着一把巨大的石斧 -许峰截图里的内容 -跟鹦鹉公会截图出来的升门 -完全一致 -汤姐图一口浊气 -刚刚的烦闷一扫而空 -他回道 -牛 -逼 -余又威 -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汤姐 -什么话 -余又威 -别急着用这张截图 -先钓钓鱼 -来拨大的 -汤姐沉默片刻 -回道 -他有兴趣来我们这边吗 -余又威 -你这里给钱多吗 -汤姐 -啊 -不多 -余又威有好看的姑娘 -白给吗 -汤姐 -余又威笃定地回道 -那他不会来的 -汤姐脸色古怪 -月落大佬 -原来是这种人吗 -而且 -余会长对月落大佬好了解啊 -这俩人不会有什么吧 -汤姐还不想 -没打听余又威的八卦 -不过他还是回道 -会长 -这种人一定要留在咱们工会 -汤姐 -操作好 -思路清晰 -更重要的是 -他沉得住气 -汤姐 -别的工会一定会疯抢他的 -换成别人 -被人在论坛诋毁了这么久 -现在有证据了 -这还不赶紧打脸 -许峰没有 -他在等 -等着把手里的资源 -效果最大化 -心黑 -而且冷静 -余又威 -他不会走的 -汤姐 -别的工会可能会开高架 -还是要小心些 -余又威 -我知道 -汤姐有些好奇 -会长 -我能打听件事吗 -余又威 -说 -汤姐 -你用什么条件 -把他留下的 -余又威想起了 -他跟许峰的赌约 -翘脸红透 -狗男人 -他在心里骂了一句 -回道 -保密 -汤姐 -对不起 -我去干活了领导 -说完 -汤姐对他族里的小妹妹们说道 -都去论坛 -给我吹月落大佬 -宣传组的小姑娘们都梦了 -啊 -咱们也捧她 -合适吗 -这不是捧杀吗 -汤姐大手一挥 -月落大佬已经打通声门了 -给我可敬吹 -小姑娘们愣了两秒 -随后爆发出一阵欢呼 -好爷 -月落大佬太强了 -吹 -一瞬间 -论坛上那些 -劝大家冷静的人 -消失了不少 -月落大佬必通关声门 -三十几以下最强玩家 -怎么可能打不过 -声门只是对普通玩家有点难 -对月落大佬没有任何难度 -猛猛吹 -轻语格宣传组的妹子们 -大多都是许峰的粉丝 -他们吹起来 -可比其他几个工会带节奏的人厉害多了 -另外几个大工会的宣传组都猛了 -咦 -这几个人吹得这么猛 -咱们的人 -www -bicuxlangetnum -om -牛逼 -吹的角度比咱们有心意多了 -臭 -有军啊 -按他们这个吹法 -月落西沉通不了声门 -直接炸了 -清语格都加入敌军了 -论坛很快就被无脑吹许峰的人给霸占了 -整个论坛里 -热度可以说是吵得极高 -这么多家工会 -联合起来吹一个人 -前所未见 -汤姐此时放出了截图 -内部消息 -截图放出 -月落西沉大佬通关声门 -消息一出 -瞬间爆炸 -各大工会的宣传组 -集体傻眼 -捧杀 -讲究先捧高 -再杀 -可现在 -他们把许峰捧起来 -许峰接住了 -这可不是捧杀了之前 -做的所有铺垫 -就真成了吹捧 -坏了 -各大工会的宣传组 -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成许峰的铁杆粉丝了 -汤姐发的帖子 -迅速被顶成了热铁 -他发完铁 -自己打开一看 -已经上千楼了 -1143楼 -月落大佬的粉丝真多 -1266楼 -有一说一 -实力这么强 -有粉丝也不奇怪 -1353楼 -确实 -各大工会全部团面 -他居然给打过去了 -1455楼 -原本是路人 -但我现在有点佩服月落大佬了 -汤姐像是个汉子一样 -大笑了起来 -痛快 -宣传组的小姑娘们 -也是脸带笑意 -多亏他们帮忙宣传 -现在大家都觉得 -月落大佬粉丝贼多 -笑死 -全网差评这么少 -全被人吹的名人 -也就月落大佬了 -得谢谢他们 -一口咬定声门过步了 -月落大佬才能出这么大的风头 -许峰这次的热度 -空前的高 -现在热铁第一 -是八脉玉碱的铁子 -许峰的铁子 -有可能挤掉他 -这其中最起码一半以上的功劳 -是敌军贡献的 -汤姐说道 -都准备一下 -想想月落大佬打完之后的文案 -别的工会 -已经探完路了 -升门是最难的 -另外四门 -难度差不多 -许峰打完升门 -剩下的两门 -没有难度 -好 -姑娘们跃跃欲试 -汤姐吐槽道 -平时让你们宣传一下 -都半死不活的 -现在倒是有劲 -嘿嘿 -给月落大佬宣传 -当然要上心了 -我是月落大佬的粉 -给他写文案 -当然要上心 -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要是长得帅 -我粉一辈子 -清语阁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 -其他几个工会的宣传部和高层 -还没缓过来 -这怎么办 -我不知道啊 -谁这么能想到 -他可以打过升门啊 -他到底怎么打过的 -大冤种他们已经当了 -现在他们就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变成大冤种的 -不光他们想知道 -论坛里 -也有很多人在问 -汤姐发的帖子下 -十七楼 -这怎么打过的 -二十八楼 -这居然能打过 -怎么变位的 -三十三楼 -好神气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没人回答 -除了许峰 -还有四个队友 -没人知道 -许峰是怎么做到的 -定 -许峰正在打修门 -余又威发了消息过来 -论坛里非常多的人在问 -你怎么打过升门的 -许峰 -哦 -我看到了 -余又威 -余又威 -你要兴趣解释一下吗 -许峰 -没兴趣 -余又威有些无奈 -五十没金币 -许峰 -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 -余又威 -是 -许峰 -看人真准 -许峰 -我怎么解释 -需要我做什么 -余又威 -就把你打过升门的过程说一下 -发个简单的帖子就行 -许峰 -没问题 -余又威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 -他提醒了一句 -说话别太出格 -许峰 -收到 -十秒之后 -许峰回消息 -发完了 -余又威打开论坛 -果然 -许峰发了条帖子 -我是月落西辰 -听说你们很想知道 -怎么通关升门 -帖子热度已经炸了 -余又威点了点头 -暗自想着 -这标题还挺正常的 -狗男人也有靠谱的时候吗 -点开帖子 -他看到许峰的整个帖子 -只有一句话 -四箭把升门的boss射死就行了呀 -这么简单 -还要来问我 -你们不会是 -脑子不太聪明吗 -几把猫很担心你们 -JPGE -余又威撬脸上的笑意 -逐渐僵住 -然后消失 -他看了看底下的回复 -一楼 -臭 -好简单哦 -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看着我一千二百点攻击力 -流下了眼泪 -六楼 -你妈妈的 -攻击力高了不起吗 -攻击力高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十四楼 -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法反驳 -十九楼 -你了不起 -你攻击力高 -二十二楼 -我没见过像他这么嚣张的人 -许峰这帖子的热度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窜升 -本来许峰的热度就高 -他的回应无比嚣张又简单 -余又微本来以为许峰会被骂 -结果他发现 -多数人居然都很吃许峰这套 -被许峰说脑子不太好用 -他们居然还挺高兴的 -余又微都梦了 -他性子骄傲 -做事严肃 -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这种事情 -他真的第一次见 -在他愣神的时候 -许峰发的这条帖子 -直接穿上了热铁第一 -百集版本 -二十多集的玩家上热铁第一了 -史无前例 -许峰是第一个 -余又微走神片刻忽然笑了笑 -许峰的回应 -他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狗男人还挺好玩的 -余又微给许峰发消息 -我把钱寄给你 -许峰 -快点啊 -别赖账 -我接着打副本了 -说完 -许峰就不回消息了 -余又微刚刚出现的一丝好心情 -瞬间消失 -狗男人 -每次都这么敷衍 -余又微把钱游寄给了许峰 -冷着翘脸升级去了 -许峰很快打完了修门 -最后一门是渡门 -方位已经确定了 -许峰很轻易的 -就找到了渡门 -渡门的boss -每三秒会有一次范围攻击 -而且 -攻击时附带昏迷一秒的效果 -换成别的队伍来打他 -还挺难的 -一升的奶量必须要足 -要不然 -很容易就灭了 -许峰打起来就简单多了 -神晚秋尚毒 -许峰四箭 -用了不到两秒的时间 -就把他的血条打空了 -哄 -雕像碎裂 -同时 -整个石制的建筑 -似乎也在摇摇欲坠 -先出去 -许峰带着四个妹子 -推到了建筑的中间 -地面震动得越来越厉害 -随后 -八个房间全部坍塌 -石板地面 -发出了一阵齿轮转动的声音 -许峰面前大概三步的地方 -石板层层叠起 -一个密道出现在了许峰的眼前 -副本还没结束 -应该是要找到那个钥匙的 -许峰说完 -最先走进了密道 -四个妹子紧跟在他后面 -下了大概一百多个台阶 -许峰到了平地 -周围是一个巨大的石室 -放着非常多的书 -还种着很多的药草 -我是落万里 -一个手脚都绑着铁靠的老人 -艰难地走了出来 -轻声说道 -周亚男有些激动 -我们来救您了 -许峰一把拦住了他 -周亚男有些疑惑 -怎么了 -不是跟他对话 -就能完成副本吗 -许峰没有解释 -他看着落万里 -说道 -八门是你部下的 -不是血鱼寨的那五个恶人 -对吗 -落万里没说话 -许峰继续说道 -你也不是被他们绑过来的 -你是自己跑过来的 -除了沈婉秋之外 -另外三个妹子都惊呆了 -什么意思 -难道落万里是最终boss -落万里浑浊苍老的眼睛盯着许峰 -他笑了笑 -为什么这样判断 -如果你的解释让我满意 -我可以给你巨大的好处 -许峰盯着落万里 -说道 -这里的八门方位也被改了 -落万里愣了一下 -眼睛逐渐瞪大 -有些吃惊 -这小子能感受八门方位 -那你说 -方位被改成什么样了 -许峰说道 -我从南边进来 -现在的位置应该是井门 -但我现在踩在了死门上 -落万里眼里的震惊 -愈发强烈 -我呢 -升门 -见了鬼了 -不可能啊 -普通人怎么可能感知八门方位呢 -落万里的语气里 -满是疑惑 -你等一会 -落万里的身体周围 -散发出了淡淡的蓝光 -但他没有扔技能 -周围也没有任何变化 -沈婉秋他们有些茫然 -许峰的眼神 -却逐渐严肃了起来 -八门的方位 -变了 -现在 -我在什么方位 -落万里忽然在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许峰的右侧 -瞬移 -许峰盯着他 -说道 -修门 -落万里终于确定了 -许峰真的能感知到八门方位 -奇了怪了 -落万里朝许峰走了过来 -忽然 -落万里动了动鼻子 -说道 -你身上是不是有把弓 -有 -叫什么 -许峰说道 -想知道 -落万里点了点头 -许峰把手一伸 -情报也要钱啊 -落万里沉默两秒 -问道 -我杀你只用一秒 -你还想要我钱 -许峰咧嘴笑了笑 -要 -实话实说 -这把弓 -是我师父给我的 -你杀了我 -我师父 -来找你算账 -沈晚秋有点猛 -另外三个妹子也惊了 -许峰居然还有个师父 -落万里催了一口 -师父个骗 -老轩元这辈子 -只能收一个徒弟 -蒙我是吧 -四个妹子 -这才反应过来 -周亚男翻了个白眼 -小声说道 -又在骗人 -许峰嘴里 -真的没一句实话 -连老人都骗 -许峰被拆穿之后 -面不改色 -他改主意了 -你不知道而已 -落万里都惊呆了 -他第一次看到 -脸皮这么厚的人 -被拆穿了 -脸都不红 -就硬鞭 -骗他四百八十多岁的老人 -许峰脸色如常 -仿佛被拆穿的人不是他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只要有求于许峰 -许峰也得好他两根毛下来 -落万里有点无奈 -我身上没钱 -技能书也行 -那 -这本给你 -落万里给了许峰一本技能书 -换雷剑 -剑势 -传说 -消耗一百点蓝量 -造成 -攻击力 -X3 -5 -得物理攻击 -并使敌人麻痹一秒 -冷却时间 -6秒 -好东西 -许峰收好了技能书 -说道 -轩缘长弓 -果然是他 -落万里感慨一声 -但他不会感知八门方位 -你有特殊的呼吸法 -落万里猜得很准 -许峰笑了笑 -想知道 -我学了什么呼吸法布 -落万里也笑了 -不想 -他不上当了 -许峰想了想 -说道 -没有别的问题 -那就结算奖励吧 -落万里正色道 -我有本技能 -想传给你 -说着 -他递给了许峰一本技能书 -独一真经 -无望 -使用毒属性攻击时 -最终伤害结果提升240% -提升30%的魔法攻击力 -毒属性负面效果持续时间提升200% -使用毒属性攻击时 -无视目标15%的魔法防御 -使用后自动转变为法系职业 -可用武器 -法杖 -短杖 -雨扇 -卧槽 -专属技能 -属性好强 -许峰惊了 -这个世界 -没有隐藏职业 -但有些强者 -拥有自创的技能 -学会这些技能 -可以转职业 -许峰可以直接转成法系职业 -变成用毒大师 -怎么样 -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毒圣吗 -许峰摇头 -算了 -吴旺级的技能 -确实无比珍贵 -但法系职业敏捷不够 -单刷起来十分困难 -而且 -毒系职业没有爆发 -轩辕长弓的潜力 -许峰觉得 -比吴旺要高 -这对许峰来说 -不难抉择 -洛万里有些遗憾 -伸手要把技能书拿回去 -他用力一转 -技能书纹丝不动 -许峰死死地抓着技能书 -吴旺级啊 -这玩一直多少钱啊 -洛万里哭笑不得 -松手 -许峰说道 -我有个提议 -说 -他是独一 -而且他跟我一起 -找到了你 -把技能书给他吧 -许峰指了指神晚秋 -神晚秋忽然被提到 -挪动脚丫 -后退了半步 -许峰拉住他的手腕 -牵到了洛万里面前 -洛万里问道 -他有几个毒系的技能 -二三十个吧 -洛万里点头 -两三个呀 -许峰咧嘴一笑 -老同志啊 -太聪明 -可没朋友 -沉默极妙 -洛万里叹了口气 -行吧 -他也不错 -说着 -洛万里用力一抽 -把许峰手里的技能书 -抢了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后向晚秋 -真名 -沈晚秋 -我的一波就交给你了 -等到你三十级的时候 -过来找我 -我教你技能 -沈晚秋收下了技能书 -洛万里看向了许峰 -你也算是 -帮我完成了一件心愿 -我给你个选择的机会 -副本奖励减半 -我会随机给你一样隐藏奖励 -要不要 -许峰思索片刻 -问道 -隐藏奖励都有什么 -不知道 -许峰犹豫了一下 -看向了四个妹子 -她想要隐藏奖励 -你决定就好 -我是打工仔 -全听老板的 -许峰说道 -等会每个人补偿十枚金币 -说完 -许峰选择了隐藏奖励 -一瞬间 -提示出现 -您已完成区域副本 -触发世界公告 -请问是否隐藏角色名称 -不隐藏 -世界公告 -很快出现 -平康大城区域副本 -已由月落西沉 -与另外四名玩家通关 -奖励 -二十级黄金宝箱十五个 -随机宝石十五颗 -金币六十枚 -技能书四本 -公告一共三遍 -许峰重置了三十多次 -拿到了三个宝箱 -两枚百分之三的敏捷宝石 -一枚百分之三的力量宝石 -还有二十枚金币 -技能书只有四本 -妹子都有 -许峰没有 -许峰拿奖励的时候 -十分生气 -气都冷 -我们男孩子 -什么时候 -能站起来 -他们都没有 -就许峰没有 -然而 -奖励结束之后 -落万里给的隐藏奖励 -让许峰无比惊喜 -八门秘术 -无望 -残缺 -当你站在集三门 -敌人站在凶三门时 -造成的伤害结果 -提升百分之一百 -当你站在集三门 -敌人站在凶二门时 -无视对方百分之十五的防御 -你可以改变八门方位 -并且随八门方位移动而顺移 -当前每天最多更改四次 -论坛里 -世界公告出现之后 -无数人都惊呆了 -许峰通关区域副本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们震惊的 -不是许峰触发世界公告 -而是奖励居然这么少 -区域副本给的奖励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 -每个人分到手里才三个 -不合理 -这个奖励明显偏少 -月落大佬是不是被针对了 -这么难的副本 -怎么会给这么点奖励 -有没有大佬说说这个机制 -就很离谱 -凭什么给这么少的奖励啊 -不少人都在替许峰鸣冤 -也有很多人在幸灾乐祸 -刚刚当了大冤种的几个工会 -心情都好了起来 -笑死 -累死累活打了半天 -就这么点奖励 -还不如打个普通副本 -白忙活一场 -实力强又怎么样 -运气不好 -照样白打 -不会吧不会吧 -这么难的副本 -这有人只拿了这么点奖励啊 -不过很快 -汤姐发了条帖子 -轻语阁招心 -拥有钻石级以上技能的玩家 -拥有先级装备的玩家 -免是进入工会 -可以月落西城大佬 -近距离交流 -帖子热度很高 -毕竟许峰还在热铁第一待着 -轻语阁之前 -也发过招人的帖子 -但这次 -显然是效果最好的一次 -刚刚心情好一点的鹦鹉工会 -又未疼了起来 -他奶奶的 -许峰奖励虽然拿得不多 -但名气打开了 -轻语阁的人气也涨了起来 -已经在扩招了 -而此时 -被不少工会嘲讽奖励少的许峰 -满脸兴奋 -太强了 -这本八门秘书 -价值连城 -最终伤害翻倍 -虽然不如独胜真经提升的伤害高 -但八门秘书 -毕竟是残缺的 -属性不满 -而且 -太重要了 -敌人的数量一旦太多 -许峰很容易被包围 -被合围之后 -走位再好也没用 -但有一个位移 -就能拉开距离 -本来许峰没想到 -自己这么早就能拿到位移技能 -这个世界的位移技能 -是真的太稀有了 -唯一的问题 -就是一天只能改变四次方位 -一天只能位移四次 -有点少 -学了再说 -许峰直接使用了这本技能书 -一道光阵 -从许峰的脚下站开 -八门方位 -缓缓流动 -一股强大的力量赶涌来 -许峰有种感觉 -只要自己心思一动 -就能轻松地改变周围的方位 -唯一不能更改的 -就是洛万里脚下的方位 -许峰看向洛万里 -为什么是残缺的 -我师父创了八门秘书 -但他只教了我半卷 -另外一半呢 -我师父去无见海域的时候失踪了 -另外半卷 -在他身上 -为什么我每天只能改变四次方位 -洛万里解释道 -更改八门方位 -需要呼吸法做支撑 -你的呼吸法很强 -这么低层的呼吸法 -居然能位移四次 -已经很惊人了 -说完 -洛万里看向许峰的眼神里 -还带着些许震撼 -他的呼吸法 -是无妄级的 -当初他的呼吸法 -到了十层之后 -他才第一次成功改变了方位 -直到现在 -他每天也只能改变五次方位而已 -许峰的呼吸法 -刚刚四层而已 -居然一天能改变四次方位 -这到底是什么呼吸法 -洛万里都没见过这么强的呼吸法 -正在洛万里走神的时候 -许峰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师父 -能不能给点呼吸法惊艳 -谁是你师父 -你呀 -叫我八门秘书 -叫你一声师父 -没问题吧 -有问题 -不收 -滚 -洛万里对许峰十分嫌弃 -骂完许峰 -洛万里看向沈晚秋 -说道 -徒弟 -我送你件东西 -说着 -他拿出了一根短杖 -递给了沈晚秋 -许峰好奇地问道 -什么属性 -沈晚秋直接把短杖递给了许峰 -二世纪的白金短杖 -属性相当不错 -洛万里在旁边看着 -在心里郁闷地叹了口气 -看沈晚秋这个样子 -他这个徒弟 -迟早也是 -许峰这个不要脸的小王八蛋的人 -白给 -谢谢师父啊 -许峰把短杖递给了沈晚秋 -大大咧咧咧地说道 -洛万里更郁闷了 -谁他妈是你师父 -去吧 -我在这里 -等你到三十级 -然后再去杨明城 -对了 -这个给你 -找我的学生 -他可以给你安排些任务 -给你些呼吸法经验 -帮你成长 -杨明城是三十级要去的城市 -洛万里给了沈晚秋一张传送符 -还有一个信物 -许峰刚想开口 -谢谢师父 -洛万里一挥手 -没给许峰说话的机会 -许峰他们一队人 -被传送到了荒石园上 -月落大佬出来了 -大佬 -我是你粉丝啊 - www- flew, adulthood -大佬,我爱你 -我要给你生猴子 -跟宜走吧 -也有钱养你 -人群大声地喊着 -虽然副本奖励出起得少 -不少人阴阳怪气 -但这丝毫不影响许峰的超高人气 -许峰脸色古怪 -咦都来了 -滑开富贵是吧 -先回程 -然后再分东西 -许峰说完 -撕开了一张回程服 -四个妹子 -也跟在他身后 回了城 许峰找了个安静的巷子 珊珊同学 这个给你 说着 许峰拿出了换雷剑 递给了何四山 何四山愣了片刻 惊喜地问道 真的给我 落万里被敲出来的这本技能书 价值数千枚金币 何四山真没想到 许峰居然会把这本技能书给他 真的给你 好 何四山平时说话很机灵 此时他却没说什么别的 安静地收下了这本技能书 只要许峰不赶他走 他这辈子都在许峰的工会里干活了 给完技能书 许峰顺手申请了跟何四山交易 给你们金币补贴 何四山连忙说道 不用了 老板 收了技能书 怎么还能收钱呢 一码归一码 真不用 许峰说道 拿着吧 你们手里有点钱 有合适的装备直接买 要不然还得麻烦我 几个妹子对视一眼 还是坚持不要 许峰想了想 说到那就当做工会资金 我在你们这里放四十枚金币 用来发展 这样好像可以 几个妹子 莫名的有了种归属感 许峰把金币交易给了周亚南 周亚南收好钱 说道 所有的账目 我都会记录下来交给你 等工会建好了 就会有公共账目了 随时可以查阅 行 钱的事情解决 许峰把箱子开了 三个箱子 许峰拿到了三件 二十五级的白金级首饰 服役项链 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五级力量 加130 敏捷 加37 攻击力 加210 特殊效果 命中率增加4% 犬牙戒指 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五级力量 加90 敏捷 加30 攻击力 加167 特殊效果 增加6%的暴击率 鸣鸟戒指 白金 等级要求 二十五级 力量 加87 敏捷 加32 攻击力 加171 特殊效果 增加4%的一速 三件装备 属性都是同级别中的极品 再升一级 轩辕长攻级别提升 再换上这三件装备 许峰的面板攻击力 妥妥的破4000点 许峰说道 珊珊 等我升到二十五级 身上的首饰 还是给你 我现在没钱 没事 你卖给骨盒金之后 再给我钱就行了 谢谢老板 他反正已经准备好 给许峰打一辈子攻了 这就是自己的终身老板 用他三件装备 和四山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许峰看向神晚秋 走 去看看那个隐藏任务 能不能五个人一起做 好 现在许峰还缺三个箱子 最起码给核心员工 人手配上一把白金武器 工会虽然还没见 但排面不能差 一队人赶往城西 路上 许峰看了看论坛 看到自己挂在热铁第一 许峰心情很好 不过底下的帖子 大多都在 在任务物品的指引下 他们到了一座学院的门外 学院的门紧闭着 旁边写着外人禁止入内 怎么办 好办 许峰上前 拍了拍大门 一个穿着青衫的女人 开门走了出来 你们有什么事 许峰让开了半边身子 沈婉秋走上来 说道 这是洛老师的信物 他说 让我来找你 对方接过符纸 看了一眼 神情温和了几分 我叫陈默 你可以叫我成师姐 刚好 我这里有件事情 需要你们去做一下 陈默想让沈婉秋 去承西的天水园 取回二十个癫狂渔夫的渔沟 完成之后 奖励一万点呼吸法经验 每个人随机 医治两个二十级黄金宝箱 请问这个任务可以组队吗 沈婉秋软软地问道 陈默指着许峰 说道 你们可以 他不行 许峰怒声说道 凭什么 洛师在符纸里留了言 说不能让你参与这个任务 对了 他还让我转告你 气死你个小王八蛋 许峰忽悠道 洛老师这是跟我开玩笑呢 陈默 请回吧 许峰有点肉疼 两个宝箱 还有一万点呼吸法经验 结果任务就在眼前 居然不让他做 洛万里这小老头 搞人心态有一手的呀 沈婉秋忽然开口 那个 我做完任务之后 奖励给他 可以不了 陈默有些惊讶 为什么 沈婉秋有些害羞 没有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想看到 许峰刚刚那个心疼的样子 陈默摇头说道 任务奖励的宝箱 都是绑定的 不能给别人 沈婉秋低着头 知道了 许峰看着他的样子 忽然没那么肉疼了 他上前搓了搓 沈婉秋的脑袋 你们四个去做任务吧 有别的隐藏任务在找我 好吧 他们四个接上任务 向承熙去了 许峰再次前往城南 路上 许峰把他弄到的三枚宝石 都挂到了拍卖行里 挣3%的宝石 许峰肯定不会 打在轩辕长弓上 现阶段最好的宝石 就已经挣5%了 许峰肯定要打最好的宝石 现在合成完宝石 到时候 还得再花大价钱取下来 三枚宝石很快卖掉 一共卖了550枚金币 许峰看不上的宝石 在一线玩家的眼里 那可是香波波 加上余佑威给的50枚金币 许峰的总资产 已经有了745枚金币 希望轩辕长弓30级解封的时候 别太废 赶路的一半的时候 论坛里 麦克发了一条帖子 金针的获取方式 八卖预检的使用方法分享 许峰看了看帖子的内容 金针需要在100级城市的 太雪里进行熔炼 一根金针 价值100枚金币 光是几乎一个雪位消耗的钱 就得300枚金币 这还不算预减的价格 帖子的热度迅速飙升 很快就把第一给抢了回去 定 青山入淮给许峰发来了消息 大老 我有点内部消息 加百列工会 好像是跟其他好几个工会 一起把热度给炒上去的 专门为了压你一头 许峰 哪来的消息 青山入淮 我有朋友 在加百列工会里 青山入淮 他们之前打得也很凶 现在居然在压制你的事情上 这么团结 许峰 问题不大 许峰 不过 你情报挺广啊 青山入淮 我只悄悄地告诉你啊 我就是咱们工会的情报人员 许峰 明白了 跟青山入淮聊了几句 许峰把青山入淮的名字 寄到了自己的小本本上 他的工会 肯定也需要情报部门 青山入淮有这方面经验 到时候 可以试着挖走 至于其他几个工会的打压 许峰真没放在心上 如果他现在110级 有自己的大工会 这几个工会谁敢逼逼 许峰就赶上去 给他们两个耳光 不服就开战 可惜许峰 现在刚刚24级 只是青语格的精英成员 青语格不会因为 这种论坛上的小事 跟几个大工会起冲突的 许峰一直都很清楚 实力不够 愤怒就毫无价值 现在许峰 只想快点搞机搞钱 赶到乱葬林 许峰又回了之前在的那个地方 之前六队人已经走了 现在换成了封阳工会的人 见到许峰之后 对方的队长犹豫了一下 没有说话 算了 惹不起 许峰走到了最好的位置 也不说话 就直接开始刷怪 他旁边的一队人 虽然没动手 但也没让位置 双方抢起了怪 许峰站在升门的位置上 瞄准了一个 站到了死门的狂尸 普通一箭飞出 负两万七千九百一十四 差点秒了 旁边的一队人 惊到手上的动作都停了 草 将近三万的伤害 仅仅一箭 狂尸的血条 就已经只剩个血皮了 旁边的弓手 都是弓手 怎么他跟许峰 好像不太一样 其他封阳工会的成员 也都无比震惊 为什么伤害忽然这么高了 他之前不是还打一万多的伤害吗 怎么忽然这么高了 妈的 二十四级的小号 打狂尸 打了将近三万的伤害出来 这说出去 也没人信啊 许峰随手补了一箭 有些不满地说道 攻击力还是低啊 得两箭 攻击力低 旁边的封阳工会成员 都被许峰给整破防了 听听 这说的都是人话吗 老大 我要捶这小子一箭 这不是恶心人吗 他攻击力 我是什么 我特么打五百点的伤害 这特么是狂尸啊 两箭一个 他还不满意了 旁边的输出职业 都挤眼了 还好有盾战 还有医生们拉着 许峰瞄准了下一个 站在伤门的狂尸 骤影剑 混沌箭矢飞出 负三万五千六百四十 一箭命中 狂尸的身体被冻穿 鸟了 不完了 老大 他越来越过分了 三万五 这B24级打狂尸 打了三万五千的伤害出来 他到底多少攻击力 过分了 算了 走吧 刚刚站在许峰旁边 试图跟许峰抢一抢怪的那队人 转头就走 月落西沉这个逼完不起 一个人欺负他们一队人 有个医生妹子 把许峰伤害的截图 放到了论坛里 月落大佬 伤害破三万 有没有人算一算 他现在有多少攻击力 帖子十分热闹 一楼卧槽 进来之前 我还以为是打小怪 居然是月击打出了三万多的伤害 二楼 将近四万的伤害 卧槽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mu 57楼 这攻击力 最起码有六千点了吧 68楼 这特码二十四级 之前就有人算过许峰的伤害 念版攻击力三千以上 爆伤五倍 这个数字 当时震惊了不少人 而现在 许峰的伤害 居然倍数提升了 论坛上的人们 除了震惊之外 还有困惑 这怎么做到的 截图里 许峰的装备都没换 不换装备 攻击力翻倍 不可能啊 各种推测 都有 但都没有实锤 很多人想不通 看着许峰的伤害数字截图 估计今天晚上都要失眠了 不到两分钟 论坛里又出现了一些帖子 鹦鹉工会 战力工会 加百列工会 你们联合压制月落大佬 压得住吗 显然 就算是不知道 内情的普通玩家 也看出了几个工会 在联手打压许峰 之前有不少许峰的粉丝 都很生气 他们比许峰还着急 但看完许峰的伤害 他们忽然心情爽了 论坛的热度 真没那么重要 月落大佬的实力 成长得飞快 被点名的工会 没有任何回应 论坛里的争论 许峰不清楚 他在研究八门秘书 八门方位 会跟着许峰的移动而改变 他已经掌握了走位的窍门 只要我的移速比对方快 我就能一直 让对方站在凶三门里 一边练习 许峰的经验 一边飞速地上涨 伤害翻倍提升 许峰的升级效率 也跟着成倍的增加 十分钟后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二十五级 轩辕长弓 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弓弦染上了一抹暗红色 弓身上也多了些颜色 并且弓身变长了些 许峰看了一眼他的属性 轩辕长弓 加四 白金 力量 加210 敏捷 加170 攻击力 加400 特殊效果 增加15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附带技能 图灵 破天一剑 无消耗 造成攻击力X3 5 得物理伤害 冷却时间5秒 图灵 暴击伤害提升350% 强化加成 攻击力 加100 提升比想象中的大 许峰有些意外 轩辕长弓的成长幅度 随着级别提升也在逐渐加大 越来越超模了 看完轩辕长弓的属性 许峰打开背包换上了三件25级的白金品质首饰 四件装备 焕然一新 许峰期待地打开了自己的面板 攻击力 4530 25级的提升 十分巨大 我现在打40级的防战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普通的40级攻守 攻击力能过4000的 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许峰才25级 已经4500多的攻击力了 无声呼吸法的提升速度 还是有点慢 其实许峰的上限远不止于此 无声呼吸法才四层 落万里这小老头 许峰想到自己错过的一万点呼吸法经验值 再次吐槽了一句 隐藏任务做完了吗 吐槽完之后 许峰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沈晚秋 还差一点点 许峰 做完之后 让珊珊来拿装备 沈晚秋 好 跟他聊完 许峰打开工会频道 还有论坛 继续发消息 收平康大成的隐藏任务 他已经不缺白金装备了 再换装备 就是三十级的钻石装备了 不过 三个箱子 还是要给妹子们整出来的 发完帖子 许峰的好友申请 又多了几百个 不过 搜索一下好友申请信息关键词 隐藏任务 一个都没有 全是来捣乱的 许峰继续安心刷笔 举起长弓 瞄准了一个狂师 旁边的机队人 都伸直了脖子 看向了许峰 他们都看到许峰升级了 而且也都看到许峰换装备了 现在他什么攻击力 这些人非常好奇 So 箭矢在众人的注视下飞出 打在了一只狂狮的身上 -38759 许峰的攻击力 其实只涨了700多点 但图灵加了50%的爆伤 再加上八门秘书的加成 最终伤害 暴涨了上万点 旁边的机队人 惊掉了下巴 这特么是升了一级 我升十级 也涨不了这么多的伤害啊 太离谱了 许峰心情也很好 终于不差那点伤害了 为了几十点伤害 还要补一件 实在是太麻烦了 现在不用了 一件一个狂尸 没有隐藏任务 许峰继续刷着怪 刚刷了几分钟 一道公道响起 云南势力七级城市天云霞 出现天神级野生坐骑活斗 天神级坐骑 许峰在论坛里 看到过一些顶级玩家的坐骑属性 坐骑之间 差异级品阶 属性会有很大的差异 现阶段最强的坐骑 是格林工会会长 穆尔林的地神级冰娟 冰娟可以增加21%的魔法攻击力 还有一个技能 冰封 将自己冰封一秒 不受伤害 但神话级的坐骑 攻击力加成都在8%以下 而且没有技能 更低品质的坐骑 就只能用来跑图了 或斗士迄今为止 第一个天神级的坐骑 加成肯定更高 许峰很眼馋 驯服坐骑 可以战斗 也可以沟通 野生坐骑的智商都很高 如果许峰现在有50级 他也可以尝试驯服或斗 主人的等级 如果低于坐骑 坐骑的品阶会下降 随着主人的级别提升 逐渐恢复 到许峰100级 或斗会恢复到天神级 可惜 许峰还没50级 工会频道里 圈圈圆圆圈圈 会长能不能驯服或斗啊 一夜起七次 肯定行的 青山入怀 拿下祸斗 咱们工会的实力 还会大涨吧 工会成员 都很亢奋 一个天神级的坐骑 足以让于又威 跟另外几个法师 拉开差距 他很有可能 成为世界第一法师 然而 一个顶着副会长 头衔的人 忽然发了消息 云生 会长 这次就别跟我抢了吧 你装备已经很好了 这个坐骑 给我不不伤害吧 浮花摇 确实 这样分配更合理 含酒烟 云生是工会里的第一攻手 确实给他更合适 这三个人都是副会长 他们发完消息 工会里都安静了不守 许峰玩味地想着 有意思 逼着于又威 放弃祸斗 思索片刻 他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你想怎么处理 于又威心情正烦 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峰 万一你被气得变丑了 到我一百级 我不是亏死了 于又威翻了个白眼 没空理你 回完消息 于又威在工会里发了消息 公平竞争吧 谁幸福算谁的 云生 开玩笑吧 你的法杖 是工会一起刷区域事件的时候 打出来的 比我的武器好多了 云生 这怎么公平竞争 韩酒烟 你是会长啊 总不能什么好处都归你吧 兄弟们该寒心了 于又威咬着红唇 他性子骄傲 不屑于跟别人争 而且 他也不喜欢看人脸色 拉帮结派 刻意跟人交好关系 工会里另外三个副会长 三十二个长老里 只有汤姐 还有于又威固定队里 另外四个妹子 帮他说话 寒雪沉香 祸豆还没拿下 就要逼会长放弃 云生 不是逼 是讲道理 他装备这么好了 总不能都给他吧 许峰一直在看他们的消息 这人看准了于又威脸皮薄 好欺负啊 云生没有私聊 特意选择在工会频道说这件事情 就是为了让于又威觉得难堪 而且 云生一口咬死 他吃的工会资源少 于又威应该让着他 精心策划 把自己伪装成了弱势者 查理查气的 而于又威这种脸皮薄 性子傲的女神 最不会对付 这种装弱势的人 眼看着于又威不说话 许峰又给他发了消息 我可以帮你让他闭嘴 于又威都已经准备放弃了 看到许峰的消息 他迟疑地回道 真的假的 许峰 一个25级的小号 云生可是世界前20的100级攻手 于又威知道 许峰这个狗男人 鬼点子多得很 但他实在想不出 该怎么处理 许峰 我帮你拿下货斗 你让我当长老 怎么样 长老的特权很多 工会内部购买物品 六折 而且 每天进入练工房的次数 从三次变成了五次 更重要的是 许峰想挖人的话 有个长老的身份 也更好办 于又威有些犹豫 你打算怎么做 许峰 别管我怎么做 等着看结果就行 许峰 我能让他接受 跟你公平竞争 于又威 你要是做不到呢 IQ Y G Excellent TV O MU 许峰 那我就跟你一起丢人呗 这有什么的 于又威 呸 你才丢人 我这是为大局考虑 许峰 那我开始了 于又威 好 许峰打开了工会频道 月落西沉 云生是吧 你好像很不服气 咱们笔划笔划 消息一发出去 工会里所有人都傻了 正在看戏的六个副会长 三十二个长老 十万工会成员 都待住了 卧槽 我没看错吧 月落大佬赶叫板云生副会长 疯了 无数人在心里呐喊 光是旁观 都心跳加快了起来 于又威娇媚的眼睛 也呆住了 旁边的寒霜沉雪愣愣地问道 小鱼儿 你安排的 于又威捂住了额头 我 他也不知道 许峰会来这么一句啊 云生也傻了 谁啊 月落西沉 这个名字 他最近倒是听说过几次 但他不太在意 真正关注到许峰的玩家 其实普遍还是中低层的玩家 像是八十级以上的玩家 都在忙着冲击 看到许峰二十多级 他们也就不在意了 云生 你什么意思啊 许峰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要接受跟于会长公平竞争 人们这才反应过来 许峰居然是替于又威出头 不少人都觉得荒唐 他娘的 二十五级的小号 替于会长出头 月落大佬牛逼 我也看云生不顺眼了 听说于会长对月落大佬挺好的 看来月落大佬人品不错 这是来报恩了 之前只听说月落大佬操作好 人品也不错呀 不少人暗中都对许峰 评价高了很多 云生冷笑着回道 你敢命令我 许峰 我二十五级 没怎么吃过工会的资源 你不会要跟我一般见识吧 许峰 你这种大号让着我 不是应该的吗 不 不少人脸色古怪了起来 好不要脸 明目张胆的我若有理 云生 有病吧你 许峰 这不是你干的事吗 咦 人们仔细一想 忽然发现 云生刚刚干的事情 不就是这样的吗 于又威的输出高 参与的工会活动也非常多 他打出来的资源 比云生多很多 多拿点资源 符合常理 也符合工会的规定 当初云生没意见 现在 有好的坐骑了 他忽然跳出来说 他若 所以他该拿好的坐骑 什么逻辑 云生被当众拆穿 脸色难看了起来 云生 你胡说什么 云生 有余又微仗着你 你就嚣张 信不信老子把你踢了 许峰 踢 现在你踢我 十个小时内 老子被你杀到九十几 一句话 整个工会的人们 再次震惊到了 卧槽 二十五级的小号 这么嚣张吗 喊九嫣 这人是个疯子 别理他了 浮花摇 月落西尘 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 浮花摇 道个歉 这件事情 就算过去了 云生被震惊到 说不出话了 另外两个副会长 帮他针对起了许峰 无数工会成员 都无比期待 月落大佬 还敢对吗 一下子得罪三个副会长 要出事啊 他凭什么敢说杀云生啊 期待之余 无数人也很困惑 月落大佬 嚣张过头了吧 显得有点不自量力了 于又微翘脸微寒 准备出来帮许峰 许峰先发了消息 二十级到三十级的速生记录 换你一级 你才有其他工会的人换吗 许峰 三十级到四十级的速生记录 换你二级 你才有人换吗 许峰 我自降职位 来 你踢吧 说完 许峰直接辞职 月落西陈辞职 降为普通工会成员 精英成员 只有于又微和福花瑶可以踢 其他人是不能乱踢的 现在不一样 普通工会成员 任何一个工会的副会长和长老 都能踢走许峰 一秒 两秒 三秒 许峰 看来你不敢 许峰 再跟你说一个事 我报复你 你蔡余会长会帮你吗 许峰 人菜话还多 装备插就老老实实地狗着 还他妈抢 你配吗 云生气地发抖 福花瑶和韩九嫣 脸色也都阴沉地能凝出水来 但没人敢踢许峰 工会里 十万成员 都疯狂了 牛逼 太牛逼了 这他妈就叫底气啊 二十五级 指着一百级的鼻子骂 不讲理啊 这货跟个大反派似的 上来就拿势力压人 你装弱势 老子直接让你变真弱势 于又威翻着许峰发的消息 心情畅快 狗男人 真不讲理 于又威自言自语地小声骂了一句 但他的嘴角在笑 福花瑶 月落西沉 这是副会长和会长之间的事情 跟你个小号没关系 许峰 小号不配说话是吧 许峰 兄弟们 给个面子 五十级以下的报个数呗 青山入怀 一一 一夜起七次 一一 骨合金 一一 发消息的人太多了 根本来不及报数 无数人都发了一 随后无数人都发了二 清语阁里 有一万多五十级以下的小号 发消息的人 怎么也得有八千人以上 许峰本来在小号里 人气就很高 再加上不少人挠补了剧情 他们觉得 许峰把于又威当自己人 硬刚云生 别的不说 许峰这人恩怨分明 能处 更何况 许峰还是替他们这些小号发声 这不帮个场子 福花瑶看着这么多的消息 有点慌了 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不光得罪了这些 未来潜力不错的小号 而且还给了许峰一个装逼的机会 云生也梦了 他就是想欺负于又威 脸皮薄 结果忽然蹦出来了一个月落西尘 不由分说 直接开咬 云生居然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在他们三个不知所措的时候 许峰 给你三秒 接受公平竞争 要不然我退工会了 许峰 三 许峰 二 许峰 一 云生 行 公平竞争 他发这条消息的时候 咬着后草牙 憋屈 真的憋屈 被许峰对了 也就算了 还要被许峰倒计时 但他真不敢把许峰放走 许峰 给我点补偿吧 耽误我这么长的升级时间 速生记录都快赶不上了 这句话 直接给云生整不会了 还要补偿 不少人也在心里 同时吐槽 卧槽 睁着眼说瞎话 许峰到现在 刚到平康大城 不到七个小时 他已经二十五级了 这其中还包括了 许峰浪费时间 去做了军营任务 做了区域副本 速生记录四十一个小时的大哥 你这升级速度 破不了记录 鬼都不现 脸皮是真厚 于又微白嫩的手 拍在了额头上 许峰又整活 寒霜沉雪 会长 他不会真的要好处吧 于又微 只要云生给 他就敢要 说完 于又微在工会频道发了消息 行了 到此为止吧 许峰 于会长说话了 那就算了 于又微愣了一下 嘴角微微上扬 在外人面前 许峰给足了他面子 他这个骄傲的性子 太吃这一套了 于又微 不过 你提醒我了 你确实很重要 于又微 这样吧 我给你个长老的职位 好好在工会里待着 别老想的跳槽 许峰 长老啊 不能是副会长吗 于又微 想当副会长 贡献点要足够 做各种工会任务的时候 都会给贡献点 许峰是特殊晋升 普通玩家 想当精英玩家 得干很久的工会任务 不过副会长 是不能特殊晋升的 发完消息 于又微 直接给许峰提了职务 月落西尘 晋升为长老 许峰的工会名称 变成了金色 这是长老以上的高层管理 才会有的特殊字样 有这个字样的 都是各工会核心中的核心了 许峰 谢谢于会长 一夜起七次 恭喜月落长老 想吃鸡腿 恭喜月落长老 底下一片刷屏 许峰插着时间 回了条消息 谢谢各位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找我 许峰 别的不说 打个架 帮忙刷个很难的隐藏任务 我在行 于又微看着许峰 在工会频道里发消息 摇了摇头 这狗男人 当上管理层之后 还挺有责任心的 于又微 在夸许峰 许峰则看着自己的 长老 头衔 心情愉快 果然还是当了领导 拉拢人比较快啊 工会里热闹了一阵之后 于又微和一百级的大号们 都去了云南市里 六十级会开通不同势力地图之间的传送阵 而且其他势力的玩家 无法进入六十级以下的地图 平康大城的区域副本 只有几个大工会 就是因为其他工会来不了 许峰看了看论坛 有人把清语阁刚刚发生的事情 放到了论坛上 讨论得十分热闹 尤其是许峰为小号说话那一段 引来了不少小号的共鸣 不过帖子里 热度最高的 还是霍豆 天神级的做棋 太重要了 许峰也很好奇霍豆的属性 还有最终归属 他也在刷论坛 蹲个属性截图 还有争夺的最终结果 定 青山入怀忽然发来了消息 大佬 有人找我 想求你帮忙过个很难的隐藏任务 青山入怀 奖励不是太好 只有经验和呼吸法经验 你愿意去吗 找许峰帮忙的 是工会里一个叫 我真的打不准啊 的二十六级攻守 他不敢直接加许峰的好友 所以找了青山入怀 青山入怀 其实也比较忐忑 许峰正冲击呢 有空帮忙吗 不过 许峰回到 在哪 我在乱葬林 进我就去一趟 他也没有大包大揽 隐藏任务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太远不值得跑一趟 不过要是静的话 都是同工会的小号 顺手帮个忙 只是小事 青山入怀 他好了 他就在乱葬林附近 我让他加你吧 发完消息 青山入怀 暗自感慨 月落大佬 这人是真不错 许峰加了这个人的好友 我真的打不准啊 大佬 我见到活人了 我真的打不准啊 你真的超级厉害 我这两天 刷了好久的论坛 对方情绪十分激动 许峰回到 给我发个任务坐标 我真的打不准啊 好嘞 任务地点 在乱葬林溪边不远处的 西村废址 这里当初是个隐藏地图 触发过区域事件 有妖族入侵 许峰出发 赶往任务地点 路上 许峰的好友拦出了提示 沈晚秋他们四个 都升了一级 许峰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来找我拿装备吧 沈晚秋 还有任务 许峰 沈晚秋 程师姐说 我们做得不错 又给了我们一件任务 许峰 我能去吗 沈晚秋 我问了 程师姐说不行 沈晚秋 你别难受 我的奖励可以给你 许峰 憨憨 沈晚秋有点委屈 为什么凶他 不过 他从来不会质问许峰 就算莫名其妙地被凶了 他自己缓一会 这件事就忘了 许峰继续回道 那你们先做任务 等会再来 拿装备吧 沈晚秋 好 跟他聊完 许峰看了看论坛 于右威击杀了圣徒工会的岛调人 霍斗的争夺愈发激烈 迈克击杀了龙影工会的汉千山 隐藏地图出现 霍斗藏身掩火洞 各工会的百级玩家 一般是不会轻易PK的 他们不缺复活时 但每一级的经验都很多 死一次 损失都相当惨重 但货都太重要了 百级大佬们 已经开始下场厮杀了 许峰很想去凑热闹 可惜他级别还不够 看着论坛 许峰跑到了任务地点 一个穿着红樱套的弓手 蹲在地上 他旁边还有一个一米无几的小姑娘刺客 大佬 见到许峰 我真的打不准 赶紧跑了过来 哇 御峰套 羡慕 大佬 你本人比视频和截图里还帅啊 御峰套非常稀有 同为攻守 我真的打不准啊 十分眼馋 对了 这是我妹妹 我叫刘雨准 她叫刘平一 许峰看向了旁边的妹子 她别过头去 声音有点忠性 就你话多 我真的打不准啊 挠了挠头 大佬别介意 许峰笑了笑 没事 走吧 先打任务 好 刘雨准带着许峰 进了地道 地道的尽头 有一个门卫 她不会动 但需要在五秒内把她打碎 要不然 她血量就会重置 我们实在是打不过去了 他们兄妹两个 也找了别人 但门卫防御一千八百 血量六万 别说一对人了 十个人一起 输出也不够 许峰听完 点了点头 没事 好打 真的谢谢大佬 要不是你 我们只能放弃了 我真没想到你这种大佬 真的会为了我们这种小喳喳跑一趟 刘雨准十分感激 许峰说道 都一个工会的 顺手帮个忙 你们这隐藏任务 从哪弄到的 许峰问完 刘雨准连忙说道 做工会任务时接到的 许峰愣了一下 还能这样 做的工会任务够多 有时候会接触到特殊人物 有概率接到隐藏任务 但概率非常低 我们只接到了两次 许峰脸色古怪 你们两个做了多少次工会任务了 到现在 有六千多环了 许峰惊了 跑任务环 经常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找人 太麻烦了 许峰一次都没跑过 这对兄妹才二十六级 居然跑了六千多环 浑身是干啊 许峰把他们两个的名字 寄到了小本本上 到时候一定得挖走 完成工会的任务环 会让工会的建设速度加快 许峰这个黑心老板 最喜欢这种自觉的员工 这两兄妹 都是极品打工仔 一路上 许峰跟他们随便聊着 很快 许峰在远处 看到了火把燃烧的光芒 一座大概四人高的狗头雕像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许峰看了看他的属性 不知名的雕像 属性跟刘宇准说的一样 六万的血量 一千八百点的双方 许峰走进雕像 他是从北边进来的 站在商门的位置 不能触发八门秘书的效果 改 许峰心念一动 身上有盈盈蓝光闪动 一股别人无法感知到的强大力量 瞬间影响了周围的方位 许峰脚下 变成了生门 不过他没有位移 只有在他想位移的时候 才会移动 so 改完方位 许峰二话不说 直接三剑射出 金光照亮了昏暗的地洞 混沌的箭矢 搅乱了空气 掀起了一阵风 三个伤害数字 从门卫的头上跳出 -31122 -28110 -41700 哼 门卫碎裂 刘宇准和刘平一 震惊得无以复加 这就打完了 咱们折腾了三个多小时 他一秒就解决了 兄妹两个喃喃低语 近距离看到 许峰打出的伤害数字 这可远比看视频更震撼 大老牛逼 刘宇准喊到破音 发出的声音跟公鸭被人捏住一样 刘平一也开口 谢谢 许峰咧嘴一笑 小时 走吧 去领奖励 发布任务的人 就在附近 三个人出了地洞 走了几分钟 就见到了发布任务的人 你们做得不错 交完任务 一道白光 融入了许峰的身体 他的经验条 猛涨一截 到了25级的42% 呼吸法的经验值 也收了5000点 妹妹 这次收获不错呀 5000点呼吸法经验值啊 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刘平一虽然嫌弃他哥 但语气里也难掩高兴 大老 见笑了 你能进练功房 5000点 呼吸法经验不算多 我们不一样 刘宇准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着 他们兄妹两个 才是20多级小号 最真实的样子 许峰大大咧咧地说道 见笑个屁 得了好处就该高兴 我走了 有事可以再找我 说完 许峰转身离开 刘宇准对自己妹妹说道 咱们两个欠 他个人情 刘平一恩了一声 他要是也做个工会就好了 跟他混更有出路 我也这么觉得 兄妹两个感慨一句 回城去了 定 许峰刚走两步 忽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军营发来的 特殊事件出现 有人摧毁了西村废纸的封印 三只妖族即将逃出来 特殊悬赏发布 追杀三只逃跑妖族 请问是否接受 许峰秒回 接受 稍等 我马上回去 回完消息 许峰立刻转身往回赶 赶到地洞口 许峰看向了远处的一块大石头 八门 改 许峰没有位移 但远处的石头 被许峰位移到了地洞口 果然可行 刚刚许峰改方位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觉 八门秘书 远比描述的要强 洞口被堵住 石头是可以被摧毁 或者是扳开的 其他地形也一样 都可以改变或摧毁 许峰找的这块石头很重 也很硬 没有三万点以上的攻击力 肯定一步走 三只妖兽的属性应该不高 要不然 任务也给不到许峰 他们肯定被堵死在了里面 追杀最麻烦的 其实不是杀 而是追 这下不用追了 许峰悠哉地撕开回城府 回了平康大城 而此时 三只鱼妖 到了地洞口 自由 自由就在眼前 应该快跑出地洞了吧 洞 跑到一半 他们撞在了石头上 鹿被封死了 三只鱼妖崩溃了 哪个缺得玩意堵的石头啊 洞 再不会刷怪 没有人来的西村废纸角落里 三只鱼妖拼命地撞着石头 但许峰想得多周到啊 他们根本撞不动 许峰回了平康大城之后 直奔军营 同时 他给沈婉秋发了消息 我在平康城 你们有空来拿装备吗 沈婉秋 我问问姗姗 他不敢挽回许峰的消息 怕被凶 所以 先回许峰的消息 然后才问 问完之后 沈婉秋回道 我们现在也回去 许峰 我在军营等你们 十分钟后 许峰跑到了军营 悬赏校官看到许峰 脸色凝重 你来了 封印怎么突然被毁了 许峰这个始作俑者 一脸着急地问道 演技自然 老戏骨看了 都要直呼内行 悬赏校官摇头 不清楚 但封印没有妖族出现的迹象 应该是人类做的 许峰急切地问道 是谁 能追杀他吗 悬赏校官再次摇头 应该是被妖族所骗 你确定要接下悬赏吗 确定 月妖的实力很强 比30级的boss还要强上一线 许峰问道 这么危险 给什么奖励 悬赏校官说道 你要30级了 我给你两个30级的白金宝箱 再给你两万点呼吸法经验 旁边的玩家 羡慕不已 还能根据级别给奖励啊 这是月落大佬啊 有军营声望的 有声望 就是人家军营阵营的自己人了 奖励灵活也很正常 许峰不太满意 再多给点吧 追杀他们很难的 悬赏校官拒绝道 已经很多了 许峰说道 我有办法 可以迅速击杀他们 不让他们伤人 甚至可以让他们 跟没出现过一样 他们也确实没出现过 还在洞里堵着呢 悬赏校官的眼神凝重了几分 真的 西村废纸的封印 由军营负责 约邀出来伤人 损失声誉的是 他们军营 许峰提出的条件 刚好是军营最在意的那一方面 军营 许峰说道 我保证 校官思索两秒 问道 你要什么 许峰叹了口气 秘密暗杀他们 代价很大 我不是想要好处 您帮我申请点补贴吧 奖励是有上限的 但补贴可没有 悬赏校官问道 想要什么补贴 许峰 多给我三个二十级的黄金宝箱 一共三个三十级的白金级宝箱 呼吸法经验值给四万 选赏校官想了想 二十级的黄金宝箱可以 白金宝箱和呼吸法经验值 选其中一个 许峰忍痛 选了白金宝箱 眼看要三十级了 替换的钻石品质手势 还没着落 短期来看 更换钻石装备 比呼吸法生一层更有用 呼吸法慢慢来吧 谈妥之后 提示出现 您已接下悬赏 紧急杀三只海族鱼妖 特殊条件 若除您以外 无人受伤 您将获得特殊奖励 悬赏刚接下 沈晚秋他们也来了 许峰把三件二十级的白金首饰 给了和四山 嘿嘿 谢谢老板 赶紧升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许峰转身离开 沈晚秋看着他离开 莫名的有些失落 许峰一句话都没跟他说 他有事要忙 周亚男看出了沈晚秋的心思 过来安慰了一句 同时 小周同学在心里感慨 沈晚秋算是栽在这个渣男的手里了 也不知道 他以后会被欺负成什么样 我没事 沈晚秋声音软软的 咱们去做任务吧 抓紧点 四个妹子 接着去做隐藏任务了 许峰没急着去西村废纸 先回了工会空间 升到长老 许峰能再进两次练功房 两次练功房机会用完 许峰的呼吸法经验值 涨了一万六千点 马上第五层 有没有打二十级工会副本的 一起吧 许峰索性一起把工会副本打了 三十级之前 就不用再回工会空间了 我来 大佬带我一个 不到两秒 许峰就组好了队 打十级工会副本的时候 许峰还是个队员 只能凑在别人的队伍里 现在 许峰一句话 队就组好了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mu 队伍组好 许峰花了七分钟 打完了工会副本 工会副本的难度普遍偏低 也没那么繁琐 打完之后 许峰拿到了首次通关 二十级工会副本的双倍奖励 两万点呼吸法经验值到手 一道微光闪过 您的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了第五层 终于升了 许峰的攻击力 从4530点 涨到了4719点 您的八门秘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属性小幅提升了 许峰有些错愕 看了看八门秘书 站在集三门 攻击凶三门的敌人时 最终伤害从提升100% 变成了105% 总之是好事 八门秘书的提升 完全在许峰意料之外 但许峰没多想 反正想也没用 该提升它 自己就提升了 想不出结果的事情 许峰懒得浪费时间 从工会空间出来 许峰顺路去武器垫补了500根箭矢 差不多构升到30级了 补完箭矢 许峰在地图上标了点 前往西村废纸 开着月影步 路上清掉几只小怪 刷一刷技能时间 跑了27分钟 许峰赶了回来 石头依然纹丝不动地堵着 里面还传来了撞击的闷响 许峰没着急动手 它现在可以位移进地洞 这样鱼妖肯定不会跑走 但洞里地形狭窄 还有三条鱼妖不好发挥 打开石头 把鱼妖放出来 它们打不过 可能会跑 两种方法 都有风险 不过许峰早就把鱼妖给安排明白了 她看了看周围 移了两块直径将近20米的巨石过来 随后 许峰把堵门的石头 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 鱼妖们看见光明 扑了出来 它们高三米多 鱼身 长着人手 拿着铁叉 自由了 洞 它们兴奋地冲出来 然后就撞在了洞外的石头上 它们一眼就看到了围起来的巨石 靠 洞外的三块巨石 正好围成一圈 它们出了洞口 但没完全出 外面完全被封死了 卑鄙的人类 它们猛的一跳 但十几米的高度 它们显然跳不出来 许峰站在巨石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三只鱼妖 关门打鱼 地形被许峰玩得透透的 妖族鱼精 BOSS 等级 三十级 生命 九万五千 攻击力 两千四百 防御 两千二百 魔法防御 一千八百 技能 诅咒刚叉 刚叉投掷 三只鱼妖 属性完全一样 它们在三十级BOSS里 属性偏弱 趁许峰看属性的时候 三只鱼妖 悄悄动了起来 其中两只鱼妖掩护 一只鱼妖举起手中的刚叉 偷袭 嗡 势大力尘的刚叉 速度极快 直奔许峰的双眼 哇啦哇啦 叉死他 许峰直视刚叉 只偏了一下头 刚叉飞驰而过 被许峰轻松躲开 三只鱼妖一惊 许峰的面具下 表情也有些意外 刚刚是什么感觉 随着无声呼吸法的提升 许峰的战斗神经 越来越强 可刚刚 许峰却感知到了鱼妖的小动作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许峰清晰地知道 那只鱼妖的动作 无声呼吸法带来的提升 许峰闭上了眼睛 背对着三只鱼妖 这个人类 脑子嗅逗了 靶子啊 打他 三只鱼妖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扔出了手中的钢叉 许峰弯腰前翻 闭着眼睛 许峰却精准地 避开了两根钢叉 鱼妖震惊 这居然也能躲开 没有势力的协助 现在还感知的不太清楚 感知力应该会随着 无声呼吸法的提升 逐渐变强 许峰很兴奋 该送你们上路了 测试完自己的新能力 许峰举起手中的长弓 走了两步 三只鱼妖 站在了金门的位置 嗖嗖嗖 许峰连射三剑 威势极强 速度比刚差还快 剑矢命中 鱼妖的头上 跳出三个伤害数字 -29434 -29348 -43860 啊 鱼妖哀嚎一声 血条直接被打空 三剑击杀 许峰的经验条 猛涨了20% 虽然他们属性偏弱 但毕竟是BOSS 经验相当丰厚 另外两只鱼妖 手中重新出现了钢叉 扔向许峰 他们的战斗智商很高 两根钢叉 一前一后 许峰躲开其中一根钢叉 就很容易被 另外一根钢叉打中 两只鱼妖死盯着许峰 钢叉越来越近 许峰的身形 左右侧闪动作优雅流畅 他从两根钢叉之间穿了过去 如果有人看到 必然被许峰这个操作惊到 插秒走位 两根钢叉这么近的距离 从他们之间穿过去 难度极大 时机稍差 就会被其中一根钢叉碰到 许峰之前 也不会选择这样操作 视力是有误差的 判断容易失误 感知力却是立体的 许峰能感知到 两根钢叉之间的距离 在一瞬间 一条走位路线被许峰找了出来 秀完之后 许峰心砰砰地在跳 稍有一步偏差 许峰就会被钢叉做掉 感知力好像提升了 除了无声呼吸法提升之外 游走在生死之间 极限操作也可以提升感知力 许峰考虑着这些 手上动作不停 箭矢一根接着一根射出 暴击率的问题 依然没解决 暴伤没办法完全发挥威力 花了将近三秒 第二只鱼妖血条清空 许峰的经验值 再次上涨20% 再杀一只鱼妖 就能升到26级 哇啦哇啦 许峰刚瞄准 最后一只鱼妖 她忽然全力奔跑 踩着两只鱼妖的尸体 纵身一跃 将近20米的巨石 她跳不上来 但她拉近了跟许峰的距离 在离许峰最近的地方 她猛地支出了手中的钢叉 然而 她刚扔出钢叉 就震惊地发现了一件事情 许峰已经挪了一步 站到了安全位置 嘎啦嘎啦 不可能 在她攻击的时候 许峰居然同时做出了动作 而且如此精准 跑 此时鱼妖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跑进地洞里 外面的世界太下鱼了 哪个狗日的 把封印打开的 WWW BQXN OM 她要回封印世界里待着 秀 刚叉掀起的风 卷起了许峰几根头发 许峰没有眨眼 张弓搭剑 三剑射出 三根剑时 瞄准了不同的方向 鱼妖的身体开始下落 WOW 第一剑命中 再落一点 第二剑命中 鱼妖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这什么准度 还没等她震惊完 破天一剑再次命中 碰 鱼妖落地 只不过 她的血条已经清空 成了一具尸体 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二十六级 您已完美完成悬赏 请您回军营领取报酬 宝箱到手 许峰看完提示 撕开了回程符 在八秒独条引导即将结束的时候 许峰忽然往后一跃 落到了地上 而此时 四百米外 一颗巨石后 给许峰任务奖励的那个黑袍男人 松了口气 难怪 她能打碎封印 军营里居然出现了如此有潜力的年轻人 还好她走得快 应该来得及复活他们 男人手里有张卷轴 上面写满了繁杂的文字 使用卷轴 可以将鱼妖复活 这 这个年轻人 马上就要 被被踢出军方阵营了 如果鱼妖成功复活 许峰交任务的时候 会被认定为欺诈 不光没有奖励 声望也会扣光 嗖 黑衣控妖师 正在走神的时候 一只箭矢 从她后面射来 直接贯穿脑袋 负四万两千三百三十一 鸟了 她脸上带着死前的疑惑和惊恐 到死都没想明白 许峰是怎么发现她的 还好刚刚极限操作了一把 感知力提升了些 四百米是个很极限的位置 许峰的感知力提升之后 也只能非常模糊地感知到这里 好像是有人 她演了一波 装作已经回城了 过来看了看 没想到真有大鱼 许峰上来 取走了黑衣男人的脑袋 她闭上眼睛 失去视力的辅助 感知力的精准度下降 但范围提升了 没人了 确认之后 许峰这才撕开了回城符 回了平康大城 到了军营 悬赏校官看到许峰 立刻招呼了一声 做得不错 还在跟悬赏校官对话的玩家 愣了一下 谁啊 这么掉 还让悬赏校官主动打招呼 她回头一看 刚好看到许峰 月落大楼 那却识掉 许峰走了过来 说道 三只鱼妖解决了 我知道 破坏封印的人 我也找到了 悬赏校官愣了一下 有些吃惊的问道 不会吧 这些控妖师出了名的狡猾谨慎 很少被抓 许峰也不废话 直接把人头交给了悬赏校官 悬赏校官左右看了两眼 说道 你稍等 你的贡献很重要 奖励会非常多 我无权自己决定 我得去找长官 商议一下给你的奖励 许峰捂着自己的胳膊 我打三只鱼妖 一个控妖师 受了很重的伤 悬赏校官哭笑不得 别装了 我尽量帮你多要补贴 说完 悬赏校官 匆忙地赶往了军营的深处 许峰逗了逗小憨憨 又看了看论坛 霍斗藏身的地方 是个隐藏地图 顺带触发了地图任务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号 在烟火洞聚集 有十七个百级的大号 已经调回了九十九级 于又威还没死过 月落长老 长老好 偶尔有清语格的玩家 也来接悬赏 见到许峰 他们都很恭敬地打了招呼 长老的头衔 很有分量 手里也有些小拳 而且许峰风评很好 小号们又很佩服许峰的实力 他们自然对许峰很热情 许峰大大咧咧地 也跟他们打招呼 不少人暗自感慨 月落大佬虽然嚣张 但人果然很好 蛮好相处的 工会的管理层 只有他肯回个招呼 等了二十分钟 许峰看了看时间 他来平康大城 已经将近九个小时了 原定十个小时 升到三十级 时间不够了 不过许峰也不急 时间没赶上计划 但额外的收获很多 延后几个小时也没问题 让你久等了 悬赏校官终于出来了 许峰凑了过来 问道 给什么 之前约好的奖励 正常给你 再给你五万点呼吸法经验值 以及两个三十级的白金宝箱 三百点军营声望 这么多 这几样奖励 单独拿出来一样 都相当丰厚了 居然一次性都给了 许峰很意外 那个人的脑袋 这么值钱 悬赏校官解释道 控妖师跟妖族勾连 进行灵魂交易 妖族杀人饮血 提升实力 控妖师会分取一部分力量 每一个控妖师的悬赏额度都很高 而且 你还是单人完美完成任务 奖励多得离谱 但这是许峰应得的 许峰点头 明白了 谈妥奖励 悬赏校官抬手 一道白光 涌入了许峰的身体里 您的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了第六层 五层的无声呼吸法 刚好需要五万呼吸法经验值 直接升了 许峰的感知力 再次小幅提升 攻击力再次上涨了些 从4731点 涨到了4921点 快5000点攻击力了 许峰出现之前 30级攻守的巅峰攻击力 是2953点 没破3000 许峰换上30级的装备 说不定都快到他的两倍了 这属性极其豪华 您获得了300点军营声望 当前声望值 400 您与军营势力的关系提升了 许峰在论坛里看过介绍 500点声望之后 跟阵营的关系 就会从良好 变成 清静 获得好处的概率 会大幅提升 声望的好处 许峰已经尝到了 隐藏悬赏优先街 这300点声望到手 虽然眼下没有提升 但这都是抵御 有阵营声望的人 成长的就是比没有声望快 找个机会 再弄100点声望 看完声望的提示之后 许峰打开背包 里面躺着8个宝箱 许峰掀开了 三个二十级的黄金宝箱 拒绝了600多种命运 许峰最终拿到了 两件二十级白金武器 还有一件二十级白金盾牌 太麻烦了 核心成员要精 不能多 许峰把装备截图 发给了几个妹子 赵金星 和四山 老板 你太强了吧 周亚南 从哪片来的 许峰给周亚南回道 还是小周同学了解我 军营里骗的 周亚南 我就知道 周亚南 军营的人还不知道 他们招了个祸害 许峰生气地回了消息 小周同学 军营的人刚刚还夸我了 你污蔑人 互对了几句 他们都回城 过来拿装备了 许峰把五个三十级的白金宝箱 也都开了 消用戒指 钻石 等级要求 三十级 力量 加142 敏捷 加71 攻击力 加266 特殊效果 增加10%的暴击率 特殊效果 增加30点破甲效果 极形戒指 钻石 等级要求 三十级 力量 加145 敏捷 加65 攻击力 加253 特殊效果 击杀一名敌人后 提升10%的遗速 持续10秒 血影项链 钻石 等级要求 三十级 力量 加203 敏捷 加110 攻击力 加396 特殊效果 攻击时 附带5%的 吸血效果 特殊效果 暴击率增加8% 三件装备 都是同品质中的极品 这次许峰运气不错 特殊效果也很好 三件首饰里 两件增加暴击率 换上之后 暴击率能跌到63% 实战输出的提升幅度 很相当巨大 可惜还差4级 才能换上这些装备 许峰有些新养的 收好三件首饰 另外两个箱子 许峰准开了两件 增加魔法攻击力的项链 沈婉秋和周亚男各一条 换两件项链 对他们整体的输出提升最大 给小周同学的项链 是随便拿的 数性好就行 但是给沈婉秋的项链 许峰重置了好多次 终于 拿到了增加毒系伤害的 浑花项链 渣男 老板 许峰开完箱子 大概等了十多分钟 四个妹子赶了过来 你的 这是你的 许峰把装备发了出去 周亚男除了拿到武器之外 还拿到了三十级的钻石项链 还有吗 周亚男收完装备 开口问道 许峰两手一摊 没了 周亚男有些生气 那我不要 给婉秋 许峰给了一圈装备 唯独沈婉秋 什么都没有 小韩韩打死都不会 对许峰不满意的 他只是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许峰走到沈婉秋面前 失望了 啊 没有 沈婉秋连忙摆手 许峰说道 小周同学是法师 他拿装备 输出最高 沈婉秋点头 憨憨地说道 对 他没有任何不满和嫉妒 从小他就在照顾婆婆 总喜欢把好东西 都让给别人 只是心底 还是有点酸酸的 许峰谈了他的面具一下 交易 啊 接受 哦 许峰把属性更好的 魂花项链给了他 拿到项链 沈婉秋非常开心 他凑到许峰旁边 小声说道 谢谢 我 我赶紧升级 用完了卖掉 把钱给你 许峰搓了搓他的头 行了 我走了 说完 许峰转身 继续去升级 等他离开之后 周亚男走了过来 看了看魂花项链的属性 这条项链 肯定不好弄 死渣男 都专门给你准备了项链 还要逗你 沈婉秋小声地说道 难难 嗯 可不可以不要骂他 给完装备 许峰看着论坛 赶往乱葬灵 掩火洞里的争夺 愈发激烈 火灵法师周和阳的墓葬出现 很有可能出现专属技能书 大乱斗 各工会核心力量参战 死伤惨重 连专属技能都出来了 这技能的价值 不比货都低啊 眼看着掩火洞里的好处 越来越多 许峰心里痒痒 十分想去凑个热闹 拥有感知力的许峰 混战很有优势 可惜操作够了 级别差得有点多 看了一路 许峰又回了之前的升级点 封阳工会的队伍 还在这里 这货还又来了 靠 撤吧 这个不要脸的逼又来了 他们郁闷地撤走了 抢又抢不过 再看看许峰顶着的 长老特殊字样 那么的 刚刚走之前 还是精英成员 回来就是长老了 这更不敢打了 几对人只能憋屈地撤开 许峰也懒得理他们 原地开始升级 现在许峰的攻击力 已经完全溢出了 只要暴击 就是一件一个狂尸 效率极高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27级 您的好友后向晚秋 升到了22级 沈晚秋他们的升级速度 也很快 他们的装备 比大工会的核心成员都好 和四山感慨了好几次 有老板撑腰就是不一样 老板给的装备真香 IQXG ExcellentTV Oh Mew 许峰每隔两分钟 会看一次论坛 沿火洞的战况 有了新的进展 于右威找到了 货斗具体藏身空间 已经开始尝试驯服了 另外几个大工会 转而寻找火灵法师的墓葬 27分钟之后 许峰升到了27级的58 8% 世界公告出现 轻语格于右威 已经成功驯服获斗 公共地图 盐云洞开放 本地图内 包含100级到110级的各种野怪 盐云洞内升级 获取经验值正50% 论坛瞬间炸开 高资源地图出现 工会争夺将愈发惨烈 50%经验加成 各大工会 估计狗脑子都要打出来了 部分盐云洞情报公开 许峰看了看盐云洞的情报 盐云洞的地图 暂时是黑的 需要探索 图内的怪物 属性比7级城市外 要高20% 经验丰厚 地图内四处都是岩浆 掉进去会死 优质升级点很少 有意思 抢着升级才好玩 许峰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迫害百级玩家了 叮 正刷着怪 于又威发来了条消息 获斗我拿到了 于又威 图片 他把获斗的属性图 发给了许峰 增加77%的魔法攻击力 每一节做起 加成差距果然都很大 获斗的加成是兵军的两倍多 许峰看了消息 但没回 过了两秒 叮 于又威又发来了消息 获斗我拿到了 许峰敷衍道 会长牛逼 恭喜会长成为世界第一法师 虽然敷衍 但于又威骄傲的小性子被满足了 于又威 算你识相 许峰 只要给钱 多少好听的话 我都能说 于又威 没有好处 就不能给我说几句好听的话吗 许峰 不能 我升级去了 现在许峰只想搞经验 于又威 于又威 我好歹是你的会长 夸我几句 有问题吗 许峰都没回 于又威翘脸微寒 咬着银牙 这个狗男人 每次都这样敷衍他 算了 这次多亏他 才能拿到祸斗 这是自己招来的 自己招来的 他劝了自己几句 继续去找火灵法师的遗物了 二十三分钟后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二十八级 论坛里出现了十几条帖子 许峰的热度 被炎火洞和祸斗 分走了很多 不过许峰已经有铁粉了 别的事情热度再高 他们也时时地盯着许峰的级别 在满是炎火洞的论坛首页 许峰的级别贴 挤到了第九十二位 整个首页 只有这么一条帖子 跟炎云洞无关 定 许峰收到了提示 轩辕长弓的力量增长了 启明准备解除封印的材料 果然又开始了 许峰看了一眼解封需要的材料 瞪大了眼 三颗力量宝石正百分之四 三颗敏捷宝石正百分之四 一千个烈火鹰的灰 二百个偷猎者的武器 五百个狂狮的指甲 强化宝石一百颗 三种怪物爆出来的材料 虽然多 但不难弄 这是通用材料 可以买 可以让别人帮刷 但宝石真的太贵了 挣百分之四的力量宝石 一颗就要七百枚金币 许峰全部身家 只够买一颗宝石的 跟于又威达成赌约之后 破了速生记录 他也不给钱了 不行就延后再解封 到五十级 我就能自己爆出宝石了 有点不甘心啊 许峰给沈婉秋发了消息 你们的隐藏任务给钱吗 沈婉秋有些困惑 但还是秒回 一次会给五枚金币左右 许峰 有给钱多的隐藏任务 记得叫我 沈婉秋 你缺钱了吗 许峰 很缺 都快卖身去了 沈婉秋没回消息 过了几秒 定 许峰收到了一封 沈婉秋发来的邮件 里面有三十二枚金币 五十五枚银币 我留了点买药的钱 还有给婆婆做饭的钱 剩下的都给你 总会有办法的 一起想想好不好 他只留了十枚银币 还有一百块钱 二世纪的终极回烂药剂 一瓶就要二十枚铜币 他其实还想让许峰别卖身 但他不敢劝 怕被许峰凶 许峰心底涌出来了一股暖流 他把邮件退了回去 许峰回道 就这么点 根本不解决问题 沈婉秋心里一揪 对不起 沈婉秋 我会尽量多挣一点吧 许峰 好好生你的劫 沈婉秋 哦 跟他聊完 许峰打定主意 不着急解疯了 第级小号挣钱 路子太少 珍贵的资源 最低也得五十极才能打得出来 如果许峰现在一百极 打出一个用不上的八卖预减 所有开销就都解决了 定 二十极的弓手导师 给许峰发了一封邮件 你的提升速度 远超我们的预料 你来一趟吧 乞丐嘱托我们 给你些好处 乞丐还说 你个穷鬼八成 解封不起武器 有个很危险的办法 但可以试试 许峰撕开回程符 赶到了武学馆 来得挺快 许峰催了一口 换成你来解封 你来得也快 导师点头 那倒是 别接 有好处给你 你的进步速度极快 表现完美 我们给你准备了特别奖励 说着 导师拿出来了一本技能书 这是枫叶谷 一位很强的公道大师 留下的专属技能 许峰接过来 看了一眼 剑星 地神级 使用后 攻速提升百分之五十 增加百分之十破甲 增加百分之四十的攻击力 不学 许峰几乎没有犹豫 直接拒绝 每个人只能学一个专属技能 剑星 在眼下来看 的确不弱 但一百四十级之后呢 地神级 显然差太多了 许峰肯定不会牺牲自己的潜力 导师也不意外 像你这样的天才 确实兴气高 不要专属技能 给你一百枚金币 那我还是要专属技能吧 剑星 能卖上万枚金币 折算成钱 居然给一百枚金币就打发了 许峰不答应 导师笑了笑 专属技能是绑定的优 拿了也不能卖 那还是给我一百枚金币吧 导师把金币给了许峰 许峰问道 解封的方法呢 导师的表情 凝重了起来 我其实不建议你去 真的很危险 会死的 许峰摆手说道 死一次问题不大 导师摇头 是真的会死 你会被黑暗吞噬 无法回来 许峰有些意外 细说 导师说道 乞丐想让你 去找四叶混沌链 混沌链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但它生长在完全无光无声的暗界里 死在暗界的人 永远无法回来 许峰问道 采摘四叶混沌链 有级别要求吗 导师摇头 没有 但混沌链的附近 有四只守护灵 可以在绝对黑暗中正常活动 许峰继续问道 守护灵很强吗 一拳垂死三百个你 问题不大 避开他们就行了吧 导师盯着许峰 无光无声 人的视力和听力都被剥夺了 他们却可以自由活动 这怎么避开呢 许峰问道 拿到四叶混沌链 可以解封轩缘长弓 可以 那我去 许峰毫不犹豫 接了下来 他有别人都没有的底牌 感知力 导师也不多劝 给了许峰一张特殊的符纸 如果有危险 撕开符纸 就能立刻回来 但几乎没人用过 没有听力 没有视力 根本没办法判断 什么时候用这张符纸 许峰接过符纸 导师把他带到了内屋 屋里放置着一颗黑色的金石 金石的周围 空间微微扭曲 有黑色的栗子 安静地环绕在金石的旁边 许峰觉得 他很像是超小型的星体 把手放上去 你就能进暗界了 许峰没有任何犹豫 把手放了上去 一瞬间 缠鸣声 风吹树叶声 导师的呼吸声 门外来往的脚步声 全部消失了 许峰手里拿着符纸 随时准备跑路同时 许峰将自己的感知力 散了出去 一瞬间 许峰感知到了周围基米的地形 感知力能用 同时 许峰感知了一下八门的方位 他脚下踩着升门 还能用一次位移 无声呼吸法 升到第六层之后 许峰今天多了一次改方位的力量 这里很大呀 许峰搞清楚 自己能用的底牌之后 感知起了更远处 周围地形复杂 像是一处山脉 方圆一百米内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看来四叶混沌帘 不在附近 那就得选个方向前进了 许峰想给神晚秋发个消息 让小经理帮忙选 但消息发不出去 在其他人的好友栏里 许峰现在是下陷的状态 那就往北走吧 许峰选了个方向 往前走去 他走得不快 黑暗之中 似乎也没了时间的概念 这里也很大 许峰一直往北走 始终没有走到尽头 走了不知道多久 许峰在远处 感知到了一座山头 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许峰换了个方向 往西南走去 刚一靠近 那座山头 忽然动了起来 不是山 这是守护灵 许峰瞬间反应了过来 躲在了一处石头后面 守护灵站了起来 许峰刚刚感知到的高山 只是守护灵的一个拳头 守护灵太过庞大 许峰完全无法感知到 他的全貌什么样子 在黑暗之中 一只庞然大雾 在许峰旁边徘徊 换做普通人过来 可能直接私服走人了 太吓人了 然而许峰没走 他胆子极大 而且 许峰有种感觉 这只守护灵的身体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对他来说 许峰很渺小 他感受到了周围有人 但并没有找到许峰的位置 许峰堵了一把 守护灵在周围游荡 他巨大的四肢 无声地落在地上 在黑暗中寻找着 许峰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位置 突出一个秦王绕住走 骚走为了一圈之后 守护灵终于走了 许峰也记住了 守护灵给他的感觉 守护灵应该跟四叶混沌连类似 许峰非但没怕 还觉得他应该去找这种感觉 他换了个方向 继续往前走 过了很久 他终于再次感知到了 守护灵一样的感觉 而且 这次感知到的东西 明显小了很多 许峰心跳快了起来 快步跑了过去 逐渐靠近之后 许峰感知得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朵在黑暗中 绽放着冰冷感觉的莲花 四叶混沌连 许峰深吸一口气 按捺住了自己的激动 临近成功的时候 也是最靠近深渊的时候 他仔细地感知起了周围 果然 两个守护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而且 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峰 混沌连的存在太强了 感知力都被吸引了 许峰已经足够谨慎了 但还是露出了破绽 他没有任何犹豫 拿着吃奶的镜狂奔了起来 守护灵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之间 许峰就要被追上了 一只巨大的拳头 落向许峰 改 许峰在黑暗中 无声大喊 八门方位改变 许峰瞬间出现在了 刚刚死门的位置 四叶混沌连 就在手边 许峰向前一扑 摘到了四叶混沌连 同时撕开符指 一个巨大的拳头 在符指即将撕开的瞬间 落了下来 山体崩塌 碎尸滚滚 守护灵抬起拳头 巨大的石坑之中 没有碎尸 没有四叶混沌连 什么都没有 五血管 痛 许峰忽然出现 摔在了地上 世界公告瞬间出现 妾海医保解锁 每人都可融合医保 获得属性提升 导师猛地站了起来 他难以置信地 盯着许峰的怀里 许峰爬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问道 过了多久 不到一个小时 还好 导师盯着许峰 发自肺腑地赞叹道 真是狗胆包天 许峰怀里抱着的那朵 纯黑色的莲花 分明是四叶混沌连 他成功了 许峰笑了笑 你个小老头 像是在骂我 导师也笑了起来 在夸你 你做到了无数人 不敢想象的事情 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许峰看了看似 四叶混沌连 未知 一宝 未认主 特殊技能 击魂 断魂 持有四叶混沌连的人 能看到万物本源 击中万物本源中的弱点 可造成250%的伤害 此伤害可以被暴击加成 特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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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效果 增加20点诅咒值 但怪物不会一变 居然增加诅咒值 咒影剑的伤害 能直接提升到11倍多 断魂也很强 而且打出来的伤害 居然还能再暴击 只要打中弱点 许峰爆发出来的威力 会相当恐怖 光是这两个属性 对许峰的提升 已经相当巨大了 不过 许峰很快冷静了下来 他看向导师 另外三个技能呢 导师解释道 四叶混沌连 有自己的意志 你需要让他认可你 认可之后 他的能力就会全部解锁了 许峰问道 怎么让他认可我 导师两手一摊 直接摆烂 不知道 许峰是四叶混沌连的 第一个持有者 鬼知道 怎么让四叶混沌连认可 那怎么用他 解锁渲远长弓 三十级之后 你来找我就行 乞丐已经准备好了阵法 抽取一部分 四叶混沌连的力量 代替解锁需要的材料 许峰试图继续白嫖 四十级的时候呢 还能用四叶混沌连的力量吗 导师摇头 不行 抽取太多力量 会影响他的属性 他这么虚吗 许峰有些嫌弃 话音刚落 从四叶混沌连的身上 传来一阵不满的意志 你才虚 白嫖他的力量 还嫌不够多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许峰懒得理他 该问的问完了 许峰准备把他吸收进 丹田的气海中 根据 气海一宝的描述 玩家们的一宝 都会待在这里 许峰集中精神 引导着四叶混沌连 进入丹田 然而 四叶混沌连十分抗拒 他极其不愿意接受 许峰成为他的主人 导师指点道 用你的精神力 尝试跟他沟通 不要硬爱 许峰的狗脾气上来了 霸道得很 到了老子嘴里的肉 还想抗拒 许峰眼神凶狠 感知力瞬间爆发 四叶混沌连的力量很强 但他脱离了生长的地方 精神力并不是强的离谱 四叶混沌连 居然真的被许峰拽着 动了起来 导师目瞪口呆 卧槽 还能这样 导师忽然有点同情 四叶混沌连 一个呼吸的时间 四叶混沌连 发现他抵抗不了 最终 他不甘心地化作一道黑光 融入了许峰的身体 然而 他没有去丹田的位置 反而在许峰的脑海中 呆了下来 许峰有些错愕 四叶混沌连 也有些猛逼 这特么是了 导师听完许峰的描述 人也骂了 你小子怎么老弄些意外出来 一饱进了脑海 这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 许峰心大 问道 他会搞死我吗 那肯定不会 你如果彻底死亡 他也会跟着消散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属性栏 断魂的属性 已经有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 逐渐涌现出来 许峰调动这股力量 为己所用 刹那之间 许峰的眼中 导师的脖子和腿上 多了两个暗紫色的光斑 看来这就是本源弱点了 四叶混沌连的力量 已经到手了 许峰咧嘴一笑 那就让他在这里待着吧 我比别人多一个一宝的位置啊 导师惊了 好像真是这样 刚刚导师一直在想 为什么一宝会进入脑海 但许峰一提醒 导师反应过来了 这狗东西 真比别人多一个一宝位 四叶混沌连 愈发不满 他还没认住呢 许峰就已经想着 再捞一个一宝了 他不要面子的吗 许峰懒得理他 看向了导师 咱们切磋一下 他很想拿导师练练手 光斑的面积不大 许峰想试试 打人的时候 能不能打得准 导师警惕地后退了两步 好处拿完了 赶紧滚 他们这些导师 已经达成了共识 绝对不要跟这个狗东西动手 没办法 打不过 许峰说道 我下手轻点 导师冷笑道 你以为我会吸你的鬼话吗 许峰无奈地摇摇头 他看了看 气海一宝 见面 四叶混沌帘 不可掉落 虽然混沌帘落乎在了许峰的脑海 但他依然能在气海一宝 见面看到 许峰咧嘴一笑 在心里对他说道 记住谁才是老大 四叶混沌帘 没有搭理许峰 看样子 是被许峰硬拽进脑海里 十分有意见 许峰也不管他 那我先走了 没了轩辕长弓解封的顾虑 许峰要赶紧升级去了 导师又问了一遍 真的不要我给你的专属技能 你的上限高的惊人 不差这一点 许峰摇头 除非机制特别好 否则我肯定不要忘记 以下的专属技能 导师也不再多劝 行吧 许峰走之前 问道 对了 有隐藏任务能做吗 没有 许峰离开武学馆 网乱藏领走去 又得去找任劳任怨 贡献经验的狂师了 路上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好友消息 沈婉秋 你没事吧 忽然下线了 鱼又威 别偷懒 记录抓紧时间破 青山入怀 大佬 医保系统你看了吗 许峰回了消息 告诉他们 没什么事 然后他打开论坛看了一眼 论坛首页 热铁第一位 反常的汽海医保系统开启 肯定有人拿到了医保 到底是谁 帖子的内容很简单 这种突然开启的系统 必然是有人拿到了触发系统的物品 肯定已经有人拿到了医保 这条帖子 热度已经爆炸了 帖子里猜谁的都有 17楼 我感觉是迈克 他也去了烟火洞 23楼 说不定是小鱼儿女神 51楼 圣徒公会的阿萨星之王 也去了烟火洞 可能是他吧 百集玩家 都被猜了个遍 但是没人承认 他们也很好奇 到底是谁拿到了一宝 还不承认 整个论坛的人都很纳闷 许峰看了看别的帖子 火灵法师的专属技能 有了归属 被白象联盟八宝瑞工会的 以卡实业拿走了 余又威没能拿到 不过 拥有或斗的余又威 现在是公认的世界第一法师 同时 战力工会的人 在烟火洞 爆出了一枚八脉玉检 八脉玉检 鹰敲麦 成器 烟火洞 是现在唯一一个 可以爆出八脉玉检的地图 各工会都在组织人手 准备抢地盘了 许峰看了看 清语阁的工会频道 云生 会长 货都你拿了 地盘总得给我一块好的吧 于又威 可以 清语阁作为顶尖工会 地盘肯定能占下几块 看着这些消息 许峰再次回到了老地方 又见面了 我还挺想你们的 许峰远远地又看到了 枫阳工会的机队人 这机队人都快哭了 他们二十分钟前 才发现许峰离开 刚刚挪到了这边 许峰就又回来了 你个狗东西 搁着遛狗呢 撤 队长咬着后槽牙 带着人走了最好的升级点 被许峰轻松地站了下来 许峰调动四叶混沌帘的力量 周围的狂尸身上 都出现了暗紫色光斑 许峰调动起了感知力 狂尸的所有动作 都被他捕捉到了 so 许峰射出一剑 描向狂尸右臂上的 本源弱点 剑使命中 不过这一剑 打在了狂尸的脖子上 偏了 脑海中的四叶混沌帘 传递出了些嘲笑的意思 不会有人拥有了他的力量 却打不中本源弱点吧 许峰没有理他 一剑不中 那就再来一剑 直到能中为止 so 许峰弯弓搭剑 再次一剑飞出 这一剑 打在了狂尸的尖头 离狂尸胳膊上的本源弱点 只差不到十厘米 一个暴击伤害跳了出来 这只狂尸被击杀 许峰转头 瞄准了下一只狂尸 一连七剑 许峰一次本源弱点都没打中 绝大多数攻守 打移动中的目标 命中率低于70% 高于70%的 都算高手 许峰却要在移动的敌人身上 打中一个光斑 难度极高 四叶混沌联倒是挺开心的 许峰只要没打中本源弱点 他就会嘲讽一下 三分钟后 许峰一剑射出 剑矢精准落下 正中光斑 打中了 许峰握拳 有些兴奋 一个惊人的黑金色伤害数字 跳了出来 -10万09639 将近11万的伤害 这一剑都快能秒boss了 黑金色数字 这是断魂的特殊机制 有点帅啊 断魂叠加暴伤 威力确实恐怖 许峰心情畅快 四叶混沌联静静地待着 没有嘲讽 许峰开口问道 怎么不巴巴啊了 我天赋很强对吧 进步很快 四叶混沌联 依然没有动静 没有反驳 许峰也没有跟他聊天的兴趣 他抬起弓箭 继续瞄准下一只狂狮 So 一剑射出 这一剑没有打中本源弱点 但角度只偏了一点 许峰面色如常 继续练习 二十分钟后 许峰的命中率 高了不少 三剑之中 最起码有一剑 能打中本源弱点 另外二剑 也都在本源弱点的附近 混沌联已经沉默了十多分钟了 即便许峰没打中本源弱点 他也不再嘲讽 抛物线实在是不好控制 许峰的进步飞快 但箭矢落下的弧度 让精确瞄准 变得非常困难 改变不了的事情 只能适应 许峰深吸一口气 准备继续练习 四叶混沌联 忽然有了动静 他向许峰传达了一段意志 远程连续命中本源弱点三十次 许峰读懂了他的意思 远程连续命中三十次 你会认主吗 许峰问道 混沌联传达出了一阵否认的意志 他就算是死 从许峰的脑海里跳出去 也绝对不会认这个土匪当主人 他永远忘不了 被许峰愣抓进脑海中的场景 不过 许峰的心性 还有进步速度 确实很快 如果许峰能完成他的要求 他可以把下一个特殊技能 给许峰使用 许峰感受到了他的不满 但丝毫不介意 甚至懒得安抚他 远程连续命中三十次弱点 很困难啊 但凡打歪一次 挑战都会失败 许峰需要在三十次的攻击内 做到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总感觉差了点意思 对了 不光要感知敌人的动作 还要感知箭矢的动向 许峰忽然明误了 他之前差了一半 敌人的动向 他倒是完全搞清楚了 可箭矢的弱点 完全是凭感觉的 许峰深吸一口气 拉满弓弦 感知力被他一分为二 有点难啊 如此精细的感知力控制 对许峰还是很有难度的 但进了暗界一次 在极限环境中 许峰的精神力成长了很多 勉强可行 许峰的身体 仿佛和长弓融为一体 在感知到合适的时机之后 许峰眼中金光一闪 So 许峰松开了弓弦 箭矢飞出 精准地命中了 狂尸胳膊上的本源弱点 果然 许峰兴奋了起来 方向找对了 许峰再次描向了下一个狂尸 So 又是一箭飞出 这一箭再次命中本源弱点 感知力分成两部分之后 许峰对本源弱点的命中率 大幅提升了 一连十箭 许峰命中了七箭 命中率明显比刚刚提升了很多 空掉的箭矢 主要是许峰的感知力不够 导致判断失误 无声呼吸法得抓紧时间提升啊 描得稳点 稍微慢点 挑战一下混沌联的失恋吧 许峰深吸一口气 瞄准了远处刚刚刷出来的狂尸 感知力分成两半 一箭飞出 成功命中本源弱点 一 三十 完成七 三十之后 第八箭 许峰打空了 一只狂尸上坡的时候 动作慢了些 要考虑到地形的影响 不同地形上 敌人的移速和动作都会变 许峰思索着 眼神冷静 再次从头开始 集中精神 许峰呼吸平稳 感知力被分成两部分 同时 他还要注意着周围的地形 并且留意脚下的方位 搜 搜 箭矢不断飞出 连中九箭之后 许峰再次空了一箭 尝试了半个小时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二十九级 而此时 许峰最多可以连中十二箭 进步速度放慢了 感知力不够强啊 许峰需要感知的东西太多了 在考虑上地形之后 在感知箭矢和狂尸的动作时 偶尔会有偏差 没想办法提高感知力 许峰尝试闭上眼睛 完全依靠感知来杀怪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 Mule 效果一般 感知力的提升速度 远不如在暗戒的时候 四叶混沌铃忽然有了动静 他传递给了许峰一段意志 你能带我去暗戒 但条件是 我找到新的一宝 要把你放了 四叶混沌铃 依然极其不想 任许峰当主人 这个土匪确实有优点 天赋好 耐心好 悟性更是强的离谱 但这个土匪 实在是太不当人了 许峰咧嘴一笑 行 我答应了 四叶混沌铃不幸 一阵黑色光芒浮现 他要跟许峰签订协议 许峰一本正经的忽悠道 人与铃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你搞这东西 让我很难做呀 我呸 四叶混沌铃传来骂骂咧咧的意志 这个狗东西 分明就是想再次白嫖他 人心险恶呀 许峰也不装了 带我去按键 四叶混沌铃不理他了 许峰想了想 给导师发了封邮件 我想再去按键锻炼感知力 能让我去吗 导师很快回了邮件 按键传送时 一共12颗 你之前用掉的是 最后一颗 许峰 用混沌铃 有办法去按键吗 导师很快回了消息 有 他可以自由穿行人界和按键 不过具体方法 只有他知道 许峰思索片刻 忽然有个想法 感知力能释放出去 那许峰能用感知力 找到混沌铃吗 好像值得试试 许峰迅速把周围的狂尸杀完 他屏息凝神 感知力向自己脑海深处而去 片刻之后 许峰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混沌力量 四叶混沌铃一惊 这什么悟性啊 居然这么快 就自己悟出了感知力的这种用途 许峰感知到混沌铃的瞬间 他的一部分力量 也被许峰捕捉到了 现在他还没认住 但许峰可以使用他的小部分力量 而其中一部分力量 可以打开去按键的通道 四叶混沌铃忽然用力 许峰捕捉的一股力量 被他拽了过去 不给用 许峰眼神冷力 感知力瞬间爆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锻炼 许峰的精神力 再次有了小幅加强 那股黑色的力量 迅速向许峰的感知力飘了过来 拿来吧你 混沌连气的发抖 土匪 土匪都不如 许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那股深黑色的混沌力量 从许峰的眉心飘出 一个黑色的通道出现 许峰踏进通道 眨眼之间 周围的一切都暗了下来 所有声音全部消失 许峰再次回到了暗界 这地方没来过呀 许峰现在站的地方很平坦 而他上次来的时候是站在山脉上的 他用感知力探索着周围 在绝对黑暗的寂静中 许峰的感知力比外面成长的要快十倍左右 真是好地方 暗界的时间流逝也要比外面慢一些 这里太适合让许峰用来锻炼精神力了 混沌连完全自闭 许峰向前走去 感知不同的地形锻炼的效果更好 同时 许峰感知这四周确定着方位 剩余的感知力分成两股 完全模拟实战扑通 许峰走了几步 摔了一跤 感知力分散之后 变得更模糊了 四叶混沌连传来了一阵幸灾乐祸的意志 看着许峰倒霉 他开心的一批 许峰懒得搭理他 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他用尽全力感知 很快就有些疲惫 而此时 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 涌现了上来 无声呼吸法 仿佛能给许峰提供源源不断的精力 许峰只需要挑战极限就行 到撑不住的时候 就会有用不完的精力 涌现出来 扑通 许峰又摔了一次 他站起来 反而更快地走了起来 摔了第三次之后 许峰就可以清除感知脚下的路了 四叶混沌连有些遗憾 许峰的成长太快了 只摔了三次 他还没看过瘾 走了不知道多久 许峰的感知力覆盖的范围 已经比之前大了一倍 而且 感知的清晰了很多 再往前走 感知力不再成长了 差不多到极限了 无声呼吸法才六层 许峰的感知力 暂时没办法再成长了 他感知到了四叶混沌连 准备回去 四叶混沌连 忽然抓住了他的一缕精神力 藏到了连心之中 他蓄谋已久 要抢许峰一点力量 不管抢多抢少 反正得抢 让许峰难受一下 再还给他 毕竟他还有点怕许峰 不敢真的抢走许峰的力量 然而抢完之后 他却愣住了 咦 他本来只打算把许峰的力量 藏到连心里 可是许峰的感知力 居然跟他融为了一体 他的力量 似乎更强了 许峰本来想捶他的 但忽然有个提示出现 一宝四叶混沌连 得到小幅强化 断魂效果提升 许峰看了一眼 断魂造成的伤害 从刚刚的百分之二百五十 变成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一 你再试试 许峰问道 混沌四叶连答应了下来 许峰把自己的一部分感知力 喂给了他 他的力量 不断提升 断魂造成的伤害 提升到百分之二百八十的时候 四叶混沌连抗拒了起来 哥 吃不下了 断魂还没成长到极限 但他得缓一缓 才能继续提升 许峰的精神力 虚弱了很多 大概回到了第一次 进入暗界时的水平 许峰也不急 断魂提升之后 他的上限更高了 感知力反正能重新锻炼 许峰继续在黑暗之中游走 感知力提升的速度 快了很多 损失的感知力 补起来很快 只过了很短的时间 许峰的感知力 就重新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甚至比刚刚还要强一些 反复锤炼 可以拉高精神力上限 许峰有些惊喜 而就在此时 一个提示 再次出现 无声呼吸法 产生了一些变化 力量小幅提升 许峰看了一眼 无声 6100 可成长 提升36%的攻击力 每秒增加60点蓝量回复 提升36%的暴击伤害 提升30%的暴击率 上限从之前的500%加成 变成了600%再试一次 许峰把自己的感知力 喂给了四叶混沌莲 混沌莲无比抗拒 称 别他娘的喂了 许峰不管他 硬往他嘴里塞 终于 四叶混沌莲撑得快 一命呜呼的时候 许峰的感知力 虚弱到了他满意的水平 他重新开始锻炼 感知力迅速恢复 不过 这次感知力恢复之后 上限没有提升 无声呼吸法也没有成长 看来不能无限刷 不过这次收获不错了 无声呼吸法提升之后 许峰的面板攻击力 从4960点 涨到了5188点 换上30级装备 妥妥破6000点 断魂提升 许峰的极限爆发伤害 再次提升 只有四叶混沌莲 被称得半死不活 许峰感慨了一句 咱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呸 四叶混沌莲骂咧咧 急得都快说人话了 不过回人界的时候 他主动帮许峰打开了门 反正他就算不配合 也得被许峰逼着开门 还不如自己配合 下次吸收许峰的感知力时 也好说话 重新回到光明的世界后 许峰舒服得长叹一声 还是这里舒服 在黑暗里待久了 看狂事都没青木秀的 许峰看了一眼时间 这次他去得比较久 已经将近下午两点了 他在暗戒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周围并没有 大家都知道这个升级点是许峰的 许峰升到三十级之前 大家对这个升级点都没兴趣 试试提升之后的感知力 许峰心念一动 充沛的感知力 覆盖住了大半个升级点 许峰同时感知方位 周围的敌人 并且把精神力分成两部分 感知得十分清晰 而且没有任何压力 现在许峰的精神力 比去暗戒之前提升了两倍左右 他弯弓搭剑 瞄准了远处 一直被吸引来的狂狮 弓弦征 箭矢飞出精准命中狂狮右臂上的本源弱点 -131862 13万 在装备没换的情况下 许峰去了一趟暗戒 伤害涨了两万多 这伤害 打四十级的精英怪也能秒吧 可惜 现在还只能打狂狮 许峰瞄向下一只狂狮 So 一箭飞出 同样命中本源弱点 2 30 许峰一箭一只狂狮 准度比刚刚大幅提升 狂狮在上坡 下坡 跳到石头上时 许峰同样可以精准命中 10 30 14 30 28 30 许峰箭无需发 最后两个目标 许峰无比专注 瞄向面前的狂狮 一箭射出 命中本源弱点 他瞄向右边 第二箭几乎没有瞄准 直接射出 在准度提升之后 许峰刻意在提高攻击的速度 不光要准 还得瞄得够快 最后一箭 定入狂狮的本源弱点中 试炼完成 许峰握紧拳头 心情畅快 下个技能 许峰通知了四叶混沌帘 四叶混沌帘 也习惯了许峰这个态度 一保四叶混沌帘 释放了新的力量 许峰看了一眼 四叶混沌帘 特殊技能 断魂 特殊技能 连夜潮生一 连夜潮生一 四叶混沌帘的持有者 获得特殊外观 一速提升100% 做即可共享效果 所有控制时长 缩短90% 受到致命伤害时 强制保留一点生命值 并传送到暗界 每天可触发四次 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 特殊效果 增加20点诅咒值 一片片黑色的连夜 覆盖到了许峰的身上 片刻之后 许峰的衣服 变成了一件 极其鹦鹉的黑色战袍 质感不凡 我这保命能力无敌了 强制保留血量的技能 最怕补刀 一碰就死 许峰直接溜到暗界去了 除了四守护灵 谁能补他的刀 一速翻倍 提升也十分巨大 许峰的身体 一下子清零了很多 甚至因为提升太大 有些不太适应 跑起来有些停不住 你确实有点东西 许峰难得夸了 四叶混沌帘一句 四叶混沌帘 传来一阵不屑 又有些得意的意志 你才知道 许峰也懒得理他 第二个技能到手 许峰打算继续刷击 定 一个宫会提示出现 宫会遭遇妖族进攻 请宫会成员迅速赶回 解决妖族 妖族进攻 算是宫会比较常见的意外事件 宫会成员 必须足满五个队 才能对妖族造成伤害 击杀妖族之后 会给非常丰厚的经验奖励 妖族的属性 有高有低 许峰在论坛里看过 防御最低的妖族 双防三千点 许峰也能打 他传回了平康大城 给青山入怀 和骨河精发了消息 过来 带你们打个妖族 青山入怀 好嘞大佬 骨河精 我就不去了 骨河精 倒是挺愿意跟许峰一起混的 但他跟福花瑶是亲戚关系 许峰跟福花瑶关系很差 许峰给他回了消息 没事 青山入怀 很快赶了过来 看到许峰的衣服 他羡慕的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好帅的衣服 我靠 我要是妹妹 我现在已经被帅晕了 我这套装跟你一比 跟乞丐穿的一样 许峰有些遗憾 可惜你不是妹妹 青山入怀愣了一下 笑着问道 性别一定要卡死吗 滚 两个人笑骂了几句 许峰把一叶起七次 还有刘家的兄妹给叫上了 刘宇准进队之后 兴奋地说道 大老牛逼 上次见面 我们级别还比你高的 这就已经反超我们这么多了 刘平一觉得 他哥有点丢人 不过他也很服许峰 没开口反驳他哥 青山入怀 在旁边说道 大老 全靠你了 一叶起七次有些兴奋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二十多级的小号 打妖族事件吧 许峰笑了笑 走吧 一队人进了工会空间 不少人看向了许峰 都露出了震惊的眼神 特殊服装 百级玩家里 也有几个人 拥有专属技能 有特殊的衣服 许峰刚刚二十九级 居然有特殊服装了 还这样子帅 月落长老 卧槽 好帅 这什么衣服 靠 他穿上这身衣服 感觉比我要帅一点啊 长老需要帮忙布 让姐姐我抱一下就行 很多人想拉许峰进队 许峰笑着跟他们扯了几具蛋 只要没愁 谁跟许峰说话 许峰都不会冷落对方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聊了几句后 许峰看向不远处的天空 一直长着狗脑袋和翅膀的妖族 正在盘旋 双方三千点 许峰弯弓搭建 瞄准了天空 感知力全开 这只妖族的本源弱点在眉心 Weng 弓弦震战 许峰一箭射出 箭矢仿仿佛预知到了狗头妖族的动作 他向旁边躲闪 却刚好被这一箭打中 正中眉心 不少弓手 看得目瞪口呆 捏妈妈的 这么准 还没等他们感慨完 一个黑金色伤害数字跳了出来 -70576 青山入怀 刘家兄妹 一夜起七次 所有流行许峰这一箭的人 全部猛逼 你一个29级小号 打7万伤害 你讲不讲理了 卧槽 为什么大佬打出来的是黑金色伤害 有个72级的弓手喊了一句 惊呆的工会成员 纷纷反应了过来 对啊 这个伤害数字的颜色也不对劲 第一次见 这就是大佬吗 感觉月落大佬好神秘啊 人们议论的时候 狗头妖向许峰俯冲过来 许峰拉满弓弦 走了几步 狗天妖的正下方 就是死门 问 混跟力量凝座的箭矢 呼啸而出 骤影剑 旁边的工会成员都停了手 盯着这一箭 骤影剑不是新技能 论坛上已经有人分析过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一箭伤害很高 这一箭 能打出什么伤害数字 在无数人期待和好奇的视线中 箭矢命中 狗头腰的本源弱点 又一个黑金色伤害数字 跳了出来 负319284 将近32万的伤害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青山入怀 一夜起七次 我数数几位数 刘平一 我哥果然是个废物 刘于准 好醋的大佬 不对 浩强的大腿 刚刚说话的72级攻守 看了看手里的弓 猛地摔到了地上 一位靓仔 失去了成为世界第一输出的梦想 所有人都傻了 我知道这一箭伤害高 但这也太过分了 大佬的29级 伤害32万 我的29级 伤害320点 暴伤高真就为所欲为吗 狗头腰 一共14万的血量 这一箭就直接秒了 许峰的经验条 猛涨一截 提升了5% 青山入怀 直接升级了 哇 一只怪27%的经验值 另外三个队友 也都很兴奋 谢谢 我如果自己去升级 得半小时才能升这么多经验 这升级速度 我得跟我朋友炫耀一下 一夜起七次 已经再给他的朋友发消息了 大佬在带我 一只怪涨35%的经验优 他的朋友们都羡慕不已 许峰笑了笑 先找下个目标 好 许峰带人出发 刚跑了几步 有人在工会频道里发了消息 月落长老 我这里有3000防御的妖族 快来 紧接着 十几条消息跳了出来 我这里有防御3700的 长老我这里也有 许峰也不推辞 谢了各位 我去找逆风尿一邪 别的你们打就行 不少人十分遗憾 也有人直接往逆风尿一邪这边赶 首次出现的黑金色伤害数字 很多人都想看看 一夜起七次小声的羡慕道 月落大佬人员真好 刘准宇感慨道 工会这么多长老 只有月落大佬 这么讨人喜欢 青山入怀有些激动 大佬性格好 一点都不装高了 而且他倒是第一名 清语阁很出风头 工会成员都有面子 四个迷地迷妹 在后面小声交流 很快 许峰找到了逆风尿一邪 大佬 这边 来了 这身衣服 比截出来的图还帅啊 大佬 你缺女朋友吗 当小的也行 周围站了三十多个高级玩家 一夜起七次 站在许峰旁边 有点紧张 我还是第一次 被这么多人盯着看 刘凭一平静地毒舌道 没人看你 许峰看向了逆风尿一邪 谢了 逆风尿一邪57级 比许峰级别高不少 但许峰一句谢了 让他十分激动 大佬别客气 给咱们工会 再整个新记录 许峰弯弓搭建 同时向右走了几步 在旁人无法看到的领域 八门方位已定 许峰松开弓弦 骤影剑精准命中了狗头腰的本源弱点 负三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 黑金色伤害跳出 狗头腰的血条被一箭打空 真有这么高的伤害啊 黑金色的伤害数字 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咱们能打吗 不知道啊 只有月落大佬打过这种伤害数字 看 月落大佬又上热帖第二了 许峰打完狗头腰 也看了看论坛 全世界首次出现的 黑金伤害数字 月落大佬三十万家的爆炸伤害 许峰点进去看了看 一楼 标题党是吧 给也死 二楼 卧槽 我错了 真打了三十多万的伤害 十六楼 什么玩意 视频是做假的吧 三百七十七楼 是真的 好多不同视角的视频 八百八十五楼 这特么是二十九级 帖子热度 一路暴涨 鹦鹉工会很不爽 战力工会也很不爽 他们分别发了帖子 想把许峰的热度给挤下去 然而神秘的黑金色伤害数字 再加上三十万的超高伤害 热度太高了 一分钟后 这条帖子 成功登顶热度第一 刚登顶不到两分钟 麦克发了一条视频 火炎炖攻略 一些可以利用的地形 还有队伍配置推荐 这种帖子 一般稳稳的 都是热度第一的 然而 这条帖子 连热帖第二都没挤上去 WWW BQ O M 热帖第二 是另外一条跟许峰有关的帖子 月落大佬的走位分析 惊人猜测 他的神秘伤害 跟八门有关 从区域副本出来之后 月落大佬刷怪 都占固定位置 我分析了一下 他都是站在升门的位置 攻击的敌人 都站在凶三门 许峰也看了这条帖子 暗自感慨 你永远想象不到 论坛这帮人闲的蛋疼 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 这条帖子 热度更加爆炸 人们震惊地发觉 许峰打的区域副本 奖励可是一点都不少 八门居然被他掌握了 伤害加成 似乎还很恐怖 我当初 还笑月落大佬奖励拿得少 小丑竟是我自己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楼主分析地 太牛逼了 迈克的帖子 待在了第三的位置 定 许峰收到了余又威的消息 余又威 听说迈克对你很不满意 在工会里发了脾气 许峰 是吗 许峰 那我让他更不满意一点 余又威 余又威 破速声记录的热度 估计比不过他的分析帖子 许峰没回消息 他直接在论坛里发了条帖子 你们的猪猪 脑子还是别猜了 黑金色伤害数字 是一宝的属性 许峰还截了个图 他给四叶混沌脸打了个马 没有公开他的属性 但很明显 他的七海一宝界面 确实有一宝 全世界唯一的一宝 帖子发出来的一瞬间 十秒几近热度前三 无数人都傻了 世界第一个一宝 居然在一个29级的小号手里 余又威也惊呆了 他其实猜到了 黑金色伤害数字 可能跟一宝有关 但他没问 这么好的东西 谨慎一点 藏着是应该的 然而 许峰完全不谨慎 完全不谦虚 嚣张得像是个大反派 几乎是眨眼之间 论坛里 热帖前三 都是跟许峰相关的帖子 有史以来第一次 有人罢了热门帖子前三 许峰的帖子下 65楼 他说 我是猪猪女孩 他心里有我 111楼 狂 太帅了 老子就喜欢这个性格 藏着掖着干什么 174楼 老子机智的一批好吧 你才是猪猪 余又威也逐渐理解了 狗男人这个性格 好像喜欢的人也挺多的 不过 也有很多人在阴阳怪气 142楼 狂吧 迟早有人弄死你 412楼 没有实力 空有名气 你迟早遭祸 不少都是鹦鹉公会的人发的消息 余又威很少在论坛出现 他性子骄傲 懒得跟这些人争辩 没有意义 但他回了142楼 余又威 谁要弄死他 是你吗 他的人气也很高 毕竟是顶级颜值的女神 还是世界第一法师 被他对的人不说话了 底下不少人叫好 对的好 余会长 请保护好 我方月老 IQ Excellent G Excellent TV Oh Mew 女神我喜欢你 余又威都没回 他给许峰发了消息 你热度真高 许峰 跟你差不多吧 余女神 余又威的俏脸 莫名的红了红 他经常被人叫女神 唯独许峰这个狗男人叫的时候 他感觉有些奇怪 跟余又威聊了几句后 许峰淡定地继续刷妖族升级 其他人反而无比兴奋 清雨格的工会频道 十分热闹 消息被顶上去得极快 像是在飞 青森雨林 爸绑了 月老牛逼 落河残阳 月老牛逼 第一个有一宝的人 一夜起七次 大老牛逼 许峰出名 清雨格的成员们 自然也相当开心 许峰也跟着一起搞了起来 月落西沉 月老牛逼 工会频道更热闹了 好家伙 我吹我自己 复读鸡是吧 月落大老 一宝怎么获得呀 许峰 长得帅就有了 四叶混沌连催了一口 可恶啊 你确实比我摔那么一点点 我竟无法反驳 月落大老 我可以包你吗 我有钱 许峰 我是那种人 许峰 私聊 在工会频道里吹着牛逼 刷着妖族 许峰的经验条迅速上涨 终于 下午两点十五分的时候 刷 一道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三十级 世界公告出现 二十级至三十级的速生记录更新 新记录 十三小时三十三分二十九秒 记录保持者 清雨格玩家 月落西沉 工会频道里 汤姐发了消息 祝贺月老突破新记录 底下一片复毒鸡 许峰 谢谢各位 大家热热闹闹 替许峰庆祝 许峰自然还是要谢一句 汤姐笑着 对旁边的小妹妹说 这小子还挺有礼貌 宣传组的小姐妹们 积极喳喳的聊了起来 对呀 她性格很好的 就是嚣张了点 有实力嚣张一点很正常吗 她对自己人很好的 他们这两天 一直在宣传许峰 整个清雨格宣传组 人均许峰的粉头子 汤姐活动了一下脖子 干活了 记录破完了 该咱们发挥了 他们迅速到论坛开始宣传 许峰升完级之后 没急着离开 他又打了四只妖族 没有他能打的妖族之后 他才说道 我还有事 先撤了 大佬慢走 谢谢大佬了 一定注意安全啊大佬 队伍解散 许峰先行离开 队伍里的四个人 互相加了好友 旁边的几个大号聊着天 月老人品真不错 带着自己队友吃完经验才走 确实 大佬这人 确实能处 离开工会空间 许峰到了导师这里 阵法呢 怎么臭 赶紧帮我 把轩辕长弓解封了 四叶混沌连极其不爽 抗议了起来 他是一宝 给个面子好不好 但凡 许峰给他的面子 他都不至于这么抗拒 认许峰当主人 导师已经准备好了 他拿出了一张卷轴 打开之后 一道微蓝色的罩子挡住了房间 最后 两团火焰升起 把四叶混沌连的力量 引导进火焰的中间 好 许峰屏息凝神 还没等他动手 一道黑色的光芒 从他的眉心涌出 四叶混沌连 我懂 我自己来 一次两次 他还会抗拒一下 现在 他居然已经有点习惯了 老师有些意外 你跟他相处的挺好吗 许峰咧嘴一笑 我也觉得 四叶混沌连 骂骂咧咧了起来 这股力量 被卷轴控制 把长弓取出来 许峰把长弓拿在手上 黑色的光芒 被火焰灼烧 片刻之后 变成了白色的光芒 轩辕长弓 吸收着这股力量 不到五秒 所有力量 尽数被轩辕长弓吞了下去 弓身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端的云纹 变成了针的云 悬在弓身侧 质感拉满 弓弦的颜色 加深了一些 变得更帅了 解封完成 许峰赶紧看了一眼 他的属性 轩辕长弓 钻石级 等级要求 三十级 力量 加四二五 敏捷 加三百 攻击力 加八一二 特殊效果 增加二十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附带技能 图灵 附带技能 不弃 不弃 道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气 攻击时不受距离限制 凡可视的目标 皆可攻击 箭矢可越过空间 进入目标五米内再出现 许峰瞪大了眼睛 无限攻击距离 同时 许峰的脑子里 跳出来了一个问题感知力看到的敌人 能攻击到吗 导师 来打一架 不 不打 我把眼睛蒙上 并且你可以站到掩体后面 不 咦 你说什么 导师心跳 忽然快地击拍 猛眼 还能躲到掩体后面 你说这个 他可不困了呀 导师清了清嗓 不合适吧 传出去 大家会说我欺负你 许峰一眼就看出了 他在顾虑什么 如果你赢了 我什么都不会说 可净吹就完事了 导师心花怒放 你可不许反悔 许峰点头 没问题 不过笔试总得有点踩头吧 提到钱 导师清醒了几分 你小子不会憋着坑我呢吧 许峰两手一摊 我反正蒙卓眼 你可以藏在掩体后 我确实想测试一下新技能 你不愿意就算了 导师暗自想着 好像我是稳赢的呀 这小子应该是有感知力的 但我都藏在掩体后了 他打不中我的 许峰开始钓鱼 不比我走了呀 来比吗 我这里有三个二十五级的黄金宝箱 许峰说道 如果我输了 我给你一百美金币 成交 导师和许峰对视一眼 都笑了起来 都觉得对方是大冤种 许峰把弓握在手里 三剑手势升到三十级的时候 已经换过了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攻击力 七千四百一十 许峰在论坛搜了一下 四十级攻守 最高的面板攻击力是五千一百七十四点 等回去强化一下 还能再涨一波属性 轩辕长弓这次解封 强化全掉完了 装备换好 导师带许峰到了演武场 他的四个徒弟搬来了五十多代训练用沙袋 堆在一起 你们四个 看好他 是 师父 四个徒弟 站在演武场边缘 他们盯着许峰 避免许峰半途摘下眼罩 准备好了 许峰魂不在意 大大咧咧地问 导师藏到沙袋后面 许峰看不到他的人 只听到了他的声音 好了 许峰走到了导师四百米外 他蒙上眼睛 感知力扩散开 在四个徒弟的视线中 许峰拉开弓弦 瞄准导师所在的位置 四个徒弟 有些困惑 这是干嘛 沙袋很重的 不可能被射穿 奇怪 嗡 弓弦震战 但却没有剑是飞出的声音 四个徒弟 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圆 剑 消失了 许峰那根剑 在离开弓弦的瞬间 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不见了 哎呦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躲在掩体后面的导师 怪叫了一声 徒弟们看向那边 依然没看到人 不过 一个黑金色的伤害数字 从沙袋后面飘了起来 四十万零八千八百三十一 切磋结束 这一剑 能死二十个师傅 二十个师傅 都能塞满一辆马车了 四个徒弟过于震惊 脑子已经开始神游了 导师跑了出来 震惊地看着许峰 轩缘弓的新技能 对 导师沉默两秒 怒声说道 上了你个归儿子的当 你一开始就知道你能赢 许峰解释道 我一开始确实不知道行不行 拿你练练手 发现可以 导师忧愿地盯着许峰 听完许峰的话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第五十一个沙包 让许峰练了练手 还不如沙包 挨完了打 他还得给许峰三个宝箱 赶紧滚 导师把许峰赶出了门 碰 大门被重重关上 四个徒弟凑了过来 师父 您别生气 导师摆了摆手 你们看清那一箭了吗 没有 竟忽然消失了 导师感慨道 无视距离 不可闪避 这一箭的压迫感 堪称恐怖 回想起那只忽然出现的箭 那种心脏被握住的恐慌感 再次浮现 IQ-Y-G-E-TV O-M-E-O 导师起身 我先回个房间 得去换条裤子 刚走两步 其中一个徒弟 有些酸得开口 他有那把弓 所以厉害而已 我要是有那把弓 我比他强 另外 三个徒弟没说话 但他们心里想的也差不多 没有那把弓 许峰算个屁啊 导师停住了脚步 他说道 那把弓打造出来的时候 其实没有属性 封印到黄金品质之后 他才有了个普普通通的数值 四个徒弟一愣 导师说道 这把弓是跟随他成长的 薛元弓是器皿 他强 是因为持有他的人强 离开武学馆 许峰进了旁边的官府 我来做试炼 还是老一套 进新地图之前得做个试炼 两秒 在传送官目瞪口呆的眼神中 许峰潇洒离开 去阳明城之前 许峰先去把武器给强化了 靠 我的武器 完了 我也报了 靠 坑爹强化 武器店里 几个失败的人 痛心疾首 强化失败 武器爆掉 损失真的很惨 许峰完全没有这个顾虑 老板 强化 好嘞 很快 轩辕长弓 成功加武 强化属性 攻击力 加298 比解封之前 多了198点攻击力 拆出了一件 20级白金首饰的属性 随着强化次数提升 加成的属性 越来越猛了 旁边几个爆了武器的人 一脸羡慕地看着许峰 许峰拿上轩辕长弓 攻击力再次上涨 7816点 30级 将近8000点攻击力 50级的顿战 我也能杀 许峰有些畅快 越20级杀防战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许峰可以 拿上武器 许峰开了三个宝箱 拿了三个25级的白金法商戒指 来拿装备 沈晚秋乖巧的秒回消息 好 你在哪呀 许峰 武器店 等他们的时候 许峰在工会频道里 跟人吹着牛逼 忽然 一条工会提示出现 工会成员 叽叽跑不快 被战力工会 怕提纳击杀 许峰接连看到了五个提示 一队人都被嘎了 余又威出面了 怎么回事 叽叽跑不快 我们在青云山的 三爪雄鹰这里升级 战力工会的人让我们滚 我们不走 就被杀了 他还有录像 许峰也看了看这段录像 确实是战力工会的 几个四十级的人 先动了手 而且没有理由 不少人都愤怒了 战力工会想挨打了 欺负咱们工会的妹子 我不答应 但他们啊 余又威 来十个五十级的号 把他们给杀了 余又威 每人补贴一枚金币 消息刚发完 云生反对 帕提纳是约尔顿的侄子 这可是会长的亲属 云生 杀了他 战力工会要跟咱们开战怎么办 不少人沉默了 刚刚说不能欺负咱们工会妹子的人 也不说话了 他们不怕干账 但毕竟 云生是副会长 而且 这是有可能导致两个工会 直接打起来 他们不敢说什么 余又威 你的意思是 别的工会可以随便欺负咱们的人 云生 当然不是 云生 但他们 也就三十多级 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成员而已 云生 总不能为了他们 让高层开战吧 让战力工会道个歉 不就行了吗 几个妹子没有反驳 他们只能自嘲地笑笑 许峰又看了一遍录像 确认了一下坐标 青云山就在阳明城外 余又威反驳道 普通成员 是青语阁的人吗 浮花窑 是 但他们掉一集几个小时就升上来了 浮花窑 百集玩家掉一集 需要几天 喊酒烟 我也觉得 他们道个歉 这事就过去吧 除了余又威 和他的固定队友 还有青森雨林 其他高层 几乎都不想打 许峰看着工会频道 嘖嘖两声 他都快被架空了 云生发了消息 我联系了约尔顿 云生 他们说 可以发的道歉帖子 云又威不太能接受这样处理 但没办法 很快 这个叫帕提纳的工会成员 发了个帖子 道歉帖 我杀了青语阁几个成员 许峰看了帖子 我没认清 随手杀了几个青语阁的人 下次注意 许峰在工会频道发了消息 大家伙举报一下这条帖子 看到许峰的消息 云又威沉重的心情 忽然放松了几分 云又威 怎么投诉 许峰 投诉虚假宣传 许峰 老婆丙里没有老婆 道歉铁里也没有道歉 许峰 都是骗子 骗我这种纯洁亮仔 噗 云又威摇头笑了笑 工会频道 再次热闹了起来 积极跑不快他们几个人 本来有点心寒 看许峰替他们说话 他们被安慰到了 云生怒斥许峰 你别再惹麻烦了 人家很强 打起来没好处的 云生 都写了是道歉帖了 还不行吗 云又威 行了 补给他们每个人五枚金币 云又威 汤姐 待会发个帖子 警告他们 这是最后一次 他不甘心 但已经成这样了 给几个姑娘一点补偿吧 渣男 许峰正水着工会频道 周亚男的声音响起 许峰一回头 看到了小憨憨的大长腿 他的身材是真好 不光个子高 还腿长腰细 给 许峰给了小憨憨两枚戒指 周亚男一枚 上次差点把他逗哭 25级的替换装备 给了和四山 谢谢老板 等会我就卖装备 把钱给你 许峰点点头 抓紧点时间 争取三天内冲到50级 周亚男翻了个白眼 好的老板 我们拼命 那我走了 等一下 沈婉秋娇憨的声音响起 许峰回头 沈婉秋递过来五张符纸 这个给你 轻纹符 特殊效果 撕开可直接传送回城 许峰有些意外 这种不需要引导时间的传送符 是保命的好东西 价格很高 这一张符纸 大概能卖五枚金币了 许峰没接 连夜朝生衣 相当于自动出发的传送符 还能强制保险 不用 沈婉秋举着符纸 没有收回去 你比较危险 拿着好不好 许峰有些意外 他平时性子软软的 好像谁都能凶他两句 但他骨子里 却有骨子韧静 就算被骂 他也要把保命的东西给许峰 周亚男叹了口气 拿着吧 之前 他们没拉好仇恨 也怪去攻击沈婉秋了 沈婉秋差点挂了 都没舍得用符纸 就为了省着给许峰用 许峰捏住了他的耳朵 你留着保命 我用不着 沈婉秋被捏疼了 桃花眼里泪汪汪的 但也不喊疼 许峰松了手 疼就说话啊 哦 知道了 我有保命能力 你留着符纸用 他把连夜朝生衣的属性 给沈婉秋看了看 他这才放心的 把符纸收了起来 那我先走了 许峰转身离开 沈婉秋看着他走远 才跟周亚男他们离开 下午2点55分 许峰传送到了阳明城 刚一出现 周围传来几声惊呼 大佬来了 卧槽 四件钻石装备 这身衣服 我羡慕了 我穿肯定也很帅 他这装备到底哪来的 在周围人羡慕的视线中 许峰去了武学馆 找了30级的导师 30级同样还是两个技能 被动技能 可以提升时 的射程 许峰又 不气 完全用不上这个技能了 不过头衔很重要 很多任务都需要头衔才能接 转职任务还得做 请你前往花羽雾 获得20个水鬼的头发 水鬼是30级的管 许峰去了趟标局 这里有猎杀水鬼的任务 给20枚银币 很少 但许峰也要 转转长弓 就是个吞金兽 40级解封的时候 许峰觉得 没有1万金币 肯定不够用 攒吧 解好任务 许峰没着急去花羽雾 他往城北跑去 这是青云山的方向 连夜巢生衣的 移速加成很高 再加上 急行戒指杀怪的加成 还有月影部 从阳明城到青云山 普通攻守 需要45分钟 许峰只用了14分钟就到了 顺着山路往上走 许峰很快看到了一些 正在升级的玩家 卧槽 月老 他也来这里升级 他不应该直接去打 40级精英怪吗 不知道啊 周围的玩家 有些困惑 许峰跑了4分钟 远处 有一队人 正在刷六支三找雄鹰 许峰看了看 他们的角色名称 被围在中间的那个人 叫帕提娜 滚 这里是战力工会的地盘 月落西沉 死源点 换成别的玩家 他们就直接动手了 但许峰是清语阁长老 他们还真不敢随便杀 许峰一句话没说 他举起长弓 直接瞄向帕提娜 帕提娜不愧是关系户 他身边的人都很强 瞬间反应了过来 挡住 两个43级的盾战 直接架起盾牌 他们挡在帕提娜和许峰中间 帕提娜也赶紧躲到了盾牌后面 撕开了回城符 他知道许峰的攻击力 有多恐怖 许峰松开弓弦 问 弓弦冥想 箭矢却在无数人的视线之中 直接消失 帕提娜的读条 刚刚读了不到一秒 一根箭矢 凭空出现 射入帕提娜的咽喉 负252952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两个顿战还活着 他们站在许峰和帕提娜的中间 帕提娜被嘎了 啊 杀了他 动手 杀完帕提娜 战力工会 还有14个人 三个刺客进入隐身状态 许峰拉满弓弦 描向旁边的两名盾战 破天一箭跟骤引箭 先后飞出 40级的盾战 拥有三个防御技能 除了防高 盾牌张开的护盾 还能减伤10% 然而他们 被许峰描着的时候 一样满脸紧张 两箭消失 他们在出现时 精准命中两个盾战的心脏位置 -480779 -199931 扑通 在十几个人惊恐的眼神中 两个40多级的盾战 被30级的许峰 一箭秒了 许峰感知到了刺客的动作 其中一个刺客很快 已经到了许峰150米外 许峰转身后撤 速度比这些刺客 快了一倍以上 跑到安全位置 许峰拉开弓弦 依次点杀三名刺客 陪着帕提娜的刺客 操作都很好 然而许峰的剑不讲道理 根本躲不开 解决完刺客 许峰瞄向了摸过来的两个女法师 他们把腿就跑 藏到了山道旁的石头后面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安全的时候 后背一痛 血条瞬间清空 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他们已经死了 你疯了 知道帕提娜先生是谁吗 你这是在找死 狂妄 敢对这位先生动手 几个鬼佬大声喊叫 许峰依次瞄过去 弓弦一松 说话的人就少一个 不到三秒 附近只剩了15具尸种 没人说话了 许峰上前 开始捡东西 11件30到35级的白金装备 还有4件40级的钻石装备 收获还不错 40级的钻石装备 已经比较值钱了 这些装备 卖个70枚金币没问题 而此时 清语阁和战力工会的人 看着工会提示 还在发呆 清语阁玩家 击杀战力 工会玩家贺卡奇 15个提示 密集的出现 许峰下手太快太狠 以至于人都嘎完了 两个工会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战力工会 约尔顿在工会频道发了消息 他来报仇的 帕提纳气急败坏 这个疯子一句话没说 直接动手 帕提纳 说说 他鸿鸣了 把他杀回新手村 大工会把人杀回新手村 都有常规流程了 有专业的拾荒者团队接活 给对方为杀戮职 他们会不停骚扰对方 逼对方动手 杀戮职未够了 大工会直接杀人就行 一步到位 送回新手村 约尔顿同样愤怒 但他有个困惑 你是最先死的 帕提纳 是 约尔顿 卡什利兄弟 没有保护好你吗 帕提纳此时才回过神来 后怕地说道 他的剑 穿过了两个人 清语格 浮花摇 他疯了吧 对方都道歉了 他还去打架 喊酒烟 月落西沉 出来给个说法 许峰还在网拍卖行挂装备 没有看工会频道 于又威发了消息 别急着要说法 问清楚再说 云生 我就问一句 两个工会开战 他负责吗 云生 还是你负责 积积跑不快 把我杀回新手村行吗 云生 悠悠吃不多大佬 是替我们动手的 我们来负责 五个妹子 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许峰是替他们动手的 他们很怕云生 但他们不会让许峰 自己扛这件事 云生大怒道 你们也配负责 云生 我提议剥夺月落西尘长老的职务 让他被杀两次 于又威气急 不行 云生 那两个工会开战 云生 月尔顿已经给我发消息了 问我要个说法 靠 这人怂到家了 青山入怀刷着怪 骂了一句 月落西尘 我已经给说法了 云生 什么意思 月落西尘 看论坛 于又威打开了论坛 首页第三十三条帖子 道歉帖 我杀了十几个战力工会的人 底下的内容 直接就是复制粘贴的 没认清 杀错了 下次注意 干得漂亮 于又威绝不会把这句夸奖的话说出口 但他非常喜欢许峰的做法 帖子下的回复 也十分热闹 一楼 大佬真牛 说杀就杀了 四楼 太狠了 我还以为之前那件事就算了 九楼 笑死 复制粘贴 搞人心态 十五楼 感觉事情有点大呀 月落惹上大麻烦了 云生十分不满 胡闹 云生 你觉得自己很正义 替他们出头了 浮花摇 你这只是在给工会惹麻烦 韩九烟 你自己 把长老辞了吧 看着他们几个集体施压 许峰丝毫不气 他发了消息 你买根帕提纳 也这么硬气吗 许峰 对外人唯唯诺诺 对自己人重拳出击 许峰 我动手跟正义无关 我只知道 我的人怎么被杀的 我就怎么杀回来 工会频道里 只有几个馆里在聊天 但很多人都在看着 许峰这句话 他们看到了 被杀的几个妹子 委屈地哭了 刘家兄妹对视一眼 以后 他们是许峰的人 不是清语阁的人 云生 你 三十集 那你说战力工会怎么办 许峰 简单 说完 许峰在论坛里 发了另外一条帖子 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 或者 咱们不死不休 如果你们要打 我现在从清语阁退出来 你们追着杀我就行 未来十年 我只有一件事 干死你们战力工会 动手之前 许峰就想好 要跟战力工会开战了 许峰名气越来越大 迟早会有大工会 跟他开战的 那不如他先动手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论坛的人都惊呆了 三十集的小号 跟战力工会死磕上了 玩这么大 就连许峰的粉丝 都觉得不能理解 约尔顿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这人是个疯子吧 很快 鸡鸡跑不快 发了条帖子 帖子里放出了他 被杀的视频 而且还被云生的聊天内容 也放到了帖子里 我是被杀的清语格玩家 月落大佬退工会 我也跟着走 他们没跟许峰说过话 但如果许峰走了 他们也走 看完帖子 吃瓜的论坛杀雕网友 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 卧槽 清语格的副会长 这么怂吗 月落大佬太靠谱了 我爱了 我觉得月落大佬没问题 清语格的工会频道里 更热闹 一夜起七次 大佬 你走我也走 青山入怀 我也跟你走 许峰看着消息 咧嘴一笑 他提起退工会 其实就是为了趁机 拉一拨人离开 工会他是真想退 跟余又威的赌注 只要定期回工会就行了 记录破完 再退清语格 长老的福利虽然重要 但如果能带 一千多个胜利君走 那长老的特权 不要也没关系 现在就看 都有谁愿意跟他走了 余又威 你要退工会 我也退了 许峰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 他就想挖些 有潜力的小号 一步留神 清语格的会长 要被他给挖走了 余又威的消息发完 工会频道 再次热闹了起来 我也走 这么耸的清语格 有什么意思 带我一个 许峰的人气很高 但他毕竟才三十几 愿意跟他走的 都是愿意跟他一起 被杀回新手村的 余又威出面 那就不一样了 甚至不少人 还有些亢奋 余会长跟月落大佬 再组一个新的工会 有搞头 两个都是他们喜欢的人 许峰急眼了 他给余又威发消息 你乱掺和什么 这他还怎么挖人 到时候挖走的人 跟他走 还是跟余又威走 这小妞不是捣乱吗 余又威愣了一下 他要护着许峰在 怎么还被凶了 不过转念一想 他忽然有些感动和心酸 许峰应该是被云生 刺激到了 他不想给任何人 添麻烦 要自己解决问题 余又威 我知道你不想 给我惹麻烦 余又威 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你自己抗的 他依附我懂你的语气 许峰翻了个白眼 你别添乱行不行 好好当你的会长 余又威 我不 余又威有点不开心 你再这样说话 我不开心了 许峰干脆不回了 战力工会 在论坛上给了回应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九州人常说 何气生财 清语阁里有内鬼 约尔顿知道了余又威的态度 他不想跟清语阁火并 只能就此作罢 不过 约尔顿私下里 跟云生的关系更好了 他打算扶云生上位 把余又威挤走 没人保护的许峰 那就好杀了 许峰看帖子的时候 已经在去杀水鬼的路上了 跟战力工会这一仗 迟早要打 必须抓紧时间升级 工会频道里 余又威 这件事过去了 大家继续练节 发完消息 他打开了跟许峰的聊天见面 这个狗男人 真就不回他消息了 小雪 怎么了会长 如果有一个男的 不想让你有麻烦 但又对你很冷淡 是什么原因 啊 我是替我朋友问的 寒霜沉雪 您这个朋友姓鱼吧 我猜 这个男的应该姓鱼 寒霜沉雪 认真分析道 那他应该是欲擒故纵 可能还有点自卑 余又威 什么意思 寒霜沉雪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吸引你的注意 但又怕自己配不上你 寒霜沉雪 一本正经地说道 他应该是喜欢你 余又威翘脸红了起来 不会吧 狗男人总是敷衍他 寒霜沉雪 换了个角度吃瓜 你这个朋友 对这个男人什么感觉 余又威哼了一声 没感觉 寒霜沉雪 换了个问法 如果这个男人表白 你这个朋友接受吗 余又威想象了一下 许峰表白的样子 好像 不是那么讨厌 狗男人挺厉害的 不过余又威的骄傲 不允许他承认这件事情 不接受 好了 升级 余又威刷起了怪 杀完一只炎火精灵 余又威给许峰发了条消息 你叫什么名字 许峰收到消息 翻了个白眼 忽然问他 叫什么干嘛 他懒得回消息 余又威 我的真名 就叫余又威 余又威 一枚金币 买你的名字 我叫许峰 许峰 余又威记下了这个名字 咯咯笑着 好普通的名字哦 许峰 你管天管地 还管老子名字普不普通 钱给我发过来 余又威给他寄了一枚金币 寄完了钱 余又威又发消息 如果我不出面 你打算怎么办 许峰心想 你不出面 我现在都已经带着生力军开溜了 不过这话不能对余又威说 免得他起疑 那就不好挖人了 他随口忽悠道 再被人追杀呗 我一个散人 怎么打战利公会 余又威心口一紧 不行 许峰 余又威 有我在 你不会变成散人的 许峰 未来的事情不好说 麻烦太大我就撤 余又威 不许走 许峰有些意外 放心 咱们的赌约做数的 许峰 就这样 我先做转职任务了 余又威 做完了 记得跟我聊几句 他这骄傲的小性子 打死也不会透露 对许峰的好感 不过 总要给他多聊几句的机会嘛 许峰懒得回了 余又威今天好像不太正常 五分钟后 许峰到了花雨雾 大佬好 月老我是你粉丝 你好帅呀大佬 一路上 四处都是主动跟许峰打招呼的玩家 在五十级以下的玩家里 许峰的人气比麦克多高 而且高很多 走到岸边 许峰看到了一排船 许峰上了船 向水中间飘去 很快 水面荡起波纹 一只水鬼出现 三十级的普通野怪 属性比狂狮稍弱了些 许峰一见一只水鬼 三分钟后 转职任务和标局任务 全部刷完 许峰撕开回城符 回了阳明城 几个战力工会的人 同时回城 他们看了许峰一眼 眼神不善 许峰这种流氓 丝毫不怂 出城打一架 你们一起 上行不行 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云生跟你们肯定能当朋友 许峰损了两伙人一句 大摇大摆地去交任务 他先去了标局 交完任务 拿到了可怜的二十枚银币 这也是钱啊 许峰背包里 现在有七百十三枚金币 从标局出来 许峰到了武学馆 完成了导师任务 三十级的头衔 是聚力攻守 拿完头衔 许峰没学技能 准备离开 导师忽然叫住了许峰 乞丐有东西 让我交给你 说完 导师给了许峰四张图纸 追影皮甲 追影腰带 追影头戴 追影长靴 三十级的钻石品质套装 许峰眼睛一亮 好东西啊 越阶套装十分珍贵 追影套的效果也很强 四件套 增加25%的暴击率 还增加50%的暴击伤害 以及500点攻击力 完美契合许峰的需求 而且这种打造出来的装备 跟副本套装不一样 这是可以交易的 追影套卖个400枚金币 完全没问题 许峰拿上图纸 出发去花与雾 图纸需要收集到足够的材料 才能锻造 四件装备一共需要九种材料 其中八种材料比较常见 第九种材料 许峰没听说过 论坛也没有相关资料 网生者的魂蟹 X1 乞丐既然给我图纸 肯定有办法 许峰准备先去收集常规材料 第一种材料 水鬼头骨100个 路上 许峰在工会频道里 发了消息 求购三爪雄鹰的会100个 及火山匪的斧头100个 八种材料里 有六种是常规材料 这些材料的暴率 受诅咒值影响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四十点诅咒值 决定直接花钱买 按市价 所有材料买齐 也就15枚金币 不过拍卖行里 没有这些材料 三爪雄鹰的会 可以用来制作武器增幅剂 小幅增加攻击力 另外几种材料 也都有用途 有配方的工会 都在升级点 安排了人 负责收购这些材料 根本进不了拍卖行 许峰只能在工会频道里试试 鸡鸡跑不快 我们有一些 但不太够 免费给你 两岸圆山哦 好好 我们一队也有一些 送你了大佬 消息刚发完 许峰的好友申请 多了上百条 鱼又微 福花窑 按市价结算 给月落长老报销 工会的管理层 如果要买材料 每天有一枚金币的报销额度 许峰也是管理层 自然可以享受报销的特权 会长 我们不要 别人想买 我们肯定要钱 但月落大佬的钱 我们不要 寒霜沉雪看着工会频道 感慨了一句 他人缘真好 鱼又微养着小脑袋 带着笑意 他那么户短 喜欢他的人当然多 云生看着工会频道 表面上不在意 但他心底很羡慕 许峰这好人缘 谁不想要 不过云生不傻 能当上副会长的 没有傻子 云生知道自己 不讨这些小号的喜欢 他只能暗自想着 小号里有人缘 有什么用 废物抱团 许峰给刘平一发了消息 帮我个忙 刘平一 说 许峰 帮我把材料收齐 然后一并寄给我 申请家好友的人太多了 许峰懒得自己收材料 就决定是你了 打工仔 刘平一 我尽快 许峰 收完给你二十枚银币的报酬 刘平一 我不要 许峰 先拿着 以后可能还有事情要让你做 刘平一 你说句话就行 我真不要钱 许峰最终还是给了钱 他刚刷了十六个水鬼 刘平一已经把材料收齐了 发给了许峰 寄来的材料太多了 每样都有两千多个 多的我退回去了 许峰 行 干得不错 材料到手 许峰看了看图纸 上面的六样材料 已经变成了绿色字体的 十万零一百 刷着水鬼 许峰还是隔两分钟 看看论坛 十分钟后 一条帖子 热度迅速上涨 求个大工会的管理层 我刚拿到了专属技能 许峰看了看帖子 发帖的是个39级的奶妈 角色名称安娜游赫 她的专属技能 可以治疗敌人 并造成与治疗量相同的魔法 伤害 而且 她的魔法伤害 可以暴击 比小憨憨弱不少 但输出肯定比普通法师要高 帖子下面十二楼 麦克出现 欢迎你来加百列工会当长老 鹦鹉工会的副会长三井手 也出现了 鹦鹉工会也愿意提供长老职务 世界一线工会 一共九个 有六个愿意给他长老的职位 许峰也私聊了他 我可以提供给你一百枚金币 我的工会给你长老的职位 许峰觉得自己长得帅 名气还高 画个大饼 也许这小姑娘就来了 结果好友申请都没通过 安娜加入了加百列工会 很快 她又发了条帖子 我要挑战刷新四十级到五十级的速生记录 帖子里放出了三张截图 加百列工会准备了一身四十级钻石装备 还有一把四十级的传说品质武器 以及两本史诗技能书 她还露了脸 长相远不如鱼又微精致 也不如小憨憨的桃花颜美 不过有七分左右 论坛热闹了 一楼 抢月老的饭碗 四楼 卧槽 加百列工会 还是富啊 这是要硬刚月老了 十一楼 我有种娇弱俑者 挑战恶龙的感觉 十七楼 还真是 月老这种带恶人 不会嘎了他吧 二十六楼 加油啊 奶妈小姐姐 一定要战胜这个清语哥大恶人 许峰要花十年死磕 战力工会的凶狠冷力 让不少人都惊到了 这活脱脱的 就是个恶霸啊 一个小姑娘 要挑战许峰 还是个长得不错的小姐姐 不少许峰的粉丝 当场叛变 他们喊得比另外几个工会的水军都有劲 加油啊小姐姐 干掉这个恶霸 许峰看到了帖子 也回了一条 停止交易 全是内鬼 别让我逮到你们哦 安娜的帖子越来越热闹 迅速被顶到了热帖 第三 十二分钟后 水鬼的材料刷完 许峰撕开回城符 准备去城南的隐西畔 这里有四十级的精英怪 玄尺虎 另外一种材料 就是玄尺虎的牙 也是收集一百个 路上 许峰顺便去了趟军营 这里执勤的 是另外一个悬赏校官 不过他对许峰的态度也很好 许峰开门见山 你们军方 知道往生者的魂蟹 要从哪里弄吗 抱歉 以您目前全线能查询到的资料里 没有这种物品 全线不够 许峰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会长 帮我向军方问件事呗 于又威 帮你可以 我有条件 许峰 您说 于又威 以后我发消息 必须回我 许峰 那算了 亏本买卖 于又威 不行 说定了 我帮你发个邮件问一下 不到一分钟 定 于又威发来消息 他说 以我的权限 查不到相关的物品 许峰 行吧 于又威 反正我帮你问了 说好了 以后会有消息 许峰 我尽量 于又威 不许尽量 许峰懒得回了 往城南跑去 刚跑几步 许峰脑海中的四叶混沌帘 忽然有了动静 他有些得意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 让许峰去问他的感觉 你知道 知道求我呀 四叶混沌帘 感觉他支愣起来了 扬眉吐气 许峰活动了一下手腕 一分钟后 四叶混沌帘老实交代了 明河 许峰摸着下巴 消化着他的情报 按四叶混沌帘的说法 在明河现世的时候 会有徘徊的魂魄 他们在人界有留恋 不愿离去 送这些魂魄往生 穿过明河的时候 会掉落魂蟹 许峰在论坛 搜了一下明河 还真有 明河一共出现了七次 最近一次 是两个月前 出现在了 立峰戈壁市里的落日滩 没什么规律啊 就硬等 许峰有点无奈 他升到五十级 追影套就只能卖钱了 四叶混沌帘 再次有了动静 他指引许峰向南走 明河在这边 四叶混沌帘 传来一阵意志 他也不清楚 明河的具体位置 但他让许峰往这边走 也许有收获 许峰决定信他 反正隐熙盼也在南边 出了城 许峰一路往南 路上不少玩家 见了许峰都在赶紧截图 跑了二十分钟 好友蓝友提示消息 明的好友后向晚秋升到二十八级 有许峰的装备支撑 他们的升级速度 远超同级玩家 叮 沈晚秋忽然发来了消息 赤练独萃独技配方 沈晚秋 这个厉害吗 许峰看了一眼配方描述 赤练独营剂配方 合成赤练独 需要长鸣草X10 白纹蛇胆X10 羊蛇草X15 需要五级制药技巧 赤练独营剂 使用药剂对武器脆毒 持续五分钟 物理攻击命中敌人后 每秒使敌人受到50点真实伤害 持续15秒 并且减少15%的治疗效果 许峰 很厉害 非常值钱 合成药剂 是赚钱最好的方法之一 药草是野生的 采摘只需要消耗时间成本 药剂还是消耗品 需要不停购买 利润高 市场广 鹦鹉公会 垄断了80级以下的自制血药 他们的回血药剂 效果比药店的药剂高70% 价格高50% 这是鹦鹉公会 一个巨大的资金来源 9个世界顶尖公会 都掌握着不同的药剂配方 但已知的所有药剂配方 都不如沈憨憨的脆毒药剂厉害 真是伤害 减少治疗 打团的时候 经常是几万人 甚至十几万人拼命 如果有一万个敌人中了毒 每秒就能给敌人造成50万真实伤害 奶妈的进化 是有冷却的 这种小毒 医生也解不过来 沈婉秋 给你 许峰 你知道他有多值钱吗 沈婉秋 不知道 许峰 一瓶药剂 卖十枚银币不难 弄成公会配方 一天可以制造3000瓶以上 许峰 一天300枚金币 配方有两种使用方法 一种是个人使用 用完配方就会消失 另外一种 则是公会使用 变成公会配方 公会里生活技能 制药 级别足够的玩家 只要经过管理层允许 都能使用配方 这是源源不断的财路啊 沈婉秋 哦 沈婉秋 我寄给你 许峰 想让我收下一行 给我发张自拍 沈婉秋 啊 他有点没想明白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给许峰 还要给他看照片啊 不过 他已经没有了刚开始那么抗拒了 给他看吗 许峰 快点 许峰 要不然我不要了 沈婉秋委屈巴巴地回消息 哦 他摘下面具 一张白嫩干净的脸 映在了阳光下 他长着一双桃花眼 鼻子小巧 嘴巴上有些肉 添了几分可爱 咔嚓 他很不习惯地拍了张照片 周亚南在旁边看着 默默叹了口气 渣男还是得手了呀 沈婉秋 已经相当信任他了 定 许峰等了几秒 沈婉秋发来了消息 图片 许峰仔细看了看 忽然咧嘴一笑 他娘的 捡到宝贝了 小憨憨不光身材好 居然长得这么美 许峰 长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不早点给我看 沈婉秋红着脸 奶奶说 不能随便让别人看 沈婉秋 配方你收下吧 许峰 你留着吧 存仓库里弄成工会配方 许峰 配方卖的钱 你们分三成 工会留五成 剩下的归我 沈婉秋听话地回道 好 许峰 赶紧升到五十级 沈婉秋 晓得了 许峰又给周亚南发了消息 小周同学 我给你一百枚金币 你和静静提前收药材 对了 把账算好 扣了我的一百枚金币 剩下的净利润才分红 提到工作 周亚南倒是很认真 知道了 我会算清楚的 许峰 你们升级能不能快点啊 给你那么好的装备 你打空气呢 周亚南气得呲牙咧嘴 打你妹啊 周亚南 我们升得只比你慢一点 我们同学都被耍下了 周亚南 老子快累死了 都没下过线 还催 进入游戏 不下线是不会死的 但精神有限 许峰有无声呼吸法 情况特殊 周亚南累得有点暴躁 许峰 你这样 小心嫁我出去 周亚南 不用你管 呼对了几句 周亚南他们升级去了 虽然嘴上嫌弃 许峰催他们 但有了自己的工会 就能挣大钱了 他们还是很干的 许峰继续按四叶混沌帘的提示 四处寻找 是不是该换个大房子 把他们接过来 小黑 我能把别的人和物品 带到暗界吗 四叶混沌帘 逐渐接受了 被叫做小黑的设定 他给了肯定的答复 谁都能进暗界 物品也可以 那抽空去买套别墅 进到暗界 就是绝对安全的 把小憨憨他们接过来 更好一些 二十分钟后 许峰已经到了影溪畔的附近 远处就是一片树林 树林被一条和横灌 这就是影溪 许峰逆着溪流 一路旁边的山上走 很快 周围没了人烟 有提示出现 宁已进入古寺旧地 周围忽然变得很安静 鸟叫声也消失了 许峰查了查论坛 这里 曾经被一伙流匪占据 被于又威给带队亲了 四叶混沌帘指引许峰 到了一座残破的佛像前 许峰也察觉到了异常 他的感知力 透过佛像 发现这佛像是中空的 在佛像下 隐藏着一个地下通道 许峰吃力地搬开佛像 您发现了隐藏地图 望全之眼 看来这就是四叶混沌帘指引的地方了 许峰下了通道 进入了一片黑暗中 他走得很慢 用感知力仔细地探索周围的地形 走了几步 许峰在远处 感知到了贴在墙壁上隐藏起来的怪物 石魂怪 特殊怪物 等级 四十级 生命 十二万五千 攻击力 四千二百 防御 三千六百五十 魔法防御 三千 特殊技能 魂阵 许峰的感知力 可以看到怪物属性 他们属性一般 在三十五级的野怪里 算是弱的 但技能很难缠 四个石魂怪 可以结成魂阵 魂阵中的敌人 第一次被攻击 会受到一点的伤害 并且被打上 勾魂 印记 昏迷三秒 三秒内 如果没人攻击 王魂 被勾魂的人 直接死亡 这几乎是无法 单人通关的地方 许峰如果没有 不弃 也得叫人来一起通关 但现在 许峰玩客这些 石魂怪 他弯弓射箭 箭矢穿过空间 精准命中 石魂怪 负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 一只石魂怪 直接被秒掉 许峰的经验条 涨了一 百分之三 二十九级的时候 刷一只狂狮 只能涨零点零几的经验值 换了新地图 这升级速度 舒服多了 您吸收了阴魂力量 获得五百点 呼吸法经验值 提示出现 许峰十分惊喜 现在许峰最缺的 就是钱和呼吸法经验值 不弃 得射程 完全取决于 许峰的感知力范围 但呼吸法经验值的获取 真的太难了 许峰没想到 石魂怪 居然还会给 呼吸法经验值 每只石魂怪 都会给 呼吸法经验值吗 许峰脑子里 生出了一个疑问 他抬手一剑 射杀了另外一只石魂怪 您吸收了阴魂力量 获得四百点 呼吸法经验值 另外三只 藏在暗处的石魂怪 被陆续击杀 他们在黑暗里爬行 寻找敌人 但这几个老六 到死也没找到 是谁因死了他们 山外有山 六外有六 战斗结束之后 许峰翻了翻提示 四只石魂怪 都给了呼吸法经验值 从三百点 到七百点不等 许峰眼神火热 继续往深处走 路上 许峰又遇到了 四波石魂怪 每波石魂怪 都是四只 呼吸法经验值 涨到了第六层 一万九千四百十二点 许峰吃爽了 走到地道的尽头 许峰听到了水流的声音 远处 一颗绽放着 诡诀红色的金石 悬浮在空中 许峰上前 看了一眼红色金石 彼岸石 物品描述 蕴含另外一个 世界力量的神秘金石 可以观测到冥界的情况 将其击碎 可以暂时打开 冥河与人界的连接 许峰刚准备动手 四叶混沌帘忽然示警 许峰的感知力 向脚下探去 在坑道的下方 有一条巨大的 蠕虫怪物在逼近 许峰看了一眼 它的属性 狂食蠕虫 BOSS 特殊怪物 等级 四十 生命 五十七万四千五百 攻击力 六千三百 防御 五千四百 魔法防御 五千 技能 吞魂 冥深 阴毒 属性不算太离谱 但三个技能挺强的 吞魂无视复活时 被狂食如虫击杀的人 会被冥界吸走 直接死亡 这对拥有 连夜巢生衣的许峰 威胁不大 阴毒会附带 毒属性伤害 并且减速敌人 冥深最难缠 如虫是冥界生灵 它只有眼睛属于人界 所以只有攻击眼睛时 才能对它造成伤害 打其他地方 伤害都会被免疫 许峰看完它的属性 向后闪躲 如虫从许峰刚刚站的地方钻出 猙獰的巨口咬了个空 它顺势撞到了洞穴上方 迅速钻入泥土之中 哄 地道内一阵颤动 不少泥土碎屑落了下来 得快点解决 地道要塌了 许峰肯定不会死 但地道一塌 彼岸时可就找不到了 许峰举起长弓 金光乍起 一箭飞出 昼影剑紧随其后 藏在泥土中的乳虫 正想观察一下许峰 空间波动 两箭精准命中了它的眼睛 -94570 -277531 地洞狭窄 许峰改方位的次数也用完了 这两箭没有八门秘术的加持 只打掉乳虫65%的血量 受伤的乳虫 疯狂地扭曲着身体 地道的震动越来越强烈 泥土不断落下 它想把许峰活埋 许峰调整位置 想把乳虫的放到凶三门的方位 同时 它以最快的速度射出四箭 -44787 -7042 -7042 -44787 没有暴击的伤害很低 65%的暴击率 平时还好 但需要爆发伤害的时候 有点拖后腿了 还好 四箭打完 许峰终于调整好方位 两箭飞出 -91813 -91813 两箭暴击 乳虫的血条清空 停止了挣扎 许峰的经验条 猛涨到了74 3% 月接丹蚩BOSS 经验相当丰厚 提示出现 您吸收了强大的阴魂力量 获得呼吸法经验值1万点 哄 不少泥土落到了许峰头上 乳虫虽然死了 但地道已经撑不住了 眼看要它 许峰瞄向彼岸时 一箭飞出 彼岸时没有血量 一箭就能击碎 许峰的箭矢 不受空间规则约束 瞬间出现在彼岸时的面前 一道红光闪过 在许峰意外的眼神中 彼岸时避开了这一箭 它在空中闪烁了几下 速度极快 许峰没有急着再次攻击 它屏息凝神 开始感知彼岸时的动作 泥土不停落下 留给许峰的时间越来越少 许峰却举着长弓 一动不动 乱葬铃 沈婉秋他们四个 在刷狂师 那对妹子好强啊 那个独一 身材真绝了 他们怎么没家的大工会啊 好像枫阳工会邀请了 不过被他们拒绝了 咦 我怎么感觉 那个剑矢妹子的装备 有点眼熟 周亚南打了个哈欠 沈婉秋专心地刷着怪 赵敬兴忽然开口 稍等一下 我妈叫我 她下了线 不到一分钟 赵敬兴重新上线 说道 枫阳工会的人找上门了 另外三个妹子都看向了她 周亚南十分警惕 他们说什么了 赵敬兴 让我家工会 赵敬兴 我拒绝了 她说要一直在门口等着 和四山皱眉 她怎么找到咱们的 赵敬兴说道 他们在论坛里问的 一枚金币求咱们的信息 同学和老师 还有他们的朋友 都知道他们的游戏名称 一枚金币 七千多块钱 肯定是有人卖了他们的信息 周亚南狠气 报给联邦的治安署 把她赶走 九州联邦是严禁上门 强行要求对方加入工会的 赵敬兴很担忧 我妈已经找人了 不过她 还在小区里徘徊 她刚说完 另外三个妹子 也都被人找上门了 沈婉秋下了线 她住在一个老旧的二居小房子里 一头白发 拄着拐杖的婆婆 站在门边 嫩嫩 是谁啊 沈婉秋连忙说道 奶奶你回屋 她走到门口 说道 我不加你们工会 再不走我报职安署了 门外的人大声说道 那我等会再来 你不答应 我就一直来嘛 对方说完就走了 沈婉秋很害怕 她平时都不敢抬头看别人 忽然被人找上门 吓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了 谁啊 奶奶又问了一句 沈婉秋说道 朋友 奶奶不要担心 奶奶呕了一声 没有再多问 沈婉秋回了游戏 周亚男他们也刚刚回来 怎么办 他们不肯走 找老板吧 何四山觉得 这是还得找许峰解决 沈婉秋声音闷闷的 可是他有危险怎么办 不知不觉间 他最担心的人是奶奶 第二担心的人变成了许峰 周亚男说道 我跟那个叫小葛的人聊一下 沈婉秋拉住了周亚男的手腕 我来吧 是他不想把许峰牵扯进来的 所以他虽然害怕 但还是想出面解决麻烦 小韩韩很执着 最终 沈婉秋申请添加 蜂羊 小葛的好友 申请瞬间通过 沈婉秋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可以吗 蜂羊 小葛 不可以 IQ UXLANG G Excellent TV Omu 小葛 要么加入蜂羊工会 要么我们的人十分钟去一趟 沈婉秋 我们有工会了 小葛 退了 小葛 你们不加工会 你奶奶就别想他是睡觉了 小葛 老人家几天睡不好觉 身体出了问题怎么办 对不对 沈婉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他急得桃花眼通红 眼泪都快含不住了 周亚南看了看聊天记录 气得直骂娘 太过分了 婉秋 就找渣男 最起码跟他商量一下 该怎么办 他很靠谱的 对不对 蜂羊工会是一线工会 比九个顶尖工会差了一些 但在周亚南他们眼里 绝对是庞然大物 周亚南觉得 许峰这个清语阁长老 未必能吓到对方 但找许峰商量一下 总是没错的 沈婉秋有些犹豫 最终还是点了点小脑袋 周亚南给许峰发了几条消息 把眼下的情况 告诉了许峰 定 几条消息发过来的时候 许峰的两条腿 已经被吐给埋了 他还在盯着彼岸时 彼岸时的移动规律很混乱 但许峰逐渐摸清了 四叶混沌帘 传来一阵催促的意志 地道五秒内就会坍塌 许峰连续三件射出 第一件 彼岸时轻松躲开 第二件 擦着他的边缘飞过 然而第三件 他发现自己 被逼到了角落里 咔嚓 一阵碎裂声响起 彼岸时上 出现了密集的裂纹 世界公告出现 意外事件 明河将士 即将出现于 枫叶谷十二级城阳明城 尹西畔 地道也彻底坍塌 重物掉落 会造成伤害 窒息超过十五秒 也会造成伤害 许峰的血条 只有两千二百五十一点 一块石头砸了下来 负两千二百五十 许峰的头上 出现了一个伤害数字 周围的光和声音消失 许峰进入了暗间 血条还剩一点 真好用 许峰在心里感慨了一句 掏了一瓶血药喝了下去 这是他在新手村 就带在身上的药 三十几了才第一次喝 攻守大多都这样 要么不受攻击 要么当场死呢 喝药的机会比较少 四叶混沌帘被夸了一句 传来了一阵骄傲的意志 用你夸我 当然很牛逼 许峰 你比我还不要脸 四叶混沌帘 不要脸 还是你更厉害一点 喝满了血条 许峰问四叶混沌帘 回去的时候 通道可以开在别的地方吗 四叶混沌帘 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许峰一个小时内走过的地方 都可以打开通道 不过 有阵法限制的地方除外 许峰打开通道 回了隐隙盘 世界频道和工会频道 都很热闹 远处还有很多玩家过来 十分钟后 明河现世 当明河现世的时候 会刷出随机等级的特殊怪物 这些怪物的暴力很高 而且爆出来的装备 都是上品 七十级最强的常见 菲尼克斯常见 就是在明河旁边掉落的 许峰看了看地下 不少裂纹出现 有些红色的液体 在往外渗透 许峰向后退去 一直到脚下 不再出现红色的液体 许峰才停住 他看了看消息 鱼又微 明河出现了 清语格也有人去 你组织一下吧 来明河旁边的玩家很多 各大工会 一般都会站下自己的地盘 许峰 行 他在工会频道里发了消息 想找明河的 来我的位置 好 这就来长老 我也去 这次来明河碰运气的人 甚至有七十多级的 因为级别优势 他们的属性 比许峰强很多 但他们非常听许峰的命令 许峰站在原地 陆续有人过来 长老 我来了 长老 你还记得我不 长老 我是鸡鸡跑不快 许峰点着头 看了看其他的私聊信息 看完周亚南的消息 许峰面具下的表情 冷立了起来 他给周亚南回了消息 是谁找上你们的 周亚南 风扬 小哥 许峰对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好像杀过他 许峰搜索对方的角色名称 申请添加好友 后向晚秋是我的人 听说 你带人找到他们家了 小哥正刷怪呢 收到好友申请 他看完申请消息 脸都白了 第一次被许峰杀了之后 他还不太服气 但看到许峰成了清语阁长老 又看到了许峰对战力工会的凶狠霸道 小哥开始后怕了 顶尖工会跟一线工会的差距很大的 而且 小哥很怕许峰这个人 这是条疯狗 谁敢碰他 他就咬谁 小哥看着申请消息 人都骂了 但凡他有一丁点小道消息 知道这个长腿的友荣妹子 是许峰的人 他也绝对不会让对方加工会的 现在怎么办 他不敢通过 也不敢拒绝 过了几秒 他咬了咬牙 通过了许峰的好友申请 小哥 误会 都是误会 小哥 我现在就让人撤走 绝对不再找他们几位的麻烦 小哥 这件事能这么算了不 许峰 不行 许峰 你先跟他们道歉 小哥赶紧给沈婉秋他们发了消息 对不起 我这就把人撤走 打扰你们了 四个妹子愣了一下 啊 刚刚小哥还那么嚣张 怎么忽然道歉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小哥又发来了消息 我错了 每个人赔偿十枚金币 请你们原谅我 月落大佬说 你们一个人不原谅我 他就杀我一次 周亚南这才反应过来 许峰出面了 周亚南回了消息 你这么怕他 小哥把他被嘎的事情说了一遍 周亚南神情复杂 许峰比他们想的还要厉害 行吧 钱寄过来 这事就过去了 他们也没什么实际损失 对方还赔了钱 他们也不想许峰去打架 就跟小哥和解了 许峰警告了小哥 也不再追究了 沈婉秋给许峰发了消息 谢谢 许峰没理他 沈婉秋有点心慌 发了消息 我做错什么了吗 许峰 没有 你有事自己解决就行了 跟我说什么谢谢 他生气了 沈婉秋遇到麻烦事 没有第一时间跟他说 这种被瞒着的感觉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都不喜欢 万一 许峰杨公会的人不讲规矩 直接抢人呢 他们如果被打了呢 或者是沈婉秋的奶奶出了事呢 沈婉秋看着许峰的消息 胸口发闷 这种感觉 像是他小时候 唯一一根铅笔被偷的时候一样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要离他而去了 沈婉秋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沈婉秋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沈婉秋发完消息 呆呆地看着聊天见面 半分钟过去 许峰没回消息 沈婉秋的眼泪掉到面具里 安静地哭了 叮 许峰回了消息 仅此一次 以后有什么问题 都别瞒着我 沈婉秋秒回 我知道的 沈婉秋 你还生气吗 许峰其实已经消气了 但还是恶趣味地逗他 生气 沈婉秋这个小憨憨 完全没想过 许峰是不是在逗他 他呼吸急促 紧张地回道 对不起 我以后真的不会了 你别生气 对身体不好 许峰回道 行吧 不气了 许峰 你们搬到我这边吧 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沈婉秋跟不上许峰的思路 他娇憨地回道 可是 我要照顾奶奶 许峰 我负责安顿家属 你奶奶可以住到别墅里 许峰 你可以住你奶奶隔壁 不影响 你照顾她 沈婉秋有点茫然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住别墅 在他之前的规划里 挣到些钱 把他和奶奶的小房子 装修一下就已经是最大的梦想了 沈婉秋 我 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沈婉秋 你别生气 我不是不信你 我要跟奶奶商量一下 许峰 可以 许峰 小周同学他们的家属 每户分配一套房子 许峰 你跟他们说一下吧 以许峰现在的财力 买这么多房 有点紧张 不过大工会的管理层 几乎都会住到一起 作为工会的老大 这些基础福利待遇 许峰丝毫不小气 沈婉秋 好 他等了两分钟 许峰没发消息 他这才关了聊天界面 把许峰说的话附数了一下 几个妹子都有些兴奋 和四山 老板万岁 我不想跟我爸妈和爷爷奶奶 一起积小房子了 周亚南 咱们也是管理层吗 应该住到一起的 赵静兴 我爸妈应该也没意见 我想把他们 也带到咱们工会里 他们迅速达成一致 决定搬到许峰这边 分配房子 老板万岁 和四山感慨道 跟对老板太重要了 我跟我爸说了 他实名羡慕 和四山的老爸 是个五十四级的医生 在三流工会里 当精英成员 别说分房子了 一个月撑死了 挣上两枚金币 听说自己女儿要分房子 和四山的爸爸很吃惊 也非常羡慕 赵静兴也笑了起来 我妈也很高兴 问咱们工会还要人布 和四山说道 我记得 阿姨是钥匙 赵静兴点头 六级钥匙 希望老板能把他也拉进来吧 周亚南表情严肃 忽然开口 晚秋 咱们要住一间房 或者住隔壁 WWW BJUXLANG GET NEW OM 沈晚秋的桃花眼里 有些困惑 为什么 周亚南看着沈晚秋 绝好的身材 不能让那个渣男 对你下手 小周同学 决心要从许峰的魔爪里 保护沈晚秋 沈晚秋红着脸 下了线 奶奶 怎么了 奶奶 咱们搬家好不好 去住大房子 沈晚秋把头贴在奶奶的腿上 声音软软糯糯的 奶奶听完 慈爱地摸着沈晚秋的脸 你说搬 咱们就搬 很快 许峰收到了沈晚秋的消息 我们搬 一共有13个家属 可以吗 许峰数了一下 除了别墅外 她得准备五套三室的房子 还好许峰所在城市 房子不太贵 700美金币应该够了 许峰回到 我等会去挑房子 挑好你们就搬 沈晚秋 静静的妈妈是六级要师 可以让她加咱们工会吗 许峰 可以 一份药剂她抽成一枚银币 许峰 工会成立之后 你负责再招一批药师 每五份药剂抽成一枚银币 市面上的六级药师 普遍是五份药剂抽成零 三到零 五枚银币 药师一小时能练十二份药 一天十个小时 大概挣零两枚金币左右 合算下来 1400块钱左右 生活系玩家数量少 收入还算可以 许峰直接给了翻倍的价格 小工会想抢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烧钱 许峰已经做好烧钱抢人的准备了 至于赵敬兴的妈妈 这是管理层的家属 有优待 沈婉秋把许峰的话告诉了赵敬兴 赵敬兴的妈妈很激动 收入直接翻倍啊 当管理层的妈就是好 赵敬兴没说什么 他只是默默地继续升级 只有级别够了 他才能帮上老板 许峰搜了搜房子 他附近有一个润景小区 小区里有六居的别墅 也有高楼 四年前的房子 还算新 许峰跟中介谈好了价格 六套房子 723美金币 许峰抽空去办个手续 今天就能入住 他把房子的地址和照片 发给了沈婉秋 让家属收拾一下东西 今天就可以过来了 哄 消息刚发完 远处的山体崩裂了一块 碎石落下 掉进了红色的河水里 尹溪河畔的地形 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山体被冥河侵蚀出一条 宽百米的沟壑 尹溪已经被冥河吞噬 湍急的红色河水里 有不少冤魂的脸 他们哀嚎着 被水里的鹰雾撕咬着 河的两侧 出现了十二尊威严的石像 不少红色的彼岸花 在河的两岸迅速生长 周围起了大雾 一股不属于人界的荒凉怪蛋 笼罩了河边所有人 许峰轻点了一下人数 清语阁一共来了四千七百五十五个人 由许峰负责指挥 他们已经在河边散开 站住了地盘 这地方是许峰挑的 许峰在这附近感知到的 冥界气息最浓 刷的怪物应该最多 他们左右两侧 分别是战力工会和龙影工会 两个七十多级的清语阁玩家 在小声聊天 这地方行吗 我感觉这边不太好 不知道月老为什么选这里 他们给许峰提了意见 选了一块地方 但许峰否决了 他们没能出风头 对许峰多少有点不满 出现了 有人大喊一声 远处 不少长相怪异 身长三到十二米的巨虫 从河里爬了上来 奈何毒虫 特殊怪物 不同大小的奈何毒虫 级别不同 最低的三十级 最高的七十级 许峰在指挥频道说道 找适合自己级别打的毒虫 如果视野里没有合适的野怪 究竟跟大号蹭蹭经验 同工会行动 不需要把经验分得那么细 只要工会把经验吃下来就行 安排妥当之后 许峰杀了一个三十级的毒虫 只有经验 没有呼吸法经验值 明界怪物和地道里的怪物 还不太一样 许峰停了手 沿着河岸 寻找了起来 他得先找到往生者的灵魂 跑了四百米 许峰在河边 感知到了一个特殊灵魂 你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 我 忘了 死后的灵魂 一直会逐渐消散 越来越傻 最终 他们甚至 忘了自己为什么不肯往生 许峰找到了四个往生者的灵魂 都是这样 很快 许峰找到了第五个 坐在河边的灵魂 杨平川 即将往生的灵魂 人物介绍 古代强悍攻守 养游记的后代 继承了养家极强的剑术 死于妖族偷袭 许峰上前 你不肯过河 是有心愿未了 杨平川打量了许峰一眼 有些呆滞的点头 有 我想请你帮我看看 我爱的女人 她还好吗 许峰问道 她在哪 杨平川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 忘记了 好像是杨明成 她叫宋 子安 她回忆的时候 暗红的河水朝她涌来 有虫子在啃食她的腿 我的时间不多了 两个小时内 你可以带回她的消息吗 许峰点头 我试试 杨平川拿出了一个用头发编成的手串 这是她给我的 我们用头发做了定情信物 如果她还留着 请把手串交换 如果她已经扔掉了手串 不要去打扰她 您获得了隐藏任务 寻找杨平川的爱人 倒计时 两小时 孙哥 你来指挥 我有点事情要回城 好 许峰把指挥拳给了青森雨林 她撕开回城府 回了杨明成 调查档案 去官府最方便 不过 我没有官府声望 去找导师问一下吧 武学馆隶属官府 如果导师愿意帮忙 应该可以查查档案 到了武学馆 许峰找到导师 说明了来意 导师起身 说道 走 我带你去 两个人到了官府 导师跟暗读库的管理人 说明了情况 管理人摇头 你也无权查看档案 导师凑近管理人 小声说道 我当然没有权限 但他有 他 你看他背上那把弓 管理人仔细看了一眼 让开了身子 请进 导师走到许峰旁边 你自己进吧 许峰没听到 导师和管理人的对话 他走进暗读库 搜索宋子安的档案 果然有 宋子安 女 出生于杨明城古董商宋家 终生未婚 38岁时去世 葬于宋家墓地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mu 许峰愣了一下 他也死了 按档案中的记载 他是四年前去世的 这怎么着 注定无法完成的任务 不对 如果他也拒绝往生呢 许峰出了暗读库 谢了导师 离开官府 许峰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进了暗界 许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打开了暗界通道 回到明河边上 许峰开始寻找起了 宋子安一路上 许峰看到了无数呆滞又痛苦的灵魂 他们身上爬满了毒虫 不肯往生的灵魂都在受着奈何的折磨 找了将近一个小时 明河的水流越来越小 他快要消失了 许峰在远处感觉到了跟手串一样的气息 他跑过去 一个女人坐在河边 呆呆地看着远处 你是宋子安 许峰上前 开口问道 女人回头 吃傻地说道 我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 养平川的实力很强 但这个女人只是个普通人 她被蚕食得非常厉害 许峰问道 你还记得养平川吗 记得 女人忽然流了眼泪 她的表情呆滞 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哭 但她最后还记得的一件事 就是养平川 他们一直在等对方 活着的时候等 死了还在等 许峰拿出了手串 她让我给你 宋子安接过手串 从怀里拿出了另外一缕头发 这个 是她的 我等到了 我为爱的男人 谢谢你 宋子安恢复了些记忆 化作一缕微光飘向对岸 许峰试图去接魂蟹 不过宋子安太弱了 几乎没有掉落魂蟹 许峰往回跑去 她找到养平川的时候 明河只剩了很小的水流 这是她让我给你的 她一直在等你 终生未婚 死后等你了四年 养平川泪流满面 谢谢你 养平川也接受了往生 离开之前 她递给了许峰一本书 这个算是我给你的报酬 许峰看了一眼 地神级呼吸法 刚看完书名 养平川也化作一道流光 许峰来不及细看这本呼吸法 赶紧拿着图纸去接魂蟹 终于 这次接到了 许峰四张图纸中的 往生者的魂蟹 都变成了绿色 凑齐了 许峰长出一口气 看了看呼吸法 穿扬呼吸法 地神级第一层 射程提升五米 攻击力提升百分之六 暴击率提升百分之十五 呼吸法 一共四十层 属性相当不错 这要是卖 能卖一万五千枚金币 用她为无声呼吸法吗 许峰十分心痛 她当然知道 实力越强 挣钱越容易 可她付完房款 就只剩四 七枚金币了 贫穷蒙蔽了许峰的双眼 犹豫再三 许峰还是忍痛 让无声呼吸法 吞噬了这本穿扬呼吸法 您的无声呼吸法成长了 无声 六千一百 可成长 提升百分之四十八的攻击力 每秒增加八十点蓝量回复 提升百分之四十八的暴击伤害 提升百分之五十五的暴击率 许峰舒服了不少 虽然一万五千美金币没了 但无声呼吸法的提升很大 到了一百级 花钱可是买不到属性上限的提升的许峰的暴击率 也直接提升到了百分之九十 换上追影套之后 暴击率就满了 暴伤的威力 终于可以完全发挥出来了 感知力在成长 除了属性上的提升 许峰能清晰地感觉到 感知力的稚骨消失了 精神力成长了起来 许峰收获丰厚 轻语格兰明和刷怪的玩家 也都很兴奋 我直接升了半级 我打到了四十级的传说装备 出售史诗级读系医生技能书 有人买吗 许峰私聊了树影对月仇 技能书可以给我看一眼吗 树影对月仇 当然 他给许峰发来了属性截图 拘魂寒毒 史诗 消耗一百九十点蓝量 使目标进入中毒状态 每秒造成魔法攻击力X2 7 等魔法伤害 持续十秒 身上带毒的目标 死亡后无法被原地复活 冷却时间 十秒 许峰眼睛一亮 这个技能 在大团战里 效果极好 敌人不能原地复活 只能死回城 再跑过来 许峰 这技能书多少钱 树影对月仇 长老你说个数吧 许峰想了想 我觉得 他值一千三百枚金币 但我现在没这么多钱 树影对月仇 你现在有多少 许峰脸色如常地回到 四枚 他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树影对月仇却回到 这样 我给你留着 你凑够了钱再交易 许峰 行 我给你加五十枚金币 树影对月仇 不用 我外甥是青山入怀 感谢你带他 许峰恍然 别客气 都是自己人 刚聊几句 冥河彻底消失 然而 地面震动 一道血光冲天起 玩家月落西尘 盗取了冥界的力量 任何人十二小时内 将月落西尘击杀 可获得相应级别 越界装备一剑 同时 许峰得到了提示 您截取了杨平川的力量 被冥界诅咒 从现在开始 您无法下线 如果您被击杀 您将直接死亡 但如果您成功存活十二小时 可获得三枚随机品质力量保持奖励 公告结束之后 杨明城的野外地图上 出现了一个暗红色的标记 许峰不光被追杀了 坐标还是实时通告的 而且 许峰的角色名称后面 出现了一朵彼岸花 冥界印记 被标记的玩家不受人界保护 可在城市被攻击 被击杀后 不增加对方杀戮值 被击杀后 本人死亡 世界频道炸了 我人傻了 月落大佬的黑手 已经伸到了冥界 月落西尘的搞事能力 我是认的 第一个被全世界追杀的人 更恐怖的是 这货真的从冥界的手里 偷到了东西 最新消息 月落西尘被标了冥界印记 无数人都惊呆了 沈又威也看到了世界公告 他还看到了 有人发了冥界印记的效果 会死 沈晚秋脑子里轰的一声 感觉周围一片黑暗 八大 他急哭了 呼吸都快喘不上来了 不过 他还是给许峰发了消息 来找我好不好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能替许峰做些什么 但他想保护许峰 即便全世界都追杀许峰 他也待在许峰旁边 许峰回了消息 不用 我没事 沈晚秋 求求你了 来找我好不好 沈晚秋 我去求师父 看看 他能不能帮你 他是真的很害怕 许峰强硬地出现在了他的心里 落下了他的身影 沈晚秋都开始期待以后的生活了 可许峰 却有可能会死 想到这里 沈晚秋 哭的气都喘不上来了 许峰语气强硬 放心 没人能杀我 等过了追杀期 我再去找你 许峰 钱我寄给你 准备搬家吧 回完消息 许峰再次感知了一下 四叶混沌链的力量 去按界的通道 依然是可以打开的 许峰非常安全 而且 无声呼吸法刚刚进化 许峰刚好可以去训练一下自己的感知力 唯一的问题 就是浪费了12个小时的升级时间 还好 30级到40级的升级记录 有127个小时 许峰依然有足够的时间破掉记录 定 刚跟沈晚秋说完 于又威发来了消息 我去找你 许峰 别来 你接着升级就行 于又威凶巴巴的 升什么级 你都要死了 于又威 我已经回城了 等着 这次许峰身上牵扯的利益 实在是太大了 百级玩家击杀许峰 保底获得一件天神级装备 天神级的装备 可是无价之宝 清语阁的各个派系 都不会印保许峰的 于又威急了 许峰不能死 他自己带着固定队的四个百级妹子 亲自过来了 许峰 不用你来 我有地方去 许峰 咱们两个赌约还没完成呢 我肯定不会死 于又威又急又休 咬着银牙回道 真的 许峰 骗你有好处吗 于又威有些迟疑 你会不会是不想让我惹麻烦 所以 许峰 被你看穿了 能不能给我打一千枚金币 让我当个富贵 于又威 滚 许峰 好嘞 跟于又威聊完 许峰把金币给沈婉秋寄了过去 据小周同学的线报 小憨憨哭的都快断气了 刚刚缓过来一点 许峰给周亚男发了消息 我隔一个小时 会出现一次 许峰 有问题留言 我会解决的 发完消息 许峰又看了看自己的好友私聊 青山入怀 大佬 咱们可以发个悬赏 让人保护你 青山入怀 我舅舅那边有钱 我可以弄点给你 刘准宇 大佬 我能帮什么忙吗 刘平一 我可以帮忙 什么事情都行 骨合金 大佬 需要钱吗 我这里有一百枚金币 许峰有些意外 骨合金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这个时候却愿意帮忙 许峰这次没嫌麻烦 依次回了消息 我没事 大家别紧张 回完消息 许峰看了看自己周围 青语阁的玩家围成了好几圈 挡在了许峰的外面 大佬别慌 我们守你十二个小时 有种玩塔房游戏的感觉 战力工会的人滚远点 另外的青语阁玩家 悄悄地走了 他们不想因为许峰调集 许峰说道 都散了吧 我没事 说完 忽然有十几个冰箭 火球和冰锥 还有二十多根箭矢 杀向了许峰 许峰把暗戒通道开在脚下 进了暗戒 通道关闭 到了寂静黑暗的世界 许峰张开赶之力 确认了守护灵不在附近 帮我算着点时间 一个小时之后 叫我 四叶混沌连 有些不满 拿他当时中用 许峰画着大饼 我的精神力变强了 应该又可以让你提升力量了 四叶混沌连表示 你放心训练 即使这种事 他很擅长的 阳明城外 尹西畔 刚刚站在许峰旁边的攻守妹子 搓了搓眼睛 人呐 刚刚那么大一个大佬 就在他身边的 人们回过神来 发出一片没见过世面的惊叹声 我靠 越老居然能穿越空间 惊了 这是什么技能 还是天赋 也有可能是道具吧 反正大佬好像安全了 人们在地图上 看不到许峰的标记了 沈晚秋看着许峰的游戏名称变暗 心里一紧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许峰不能下线 他应该是到了安全的地方 沈晚秋擦了擦眼睛 男男 我想刷到三十级再出发 周亚男点头 我也这么想 咱们得先追上渣男 确实 老板太让人操心了 他们抓紧时间升级 印记出现之后 月落西辰这个名字 占满了整个论坛首页 第一次出现的明界印记 月落西辰被击杀会直接死亡 各大工会的百级大佬 蠢蠢欲动 月落大佬很危险 保证月落大佬可以存活的方法 百级玩家未必能击杀月落大佬 月落西辰会被哪家工会击杀 明界奖励的装备 属性会不会超模 热铁第一 是一个叫 奶糖有点甜的55级女工手发的 他提出了一个思路 在城市里 玩家不能攻击 只要足够多的人 把许峰围在中间 把路堵上 就没人能攻击到许峰这个方法 确实可行 喜欢许峰的玩家 也出乎意料的多 短短几分钟 报名的玩家就有三万多 不过 鹦鹉工会的长老 延祁公保回铁嘲讽 你们这些脸 有多少内鬼 杀月落西辰 三十级的刺客就够了 论坛里的多数人 都认为许峰凶多吉少 各大工会 都跃跃欲试 既能杀了许峰 还能转件几品装备 然而 一条帖子出现 月落西辰拥有传送能力 印记失效 月落西辰的坐标 所有准备杀许峰的工会 都愣了几秒 随后他们破口大骂 直接破防 我的天神级装备 这个该死的月落西辰 耍人玩嘛 我都已经准备分配装备了 月落西辰居然不见了 再找找 总不能真不见了 所有已知地图 都派人去看一看 清语阁有什么消息吗 快去问 各大工会的管理层 都不甘心 一把天神级的武器 就能让某个百级玩家 实力碾压同级强者 找 只要有人跟许峰在同一个地图 就能看到许峰的坐标 他总不能凭空消失了 各工会的刺客 紧张地待命 十分钟后 鹦鹉工会的会长三警手 听着手下的汇报 吞风谷没有发现月落西辰 烟火洞也没有 鹰血垫也没有 许峰彻底消失 但又没有下陷 这消息迅速传开 论坛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猜测 月落大佬彻底失踪 到底去了哪里 除了冥界 是否还有另外的事件 一楼 有可能 月落大佬 可能去了另外一个事件 七楼 你怎么不说他生鲜了 就是藏起来了吧 十九楼 月吹真的过分了 还另外一个事件 笑死我了 二十六楼 这很合理啊 要不然月落大佬去哪了 论坛每天都会排出一个综合热度榜 今天的最高热度 基本上预定了 月落西辰到底去哪了 不少人无比纳闷 三警手更是气得发了好几次脾气 晚上估计睡不着了 许峰还在锻炼感知力 他站在原地 能感知到四百五十米外的石块 极限感知距离 提升了五十米 两分钟后 许峰皱起眉头 提升不动了 感知力到了四百五十米外 就会在中间断开 即便他把感知力集中到一起 一样突破不了四百五十米的极限 可能是感知力的数量不够 许峰对感知力的认识 在逐渐加深 感知力的强弱 分为数量和强度 量越大 感知的范围越大 强度越高 感知的越清晰 判断力越强 许峰觉得 可能是感知力的数量不够 他凝神摒弃 用无声呼吸法滋养精神 15分钟之后 许峰感知力的数量 提升了不少他再次尝试 但感知力 依然在四百五十米的地方 断掉了 强度不够 许峰再次锻炼起了感知力的强度 他把感知力凝聚在一起 尽量精细地感知周围的一切 然而 感知力的强度提升之后 依然不行 难道最远 只能到四百五十米了 四百五十米的射程 也相当不错 龙影工会的弓手 铁血守护 有天神级的天赋 他的射程是六百米 除了他之外 四百五十米的射程 应该算是最远的了 但许峰并不满意 应该是方法不对 问题越麻烦 许峰越不着急 很快 许峰眼睛一亮 我知道了 感知力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虚无的感觉 在许峰看来 他们像是无数条细小的 丝线 由许峰的精神力构成 感知力的强度 可以增加 丝线的敏锐度 但 丝线本身并没有得到提升 许峰感知的越远 丝线越长 承担的压力就越大 感知力 是从中间断掉的 他承担不了那么远的距离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 许峰让几股感知力 缠在了一起 再次向远处延伸 三百五十米 四百米 四百五十米 五百米 刚刚的极限 被许峰轻松地突破 缠起来的感知力 延伸到了许峰面前 六百零八米的地方 这才是许峰感知力 到极限时 能达到的距离 许峰收回了感知力 继续训练 无声呼吸法的上限 他还没摸到 感知力的范围 还能再提升 不知道过了多久 四夜混沌脸有了动静 外面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许峰打开了通道 回到了隐西畔 明河县市之后 这附近已经没有野怪了 人们自然也都散了 周围 只有许峰一个人 十分安全 定 定 沈婉秋立刻发来消息 你还好吗 于又微稍慢了些 狗东西 你怎么跑回来了 许峰跟他们聊了两句 顺手看了看论坛 热度最高的帖子 依然是关于他的 许峰往下看 安娜升到四十级 正式开始挑战 四十级到五十级的速生记录 血域十二级城市 发生怪物暴动 疑似有玩家可以控制野怪 龙影工会打出了八卖预检 看完首页的帖子 许峰刷新了一下 忽然出现了一条新的帖子 月落西沉的坐标出现了 他还在隐西盘 帖子热度飙升 三井手正在郁闷 忽然看到了这条帖子 瞬间兴奋 真的出现了吗 真的 会长 有工会成员看到了 月落西沉的坐标 太好了 赶紧派人动手 失而复得的狂喜 充斥着三井手的胸膛 约尔顿也一样 他恨不能天天扎小人 把许峰给咒死 迈克稍微淡定一些 但也迅速派人去杀许峰 定 青山入怀给许峰了消息 大佬 你先躲一下吧 青山入怀 好几个工会的人都来杀你了 许峰 知道了 别急 我跟他们耍耍 论坛上的消息 许峰看了 本来许峰打算刷个论坛 就回暗间 但现在他改主意了 这些工会疯狂地想杀他 他就给这些人一点希望了 等到他们的人都到了 刀都磨好了 许峰再回暗间 多浪费一点他们的时间 于又威也发来了消息 你还能藏起来吗 于又威 有人去杀你了 许峰 哦 于又威 不许这么敷衍 多打一个字 会死吗 许峰 哦 三分钟后 各大工会派来的人 大多都已经赶到了阳明城 有些不是枫叶谷势力的工会 也都雇了散人来杀许峰 三警手更是亲自盯着这次的行动 然而 就在他们觉得 这次十拿九稳的时候 许峰又消失了 跟上次一样 许峰的坐标直接不见了 又跑了 阳明城里的高级玩家们 无比郁闷 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根本使不上命 靠 被耍了 这个狗几把东西 太坏了 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搁这六狗呢 他们心太崩了 从阳明城回他们升级的地图 最起码得跑半个小时 这个人太可恨了 三警手也知道自己被耍了 他面无表情 把人叫了回来 然而 一个小时之后 又有属下汇报 月落西沉的坐标又出现了 会长 去不去 三警手拳头硬了 牙都咬出声了 没完了是吧 派人过去 三警手最终没能挡住 天神级装备的吸引 他派了两个百级玩家出去 许峰刷着论坛 开着月影部 在附近不停跑动 这些大工会里 没有蠢人 连续被耍两次 许峰还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肯定会蹲点的 许峰提前留下足够多的活动轨迹 下次按键的通道 可以开得远一些 定 提示出现 您的好友后向晚秋升到了三十级 沈晚秋立刻发了消息 我可以去阳明城找你吗 许峰 估计来不及 等追杀期过了吧 沈晚秋 好 沈晚秋 那我们现在搬家 许峰 给中介二百枚金币 你们先搬进去 许峰 等我下线之后去签字 沈晚秋 我知道了 沈晚秋 那我先下线 你要好好的 四个妹子依次下线 去准备东西了 三分钟后 许峰已经跑上了山道 留下了非常多的传送节点 此时 许峰感知到 远处有人凑了过来 百极刺客 颜旗天照 开着隐身 正在悄悄接近 他的天赋与隐同行 可以完全消除呼吸声和脚步声 而且解除隐身攻击时 还能造成高额暴击伤害 包括于右威在内的一线输出大牢 最忌惮的就是颜旗天照 他摸到许峰四百米外的时候 许峰忽然大喊 走了呀 替我跟你工会的会长打个招呼 说完 许峰溜回了案件 颜旗天照解除了隐身 脸色很难看 会长 他又跑了 他能发现我的位置 非常奇怪 颜旗天照 没敢把许峰的话 转达给自己家老板 三警守 蹲守在原地 他还会再出现的 三警守 你亏损的经验 我会派人带你补上 嗨 暗戒 一只身躯庞大的守护灵 在四处游荡 许峰的通道 开在了守护灵右手边六百米处 刚出通道 许峰就感知到了守护灵 他赶紧收敛气息 藏到了一块巨石的后面 守护灵并没有发现他 继续往前缓慢移动 四叶混沌连 忽然发现一件事情 他现在可以弄死许峰啊 虽然 他控制不了守护灵 但他现在只要散发一缕力量 就能把守护灵引过来 无声呼吸法 虽然进化了 但八门秘书改方位的次数 依然是六次 四叶混沌连知道 许峰现在是没有位移的 在无声的黑暗中 守护灵这个庞然大物 越走越远 四叶混沌连安静地待着 最终什么都没做 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许峰死了 他并不开心 过了三分钟左右 守护灵已经不见踪影 许峰松了口气 打算继续锻炼自己的感知力 四叶混沌连 忽然传来了一阵意志 别锻炼了 我带你去找好东西 在暗界的斜月剑里 有一颗灯心草 这同样是件一宝 蕴含强大的生命力 他想吞噬灯心草 如果成功 他的力量会大幅增长 远比许峰缓慢滋养 要成长得快 许峰有些看戏 暗界里还有别的一宝 除了灯心草 还有别的吗 四叶混沌连 给了肯定的答案 暗界并不是一片荒芜的世界 他很确定 肯定还有其他的一宝存在 但他只知道 灯心草的下落 许峰点头 走吧 去找灯心草 四叶混沌连 肯坦诚地透露情报 许峰不介意帮他 刚准备出发 四叶混沌连提醒许峰 最好先把感知力提升到极限 灯心草被龟心结阵保护着 结阵会制造幻象 攻击入阵者的精神 四叶混沌连 现在才说出这个情报 主要是因为 许峰此时的精神力 达到了挑战的最低标准 一边走 一边训练 许峰带着四叶混沌连 往斜跃剑走去 一路往西北方向跑 许峰越过了两条大河 穿过一片树林 途中 许峰尽力仔细地 感知周围的一切 跑了五十多分钟 许峰精神力的数量 摸到了无声呼吸法的极限 此时 许峰的感知极限 是七百一十五米 在许峰右手边七百米外 有一座不是太高的瀑布 瀑布后有一个洞口 从这里进入 就能到斜跃剑 先回趟人间 许峰打开通道 回去看了一眼 沈晚秋他们都不在线 论坛上 出现了一个新的热门玩家 月光下的麦哈姆德 他在一出旧纸里 摸到了一个专属技能 傀儡秘书 他可以控制 等级不超过自己十级的怪物 之前的怪物暴动 就是他搞出来的 各大工会 都在试图招募他 许峰也给他发了消息 月薪一百枚金币 长老职位 发完消息 许峰又给沈晚秋留了言 想个工会名称 他现在拉人 连个工会名称都说不出来 得提前把工会名称想好了 发完消息 许峰的好友蓝谈出了消息 您的好友于又威 提升到了101级 许峰看了看 实时的等级榜单 他已经是第一名了 霍斗的加成很猛啊 于又威的级别 原本级牌等级榜第四 有了霍斗 迅速反超了 许峰很缠坐骑 速 草叶被踩断的声音响起 许峰感知到了十多个刺客 开着隐身凑了过来 这些都是各大工会蹲点的人 许峰向山顶跑去 在即将被攻击到的时候 许峰溜回了暗箭 斗完了这些大工会的玩家 许峰专心锻炼自己精神力的强度 30分钟后 感知力的强度 也达到了眼下的极限 许峰开始用自己的感知力 为四叶混沌帘 感知力折损大概20%之后 四叶混沌帘的断魂 小幅提升 伤害涨到了295% 许峰重新开始锻炼 一连两个小时 许峰的感知力 再次摸到了极限 此时许峰的感知力 可以延伸751米 肉眼几乎已经看不到 这个距离外的人了 但许峰的射程 此时已经覆盖到了这个距离 精神力达到极限 该去找灯芯草了 许峰起身 穿过了瀑布 踏入了斜月剑里 踏入洞里的一瞬间 一股暴力的精神力 向着许峰汹涌而来 这股精神力 开始侵蚀许峰 一股狂暴的杀意 涌上心头 许峰被打得猝不及防 他稳住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要用精神力防守 把感知力的丝线 编成铠甲 许峰的感知力 迅速收敛 护在了身体周围 侵蚀许峰的那股精神力 被挡在了外面 许峰回过神来 发现他握着弓箭 描向自己 再晚一步 他可以就一箭 打在自己身上了 缓了几秒 许峰愤出一股细微的感知力 开始打量周围的地形 洞里很大 高度有170多米 许峰的正前方 有四条分岔路 四叶混沌帘 提示了许峰一举 四条路里 有一条是安全的 另外三条路里 分别有12 16 18次的精神冲击 四叶混沌帘 也不知道 哪条路是对的 旋路 这不得找小经理 问许峰没着急往前走 而是回了人界 他打开好友栏 小憨憨的名字 还是灰的 他们下线 也就三个多小时 光飞机上的时间 就得两个多小时 看样子还没到 不过 许峰周围 没有了蹲守的玩家 大工会都放弃了 不完了 遛狗呢 搁这 许峰不用着急回暗界 刷了刷论坛 迈哈姆德去了 斯瓦罗格工会 斯瓦罗格也是顶尖的 九个工会之一 他们在领东堡垒市里 许峰不出意外的 根本没有加上 迈哈姆德的好友 定 许峰刚看完论坛 于又威发来了消息 我一百零一级了 于又威 不许看了不回 许峰 会长真厉害 于又威 知道就好 你安全吗 于又威 还有七个小时五十二分了 许峰有些意外 于又威比他还在 一追杀剩余时间 许峰回道 没问题 他们已经不找我完了 没意思 跟他聊着 许峰在工会频道里 还有论坛里 都水了起来 看到许峰出现 论坛和工会频道 热度蹭蹭地上涨 大佬牛逼 大佬 你到底躲哪去了 这么多人找都找不到你 大佬你还好吗 需要帮忙不 许峰随口地吹着牛逼 我就在冥界 跟冥王打麻将呢 是兄弟就给我打一枚金币 等我把冥王的裤衩都赢了 让你们当冥府大将军 三井手看着许峰的消息 气得牙疼 许峰被全世界追杀 结果许峰浪的一批 还有时间吹牛 看着许峰这么开心 三井手感觉比他自己挨了顿打还难受 水了十多分钟 许峰的附近又有刺客摸了过来 百级玩家不想浪费时间来杀许峰了 他们时间宝贵 尤其是余又威拿下等级榜第一之后 顶尖玩家已经卷起来了 不过级别比较低的散人们 还是愿意来试一试杀掉许峰的 许峰现在就是个行走的boss 干掉他 稳抱一件越界装备 许峰跑了起来 留起了通道节点 小憨憨要是不上线 他就先回暗界等着 一分钟后 叮 沈晚秋发来了消息 叫十月红好吗 枫叶是在十月红的 他喜欢秋天的凉快干爽 也喜欢红红的枫叶 许峰 行 就塌了 许峰 到了 沈晚秋 刚下飞机 打上去小区的车了 许峰 你们在一起吗 沈晚秋 嗯 他们再不叫 许峰有无声呼吸法 不睡觉也没事 他们完全是硬抗着的 许峰 你呢 沈晚秋 我 我睡不着 他其实也困得不行 但他上线了 万一许峰给他发了消息 他想赶紧回 许峰 帮我选个路 许峰 从左到右 有四条路 哪条是安全的 沈晚秋有些紧张 第二条 许峰 知道了 回完消息 许峰回了暗界 静止走向了第二条路 沈晚秋没有下线 他忍着困意 去做了试炼任务 到了杨明城后 他收到了成师姐的邮件 去杨明城的太学 找无双师姐 他会继续指导你 你表现不错 给你五百点太学声望 到了杨明城之后 沈晚秋什么都没干 先拿到了五百点太学声望 美女 组队吗 有人发来组队邀请 沈晚秋拒绝了 没有队友 他没法单刷 毕竟医生敏捷太低了 级别越高 越依赖保护 他出了城 去采草药 其实草药不值钱 一百枚金币 能收到三万瓶药剂的原料 但他习惯了 能多干活省一点 就省一点 他打了个哈欠 时不时看看好友列表 邪悦剑 许峰走向了第二条路 等等 进去之前 许峰看到 每条岔路的墙壁上 都有图案 是四幅星位图 这有什么用吗 许峰在心里问混沌联 混沌联表示 他也不知道 思索片刻 许峰觉得 这些星图 应该有用处的 暗界里没有光 不能截图 许峰直接记了起来 星位图跟棋盘有些类似 每幅图上 都排列着23个星位 不到20秒 许峰就轻松地记住了四幅星位图 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我的记忆力 好像变强了 之前许峰记这些复杂的图案 最起码也得十多分钟 但现在 只看一遍 就能轻松地记住了 应该是无声呼吸法 带来的提升 许峰有些惊喜 记忆力和观察力 也是很有用的 记好星图 许峰走进了第二条通道 他谨慎地控制着 自己的感知力 保护着自己精神 不过 走了十多步 什么都没有发生 四叶混沌联有些激动 他让许峰 不用那么紧张了 归星节阵虽然凶险 但变化不多 既然走到这里 还没有被攻击 那就证明 他们选对了 这就是那条安全的路 四叶混沌联都 很佩服小经理的运气 居然真就选中了 许峰依然保持着警惕 沿着山洞 走了二十多分钟 许峰来到了一处大殿中 大殿的最高处 有一颗草药 在许峰的感知力中 他像是一团篝火 散发着强大的生机 灯芯草 在灯芯草前 有384块青石铺成的石桥 石桥下 是无边的黑暗 青石有时有须 而且在不停的变化 如果踩空 许峰会直接掉下去摔死 跟唐豆人很像 不过 青石的变化非常复杂 难度比唐豆人大很多 这是归星节阵的最后一处挑战 许峰沉思片刻 向前一步 踩到了一块青石上 这384块青石的虚实变化 有规律可循 许峰仗着自己精神力强 直接把感知力 分成了384道 每块青石 都在许峰的掌握 15分钟后 许峰跳到了灯芯草的面前 归星节阵被破解 那些虚实变化的青石 逐渐变成实体 许峰上前 摘下了灯芯草 灯芯草的旁边 还有一片瘦骨 上面刻着些字 我苦寻多年 终于找到了一宝天书的 所在的水月秘境 然而我没能通关秘境 便把秘境要是藏在灯芯草中 机会只剩一次 天书现实 人族气运会迅速提升 后来者务必珍惜 最后一次机会 秘境 一宝天说 许峰在论坛里 看到有人分享过秘境 云生进过 白鹰工会的 彼得恩斯也进过 许峰回忆了一下 他看到的情报 秘境开启时 所有人都能进入 这一点跟区域副本类似 不过 副本里只需要战斗 但秘境需要完成挑战 云生当初进的 冤魂秘境 需要从一起案件里 找到真正的凶手 彼得恩斯进的 血影秘境 要击杀自己的三名队友 而且 血影秘境中死亡的人 无法复活 挑战没有任何的规律 不同秘境 挑战的数量也不同 最先完成所有挑战的人 可以获得20分钟的寻宝时间 20分钟里 可以随意传送到 秘境中的任何地方 这期间找到的所有宝物 都能带走 全世界第一本 地神级呼吸法 是 彼得恩斯 在 黄沙秘境 里带出来的 秘境的风险 比区域副本高得多 但收益 也很大 这我得去一趟 许峰打定主意 要进水月 秘境里看看 四叶混沌帘 催促着许峰 他迫不及待 想要吞噬灯心草的力量了 许峰摇了摇头 等我从秘境里出来 再给你吃 你知道一宝天书吗 四叶混沌帘 摇晃着花叶 有些不满 至于天书 他并不知情 许峰收好灯心草和骨片 回了人界 刚一出来 沈婉秋就发来了消息 你还好吗 许峰有些意外 你没去休息 沈婉秋 我不困 许峰凶了他一句 别等我 睡觉去 沈婉秋 哦 他嘴上答应了 但他还在线上 他不会跟许峰顶嘴 但会用自己的方式坚持 许峰关了聊天界面 看了看灯心草的属性 万年灯心草 无望 特殊技能 每秒回血量提升500% 特殊技能 血量掉到20%以下时 回满所有生命 每分钟可以触发一次 特殊技能 吸血效果提升100% 特殊用途 打开水月秘境的通道 一 二 三个属性 都是增加生命的 回血的技能很强 不过对许峰没什么提升 待会让四叶混沌帘吞噬他就行了 看完灯心草的属性 许峰打开背包 想看看古书 不过古书已经成了灰烬 他给导师发了邮件 一保天书是什么东西 导师秒回 什么 你从哪知道这本天书的 许峰 暗箭 导师 一保天书居然是真的 导师 传闻上古时期 人族有一位大能撰写了三本奇书 除了一保天书 还有奇寿天书 以及择星天书 天书壮大了人族气宇 但后来这位大能离奇失踪 三本天书也不见了 导师把他知道的情报 告诉了许峰 许峰回邮件问道 得到天书 有什么好处吗 导师 肯定有好处 但没有人得到过天书 得到天书会有什么提升 没人知道 许峰随手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天书 没有相关词条 许峰又问了问杨明成的军营悬赏官 得到的回复 跟之前一样 以许峰目前的权限 查不到相关的内容 查完了想问的内容 许峰回了案件 沈婉秋看着许峰的名字暗调 继续安静地踩着草药 定 周亚南给他发了消息 到地方了 先搬东西吧 沈婉秋 好 沈婉秋下了线 许峰已经把房子分好了 赵静兴他们的家属 都是三居的房子 这条件真好 跟着有实力的老板 是挺舒服的 家属们对许峰安排的条件 十分满意 安顿好家里人 四个妹子 还有沈婉秋的奶奶回了别墅 核心管理层都住别墅 沈婉秋动作麻烈 她把奶奶的床布好 给奶奶熬了周 就又上线了 周亚南叹了口气 跟另外两个妹子吐槽 她跟丢了魂似的 赵静兴笑了笑 我也挺担心老板的 和四山伸了个懒腰 咱们也上线吧 赶紧冲到五十级 周亚南本来想睡会的 但想了想五十级的药方 强撑着上了线 凌晨四点十七分 许峰正在暗戒里探索 寻找其他的医保 他名称后面的 冥界印记 悄然消散 追杀期终于结束了 许峰回了人界 宁成功存活了12个小时 奖励三枚力量宝石 周围的时间停止 许峰这次拿到了 两枚正2%攻击力 一枚加30点攻击力的宝石 拒绝了330多次命运 许峰终于拿到了 三枚正5%的力量宝石 他打开拍卖行看了看 现在正5%的力量宝石 最便宜的1224枚金币 世界频道 十分热闹 追杀期过了 大佬没事就好 只会躲有什么意思 这话说的 你被全世界追杀 你别躲 看把你牛的 定 许峰的好友们 陆续发来了消息 青山入怀 大佬你没事就好 鱼又威 追杀期总算结束了 休息一会吧 沈婉秋 你还好吗 许峰依次回了消息 然后联系了树影对月酬 一枚正5%的力量宝石 换你的技能书 换吗 树影对月酬 当然换 树影对月酬 我有点占便宜了 只要肯花点时间慢慢找买家 挣5%的力量宝石 可以卖到1300美金币以上 许峰 没事 我懒得慢慢卖了 说完 许峰回了杨明成 跟树影对月酬 完成了交易 他给沈婉秋发了消息 过来拿技能书 沈婉秋 哦 他很快传回了杨明成 周亚南他们没跟着回来 还在升级 沈婉秋已经32级了 比许峰还高 交易完了技能书 许峰掀起了他的面具 沈婉秋这次没反抗 只是紧张的指尖交叉 月光下 沈婉秋的桃花眼 像是含着半轮月亮 他皮肤细腻雪白 嘴唇红润 漂亮的不像话 许峰说道 你现在安全了 以后要摘面具吗 沈婉秋摇摇头 他不喜欢被人看到 自己长什么样子 许峰搓了搓他的头发 像是撸猫一样 那我走了 沈婉秋拉住了他的衣角 有个泰学的隐藏任务 我在等你做 你有空吗 许峰移了一声 落万里那小老头 让我蹭任务了 沈婉秋摇摇头 这个隐藏任务 是太学给的 不是师父安排的 太学不是到五十级 才能接隐藏任务吗 他们说我有五百点声望 可以提前接 许峰惊了 你哪来的五百点太学声望 升到三十级就有了 许峰脸色古怪 他累死累活 也才四百点军营声望 小韩韩升到三十级 太学声望直接比他高了 那你现在有几个隐藏任务 两个 师父给的 你还是不能做 许峰有些羡慕 沈婉秋小声说道 能给你做的隐藏任务 我都会留着的 许峰忽然心情好了不少 他笑着说道 我有点别的事 等会我有空了叫你 好 许峰转身 去了工会空间 打造一下装备 城市里的铁匠铺 不能使用图纸 必须要找有 锻造技巧的生活系玩家 清语阁里 专门养着三个锻造十级的人 没问题 多少钱 长老你不知道吗 管理层打造免费 普通工会玩家 打造装备七折 剩下的工会补 管理层只要自己出材料就行 其他的报销 每件装备 打造都需要十分钟 四件装备 得等四十分钟 另外一个锻造系玩家 主动过来帮忙 他们两个接过图纸 震惊出声 卧槽 三十级的钻石套 妈呀 第一次亲眼三十级的钻石套装啊 长老牛逼 越界的套装 极其稀有 三十级的钻石套 目前公开的只有一套 白鹰 工会有法师的三十级钻石套装长老 我能截个图炫耀一下不 其中一个六十五级的铁匠 说好不提这事的 开口问道 可以 这两个铁匠 开始打造 同时 他们还把截图 发到了工会频道里 说好不提这事的 咱们工会也有三十级钻石套装了 一夜起七次 卧槽 青山入怀 积极跑不快 大佬超厉害 一条消息引爆了工会频道 三十级的装备远低于主流等级 但越界的套装真的太少见了 于又威也发了消息 退换下来的装备卖给工会吧 许峰 会长 这可是越界装备 我有点舍不得 于又威翻了个白眼 发了消息 四百五十美金币 许峰 没问题 这个价格其实偏高 但云生他们也没反驳 各大工会都有惯例 实力强的玩家 都是要多拿些好处的 看着许峰 轻松赚到四百五十美金币 不少工会成员很羡慕 月老赚钱太轻松了 我三十级的时候 连十美金币都错不出来 月老一身装备四百五十美金币 大佬 我可以摸摸你的装备吗 你那是想摸装备吗 我都懒得点破你 云生有些不爽 三十级的装备而已 云生 属性还行 但三十级的装备 有什么用呢 含酒烟 一套装备的属性 还不如我一件装备 许峰把两枚力量宝石截图 发了出来 哎呀 发错了 怎么把我随手弄的两枚宝石 给发出来了 云生副会长 你都一百级了 应该有很多这种宝石吧 噗 于又微刚想说话 就看到许峰剑里 剑气的消息 他没忍住 笑出了声 云生的脸都黑了 他身上一个正5%的宝石 都没有 一千多枚金币 云生拿得出来 但他舍不得花那么多钱 来提升这5%的属性 许峰居然有两枚正5%的力量宝石 一夜起七次 卧槽 长老牛逼 青森雨林 从哪弄的 惊了 风雨同舟 长老 三十级弄到两枚正5%力量宝石 属石是麻雀啄牛定 雀石牛批 工会频道里 一阵欢乐的氛围 快乐是许峰的 他把极度留给了云生 在工会里水了20分钟 许峰的追影套 打造完成 他换上装备 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暴击率 100% 攻击力 8785 五十级玩家目前最高的面板攻击力 是9788点 一线的五十级弓手 攻击力也就7700点左右 许峰这攻击力 已经超过了五十级弓手的一线水平 而且 暴击率终于满了 谢了 许峰拿上装备 开口道谢 两个铁匠愣了一下 工会的管理层 让他们干活的时候 从来都是拿了装备 就走向许峰这样道谢的 还是第一个 别客气 月落长老 都是应该的 换上装备 许峰出了工会空间 回了现实 他联系了中间 还找了个律师 签完合约 付完尾款 剩下一些需要时间的过户手续 就都给律师去办了 律师费三枚金币 许峰回了住处 打开了暗界通道 他找了一处山洞 这里很安全 守护灵进不来 他把床 茶几 沙发 都扔到了山洞里 需要在暗界里待着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休息 也省得把东西搬到别墅里了 带着衣服 许峰到了别墅里 他的房间在三楼 外面有个大阳台 妹子们在二楼 奶奶腿脚不好 住在一楼 进别墅的时候 许峰见到了喝粥的奶奶 您好 许峰礼貌地打了招呼 奶奶上下打量着许峰 用方言问道 喝点粥 行啊 许峰坐下来 干了一碗粥 喝完之后 他打开冰箱看了看 只有点鸡蛋 和刚买不久的青菜 小韩韩明显去买过菜了 但他没舍得买肉 许峰出门 到了小区超市 他直接买了三十斤肉 跟进货似的 游戏里获得的力量 已经带到了现实里 许峰单手提着肉 轻松地回了别墅 多吃点肉啊 奶奶 奶奶没说话 许峰上了楼 救了他的房间 屋子里很干净 床上铺着新的浅黄色床单 边缘被很细致地叠了起来 小韩韩做家务 做得非常好 四叶混沌帘 不停催促 他虽然对许峰生活的世界挺感兴趣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吞噬灯芯草 赶紧打开秘境入口 让他吃 许峰找了出人少的地方 使用了灯芯草的秘境机会 世界公告出现 特殊事件 水月秘境出现在阳明城外 秘境类型为双人秘境 无死亡 请准备参与的玩家准备好 秘境五分钟后开启 使用灯芯草之后 许峰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秘境之中 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假的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切记 这是留下古书的人 藏在灯芯草里的一段话 相反的 许峰没太搞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叮 于又威 一起吗 沈婉秋 你要去秘境吗 需要我一起吗 许峰有些意外 小经理找他很正常 于又威居然会邀请他 这小妞怎么回事 跟谁一起呢 许峰想了想 给沈婉秋发了消息 你们接着升级 有你们能用的东西 我给你们带出来 沈婉秋十分听话 好 许峰 对了 我已经到别墅了 沈婉秋 嗯 要吃饭吗 许峰 等会吧 我先忙别的事 沈婉秋 知道了 跟小憨憨聊完 许峰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也行 于又威 什么叫也行 不许敷衍 许峰 求求于老板带带我 一起进秘境吧 于又威嘴角上扬 这还差不多 走 去秘境 于又威带着他的固定队友 一起回城 他跟许峰组队 另外四个队友 两人一队 刚刚好 定 刚到卫讯城 顶尖工会管理层交流群里 有人发了消息 迈克 我提议清语阁 战力工会 鹦鹉工会 和龙影工会 控制住秘境入口 迈克 群里的工会 每个工会派五队人进入秘境 这个群是各工会 在三年前成立的 目的是 避免各工会大规模冲突 相对和平 群里有60多个工会的核心管理层 平时这群里 只有些求购的消息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议 各工会联合 垄断野外资源 鹦鹉工会 三井手 可以不让其他玩家参与 但不应该限制进秘境的人数 战力工会 约尔顿 我赞同 巴宝瑞工会 以卡实验 你们这些枫叶谷的工会 太占便宜了 斯瓦罗格工会 贝罗伯格 我没意见 龙隐工会 踏破千山 我不赞同 各评本事吧 龙隐工会 一向跟其他工会作风不同 他们对散人玩家比较友好 尤其是九州的玩家 于又威也不赞同 他觉得所有人都进取 他也能拿到奖励 骄傲的于又威 不屑于用这种方式获得优势 清语格 于又威 我觉得各评本事挺好 加百列工会 迈克 云生会长 你怎么看 清语格 云生 我觉得您的提议很好 于又威皱眉 十分不满 清语格的副会长 跟迈克说话 还要用敬语 云生倒是觉得很正常 很快 迈克发起了一个群内投票 各工会的管理层 都默默地投了票 六十四个工会 有五十五个赞同迈克的提议 九个顶尖工会里 只有清语格和龙影工会反对 迈克 于会长 千山会长 你们要是不同意 就只能把你也排除在外了 于又威有些郁闷 他想了想 把聊天截图 发给了许峰 等了十多秒 于又威给许峰发了消息 你怎么想 许峰十分嚣张 让他们别白费时间了 东西反正是我的 许峰 要不然你拉我进去 我跟他们说 于又威忽然不憋屈了 他愤愤地给许峰发了消息 你也觉得 这样垄断很没意思吧 许峰 确实 于又威 我想让他们垄断不成 许峰 这次不行 没有清语格和龙影工会 他们也能垄断 于又威凶巴巴的 你哄哄我不行吗 许峰 只要你把洗绑后的奖励 从一次变成持续的 许峰 到时候 我帮你把他们干碎 于又威 羞红着脸 我呸 跟许峰聊完 于又威看了看群里 踏破千山 龙影工会不赞同 我们不参加了 龙影工会很刚 直接不来参加了 云生 清语格赞同 他生怕于又威也拒绝 赶紧先同意了 于又威没有说话 许峰说的没错 这次他改变不了 这些人的决定 最终 迈克的提议得到赞同 清语格 鹰武工会和战力工会 以及另外十四个工会迅速调集人手 一分钟后 许峰附近来了不少八十集以上的玩家 清场了 都撤走 一分钟内还留着的人直接杀了 走 不少玩家都傻眼了 什么意思 操 大工会欺负人是吧 妈的 想捞点好处真难 许峰站在原地 负责清场的人看了一眼他的角色名称 当场变脸 月落长老 您待着 我们去那边看看啊 不少被赶走的人都羡慕地看了许峰一眼 都是三十集 大工会的长老就是不一样 羡慕 那几条狗根本不敢对月老资牙 我也想当大工会的长老 许峰站在原地 等了一会 云生发了进入秘境的名单 韩九嫣 我真不是老六 花黄残销 还有云生自己 这三个都是云生那边的人 许峰也在名单里 还有于又威的四个固定队友 韩霜沉雪 西西春日志 雨夜泊传 飞飞真是太可爱了 名单确定之后 于又威给许峰发了消息 我去找你 许峰 行 等人的途中 许峰看了看论坛 骂大工会的帖子不熟 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毕竟散人玩家的生存空间 一直都很差 这次被垄断 最郁闷的 其实是二流和三流的工会 散人玩家反而还好 许峰还看到了不少洗地的 骂人也没用 升级去了 想办法 进大工会 就不用被欺负了 求固定队 我也想赶紧升级 换个大工会 论坛里十分混乱 分不清发帖的人 是什么成分 许峰在论坛里水了起来 别管什么成分 许峰都能跟对方聊上几句 她的人缘也确实好 包括迈克 于又威在内的工会会长 都被骂了 许峰倒是没怎么挨骂 大家都觉得 一个三十级的人 决定不了什么 水了两分钟 许峰周围的人 逐渐变多了 很多百级玩家 骑着坐骑赶了过来 许峰看到了不少残影 敏捷系的百级大佬 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这些敏捷系玩家之间的厮杀 也是最刺激的 低级的玩家 甚至看不清怎么回事 就已经打完了 级别带来的实力差距 像是一道红沟许峰 还看到了几个74级的玩家 其他势力的工会 只能从自己家工会里 尽量找些枫叶谷的玩家 这些人才能到阳明城 在许峰随意乱看的时候 很多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许峰的身上 这身衣服确实还行 三十级 坐骑都没有 跟个小丑一样 他应该感觉到 实力的差距了吧 在场的人谁都能弄死他 鹦鹉工会的人 小声讨论着 他们不太敢让许峰 听到这些话 毕竟许峰能站在这里 地位还是很高的 哄 一阵热浪袭来 所有人的视线 都向远处看去 一条高约六米 四肢燃烧着火焰 面目猙獰的犬兽 急奔而来 他的背上 坐着一个身穿 红纹白袍的长腿女人 他长相精致 美眼修长美艳 微微抬着头 神情骄傲 这个极美的女人 自然就是余又微 霍斗停在了许峰面前 余又微跳了下来 哼了一声 我好看吧 许峰说道 有一说一 确实好看 在外人面前 许峰还是给足了他面子的 余又微的俏脸上 露出了一丝开心的笑 算你没瞎 寒霜沉雪摸着下巴 眼里闪烁着金光 他怎么觉得 会长已经被拿捏了 哄 一阵震动传来 远处的秘境入口开启了 余又微说道 不用急 得清点人数 然后大家一起进工会 每个工会都派了五个负责清点的人 交流群里陆续有会长发了消息 清点完成 我们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 人数都符合要求 等到所有参与垄断的工会都确认之后 迈克发了消息 请各位进秘境吧 余又微看向许峰 走吧 好 余又微收起霍斗 跟许峰并排进了秘境 其他的玩家同时行动了起来 云生看了许峰的背影一眼 等我拿了奖励 一定好好嘲讽你 许峰眼前景色一变 他和余又微 到了一处山里 周围绿树成荫 鸟鸣不断 远处有一座山崖 坐落着一处书院 书院旁边 云雾环绕 余又微看着四周 声音清脆 好漂亮 跟进了山水画里一样 一道飘渺的声音响起 请完成第一个挑战 进入云露书院 许峰眉急着洞 安静地观察着周围 他很在意登星草里的提示 所有东西都有可能是假的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花草树木 河流瀑布 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 他闻到了 阳光晒着树叶和泥土的味道 也闻到了河水溅起的味道 用感知力试一下吧 许峰把自己的感知力 扩散了出去 余又微没察觉到危险 他迈着长腿上前 走吧 愣着干嘛 他刚一迈步 脚下忽然踏空 向下落去 原本脚下的泥土小路 已经不见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h Mew 他踩到了一处深坑 坑底是尖锐的刀刃 进了秘境 许峰和余又微的血量 都变成了一百点 砸到肯丁死了 忽然 一只手抓住了余又微的胳膊 余又微抬头 看到了许峰骨节分明的手 许峰用力把他拉了上来 笑着问道 有没有觉得我很帅 不觉得 那下次不救你了 不行 帅嘛 给我看看你的脸 我再回答 那算了 这里又没有别人 我作为老板 想看一眼怎么了 呸 你就是贪图我的美色 女人都这样 两个人逗了几句嘴 准备继续出发 余又微看着深坑 有些后怕的说道 这里太危险了 要谨慎些 许峰提议道 你可以摸着地面走路 余又微盯着许峰 问道 你能确认周围的地形 对吧 许峰心里有些意外 语气平淡 想多了 余又微 我往下掉的时候 你就已经往我这边走了 你知道那里有坑 许峰有些无奈 这小牛很聪明 不像小韩韩那么好骗 他说道 猜对了 余又微好看的脸上 有些小得意的神情 前面开路 好嘞老板 刚走两步 余又微忽然问道 你能看到路 还要我蹲着探 许峰心里警铃大作 他确实想逗逗余又微 看他在地上蹲着摸路 但这种事情 能承认吗 许峰面不改色地忽悠道 怎么可能 我是是想自己探 在你面前表现一下 余又微有些羞怯 看向了树林 哼 男人都这样 许峰松了口气 平安过关 走了两分钟 余又微开口 战力工会淘汰了六个人 小雪他们真的在蹲着探路 除了许峰 所有工会都在缓慢前进 走了一个小时 许峰和余又微 到了山崖上 路程虽然长 但其实只有六个陷阱 恭喜两位 完成第一个挑战 请进入书院 找到棋盘 开始第二个挑战 周围有坑吗 许峰摇头 没看到 不过还是得小心点 他走在前面 余又微跟在他身后 书院很大 但院子只分了四个 许峰看到了喝茶的茶具 练武的兵器架 摆满整个院子的书桌 第四个院子里 许峰看到了一张围棋器盘 224颗棋子 那道飘渺的声音 再次出现 请在一分钟内 记住当前的棋子位置 并将其重新摆出来 即时开始 余又微试了试截图 不行 截图和录像 都不能使用他眯起修长 柔眉的眼睛 认真地看了起来 一分钟 这一个挑战 分明就是给熟悉围棋的人准备的 想完成挑战 得两个人配合 余又微抬头 看向许峰 我从左上脚开实际 他想跟许峰配合一下的 但他抬头 就看到了许峰面具下 专注的眼睛 他有些走神 很快 提示声音响起 一分钟已结束 余又微回过神来 赶紧挪开视线 完了 他刚刚只顾着看许峰的眼睛了 完全没记 许峰也抬起了头 旁边出现了两个旗盒 里面放着黑白的预制旗子 许峰拿起了一颗黑子 余又微声音清脆 我刚刚没记 是我的问题 你错了 也不许难过呀 听到没有 这谁能记得住吗 许峰笑了笑 我能 啊 你懂围棋 完全不懂 吴子棋 我倒是挺精通的 跟同桌在本上玩的 余又微给了许峰一个白眼 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开玩笑 许峰也没解释 摆起了旗子 第一颗黑子 摆在右下角心位的左边 紧接着 许峰拿起了第二颗子 余又微瞪大眼睛 怎么又是黑子 管他黑子白子 反正放对位置就行了 许峰白子的顺序 毫无规律 从右下角到中间 黑白子逐渐落位 一直摆到左上方 许峰手拿一颗白子 落到了棋盘上 这是第221颗棋子 你已完成第二个挑战 请前往五院 接受第三个挑战 余又微好看的脸上 满是不可思议 表情有些可爱 他看着许峰 语气呆滞 你真的能记住 许峰点头 挺简单的 余又微伸出玉手 摸了摸许峰的头发 他似乎对许峰的脑子 怎么长得 十分好奇 许峰后退了两步 在摸收钱啊 余又微摸出两个金币 给 接 来时 许峰怒声道 最多摸二下呀 他收了金币 凑到了余又微旁边 余又微被逗笑了 又摸了他的头三下 再扶一枚金币 不给 许峰像是被女人欺骗的纯情男 悲愤地开口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咯咯咯 余又微笑声清脆 比树林里的鸟叫还好听 两个人进了下个院子 刚刚还很空旷的院子里 出现了两个穿着黑衣的男人 他们的手臂 有一块红色的图案 请完成第三个挑战 十秒内命中他们身上的红色图案 倒计时开始 余又微开口 一人打一个 说完 他举起法杖 直向远处的黑衣人 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缝 飞了过去 不太对 火缝飞出去的瞬间 余又微察觉到了异常 法术飞行的角度 好像是跟平时反过来的黑衣人没动 火缝虽然偏了些 但看上去可以打中 然而 火缝命中黑衣人的瞬间 穿了过去 果然有问题 他刚想说话 问 一根箭矢 凭空出现在了他的右前方 他的身后 有脚步声响起 箭矢命中 一个黑衣人 凭空出现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许峰第二箭飞出 这一箭 描向的是他的身后 但他面前的黑衣人 却跑了起来 刚跑两步 黑衣人忽然化作一道水墨式的黑色烟雾 直接消散了 挑战完成 请前往文道院接受最后一个挑战 余又微看向许峰 反过来的 许峰点头 对 余又微长出一口气 难怪叫水月秘境 像是水中倒影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是反过来的 声音 视力 还有味道 但感知力不一样 许峰闭上眼睛 就看到了真实的敌人 余又微有点不甘心 给我些时间 我能判断他们的位置 许峰笑了笑 那当然 余会长天下第一吗 余又微嘴角上扬 小脸骄傲的扬起 你知道就好 走吧 去下个书院 走 最后一个挑战了 路上 陈霜寒雪 给余又微发了消息 你们进度怎么样了 余又微 要打最后一个挑战了 陈霜寒雪 他跟赵熙然 还在蹲着摸路 云生他们也差不多 一个多小时了 也没走过半程 会长居然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挑战 这是怎么做到的 余又微 是许峰厉害 他记忆力超好 操作也好 还有特殊技能 他把通关的过程 简单地说了一下 陈霜寒雪 陈霜寒雪 这么厉害吗 余又微 是的 陈霜寒雪 那我就地摸鱼 不坐牢了 这路太难摸了 简直是坐大牢 而且陈霜寒雪 故意没通知另外三个队友 让他们接着摸 最后一个院子 书桌前 多了23个轻衣书童 他们坐在书桌前 轻声朗读着书里的内容 缥缈的声音再次响起 请在学生们朗读声中 走到屋檐下 并在地图中 准确标出第一个挑战的 所有陷阱位置 挑战限时五分钟 这也太难了 余又微回头看向许峰 许峰说道 我来就行 书童们的声音 逐渐变大 不过许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把感知力散开 向后退着走去 这里依然是相反的世界 找到真实的路 许峰轻松地走到了屋檐下 许峰看到了一张地图 还有一根沾了朱砂的笔 地图是假的吗 许峰把感知力 凝聚在地图上 纸张的纹路是真的 桌子上也没有另外的图纸 地图没有问题 不过要下笔的时候 许峰愣了一下 他想要回忆陷阱的位置时 脑子里居然都是书童们的读书生 会长 你还记得第一个陷阱的位置吗 于又微认真回忆 翘脸上很快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好像被读书生影响了 果然 许峰很快摸清了规律 只要他想到陷阱 思绪就会被引到读书生上 要标出陷阱的位置 但不能想陷阱 许峰思索片刻 脑子里灵光一闪 不能想陷阱 那就想想地形和发生的事情 许峰回忆起了于又微 调到陷阱的场景 他受惊吓的表情有点可爱 周围有两块巨石 许峰睁开眼睛 找到了地图上的两块巨石 他拿起朱砂笔 点出了一个位置 以同样的方法 许峰找到了另外五个陷阱 还好许峰的感知力数量充沛 强度也够 他一路上把周围的地形 都感知了一遍 六个陷阱标完 地图化作一缕水墨 消失不见 书童们的声音 戛然而止 周围的一切 恢复了正常 那道飘渺的声音 再次响起 恭喜你们二位 完成所有的挑战 喝完茶水 可获得秘境内 随意位移的能力 五分钟后开启探宝 世界公告出现 水月秘境被探索完成 所有秘境中的人 将在五分钟内被送走 于又威满脸惊喜 许峰咧嘴一笑 畅快地说道 老子果然是个天才 于又威小跑到许峰面前 他竖起来的黑色长发 也跟着他的动作 上下晃着 做得不错 于又威高兴地称赞道 许峰脾里脾气地说道 这次奖励这么好 奖励抱一个步 于又威红着脸 催了一口 呸 许峰刚要开口 忽然有个香香软软的怀抱 搂了他一下 于又威做完案 跟兔子一样挑开 行了吧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许峰摸着下巴 没感觉仔细 再来一下 那不怪我了 于又威笑着躲得更远了点 他的脸上满是红韵 少了点会场的骄傲 多了些二十岁出头女孩 该有的青春活泼 我有点难受 需要你安慰一下 会长 哼 我猜不上你的轨档 两个人聊着天 到了摆着茶具的院子 茶杯里已经倒上了新茶 冒着热气 许峰坐下来 端起茶杯 于又威笑脸上带着笑意 举起茶杯 跟他碰了一下 两人喝了口茶 许峰的脑海里 多了一张地图 这是整个秘境的地图 他选择任意一个地点 都能传送过去 待会分开找 许峰说道 好 四叶混沌帘有了动静 他在催促许峰 把灯芯草喂给他 秘境都通了 灯芯草是真的没用了 许峰也没再推辞 让他吞噬了灯芯草的力量 一股强大的白色力量 涌入了四叶混沌帘里 背包里的灯芯草 逐渐消失提示音响起 您的一宝四叶混沌帘 获得巨大力量 即将沉睡一小时 四叶混沌帘睡过去之前 给许峰分出了一朵小莲花 这朵小莲花里的力量 可以打开六次暗界通道 确保他那没用的主人 不对 持有者不会死 他这才睡了过去 五分钟到了 探索开始 一个二十分钟的倒计时出现 那我去挑了 鱼又微挥了回小手 传送走了 许峰也选好了传送地点 传了过去 他的面前 是那座瀑布 瀑布后面 有一个洞口 布局跟斜月剑出奇的相似 许峰觉得 一宝天书 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许峰没有走路 直接传送到了洞内 洞里的布置 跟斜月剑并不一样 这里没有岔路 只有一条路延伸到最深处 许峰现在拥有 二十分钟的秘境掌控权 秘境的所有陷阱 都不会攻击他 许峰传送到了山洞的最深处 石壁上果然有很多陷阱 许峰的感知力 穿过了石壁 里面陈列着四百多根箭矢 还有五十多道法术阵法 这些陷阱 保护着远处的石台 上面有一本书 许峰传送到石台前 拿起来看了看 胎石呼吸法 地神级 第一层 提升三 5%的攻击力 提升1%的吸血效果 提升100点破甲效果 总层数一共42层 这本呼吸法很强 但许峰有些失望 不是一宝天书 他尝试用无声呼吸法 吞噬掉胎石呼吸法 不行 地神级的呼吸法 已经不能让无声呼吸法成长了 回去给珊珊吧 许峰收好这本呼吸法 打开了地图 接下来去呢 许峰选了一处山林深处的墓葬 传送过来之后 许峰找到了两件青花瓷瓶 血亏 有古董商会收这些东西 一个大概20枚金币 许峰把它们收进背包 给神晚秋发了消息 我再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选一个地方吧 小锦里呢 就一下 这种时候还得看小锦里发挥 神晚秋 山林里好像有个小木屋 要不要去看一眼 去 许峰传送到了小憨憨选的地方 木屋里陈设很简单 只有一张藤床 还有一张木桌 桌上有一个红漆木盒 许峰打开木盒 找到了一本技能书 落回毒 神话 消耗370点蓝量 使被攻击到的敌人 进入中毒状态 每秒造成 魔法攻击力X3 47 等魔法伤害 并且每秒使目标损失 500点蓝量 持续10秒 冷却时间 10秒 学习要求 40级 10级以上的技能书 就有学习等级的要求了 这属性真猛 落回毒 不光伤害高 而且还能 让敌人损失蓝量 智力系玩家蓝量高 影响小一些 但敏捷系玩家就不一样了 许峰现在一共也就550点蓝量一秒 就被吸霉了 不愧是小锦里指的路 找到的东西 确实很好 不过天说还没下落 许峰给神晚秋发消息 再选一个 神晚秋很听话 去湖边看看 地图的边缘位置 有个大湖 许峰传送到了湖边 远处有大片散发着光泽的药草 千年则漆 千年虎浆 千年生的药材 都是好东西 制作一些珍贵的物品时 经常会用到 不过采摘药草 需要时间 许峰思索片刻 记下了这个地方 先找一宝天书 如果有多余的时间 再回来采这些药材 许峰打开地图 准备再让小经理选个地方 咦 许峰忽然发现 水月秘境的地图边缘 跟他记过的星位图 有些重合 他横竖看了一会 忽然灵光一闪 把四块星图中间的七颗星辰 叠在一起 刚好跟水月秘境重叠 七十一个星位 变成了坐标 去看看 许峰选了一个星位 传送了过去 落地之后 许峰看到了一颗珍珠大小的青色玉石 星河石 特殊物品 蕴含强大的命星之力 这块石头上的力量 有一种来自无尽汉海的宽阔感 许峰没时间仔细感知 传送向另外的星位 六十四个星位 都有这样一颗星河石 中心的七个星位 则各自摆着一个玉盘 玉盘上有十个凹险 每个凹险刚好跟星河石的大小一致 要把星河石放上去 许峰拿出一块星河石放到了玉盘上 玉盘绽放出微光 这颗星河石被弹了出来 许峰皱眉 他换了一颗星河石放了上去 这次玉盘没有动静 许峰拿出第二颗星河石放了上去 两颗星河石被一起弹了出来 许峰明白了 星河石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但星河石有固定的摆放顺序 许峰需要记住顺序 把十颗星河石放好 他冷静地试了四十多遍 找到了第一个玉盘的正确顺序 所有的星河石放好 玉盘绽放出一道白光 没入云间 许峰看了看时间 他的探索时间还有十三分五十八秒 记忆不难 但时间不够了 许峰面色冷静 传送到了下一个玉盘前 熟悉规则后 许峰的速度快了不少 三分十一秒 第二个玉盘上放好了星河石 许峰抓紧时间赶往第三个玉盘 星河石的摆放 应该是有些规律的 第一颗星河石 应该在最外侧的位置 时间越紧张 许峰的脑子转得越快 第三个玉盘 用十二分五十一秒 快了很多 第二颗星石 跟第一颗星石 应该隔着三个星位 第四个玉盘 用十二分十秒 第五 第六个玉盘 一共用了二分二十一秒 还剩最后一个玉盘 许峰传送了过去 顺便看了眼时间 还剩三分二十三秒 第七个玉盘上 有十一个位置 许峰把星河石 放到了最下方 星河石淡了出来 他把星河石 换到了最上方 依然被弹了出来 许峰明白了 之前六个玉盘的规律失效了 时间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 剩下的三分二十二秒 还包括了取一宝天书的时间 许峰深吸一口气 眼神沉浸如水 越是要命的时候 许峰的心脏越大 之前的经验没用 那就重新试 许峰用最快的动作 试着星河石的顺序 同时 许峰也在感知玉盘 试图找到一些提示 之前的六块玉盘 许峰也这么做了 当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但许峰没有放弃 任何有价值的尝试 许峰都愿意拼一把 当许峰找到第八颗星河石的位置时 时间只剩了21秒 不过 许峰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力量流动 跟第三块玉盘的力量走向一样 许峰眼疾手快 放上了三块星河石 玉盘落下 第七道白光 冲天起 许峰传送到了云顶 在七道光芒汇聚的地方 有一本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古书 许峰上前 把它拿了起来 一宝天书 特殊物品 许峰翻了两页 书上什么都没有写 当他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 天书忽然化作一道流光 融入了天空 刹那间 无数七彩宝光 像是流星般撒向整个人间 一宝天书 由清语格玩家月落西尘获得 月落西尘获得永久状态 天书宝刺 获得大气运加一 清语格获得经验加成40% 持续7天 工会等级加一 人足气运提升了 世界频道 消息瞬间满天飞 消息多到看不清 卧槽 一宝出现的概率增加了 月老 我的超人 造福大家呀 天书宝刺 这是什么状态 感觉月老这次又赚大了 这次清语格真的赚翻了 通关秘境的时候 公告没有提到角色名称 但汤姐已经在论坛开始宣传了 人们都知道 许峰又搞了一波大事 但当时奖励还没到手 大家只是知道 有这么一件事 没什么实际感觉 可现在不一样了 一宝出现的概率增加 所有玩家的机遇都提升了 人足气运还上涨了 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热度自然爆炸 论坛的精英区 讨论许峰的帖子也多起来 精英区是等级前三万名的玩家 专属的板块 平时这里很冷清 这些玩家 九成是各大工会和家族的核心 他们不光实力强 地位也高 能让他们热议的事情很少 这次连他们都沉不住气 讨论了起来 清语格这次赚大了 月落西沉很有潜力 全世界第一个实际工会 迈克星泰要崩落 人足气运是干什么用的 有人知道吗 暴率好像有所提升 气运的影响这么大吗 在无数人热议的时候 许峰得到了另外一个提示 您的气运影响到了轩辕长弓 请问是否让他进化 待会再说 许峰没时间管他 他甚至没时间去看天书宝刺的属性 探索时间还剩14秒 许峰传送到了湖边 开始采药 第一株 万年天南星 第二株 万年化菊红 第三株 千年则漆 采完这三株 许峰的探索时间结束 他和于又威 同时被传送到了秘境入口 于又威看到许峰 有些激动 你也太厉害了 一宝天书在哪找到的 我没有发现 那么厉害的东西 不过 我也找到一宝了 你不是唯一有一宝的人了 对了 我这次给你争取一下副会长 他修长漂亮的眼睛 闪着开心的光泽 红润的小嘴说不个停 乌黑的长发 还有一双长腿 不停地晃着 小雪拾去地转身 带走了另外三个姐妹 让会长跟月落长老 单独待会吧 昔然 会长还有这么活泼的样子 我第一次见 小雨 我想去当电灯炮 别拦着我 飞飞 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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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捶了他们两个一拳 老实待着 于又威一连说了七八句 才停了下来 许峰笑着随口说道 天书嘛 在天上找到的 于又威翻了个白眼 废话 于又威 你说我要不要用这个一宝 天神极大 许峰摇头 别用 万一不能换一宝 影响上线 于又威赞同道 也对 你的一宝什么品级 不知道 欠 不说算了 许峰两手一摊 这年头 说实话 还没人信了 于又威点着脚尖 继续好奇地问道 天书宝刺是什么 许峰自己也没看 天书宝刺的属性 他打开属性栏 天书宝刺 你的灵魂受到天书保护 当你彻底死亡时 可以复活一次 你的一宝 属性提升百分之一百 你的气海变得庞大了 可以容纳两个一宝 此状态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消失 死亡后灵魂保护消失 其余属性依旧存在 一宝属性翻倍了 许峰说了真话 但没说全 于又威眼睛弯弯 笑了起来 真厉害 狗东西 你一百级了 肯定很强 许峰笑了笑 这次 你也转了不手 再抱一下 于又威迈着长腿 后退两步 呸 满脑子都是这种事情 不 还有别的 还有什么 抱的时候 我的手放了 于又威红着脸 催了一口 我得走了 要升级去了 许峰没再逗他 去吧 于又威嘱咐道 你抓紧升级 到一百级 我带你 许峰笑了笑 到一百级 我就洗绑了 先交易 于又威心跳的飞快 他走了两步 忽然回头 我想看看 你长什么样子 不给看 十枚金碧 许峰果断地摘掉了面具 于又威仔细地看了看 眼嘴轻笑 你长得一点都不帅 许峰大怒 眼神不好去挂眼科 于又威咯咯地笑了起来 撕开回城府走了 月落长老 加个好友 拉他进群 陈霜寒雪 在远处大声问道 可以 许峰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他被拉到了一个小群里 于又威和小雪 他们都在 还有汤姐 以及另外几个人 汤姐 呦 这不是月落大佬吗 汐然 欢迎大佬 小雨 欢迎大佬 许峰 咱们都是于老板手下的人 不用客气 于又威 别平了 赶紧升级 他身上的活泼不见了 正视了很多 发完消息 于又威看了一眼等级榜 他又被甩到了第四 抓紧时间升级 于又威翘脸凝重 小雪点头 好 飞飞小声说道 月落大佬很强 他一点也不介意 别人超过他就不行 小雨 双标的女人 他们两个 又各自挨了小雪一拳 您的气韵影响到了轩辕长弓 请问是否让他进化 提示再次出现 进化 许峰接受了 一股无形的力量 滋养着轩辕长弓 他的弓身上 出现了一些十分精致的雕刻 许峰细看了一眼 像是一处山村 有吹烟鸟鸟 有水流缠缠 有几个孩子在玩耍 还有背着竹篮的妇人 这些雕刻 有点像水月秘境的样子 弓身两端的云 更加细致灵动 许峰愈发觉得 这把长弓像是 自成一世间 弓弦倒是没变 依旧弥漫着一股荒谷的气息 许峰看了看他的属性 薛圆长弓 钻石级 加5 等级要求 30级 力量 加557 敏捷 加376 攻击力 加1022 特殊效果 增加30点诅咒值 附带技能 破天一剑 附带技能 图灵 附带技能 不气 强化属性 攻击力 加357 不气 没有变化 但另外两个技能 都强了不少 破天一剑 直接变成了800%的伤害 图灵变成了500%的暴伤 这是钻石装备的属性 受气韵影响的轩辕长弓 属性超模的越来越离谱 钻石装备和传输装备之间 有一个巨大的属性跃升 传说品质以上的装备 名称几乎都是唯一的 质感和逼格 都不是钻石技能比的 而轩辕长弓的属性 已经逼近了45级的传说武器 许峰看了看自己的面板 攻击力 9857 30级 静万的攻击力 许峰看完面板 又看了看四叶混沌帘 他还在睡 沉睡时间还有20多分钟 许峰给沈晚秋发了消息 去做任务 沈晚秋 好 我去找你 许峰看完他的消息 一宝天书带来的异象 终于结束 最后一道斑斓的流光 消失在天际 世界公告出现 一宝选榜开启 各位玩家的一宝 可以在榜单中 查询自己一宝的排名级别 许峰的气海一宝栏旁边 多了一个一宝选榜 他打开了这个榜单 榜单分为四部分 天地灵滑榜 大能仪灵榜 出生天赐榜 混沌榜 许峰有些意外 一宝分得这么细 四个榜单 都有基础描述 天地灵滑榜上的一宝 是山川河流 万物灵精凝聚成的一宝 一般这种一宝 都在中灵玉秀的地方会成 大能仪宝榜 则是强大的生灵死后 凝聚成的一宝 这个榜单上的一宝 普遍强于山川一宝 在这两个榜单上的一宝 没有定数 有大能强者死亡 或者是灵气充沛的地方 会有新的一宝出现 另外两个榜单不同 出生天赐榜的一宝 都是天地出生的时候形成的 一共184个 不会再多了 这个榜单上的一宝 属性要比一灵一宝强 属性差距很大 许峰看完前三个榜单 都没有找到四叶混沌联 他看向最后一个榜单 混沌榜 这个榜单上的一宝 同样不会增加 它们是天地出生之前 便已经开启灵智的神物 混沌一宝 一共72个 属性极强 即便是第72位的混沌一宝 也远比最强的天赐一宝更强 许峰从后往前看 琉璃展 天星石 许峰眼睛越来越亮 混沌联的名字 出现得越晚 证明它越强 一直看到第一页 这一页上 是排名前十的一宝 再往前看 许峰终于看到了 四叶混沌联的名字 第六位 四叶混沌联 还不错 虽然四叶混沌联不是榜首 但已经绝对算是超强了 而且 它还进化了很多次 WWW M 选榜的排名 未必准确 许峰继续往前看 第五位 龟玲仙草 第四位 千星忠 第三位 青铜尊 第二位 八方星合图 榜首 太虚法卷 可惜 榜单上没有属性 许峰对前五的一宝 十分好奇 不过 榜单只有一个名字 连基础介绍都没有 论坛里 选榜的出现 又掀起了一波热度 清语格获得第二个一宝 山川一宝穆灵藤 属性惊人 许峰看了这个帖子的内容 水灵藤 提升65%的魔法攻击力 提升10%的魔法穿透 可叠加 灵华榜上 水灵藤现在排到了第251位 中等水平 这条帖子 现在是热铁第一 热铁第二 跟许峰有关 理智讨论 月落大佬的一宝 在哪个榜单上 月落大佬的伤害翻倍 他的一宝 肯定比水灵藤强 有没有可能是 一灵一宝 一楼 有可能是出生一宝 五楼 最多就是强一点的山川一宝 还出生一宝 好笑 十四楼 感觉现在确实不太可能出现出生一宝啊 一灵一宝的可能性比较大 二十二楼 有没有可能是混沌一宝 三十五楼 我猜是混沌一宝 如果猜中了 记得回来叨我 于又威没有使用水灵藤 许峰依然是唯一一个拥有一宝的人 讨论度自然极高 第三条热铁 是汤姐发的 世界首个十级工会 到底有什么特殊 清语阁实施建设中 工会升级之后 需要自己建造建筑 跟种田搬砖一样 不少人都在热火朝天的干活 十分热闹 许峰的工会 以后也得搞建设 他懒得做这些琐碎的工作 给周亚南发了消息 小周同学 多学学工会建设的事情 周亚南 我看着呢 你话真多 周亚南 十级工会 有什么新建筑 他们还没公开 许峰 你好歹拿点求人的态度出来 周亚南 晚秋在我手上 你耽误一秒 我打他一下 许峰 咱们两个一起来 我敬大 周亚南 我靠 你可真是个渣男 互对几句 许峰看了看工会界面的改变 普通成员还看不到 有什么新建筑 但许峰是狗管理 权限是够的 看完之后 许峰给周亚南回了消息 多了制药工坊 翠武楼和铜仁像 制药工坊里 制作出来的药剂 效果增强30% 材料消耗减少20% 翠武楼可以强化 合成 成功率比千人拓骂的铁匠 高10% 铜仁像是用来训练的 战斗熟练度的提升会变快 周亚南 十级工会也太强了 周亚南 清语格要发财了 这个制药 工坊加成太高了 许峰 咱们也快点 争取一年追上 两年赶超 周亚南 那你别找我 找驴 许峰 你比驴好使 跟周亚南互对的同时 许峰给阳明城军营的 悬赏官发了邮件 星河石是什么东西 等了一分钟 有了回复 一些古籍提到了星河石 他蕴含玄妙的力量 但没人知道该怎么使用 许峰又问了问导师 这次导师给的情报 给军营一扬 问完之后 许峰打开背包 把三株药草挂到了拍卖行 起拍价一千枚金币 万年药草 在太学桶价一百枚金币收购 这么低的价格 许峰不接受 先挂一千枚金币 看看有没有人需要 渣男 老板 挂完药材 四个妹子走了过来 身材最好 个子最高的沈婉秋 走在他们四个后面 见到许峰 沈婉秋自觉地靠了过来 许峰摸了摸他的头 掀开了他的面具 沈婉秋红着脸 听话地由着许峰 先给你们点好东西 许峰把胎食呼吸法 给了何四山 哇 老板 我要给你做牛做马 我可以跟我妈炫耀一下吗 何四山激动地要跳起来了 可以 但最好让阿姨保密 这是为你好 他们现在太引人瞩目 不是好事 明白 许峰把落回毒 给了沈婉秋 小憨憨两只手接了过去 许峰问道 没有什么表示吗 啊 沈婉秋好看的桃花眼里 有些茫然 谢谢 咱们两个不说谢谢 亲一口就行 沈婉秋的桃花眼呆呆的 他没跟上许峰的思路 过了一秒 他像是受了惊吓的小猫 往后退了一步 脸红的要滴出血来 别 最起码等下了线 周围没人 旁边人太多了 许峰看着他快被逗哭的样子 心情愉快 走吧 先做任务 沈婉秋悄悄松了口气 小声问道 我可以戴上面具吗 戴吧 许峰进了队伍 接上了任务 任务会随即给一至三个三十级白金宝箱 还会给不少经验 二十块强化宝石 沈婉秋有特殊奖励 根据任务完成度 获得不同品质的呼吸法奖励 走吧 许峰带着四个妹子 向北边的青陵山走去 许峰放慢了速度 跟他们一起走 十七分钟后 许峰在山林的一处小道上 看到了几个穿着黑袍的人 他们运送着四辆马车 每辆马车上三个红纹木箱 为首的女人 穿着黑色短裙和长靴 妆容妖艳 隐藏任务的内容很简单 击杀太学叛徒成玉 拦截他盗取的太学秘籍 许峰把感知力眼神过去 看了他的属性 太学通缉范成玉 等级 42级 生命 315500 攻击力 17 魔法攻击力 9452 防御 7457 魔法防御 7184 技能 替死分身 雷炼 敏锐 灵性 换腰 替死分身是被动技能 他受到致命伤之后 制造一个分身承担伤害 雷炼是个单体爆发技能 伤害很高 敏锐和灵性属性相当普通 跟凑数的一样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Oh Mew 一个增加观察距离 一个增加回篮许峰最在意的 是换腰 这个技能 献祭自己的生命 打开腰界通道 召唤十轮腰族出现 攻击他选定的目标 许峰把他的属性截图 发到了队伍频道里 周亚南低声骂道 坑爹呢 这是三十级的隐藏任务 和四山小声说道 还好把老板带来了 赵静心感慨道 有大腿的感觉真好 咱们之前放弃了好几个隐藏任务 小憨憨十级前 就接到了三个隐藏任务 但他们打不过 放弃了好几个 有许峰在 一切都不一样了 沈婉秋安静地看着许峰 漂亮的眼里 有清晰可见的依赖 许峰说道 你们在这里待一会 我在周围看看 这种有完成度的任务 可能会有队友 沈婉秋小声开口 你小心点 好 许峰的感知距离 远大与成郁的 敏锐距离 他围着车队转了一圈 附近没有别的敌人 箱子里都是书卷 许峰找好八门位置 拉满弓弦 感知力锁定成郁 骤影剑射破空间 无声地来到了成郁的背后 负三十万零八千零四十三 成郁的血条 瞬间只剩一点血皮 四叶混沌帘还在沉睡 他只给许峰留了打开 暗界通道的力量 同时维持着连夜潮声音 断魂的加成 暂时没了 正在蹲点的四个妹子 兴奋了起来 老板动手了 这伤害真的离谱 他要不是我老板 我肯定举报他是挂 太真实了 成郁趴到地上 躲到了马车后面 谁 快 给我治疗 旁边两个黑袍人 手中泛起银绿光芒 还没等他们的治疗术落下 又是一根箭矢 凭空出现在了成郁的面前 负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四 成郁的身体 像是烂泥一样划开 伤害打在了烂泥上 替死分身触发 有脏东西 成郁满头大汗 依然没找到敌人在哪 你们也别想好过 成郁的身上 亮起妖艺的紫红色的光芒 他的身体被融化成了血水 在地上画出了一个法阵 许峰和沈婉秋他们 都得到了提示 任务目标变更 妖族传送阵将在三分钟后开启 请尽可能多的击杀妖族 击杀妖族越多 奖励越多 队伍频道 沈婉秋 我们可以去找你吗 许峰 来吧 他们向许峰的位置赶了过来 许峰描向另外五个四十级的黑袍人 一见一个 依次点杀 五个黑袍人杀完 许峰涨了22% 6%的经验值 40%的工会经验加成 效果非常明显 杀完黑袍人 许峰打开一宝界面看了一眼 小黑还有一分53秒苏醒 老板 你真的太强了 和四山跑过来 语气激动 周亚男吐槽到 你真的跟个脏东西一样 赵静兴轻笑了起来 成余到死都没看到你 确实跟闹鬼一样 沈婉秋轻轻地点了一下小脑袋 许峰催了一口 有这样说老板的吗 扣工资啊 他们哥哥笑了起来 你给的东西 够一辈子的工资了 我们就没想着要你的工资 你下不到猫 跟他们聊了一会 许峰听到了提示 四叶混沌帘苏醒了 一股七彩流光 融入了四叶混沌帘 天书宝刺的效果 发挥了作用 四叶混沌帘愣了一下 咦 刚刚睡醒 怎么又有一股如此庞大的力量 涌了过来 我难道是天选之连 许峰有些期待 打开了一宝界面 断魂造成的伤害 提升到了820% 连夜潮升一 增加460%的移速 并且每日保命的次数 提升到了30次 许峰嘴都要笑歪了 加成真的高 四叶混沌帘 传来了一阵意志 我是不是很厉害 以后 对我放尊重点 他进化之后 拥有了更清晰的神志 许峰的感知力 向脑海中伸去 5秒后 四叶混沌帘光速求饶 丝毫不见刚刚的嚣张 我错了 我给你看到好东西 提示响起 一宝四叶混沌帘 释放了新的力量 特殊技能 黑夜影史 黑夜影史 你的攻击 不再使用普通箭矢 而是使用黑夜影史 加成10%的攻击力 你的每次攻击 都由6根黑夜影史组成 使用技能时 变为3根影史 每根箭矢 都能正常造成伤害 许峰没有取出箭矢 直接拉开了弓弦 一股纯粹的黑色力量 凝成了箭矢 箭身修长 箭头锋利 纯黑色的箭身 十分霸气 四个妹子看呆了 这是什么 哇 老板你的箭跟别人不一样 你这箭跟别人的画风 都不一样 许峰笑着说道 一宝给的加成 太好了 大腿越来越粗了 老板最帅 老板能不能给我们 也整个一宝 许峰嫌弃地问道 你看我像不像一宝 妹子们笑作一团 发自心底的高兴 沈婉秋的桃花眼 带着浅浅的笑意 看着许峰的侧脸 四叶混沌帘 有些得意 我现在强吧 许峰目露凶光 你还有两个特殊技能 他跟四叶混沌帘 闹了一会 四叶混沌帘 不肯给剩下的 两个特殊技能 除非许峰答应以后 对他客客气气的 立字句的那种 嗡 一阵奇妙的 低频震动传开 空间微震 远处的法阵 已经到了时间 两个手持巨斧 高达三米的 尸头人参妖族 传送了过来 尸力大妖 精英 等级 四十 生命 十二万一千四百 攻击力 五千六百五十 防御五千四百六十 魔法防御 四千八百八十三 技能 俯披 气血旺盛 妖血奔涌 妖族的属性 普遍高于普通的野怪 神晚秋抬起御手 紫色雾气在他手上环绕 还没等他动手 两根黑色箭矢撕开空间 分别命中了 两只狮人妖的咽喉 负五十五万四千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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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数字密集地跳了出来 挤在了一起 两只属性极强的狮人妖 一步还没卖完 直接跪地 碰 他们沉重的身躯 砸得地面一阵 周亚男震惊出声 我靠 神晚秋的桃花眼 有些茫然 赵敬兴张大了嘴 和四山搓了搓自己的眼睛 提示出现 第一轮妖族已经肃清 用十零 零零一秒 二十秒后 第二轮妖族即将出现 周亚男看向许峰 刚刚是技能吗 许峰装了起来 小周同学 这是我的普通攻击而已 周亚男不能接受 这是普通攻击 和四山拍了拍胸口 还好 我是你的打工仔 赵敬兴非常开心 老板越强越好 我已经有躺赢的感觉了 沈婉秋漂亮的小脸上 表情呆呆的 他还没反应过来 十五秒后 第二轮妖族来袭 同样是诗人妖族 但属性高了百分之十 而且 这次来了四只 许峰抬手 不到两秒 打出了四箭 四只诗人妖族 依次倒地 妹子们逐渐放松 和四山 这就是打怪不能走位的感觉吗 周亚男 刷会论坛 小许 你盯着呀 赵敬兴 确实有种 老板给我打工的快乐 和四山 老板再给老板娘打工 咱们是老板娘的闺蜜 沈婉秋白嫩的脖梗 染上了红蕴 她当没听见 周亚男被许峰 捶了一个脑瓜崩 小许是吧 你等着 我天天晚上抱着晚秋帅 两个人互对几句 第三轮妖族出现 这次还是诗人妖族 属性再次增强了一些 一共六只 刷完五轮 一道金光洒下 许峰升到了三十一级 有百分之四十经验加成 升级快了很多 渣男 有人拿到一宝了 人家感谢你呢 周亚男在队伍频道里 分享一个帖子 感谢月老 我拿到了山川一宝 清语哥还要人吗 我想加清语哥 帖子是一个叫 别打我了航步行 得六十五级攻守发的 许峰 这游戏名称 没挨过一百顿 打我是不幸的 赵金星 扑 和四山 老板你的眼光果然清奇 许峰打开好友栏 搜索了一下这个名称 对方已经加了清语哥 有一宝的玩家 都是潜力股 火速入会 许峰打开工会频道 发了条消息 欢迎挨打老哥 加入清语哥 工会频道里 刚刚都在聊工会任务 许峰一出面 大家立刻复读了起来 一夜起七次 欢迎挨打老哥 加入清语哥 青山入怀 欢迎挨打老哥 加入清语哥 几千条消息刷屏 别打我了航步行 很激动 谢谢月老 我第一次这么有排面 别打我了航步行 但我不叫挨打 许峰 好的 挨打哥 积积跑不快 好的 挨打哥 青森雨林 好的 挨打哥 别打我了航步行 谢谢各位 许峰把这个人的名字 寄到了小本门上 又多了一个要挖走的人 红光影线 阵法里出现了两个妖族 许峰看到了他们的两对昆虫翅膀 还有手里拿着的锋利双刀 第六轮来的妖族变了 虫一血妖 许峰看了他们的属性 防御六千点 比之前的狮人妖低了很多 但攻击力破万 还有瞬移技能 四个妹子还在愣神 血妖的身体 散沉雾气 背袭 血妖可以选定一个目标 移动到目标的背后 许峰有些意外的发现 他的感知力 能发现血妖的动向 两只血妖 分别瞄准了他和神晚丘 许峰拉满弓弦 迅速松开 黑剑暴射而出 射向神晚丘的背后 两只血妖 同时出现 黑剑刚好射中神晚丘背后的血妖 负48万6735 负48万6735 血妖被一箭射杀 许峰向前翻滚 他背后的血妖动作极快 双刀交叉砍出 刀刃擦到了许峰的胳膊 负46404 连夜朝生衣的效果触发 许峰从原地消失 进了暗剑 血妖 看向四个妹子 暗剑通道忽然出现 黑剑变鬼魅般出现在了血妖的背后 正中他后心的本源弱点 项链的特殊效果触发 许峰只剩一点的血条 直接吸满 老板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渣男你反应是真快 还好有你啊 老板 妹子们此时才反应过来 赶紧跑到了许峰的身边 沈晚秋低头看着脚尖 桃花眼里很自责 对不起 疼吗 被砍中是有痛觉的 许峰故意逗他 非常疼 都是为了保护你 才被砍中的 沈晚秋当真了 他小声说道 下次不要管我好不好 许峰咧嘴笑了起来 用力搓了搓他的脸 不好 沈晚秋被搓得有点疼 但不敢反抗 也不敢喊疼 泪眼汪汪的看着许峰 许峰搓开心了 开口说道 你们躲起来吧 我自己打 行 听老板的 渣男 你别老逗他 每次他都自己哭 许峰把他们送到了协月间 第一次进案件 妹子们有些惶恐 许峰趁机牵住了 沈晚秋的小手 他的手指很长 但手上有肉 还很热乎被握住之后 他害羞地挣扎了一下 许峰没松手 他就任由许峰握着了 反正也没人看到 他悄悄地想着 扶着他们坐下之后 许峰回了人界 第七轮妖族 很快出现 许峰感知着血妖的动向 眼神专注 当他们消失的瞬间 许峰向后滑步 四肢解腰 向前挥砍 八把砍刀 全部落空 许峰连闪两步 反而绕了血妖的后 他们的背袭 有十秒的冷却 许峰抬手四箭 精准点杀掉了 一速极快的血妖 第七轮 血妖解决 许峰的经验条 涨了二十四 百分之四 神晚秋他们进了暗戒 经验全被许峰自己吃掉了 剩下三轮妖族 全都是血妖 最后一只血妖打完 刷 金光洒落 许峰直接升到了三十二级 患妖阵失效 妖族已全部被击杀 任务完成度 完美 请回太学领取奖励 许峰进了暗戒 把妹子们接了出来 哇 老板 你带我们去的是什么地方 难怪你让我们来找你 在现实世界里 也能去那个地方吗 任务完美完成了 老板你好强啊 许峰享受着打公仔们的吹捧 过了一分钟 许峰觉得差不多了 走吧 回去交任务 好 一队人传送回了阳明城 刚进城 有人在工会频道里 at许峰 云生 你要当了副会长 我立刻退出清语歌 at月落西城 于又威紧跟着发了消息 还没确定的人事消息 你直接透露 于又威 云生 你过分了 云生 我过分 工会发展 我们家出了多少钱 云生 他想跟我一个职位 门都没有 浮花摇 他拿出二百万枚金币交给工会 当副会长也行 他的消息发完 过了十几秒 工会频道都没人发消息 许峰给于又威发了消息 没必要 不当副会长也行 他心里想着 反正一百集到了 他就回十月红工会了 清语歌要是因为内斗分家了 他还怎么借着清语歌 吸引有钱力的新人 许峰觉得这副会长并不重要 于又威愣了一下 凶巴巴地回了消息 许峰 你傻不傻 于又威 副会长的地位很高的 不能这么放弃 于又威 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为难 但我没事的 许峰愣了一下 脸色古怪 这小妞 好像误会了什么 许峰回道 清语歌这个时候 不该有内部矛盾 于又威急的美眸发红 可是他们欺负老诗人 许峰哭笑不得 心想他这辈子 居然还能被当成老诗人 于又威回完许峰的消息 又跟云生吵了起来 于又威 全世界第一个十级工会 不值个副会长的职位吗 云生 不值 云生工会前面九级的建设 跟他有什么关系 云生 反正一句话 要么散伙 要么他老老实实地当他的长老 寒九烟 工会有个三十二级的副会长 这不是给清语歌丢人吗 福花瑶 如果他拿个二百万金币出来 我倒是能支持他 花黄残销 我也不同意 寒霜沉雪 说得好听 不就是怕许峰夺权吗 于又威下了狠心 他当不上副会长 我带人走 云生有些吃惊 他第一次见于又威 这么强势地争东西 福花瑶给云生发了私聊 怎么办 云生不甘心地回道 退一步吧 补给月落西沉点东西 云生 于又威真是疯了 为了个三十二级的小号 跟我死磕 携伤了片刻 云生在管理群发了消息 奖励给他三千枚金币 副会长还是算了 于又威养着小脸 十分坚持 不要钱 要职位 福花瑶 最起码等他一百级 行吧 寒九烟 三十二级实在是太低了 于又威皱眉 给许峰发了消息 狗东西 你怎么想 许峰想了想 发消息忽悠道 我觉得 算咱们赢了 一百级迟早能升到的 他知道 于又威的小性子 只要让他觉得赢了 他心里就舒服了 果然 于又威心里的郁闷少了些 他闷闷地回了消息 你脾气太好了 许峰刚刚还在想 什么时候动手弄死云生 看完于又威的消息 许峰赞同地感慨道 好男人嘛 都这样的 许峰 对了 我有个条件 于又威 你说 许峰 等我五世纪之后 我看上的座齐 他们不能抢 于又威 行 他觉得 许峰这个条件 比三千枚金币 有价值得多 当然 座齐和金币 他都要 云生得知了 许峰的条件 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 行吧 但他得答应 不能再要求 当副会长了 于又威 这次只是补偿了 他秘境的奖励 于又威 如果他有别的巨大贡献 他必须要晋升 许峰在赶往太学的路上 看到了浮花摇发的工会公告 月落西沉在水月秘境中 贡献巨大 奖励三千枚金币 以及下次珍惜做其的优先选择权 工会提示响起 您获得了三千枚金币的余额 可随时前往工会仓库领取 许峰 我争取再刷个秘境 到时候记得给我当副会长啊 浮花摇心头一沉 云生当时脸就黑了 破口大骂 曹 这个贱人 喊酒烟也不爽 他拿了这么多好处 还要替副会长的事情 于又威笑出了声 他的声音 青春活泼 清脆悦耳 小雨竖起大拇指 不禁感慨 恶心人还得看风歌呀 飞飞点头 搞人心态这方面 我还得跟他学习 欣然笑得很大声 十分不淑女 我要是云生 估计能恶心死 于又威给许峰发了消息 赶紧升级 快点来找我 许峰 行吧 青山入怀 也给许峰发了消息 没事吧大佬 你真的应该上位副会长的 一夜起七次 大佬别难过 我只听你的 刘平一 需要我帮忙吗 别打我了行不行 我像 咱们要不然反了吧 陆陆续续的 有上百人给许峰发了消息 许峰其实没吃亏 但他们很关心许峰 我没事 都安心升级去 他群回了条消息 到了太学 沈晚秋带着许峰 找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和蔼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叫刘青 任务完成了 沈晚秋礼貌地嗡了一声 让我看看 你们完成得怎么样 击杀第一轮妖族 耗时 零 零零一秒 老太太的假牙 差点喷出来 他吃惊地看着沈晚秋 怎么做到的 沈晚秋抬起桃花眼 看向了许峰 许峰脾气地笑了笑 我做的 厉害不 老太太眯着眼 打量了许峰几眼 长得不帅 人倒是挺强 许峰大怒 老太太你什么意思 我告你诽谤啊 几个姑娘咯咯笑了起来 老太太翻完了任务记录 陷入沉思 沈晚秋两只小手 紧张地在一起搓着 周亚南小声问许峰 怪都是你杀的 会不会不给晚秋奖励啊 许峰认真地说道 其实 我会读星术 周亚南惊了 怎么可能 许峰用看弱智的眼神 看着周亚南 你也知道不可能 这老太太怎么想的 我哪知道 靠 周亚南刚翻完白眼 两条世界公告出现 领宫堡垒七级城市 哥洛德堡外 出现未知级 做其黄昏 意外事件 立峰戈壁势力八级城市 黄日沙城外 有大规模妖族出现 请各位玩家前往击沙 黄昏 未知级的做起啊 许峰十分眼馋 奈何他还没到五十级 就像是兜里有钱 楼里有姑娘对他挥手 但他自己还是个孩子 难受 另外一个意外事件 许峰没太在意 这种事件 每天都会出不少次 参与不到 也没什么影响 许峰准备打开世界频道 老太太缓缓开口 做得不错 这是给你们的奖励 周围时间停止 许峰得到了一个宝箱的奖励 拒绝了二百多个命运 许峰才拿到三个宝箱 一枚正4%的智力宝石 一道白光 也融入许峰的身体 他的经验条涨了一截 到了32级的9% 任务奖励的经验 不能享受工会奖励的加成 不过也算丰厚了 领完奖励 许峰看向沈婉秋 给了什么品质的呼吸法 沈婉秋的桃花眼 有些迷茫 他给许峰发了截图 霞灵丹精 龟虚 许峰仔细看了一眼 确实是龟虚级 属性也很强 霞灵丹精 龟虚 第一层 提升5%的魔法攻击力 提升10%的毒细伤害 毒细伤害持续时间增加3秒 蓝量消耗降低5% 中毒效果无法使用净化类药剂清除 许峰估摸了一下 龟虚应该是130级之后出现的品质 看来无声呼吸法和小黑都比龟虚品质要高 老太太说道 这是太学珍藏的呼吸法之一 一直没人能拿走 第一次有人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没想到是落万里的徒弟 多亏了这位长得不帅的年轻人 许峰急眼了 他故意的 他可以说我不强 但不能说我不帅 和四山哄着老板 老板你是最帅的 别生气 赵静兴说道 反正晚秋肯定觉得你最帅 沈晚秋低着头红透了脸 没有说话 给完任务奖励 老太太头也不回地走了 许峰看向沈晚秋 呼吸法给我吧 我现在缺钱 好 沈晚秋把呼吸法递到许峰面前 完全没有舍不得 许峰用力地搓了搓他软乎乎的脸 逗你的 用吧 哦 沈晚秋跟不上许峰的思路 但乖乖地用了呼吸法 一阵浅紫色的霞光 笼罩着他的身体 哇 老板 给我也整个龟虚呼吸法吧 我也要 赵静兴跟和四山 理直气壮地淘起了东西 许峰冷笑一声 没有 但活去 好嘞老板 知道了老板 他们咯咯笑着 应了一声 装备还是有的 许峰掏了两件三十级的钻石武器 还有一件钻石级的盾牌 他们几个的箱子 还是青一色的白金装备 越界装备太稀有了 全世界也只有许峰 能跟掏萝卜一样 随手掏出三件越界装备 小周同学 你的武器晚点再给 周亚男不在意的挥挥手 不急 反正他们也得带我 和四山问道 老板 要不要一起去打副板 现在已经是凌晨六点十二分了 天蒙蒙亮 所有的次数都已经刷新了 许峰改八门方位的次数 也恢复到了六次 沈晚秋好看的桃花眼里 有些期待 许峰摇头 不去了 我不缺三十级的装备 其实 你们也可以不打 最晚明天就能四十级 经验给的少 也未必凑得出套装 几个妹子对视一眼 也对 那我们去交个任务 沈晚秋他们 去找诚如师姐交任务 晚秋 魂都没了 和四山看着有些走神的沈晚秋 笑着调侃 沈晚秋低着头 有些不好意思 赵静心感慨 许峰这个老板 真的太好了 和四山连连点头 我想想都觉得神奇 这任务 咱们居然过了 周亚男有些痛心 就是委屈了晚秋 便宜了那个渣男 沈晚秋声音软软的 小声说道 我不委屈啊 交完任务 四道金光落下 他们升到了三十四级 沈晚秋说道 你们先去吧 我去给奶奶做早饭 我们等你 两个世界快点融合吧 能把奶奶接过来就方便了 沈晚秋下了线 她下了楼 打开了冰箱 借着冰箱里的亮光 她看到了好多冷藏起来的肉 身后有脚步传来 奶奶走过来 声音有些含糊的说道 那个小伙子买的 沈晚秋心里有股暖流 缓缓流淌 她擦了擦眼睛 温柔的说道 做肉丝粥好不了 行诺 沈晚秋很快煮好了粥 回房间上了线 她给许峰发了消息 你想吃饭的话 可以跟我说吗 许峰 想给我做饭吃 沈晚秋 嗯 许峰 等我抽个空吧 沈晚秋 好 回完消息 许峰已经到了工会仓库 她没着急去升级 先把今天的练功房次数给用了 无声呼吸法 已经升到了七层 攻击力 10420 许峰跟仓库管理员对话 取了3000枚金币出来 长老你好 月老来合个影吧 月落哥哥 清语阁的建筑 还在建设 工会空间里很热闹 给许峰打招呼的人很多 许峰在工会频道 发了消息 如果你打完招呼我没理你 不是因为你不是妹妹 主要是我脖子快摇断了 树影对月仇 骚话还得是你啊 轻呀 还好 我还以为哥哥不想理我 积极跑不快 月老人品真的太好了 还特意解释一下 他真的 我哭死 许峰只要一发消息 工会频道肯定要热闹一阵 许峰传回阳明城 赶往城南 尹西畔已经被明河毁了 不过旁边还是有些玄池虎的生计区的 路上 许峰看了看论坛 迈克已经到了 这次的黄昏 我赌会是迈克驯服 轻语阁最近风头正盛 感觉云生的机会更大一些啊 黄昏的出现 再次吸引了顶级玩家 于又威这次没去 他又祸斗了 这次让云生他们去 黄昏也是归须级以上的坐骑 不知道这种级别的坐骑 加成怎么样 许峰很好奇 除了黄昏之外 还有两条帖子 吸引了许峰的注意 立峰戈壁好像有剑士 拿到了专属技能或者一宝 他攻击时有封杀加成 安娜升到42级 范围治疗技能的升级效率太高了 月落西沉的劲敌 看完帖子 许峰回了一条 我好怕呀 他一出现 这条帖子的热度迅速飙升 一楼回复 完了 我看这句话 怎么脑子里全是常威在打来夫的情景 三楼回复 狂小陈 十一楼回复 他确实有点东西的 大佬别轻敌啊 许峰聊着天 跑着图 路上遇到了不少升级的玩家 So 连夜潮升一 百分之四百六十 一速加成下 许峰快得 像是一道黑影 卧槽 什么东西过去了 十个人 月落大佬 他不是32级吗 跑得这么快 不少玩家都惊了 12分钟后 许峰来到了一片稀疏的树林里 这里有一个刷九只玄尺虎的升级点 四队人在升级都顶着 封阳工会 许峰咧嘴一笑 走上前去 你们好 这不是熟人吗 封阳工会的人愣了一下 心想 哪个熟人来找他们了 回头一看 月落西沉 带头的攻守苦笑一声 规矩我懂 兄弟们 撤 封阳工会流传着一条消息 碰到恶霸月落西沉 赶紧撤退 千万别跟他抢怪 走之前 有八个玩家跑了过来 对了 大佬 合个影行部 我们是你粉丝 没问题 合完影 这四队人撤走 有几个散人玩家 羡慕地看了许峰一眼 这些散人玩家 转了好几圈了 都没找到合适的升级地点 许峰一来 直接站下了最好的地方 羡慕大佬 许峰找好位置 刷怪前 看了一眼论坛 咦 许峰有些意外 突发情况 战力工会的人 被黄昏团灭了 但他们都没看到 是谁动的手 帖子下方 一楼 之前的座器攻击性 都不强吧 这次居然灭队了 四楼 未知急的座器 确实不一样 十一楼 被杀了 居然看不到黄昏在哪 这才是最恐怖的 许峰刚 扫了几十楼的评论 又有帖子发了出来 圣徒工会也栽了 他们只得到了 被黄昏击杀的提示 然后就全部被嘎了 没有伤害数字 许峰暗自思索 他能隐身状态下攻击 还是射程很远 或者有水月秘境 那样的幻觉类技能 线索太少了 再等等看 先升级 许峰看了看 玄尺虎的属性 物防4950点 生命11万6千 比诗人妖要弱一些 许峰瞄准一只 200米外的玄尺虎 黑箭飞出 -339156 -339146 这一箭没有触发八门秘书的效果 但依旧足够秒杀了 许峰没有走位 在原地不停拉弓射箭 三秒 周围的九只玄尺虎 被全部清掉 许峰的经验条 上涨了22% 野怪刷新的真慢 许峰杀得太快 怪物的刷新速度跟不上 周围的怪都被刷空了 旁边的升级点 又在900米外 来回跑一趟狠麻 900米 许峰发现 只要他的感知距离够远 完全可以同时吃两个升级点的资源 无声呼吸法已经七层了 精神力的上限 提升了不少 许峰精细地操纵着感知力的丝线 向远方看去 感知力在许峰的锻炼下 数量和强度都在愈发壮大 花了20分钟 许峰已经升到了33级 感知力的极限范围 提升到了852米 许峰摸到了一个瓶颈 他把一部分精神力 塞给了四叶混沌帘 吞噬灯芯草之后 四叶混沌帘 吞噬许峰的精神力 其实已经没有成长了 许峰单纯把它当成工具连来用 非常好使 再次锻炼20分钟后 许峰的感知极限距离 提升到了907米 七层的无声呼吸法 最多只能提供这么强的精神力了 许峰感知到了远处的那个升级点 一共有5只悬齿虎刷新 两队38级的玩家在升级 许峰刷完了他旁边 新一轮的9只悬齿虎 瞄向了远方 问 弓弦松开 飞剑射入空间 精准命中了900米外的一只悬齿虎 -695249 -695249 悬齿虎血条清空 倒地死亡 许峰的经验条上涨了2 12% 远处的10个玩家都猛逼了 卧槽 老肖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啊 那只悬齿虎自尽了 飞剑速度比普通箭矢要快 而且命中之后会消散 许峰的操作还很极限 箭矢穿过空间 几乎是直接就射中了目标 这两队人 完全没看明白什么情况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碰 另外一队人在打的悬齿虎 忽然也跳出了一串伤害数字 死了 一个叫傅锦刘年的女法师 忽然有点害怕 老公 不会有脏东西吧 举顿的男人叫 似水光阴 他也有些不确定 应该不会吧 队里的弓手说道 可是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啊 话音刚落 远处又是一只悬齿虎倒地 一阵风吹过 两队人后背都有点发毛 卧槽 真有脏东西 是不是触发了什么特殊事件 老公咱们走吧 我害怕 不到两秒 他们面前的五只悬齿虎 就被杀完了 两个顿战一脸警惕 开着防御技能 其他人也四周张望着 担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他们 等了几秒 他们活得好好的 并没有被攻击 父亲流年 老公 到底什么情况 似水光阴 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那一波 悬齿虎集体自尽了 不太可能吧 十个人挠着头 无比困惑 要不然走吧 我感觉真的像是脏东西 确实有点吓人 真踏姥姥的邪门 再等等 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等到下一波悬齿虎刷新 他们刚准备动手 五只悬齿虎的头上 依次跳出了伤害数字 全死了 两队人目瞪口呆 录视频了吗 老肖 录了 快撤吧队长 我看娘的害怕啊 走 两队人心惊胆战地跑出了升级点 把视频放到论坛上吧 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真有脏东西的话 算是特殊事件吗 不清楚 似水光阴把视频放到了论坛上 离奇事件 玄池虎升级点 好像有脏东西 求大神帮忙鉴别一下 论坛里 热帖都跟黄昏有关 加百列工会也翻车了 除了迈克和卡特林 其余人全部被杀 八宝瑞工会死了六个 没保命技能的都被嘎了 轻语格的人还没死过 云生不会能驯服黄昏吧 似水光阴这条帖子 发出来之后并没有什么热度 迅速被挤到了后面 不过乃唐有点甜 在找许峰相关的帖子时 看到了这条帖子 黑金色伤害数字 这不是月歌打的伤害颜色吗 月歌的射程这么远吗 还是他能隐身 乃唐用三倍速 把视频看了好几遍 似水流年 特意把周围都拍下来了 远处有树林遮挡 但视频里的视野距离 怎么也有五百米左右了 可是视频里并没有许峰的身影 乃唐有点甜在帖子下回复 我可以转发视频吗 似水流年 可以 乃唐重新发了条帖子 月落大佬的最新视频 大家来找查 这条帖子热度很高 直接挂在了首页 一楼 卧槽 黑金色伤害数字 可是月落大佬呢 二楼 妈爷 闹鬼了 五楼 月落大佬彻底不当人了吗 真的跟脏东西一样 十一楼 惊了 黑金伤害数字 应该确实是月落打的 可他人呢 二十四楼 没人发现这恐怖的伤害吗 六十多万 三十一楼 我三十三级 打悬池虎六百点伤害 捏麻麻的 他怎么打的六十万 三十四楼 刮 四十五楼 我要在现场 估计也得下跑 五十九楼 有没有人去现场看一下 探索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帖子的热度 冲到了前五名 奶糖有点甜 不停刷着论坛 兴奋地挥了挥拳头 他在月落西沉 真爱粉后援群里发了消息 我又给月哥贡献了一点热度 干得漂亮 有没有人去找找月老啊 我很纳闷他 怎么做到的 最开始发帖的那个人 已经去了 似水流年 在周围找了一圈 终于 他在九百米外 发现了正在刷怪的许峰 这么远 似水流年无比吃惊 然后拍了个视频 放上论坛 我直接一个惊的阵 九百米射程 而且没有视野 也能命中吗 这条帖子 热度瞬间爆炸 四楼 月落大佬的攻击 确实很离谱 竟会消失的 九楼 就算射程够远 没有视野 他是怎么打中的 十四楼 这特么谁能想到是他啊 我在现场 肯定也以为是脏东西 三十一楼 妈的 一个人吃两个升级点 恶霸行为实锤 四十七楼 月落大佬的射程 会不会不止九百米 论坛里 议论纷纷 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许峰到底是怎么隔着九百米 精准命中玄尺虎的 论坛精英区 视频同样被转了过来 理性讨论 月落西尘的攻击方式 跟黄昏是不是有些像 这些顶尖玩家 在震惊之余于 想到了更多的东西 黄昏是不是也跟月落西尘一样 射程超远 麦克 不是 黄昏杀人 不会出现伤害数字 阿萨星之王 圣徒工会 三十三级的人 还是别跟黄昏放在一起比较了 星光坠落 圣徒工会 月落西尘 挺适合对付黄昏的 云生 呵呵 三十三级的小号也配 狂徒霸唱 龙影工会 他不配你配吗 你对自己工会的成员 就这个态度 云生 那你看看嘛 等我驯服黄昏的消息 云生吹牛逼的消息 被某位不开心的于性路人截图 派人放到了论坛普通区 五分钟后 论坛再次爆出消息 轻语阁的云生被嘎了 死得老惨了 开着保命技能被追着宰了 一楼 云生 等我驯服黄昏的消息 七楼 笑死 被打得爆头鼠窜 十一楼 月落大佬 别偷着笑了 出来说话 许峰在下面回复 我这种老实人 从来不偷着笑 我笑得很大声 帖子里一片欢声笑语 只有韩九嫣看不惯 在帖子里阴阳怪气了几句 被黄昏杀的 又不只有云生 凭什么你们只笑他 没有脑子的乐子人是吧 他没敢踢许峰 现在 他也看出来了 论坛里喜欢许峰的人 数量有点恐怖 尤其是 那个叫奶糖有点甜的粉头子 24小时高强度水铁 论坛里越来越热闹 20分钟后 刷 金光洒落 许峰升到了34级 神晚秋他们 还没到36级 他们吃着隐藏任务 有两本超强的呼吸法 装备也很好 但升级速度依然被许峰碾压了钉 青山入怀给许峰发来了消息 我朋友有个隐藏任务 给35级的白金宝箱 大佬去吗 许峰 需要我帮忙吗 青山入怀 那倒不用 他们就是想跟你一起组队 顺手送你点好处 许峰 那我不去了 现在许峰的伤害 在阳明城完全够用了 40级再换装备就行 能节省很多时间 小周同学还缺根钻石法杖 不过许峰懒得专门为他的武器跑一趟 反正小周同学又不知道 他曾经可能拥有一把30级的钻石法杖 青山入怀 那我跟他们说一声 许峰 替我刀声线 需要帮忙说句话 青山入怀 没问题 很快 青山入怀把许峰的话 截图发给了他的几个朋友 太可惜了 我还想跟月老说几句话 月老这人真不错 希望能有机会跟着他混 那我们先去了 小和你抓紧升级 下次带你 刚跟青山入怀聊完 杨明城的军营悬赏官 给许峰发了邮件 特殊悬赏 进入护送304箱的队伍 在城外击杀军方叛徒卢正鹤 副将 奖励35级白金宝箱两个 40级钻石宝箱一个 若任务过程无人死亡 奖励呼吸法经验十万点 此任务极其危险 将由三名拥有军营声望的玩家完成 许峰回了邮件 我接 回完 许峰撕开回城符 回了杨明城 月落大佬 他这把功好帅 我贼想要同款 我也想要 几个路过的攻守 对着许峰的轩辕功流口水 许峰赶往军营 快得像是一道黑影 一路上 不少玩家都被许峰的速度惊到了 34级跑得这么快 我长了一双假腿 我给我的马 看了月落大佬的速度 他说都是演的 跟个大黑耗子一样 搜一声就过去了 月落大佬 真是全方位的强啊 军营 一个游戏名称 英帅被判二十年的刺客 跑到了悬赏官面前 他看了看任务描述 有些吃惊 旁边一个叫 你吹你马呢 的件事 凑了过来 兄弟 你也来接特殊悬赏 你也是 我还在犹豫 不知道要不要接 这卢正鹤也太强了 8430的双方 50万的血量 还有隐藏技能 可是这奖励确实丰厚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 来带带咱们 被判二十年摇摇头 这任务是三十到四十级的 这谁能打得过卢正鹤 话音刚落 许峰进了军营 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 两个人眼睛一亮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对啊 他可以 他们狗狗碎碎的 凑到许峰旁边接 大佬求求你接这个悬赏 许峰也看到了卢正鹤的属性 他看向悬赏官 这人属性太高了 你们军方不派人吗 旁边两个近距离吃瓜的人 心里一紧 鹰帅被判二十年 W W 你吹你马呢 不 大佬 悬赏官解释道 运送小队的成员是固定的 如果贸然安排别的军方强者 卢正鹤有可能起意逃跑 许峰说道 但他确实属性太强了 悬赏官叹了口气 接不了 许峰 加钱 英帅被判二十年 你吹你马呢 我敲还能和悬赏官谈条件 他们两个真的以为 许峰也打不了这个任务 心都凉了半截 结果许峰来了句加钱 悬赏官看着许峰 忽然笑了笑 不愧是你 许峰语调上扬 嗯 悬赏官 你在平康大城时 加提过加钱 有人通报过了 许峰脸色淡定 这个悬赏 只有我能完成 英帅被判二十年 卧槽 大佬好调 你吹你马呢 这个逼装的 我给十分 满分 悬赏官也赞同 你确实很强 等我向领导申请一下 许峰站在原地等着 刷了刷论坛 鹦鹉公会的裁缝 好像要到十级了 全世界第一个 生活系技能十级的人 安娜已经四十三级了 升级速度惊人 云生又被嘎了一次 笑死 连掉两级 黄昏好像不见了 这次没人驯服他 许峰还是对黄昏 比较有兴趣 他给树影 对月仇发了消息 黄昏真的不见了 树影对月仇 收到许峰的私聊 有些意外 他犹豫了一下 给了许峰情报 八个公会在找 但没有找到黄昏的线索 许峰 明白 谢了 说完 许峰十分大方 给树影对月仇 发了三枚金币 树影对月仇 不用 这不合适 许峰 情报是最值钱的东西 拿着吧 树影对月仇 没有再拒绝 他虽然管着 轻语格不少的内线 但待遇不是很高 许峰这句话 也让他有些触动 过了五分钟 旁边两个人 都等得快要急死了 悬赏官终于出来了 如果你完美地完成了悬赏 奖励翻倍 二十万 呼吸法经验值 无声呼吸法 能直接升到接近九层 再打一打 公会副本 能直接升上九层 IQ YG O 许峰咧嘴一笑 成交 这任务我接了 我也接 还有我 旁边两个蹲接 仰望大佬的人 赶紧站了起来 悬赏官看向许峰 你有意见吗 鹰帅被怕二十年 和你吹你马呢 羡慕 他们在军营 结果不到四十个悬赏了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悬赏官用询问的语气 征求意见 许峰摇头 救他们吧 行 许峰正式接下悬赏 现在前往军营西门 与卢正赫碰面 十五分钟后 在杨乔义 对卢正赫进行轻搅 参与悬赏的人 不能离开卢正赫 超过一千米 住 卢正赫与妖族勾结 拥有隐藏技能 请一定小心 许峰交代道 动手之前 你们两个跟卢正赫 保持七百米的距离 鹰帅被判二十年 大佬 我可以帮你控一下的 你吹你马呢 一个人打得过吗 卢正赫还有隐藏技能 许峰随口吹着牛逼 随手就杀了 两个人都惊了 卢正赫这属性 他们拉一支三十人的队伍 都未必打得过 在许峰的嘴里 杀卢正赫 跟杀鸡差不多 太嚣张了 三个人很快到了军营西边 许峰见到了四个人 为首的人 穿着鳞片青甲 腰间别着一把金纹长剑 卢正赫 许峰看了看他的属性 能看到的技能有四个 碧波连斩 锋利 轻盈 回流伸法 这些都是剑士的基础技能 碧波连斩 可以回砍三下 锋利提升攻击力 轻盈提升一速 回流伸法则 是剑士的一个重要机制 提升闪避 隐藏技能 会是什么类型的 对我有威胁的 只有反伤 控制 无敌 突袭类的技能 许峰态度嚣张 但脑子飞快 考虑着该怎么无伤弄死 卢正赫 你们太慢了 卢正赫训斥了 许峰他们三人一句 许峰毫不在意 哦 卢正赫冷冷地盯着许峰 杀意流露 出发吧 一行人往程西走去 卢正赫似有似无地 跟许峰大话 你的衣服不一般 许峰随口忽悠道 能免疫所有的物理伤害 非常厉害 卢正赫吃笑道 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许峰两手一摊 爱信不信 忽悠完卢正赫 许峰跟小警理聊着天 赶着路 十三分钟后 队伍已经接近了 杨桥义附近 许峰把感知力散开 探查起了地形 周围是一片开阔地 没有适合躲藏的地方 必须要尽快解决战斗 不给卢正赫 杀其他人的机会 又过了一分钟 许峰给了后面两个队友 一个眼神 他们两个的步伐 慢了一些 他自己真的行吗 不清楚 我紧张的一瞥 要杀的敌人 就在旁边 一分钟后动手 他们两个都很慌 一分钟后 进杨桥义之前 许峰忽然出手 动作极快 黑剑无声消失 瞬间出现在卢正赫的背后 当 连续几声 金属撞击的声音响起 卢正赫回过头 冷笑一声 没想到吧 我有无敌技能 英帅被判二十年 看了一眼卢正赫的属性 他多了一个新的技能 妖灵护体 使用后无敌一 五秒 许峰眼神冷静如水 向前两步 暗戒只能在他周围四百米张开 他要保证三个官兵的安全 找死 一声脆响 卢正赫拔出长剑 身形如电斑袭来 好快 两个躲在远处的队友 惊呼出声 卢正赫藏着的第二个技能 用了出来 腰血突刺 可以爆发一次速度近乎瞬移的刺激 许峰瞳孔猛缩 周围的一切仿佛停止 在巨大的威胁下 感知力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限 可即便如此 卢正赫依然是眨眼之间 就刺到了许峰面前 太快了 剑锋即将搁到许峰脖子的时候 嗖 许峰忽然消失不见 八门秘术 卢正赫眼神中有些震惊 反应过来了 不可能 这个念头刚刚落下 一剑射在他的背后 许峰顺一加攻击 动作顺畅自然 当 火星四剑 他的无敌时间还没结束 这一剑依然没有造成伤害 死 卢正赫忽然闪回到了他刚刚站的原地 再次刺激 他使用了第三和第四个隐藏技能 闪回 冷却重置 剑士的突袭技能 距离一般不超过220米 攻守打剑士 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控好距离 许峰瞬移的时候 跟卢正赫保持了300米的距离 然而卢正赫的两个技能配合 让他可以爆发出一段极远的刺杀距离 剑锋刺开空气 急速袭来 快闪 大佬还能位移吗 旁边的两个队友紧张得都快尿出来了 许峰盯着剑锋 眼中闪过无敌的自信和嚣张 他侧身一闪 剑锋贴着许峰的脸颊划过 一剑刺空 卢正赫瞪大眼睛 刚刚许峰位移闪开 他还能接受 可现在 许峰凭借着反应 闪避了妖血突刺 闪避的瞬间 许峰借势转身 拉弓射箭 骤引箭射入空间 随后精准地命中了卢正赫的后脑 本源弱点 卢正赫的无敌时间已经结束 这一剑爆出了一串伤害 -2660-855 -2660-855 266万的伤害 许峰50点诅咒值加持下 咒引箭的伤害爆炸 卢正赫血条清空 许峰站稳了脚步 刚准备收工 一个巨大的血刺 从地下贯穿了许峰的脚面 -124453 这是卢正赫隐藏的最后一个技能 妖念诅咒 冰死时可以对一个指定的目标发起攻击 能造成12 7倍的伤害 地下的刺激来得实在太快 许峰没能躲开 连夜朝圣衣的被动触发 他从原地消失 一眨眼的时间 许峰从暗界走出 射了900米外的野怪一箭 正在游荡的野怪 被打了一闷箭 许峰的血条回满 他翻了翻提示消息 你已经完美地完成了特殊悬赏 请返程领取奖励 卧槽 大佬牛逼 远处爆发出两声鸡叫 直到现在 被判20年 他们两个才反应过来 太秀了 许峰的操作很多 但在他们的眼里 就是两个人飞来飞去的 WWW 别说操作了 他们看都看不明白 你吹你马呢 十分激动 大佬 我能把视频放到网上布 刚刚这操作太帅了 必须要让别人看看 许峰说道 把我被打中的内容截掉 影响我装逼 你吹你马呢 OJK 半分钟后 论坛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帖子 来看天花板级的闪避操作 月落大佬 赏星月幕的顶级拉扯 帖子热度极高 一楼 我的一楼 75楼 天花板级的操作 月落大佬还算不上吧 82楼 还没看视频 但月落西城 什么时候有天花板操作了 延期公保知道吗 114楼 34级真不配天花板好吧 敏捷差得太多 操作水平要打折扣的 最开始的回帖 有不少质疑许峰操作的人 不过 帖子到2055楼之后 回帖都变了 2093楼 臭 这特么是34级的战斗 2341楼 怎么躲的 我看了好几遍没看明白 2523楼 我92级 刺客 那一件我应该躲不开 2630楼 闪走我还能理解 这侧身闪避 真的离谱了 奶堂看了视频 兴奋地蹦了几下 他在后援群里发了消息 快去看月落大佬的那个视频 我不接受 有人没看过他的操作 已经在扒刷了 我人看晕了 帅诈 真的赏心悦目 很快 论坛上又出现了一条帖子 没人看到月落大佬的伤害吗 266万 我敲星号星号34级 打266万伤害 17楼 靠 你一说我才反应过来 百万级的伤害 35楼 我34级连2600的伤害都打不出来 122楼 有一说一 这伤害打60级的顿战 没什么问题 152楼 我是60级的顿战 122楼 你什么意思 191楼 他的伤害长得好快 天书宝刺的效果 许峰看着论坛 自己也发了条帖子 有没有董哥来评点一下 这一波操作 有没有顶尖水平 22楼 我感觉有的 38楼 最起码一线上等水平了 顶尖不好说 还没跟迈克他们打过 71楼 臭 你们看发帖的人是谁 88楼 好家伙 月落大佬自己发的帖子 那我觉得 还是有顶尖水平的 132楼 他太懂论坛了 许峰自己发的帖子 热度更加爆炸 眨眼间 就挤上了热铁前三 无数人热议的时候 许峰押送箱子 重新回了阳明城 进了军营 悬赏官无视了几个 要接任务的人 走过来找许峰 那几个玩家有点不爽 刚想骂几句 回头一看 刚好看到了许峰的游戏名称 月落大佬啊 那没事了 他们到了嘴边的脏话 又给咽了回去 悬赏官赞赏地看着许峰 做得很不错 说完 他手一抬 给许峰结算了悬赏的奖励 您获得了四个 三十五级白金宝箱 两个四十级钻石宝箱 呼吸法经验值二十万 您获得了六百点军营声望 当前声望值 一千点 您与军营阵营的关系提升为 亲密 您可以在军营购买部分物品 许峰眼睛一亮 居然有六百点军营声望 奖励到手 许峰的无声呼吸法 提升到了第八层 只差三万的经验值 无声呼吸法 还能再提升一层 被判二十年 他们两个也拿到了奖励 他们只拿到了三个宝箱 没有双倍奖励 也没有呼吸法经验值的奖励 他们两个没有意见 谢谢大佬 我先撤了 我现在是你铁粉 有事招呼一声 他们转身离开 许峰打开悬赏列表看了看 有一个特殊悬赏 去采集杖铃 采集药草 悬赏汇个两个三十五级的白金宝箱 许峰跟悬赏官讨价还价 能不能把任务奖励 换成一个四十级的钻石宝箱 悬赏官摇头 不行 钻石宝箱数量稀少 三十个白金宝箱 也换不到一个钻石宝箱 许峰 那有什么别的悬赏 能给四十级的钻石宝箱吗 暂时没有 许峰离开了军营 路上 许峰把背包里的宝箱给开了 四件三十五级的钻石装备 许峰选了一把法杖 两枚魔宫项链 一枚魔宫戒指 开完白金箱子 许峰开始弄自己的装备 传说级的装备 暴率已经低得吓人了 许峰拒绝了四千多个命运 拿到了第一件传说项链 残月 传说 等级要求 四十级 力量 加472 敏捷 加284 攻击力 加952 特殊效果 当血量低于50%的时候 攻击时附带15%的吸血 特殊效果 受的伤害时 免疫3%的伤害 特殊效果 增加20%的暴击伤害 许峰用不上免疫3%伤害的效果 这是剑士需要的属性 但残月的基础属性相当能打 加成够高 也算不错了 反正这些都是过度装备 许峰不会用太久 许峰在另一个钻石宝箱里 开到了传说戒指 清空 传说 等级要求 四十级 力量 加401 敏捷 加196 攻击力 加782 特殊效果 增加17%的暴击率 特殊效果 受控制时间缩短10% 特殊效果 增加10%的吸血 检控时间 依然是件事更需要的装备 攻手太脆了 检控没什么价值 不过清空的暴击加成很高 能让许峰的暴击率 维持住100% 也不错了 许峰把这两件装备的截图 发给了和四山 和四山 和四山 老板 你为什么要缠着我 许峰 好好表现 到时候给你用 许峰给小韩韩发消息 过来拿装备 神晚秋 好 许峰往传送点跑去 有三条世界公告响起 炎火洞出现区域boss 死火狂灵 所有炎火洞怪物 全属性提升20% 玩家九条真机 将裁缝技能提升到十级 开启外观系统 穿戴外观无属性加成 可以改变服装样式 IQ Epsilon G Epsilon TV Oh new 世界频道又热闹了起来 哇 有好看的衣服穿了 好像只有十级裁缝 才能制作外观 那感觉最先有外观的 是鹦鹉工会啊 羡慕 许峰打开装备栏 里面多了一个 外观 他的外观是黑的 四叶混沌帘 传来了一阵怀疑的意志 不会吧 你不会穿着连夜巢生衣 还想换外观吧 许峰捶了他一顿 连夜巢生衣在帅气这一方面 确实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 就算他不质疑 许峰也懒得换 不过 许峰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工会肯定要制作 统一的外观了 既能炫耀财力 又能增加凝聚力 许峰给周亚南发了消息 高价聘请裁缝吧 许峰 八级以上的裁缝 只要愿意签长约 给一百枚金币的签约费 只要到十级裁缝 每个月保底三十枚金币的工资 周亚南 太多了吧 一想到要给这么多钱 小周同学一阵心疼 许峰 钱我出 你只管招人 周亚南 行吧 你是老板 你说了算 定 许峰刚跟周亚南聊完 树影对月仇发来了消息 你被挂到黑市上了 树影对月仇 击杀你一次 能获得二十枚金币 公开悬赏 谁都能接 两三三千里 小周亚南 六七七八 朋友 肯定 决定 阪